6000元金 旅中竞价后 只过了一夕不到 就有冷冷声音传来 出价之人正是黑衣修士 为了夺得这枚 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妙花月珠 他同样提前做足了准备 早就鉴定出了 价值1000元金的物品 此刻正好派上用场 如此高的价格 着实令不少炼虚修士感到择舌 就是庶民放弃的合体期修士 此刻也重新将目光投了过来 此刻所有人都在想 丁某包厢中的是何人 竟能一下拿出如此多元金 似这般巨额数目 哪怕是一般的合体期修士 想要拿出也都是伤筋动骨 旅中心中同样在嘀咕 对手似乎跟自己一样 对妙花月珠志在必得 只不过这6000的价格 只怕已是他的极限了吧 想到这里 旅中露出淡淡笑容 脱口而出道 我出6100元金 在他喊出新的竞价一瞬间 场中修士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 心中更是惊呼 这位丁友包厢中参与竞价之人 显然同样也是个狠人 6200 声音刚落 黑衣修士的声音再次传出 只听得他语气一软道 丁友包厢的道友 妙花月珠对我有大用 现在只要你愿意退出 我方和之后 必将携重礼筹献 并且因此是欠你一个人情 日后定当首诺奉还 方和 吕仲一听 眉头皱了起来 这名字 他有印象 依稀记得 是在土皇宫麾下任 青囊执政时 曾多次在底报上 看到这方和的事迹 这位并不是什么好惹的 有过数次以一敌多的 全灭对手的娇人战绩 据传是因为此人修炼的 万煞化一针法 拥有同皆无敌的实力 我还在青囊玉时 此人就已是炼虚中期 料想这么多年过去 方和的该是到了炼虚后期 甚至圆满也说不定 至于合体期 吕仲觉得不大可能 猜测出对手的可能实力 吕仲对此事不忧反喜 相较于无法力敌的合体期 炼虚期修饰 显然还在他的应对范围内 估计方和也没想到 自己的话会起反作用 就在这时 丁有包箱中再次传出话语声 6300元金 抱歉了方道友 此物对你固然重要 可妙化月珠对在下而言 同样是不可或缺之物 值得为此倾家荡产 吕仲诞声说道 啪 得一声 方和此刻脸色阴沉得可怕 手中欲展 被他一把捏碎 化作粉末速速落下 他的双目中 灯石闪过一抹狠色 不过马上就隐没不见 脸色也恢复如常 哼 敬酒不吃吃法酒 既然如此 那就容不得你了 旋即 他的面色变幻不定 最后转阴为情 只见方和冷笑一声 张口吐出一道土黄色光滑 却是一块人形模样的黏土 乍一看 好似真就一黏土而已 可若是切换到原神视角 就会发现此物会模样大变 成了一条条交织在一起的丝带 丝带并非真实存在 是你法则 或者说神意的巨险 此物实为方和的本命灵宝所化 在获得神意之后 从此改名做黏土宝勇 此宝能力很简单 就是可分化出土勇 其隐秘性极强 除非是提前知晓 否则防不胜防 无论适用于潜入暗杀 还是追敌所踪 都是一等一的选择 不过 方和并未急着放出 眼下拍卖会仍在举行 拍下妙画月珠的那人 还处在举办方的保护之下 面对这种 连大成器都能请来的庞然巨物 他可不敢造次 于是耐心等候起来 很快 就到拍卖会结束时候 方和这才念念有词 宝勇很快被激发 只见黏土宝勇一阵蠕动 近三两下分化出一人影 由于还未选定目标 故而此刻人影五官模糊 尚难以分辨出雌雄 待方和心念一动 就禁止引没入虚界 使沿途重重隔绝于无物 翘无声息间飞向目标 几乎是同时 吕仲就心生感应 他的灵觉一向过人 故此刻心中感到莫名不安 随着时间推移 心中不安更甚 发生了什么 此刻吕仲妙画月珠已到手 并借助包厢中的传送传 刚被传送出百断城 出现在一随机位置 周围不见半点人烟 按理说 没人能掌握他的行踪 就在吕仲还未弄清楚 危险源自于何处时 突然间头顶荧光一闪 却是星辰剑主动飞出石海 并立刻放出一层灰蒙蒙护照 几乎是同时 一道黏土人影被弹飞 翻滚着飞了出去 此时此刻 吕仲尽管心中惊疑 然手上动作并不慢 手一翻就将引雷针祭出 紫色雷电覆盖于剑身 当即就是狠狠一剑刺去 却不料 这下镜刺了个空 什么鬼东西 吕仲心中惊疑更甚 碰 得一声 撞击声传来 那黏土人影不依不饶 再次冲上来 惊他这么一撞 护照顿时摇摇欲坠 好在 星辰剑这时光滑一闪 向护照打出一道灰光 令后者顿时恢复如此 而后仿佛被激怒了一般 从中伸出一只银灰色大手 就狠狠朝黏土人影抓去 不偏不倚 正好抓了个正正 而吕仲这时也终于反应过来 意识到自己是被你法则 造物袭击了 原本平静的星径 这下顿起滔天波澜 因为这般手段的使用者 通常是合体漆及以上修士 方合是合体漆存在 不对 吕仲扭头看向被控制住后 正在飞速被星辰剑 抽离力量的黏土人影 后者机无反抗能力 立刻推翻了刚做出的猜想 再一想到 星辰剑能将之制服 立刻猜到方合跟自己一样 同样也是拥有着神魄灵宝 想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吕仲心中不由付费 在断宝之前 从未遇到过此种对手 却不料 只是来参与拍卖会 立刻就跟同样拥有 神魄之宝的存在发生冲突 还真是物以类聚 他这边正想着 耳畔传来一声哀嚎惨叫声 却是那黏土人影 被星辰剑抓住 经过一番不留情的吸收后 化作一缕黄烟消失 吕仲不禁一愣 就这吗 另一边 追来的方合突然面色一白 乌蛙吐出大口鲜血 再看自己的黏土宝永 宝光衰弱数分 此刻上面已是多了一条裂缝 正有精纯灵气一散而出 并不住地颤鸣着 看清这一幕 方合脸色更白了 能在短时间内 将宝永的分形彻底灭杀 已能说明许多问题 很显然 对手并非异于之辈 同时 也身怀神魄灵宝 念及至此 方合想也不想就转身 准备离开此地 殊不料 前方陡然有西瓜大雷球乍现 伴随着轰轰雷鸣声 扩张裂开一道口子 有黑衣黑发青年 从里面飞出 阁下看着仪表堂堂 却不曾想是背后偷袭的小人 吕仲冷冷地说道 道友说笑了 方某不过是途经此地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方合心知 自己因灵宝受创 实力已经折损了许多 不愿跟身前强敌交手 于是他扬作不知情模样 希望能避开这一战 对黏土宝永的能力 他一向十分自信 不觉得对面这青年 能发现其踪迹 暴露自己所作之事 哼 看来阁下是要矢口否认了 吕仲冷哼道 对面这人所放黏土人影 可以说是几乎无痕迹留下 换作是其他 持着神魄灵宝的修饰前来 定然会被其欺瞒过去 可他有挥晤空间 能回溯场景 自然借此看到了方才 面前这人大口吐血的一幕 时间不偏不倚 正好跟他斩杀黏土人影 是同一时候 如此前后一联系 幕后黑手立刻水落石出 听到这话 方和面色不变 依旧是那副无辜模样 可同时 吕仲背后虚空中 有一仗许人影一闪 正是方和的神魄灵宝 一只烂泥撞大手浮下出 悄无声息 静止朝着目标丹田要害处袭去 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 吕仲此时此刻 仍冷笑看着方和 既然确定面前之人就是偷袭者 他又如何不会防备此人 却是早已经借助场景回溯 将其一举一动 尽收眼底 如今装作未察觉 只不过是为了等对手偷袭 即将得手 心神警惕放松的一刹那 将之一击斩杀 但见黏土宝勇越发靠近 忽然他猛然一加速 砰的一声闷响 方和志在必得的一击 被一层光幕所挡下 未见寸弓 其源头赫然是一面银色小镜子 星辰剑略一闪烁 就放射出千百道近光 一把将宝勇覆盖 银灰焦杂的灵光之下 黏土宝勇被轰得砰砰作响 中计了 方和脸色大变 哪猜不出来发生了什么 分明是吕仲识破他的计谋 来了的将计就计 反偷袭了自己一手 不好 我的黏土宝勇 紧接着 方和面色在变 却是感应到自己的神魄灵宝 在被静光疯狂的轰击中 其灵性在 飞速减退着 事关根本 他急忙 就将要灵宝召回 可吕仲哪能如他所愿 当即 他就祭出引雷针跟避水扇 冲上前去 见吕仲冲来 方和也不敢分心 毕竟练须期修饰间交手 如果不全力以赴 甚至可能会在数席间 决出胜负 于是他双手虚空一抓 手中默然各多了一把紫色铁齿 轻轻一晃之下 铁齿顿时弥漫出一圈紫光 隐隐有巨蟹身影浮现 争宁且凶利 然后一闪 没入到齿身中不见 却叫铁齿紫光更甚 紫蟹齿 方道友的成名领宝 今日就让我来领教领教 吕仲见到那对铁齿 心中未有丝毫惬意 反倒跃跃欲试起来 当即猛催引雷针 子意瞬间将天空染色 千百道雷电扩散而出 后以引雷针为中心凝聚 画出一口百丈雷剑 雷剑一闪 朝方和斩去 方和不敢怠慢 张口吐出一道五色霞光 经他一催动 霞光立刻分裂成两道 分别没入那对紫蟹齿中 顿时 一对铁齿霞光弥漫 看上去颇为不凡 做完这些 他才将手中铁齿往上一架 时间掐得极准 正好赶在雷剑袭来之时 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 空中陡然炸开一片雷海 可待所有雷电散去之后 方和毫发无伤地出现 吕仲对此 早有预料 紫蟹齿 作为方和的成名领宝 他本来还有些怀疑其实力 可今日一见这紫蟹齿 才明白的确是名不虚传 不过 我的碧水扇 却也不是吃素的 吕仲心中冷笑 强大神念 引动天地元气 将之灌输入碧水扇中 同时还分出大量神器 以使灵宝威能更进一步 虚余间 便是一道清光泼洒而出 方才前进十余帐 清光就陡然间散开 呼啸化作一片浪潮 裹挟着惊人的威势 朝方和那边拍打过去 后者大吃一惊 没想到吕仲竟有如此宝贝 急忙将紫蟹齿催动到极限 才总算将这浪潮消掉 但吕仲随即又是一挥扇 再次打出树道清光 他们迅速融合在一起 立刻就化作海啸 这一次显然是不达目的 就是不罢休 如此来回数次 方和大感吃不消 元神感受到疲倦之意 更糟糕地还在后头 受激烈斗法的影响 之前好不容易压制住的伤势 此刻同时发作 多年的斗法直觉告诉他 自己若不再设法改变局面 这次多半要糟 方和心念急转 面色变了数遍 从储物界中取出一张烟红浮露 表面布满玄傲纹路 散发着极浓郁的黑色气息 无论怎么看 都是了不得之物 鬼车杀佛 此幅珍惜 可眼下正是关键时候 他狠狠一咬牙 将手中红浮祭出 几乎是立刻 方和身后 就有一漩涡浮现 一股凶利气息随之而来 伴随着阵阵鸣叫声 赫然有数颗 长着凌乱羽毛的巨型鸟手 从漩涡中猛然间探出 可是一穿过漩涡 这些鸟手就变得虚幻起来 见此情形 吕仲不管那红浮换出了什么 催动引雷针 当即就是一阵树劈 雷光如曝流轻显 伴随轰隆隆雷鸣声 雷剑斩到了鸟手之上 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 鸟手这是一个反啄目 净一口将雷剑咬住 任凭引雷针如何挣扎 任凭口中雷电滚滚 一不松半点口 而这时 吕仲也认出了鸟手来源 赫然是凶兽鬼彻 凶兽与真灵 是同级别的存在 吕仲自然不会认为 自己所遇见的是凶兽鬼车 面前之物虽然与之酷似 充其量也不过是其一缕分魂 被修饰以大法力封印在俘虏中而已 可这依旧给他带来不小麻烦 眼剑放出鬼车的方盒 此刻收起他的神魄灵宝 把腿就往远处飞顿 吕仲见尹雷针一时半会无法脱困 只好往空出一台手 再凝出八口古老月光剑 月灰 雷光 交织灰映 吕仲令他们各对付一只鸟手 以此将鬼车拖延住 而自己猛催避水扇的同时 也不忘了催动火龙灵旗 令此旗开始积蓄力量 片息过后 之前死死咬住尹雷针的鸟手 这时终于是再坚持不住 伴随着一声声哀鸣传出 这颗头颅无力张口嘴 任由尹雷针脱困飞走 而后 他将细长的脖子往后一缩 却是想朝来时方向逃去 哪能随你心意 吕仲冷笑一声 当即挥扇扬起重虫水墓 将此重伤鸟手 跟其他八颗鸟兽阻隔 而后尹雷针带动无尽雷光 化作一口巨剑斩出 同时火龙灵旗也迸发出火光 陡然间化作一条栩栩如生火焦 摇头摆尾瞬间冲出 一时间雷光狂闪 火焰熊熊 在尹雷针及火焦的加工之下 那颗受创不清的鸟手 这时遭了大难 只不过树西功夫 整颗头颅就变得破破烂烂 而鸟手喷吐出的漆黑气息 尽管有着惊人的腐蚀性 并能污秽灵光 然面对火龙灵旗所化火焦 却是选错了对手 每每他气息喷吐 都会被火焰熊熊燃烧殆尽 一来二去 哪怕偶尔有漏网的气息 也无法伤害到皮糙肉厚的火焦 反倒是让自己更加虚弱 再也没有还手力气 眼见时机成熟 吕仲当即凝出剑指 往前一点 雷光一闪 鸟手一分为二 被斩去一只头颅 鬼车分魂 顿时勃然大怒 一阵胡乱挥击后 所有古老月光剑都被击飞 然后八颗鸟兽尖提一声 奇奇发难 只见他口中齐齐喷出黑气光柱 凡光柱所过之处 无物不是被惊人力量腐蚀 深谷 勾鹤 由此显现 一阵狂乱喷吐 鬼车目标直指吕仲 吕仲这时面色微变 鬼车分魂的实力 还在他的预料之上 难怪方才方和激发那红浮石 明明已是练须七修士 却也露出那般肉痛表情 齐来 他一抬手 身上有六道灵光飞出 继而融入到火焦体内 顿时 火焦气息大胜 体型因此大了数分 达到了三百余丈 身形也变得更加凝实 由来带来的 便是更加强悍的身躯 此时鬼车索土光柱袭来 吕仲怀疑自己若被击中 恐怕会被轻易洞穿护体钢器 于是立刻身形一闪 再出现 已是到了火焦背后 悄无声息间 光柱击中了火焦背部 令吕仲感到忌惮的黑气光柱 在面对火龙灵奇所化火焦时 突然好似失效了一般 持续树息 也未能将灵片击穿 仅是腐蚀出一个浅浅凹坑 火灵珠碎片 还真是好宝贝 吕仲见此情形 心中大喜 既然火焦皮糙肉后不惧鬼车 那就干脆让他猛冲上去 只要进入到缠斗状态 鬼车分魂就无法继续喷吐 对他最大的威胁 自然迎刃而解 略意尝试 结果喜人 正如吕仲所想那般 鬼车一旦陷入近身搏斗 就极难继续喷吐 他就目睹到 一颗鸟手 因被火焦搅乱动作 竟将喷吐中的光柱喷歪 给喷到了另一颗鸟手上 险些就将他的天灵盖轰飞 雷枪 吕仲这时低喝道 在他体内法力飞速消退 周围天地元气疯狂暴动之时 刹那间 成百上千只雷枪凝成 随后 雷枪如雨幕 瓢泼交向陷入缠斗的鬼车 此刻根本无暇他顾 只得这样眼睁睁看着 一团团雷球 在身边无差别炸开 轰隆隆 惊雷声一道接一道 对自己的无差别攻击 吕仲并不担心误伤了火焦 后者身处于雷海 尽管也会因此受创 可得益于他惊人的防护 只能算得上是皮外伤 反观之鬼车 则是要凄惨得多 此刻浑身冒烟 不时还有雷丝闪过 不过 他现在惨归惨 凶利程度却不减分毫 鬼车这时 见自己奈何不得火焦 竟对他不管不顾起来 任由火焦如何撕咬 也硬是要朝雷仲冲去 并同时喷吐出道道光柱 摧毁沿途的一切 瞬息间功夫 就已席至雷仲身前 可还没等他张开锯口 亦或者是调转喷吐方向 眼前骤然有荧光爆发 却是雷仲一直隐藏 久久未催动的星辰剑 这时候突然暴起发难 无数进光同时骑射 并精准落在同一鸟手上 吕仲这一下 打得鬼车猝不及防 未等他反应过来 被击火的那鸟手 就再坚持不住 轰一下化作血物 继二 是第三颗鸟手 第四颗鸟手 一葫芦画瓢 终于将鬼车分魂灭杀 伴随着一声哀鸣 鬼车分魂出来的那处漩涡 及他本体 都一并消失不见 正当绿松一口气 准备追向方合之时 眼角忽然捕捉到一抹紫意 伸手射来一看 发现却是 眉不起眼的紫色金石 嗯 这股气息 吕仲察觉到气息不对 跟鬼车分魂过于相似 散发的气息凶利且暴虐 直觉告诉他 这紫色金石绝对是宝贝 吕仲抚摸着金石 久久沉默不语 看来有留下的必要 做出这般决定 他这才找准方合离开的方向 加速追踪过去 就这样 一连三日过去 吕仲这时才发现 拍卖会所设传送阵的传送距离 是惊人的远 至少他这个炼虚七修事 连飞三日 都无法重新飞回到百段城 如此又追踪了大半日 方合终于被吕仲截住 面对吕仲 方合自知大难临头 却仍不放弃 恐吓道 这位道友 你确定要跟土皇宫为敌 要知道 斩杀似我这种土皇宫修事 后果是你无法承受之重 吕仲听的这话 只是冷笑一声 哼 阁下的嘴皮子 倒是利索 闻言 对面方合脸上 暴虐之色一闪 张口一吐 将黏土宝永放出 又喷出数口精血 让神魄灵宝灵光更胜 俨然是摆出拼命架势 吕仲丝毫不切 同样将星辰剑祭出 令他去解决对面宝永 虚余间 两道灵光碰撞在一起 梁宝与空中缠斗 黏土宝永 由于得了精血加持 静一时难分高下 打得难分难减 另一边 方合这时手一扬 一张红符射出 化作一黑气漩涡 然后鬼车气息在线 数颗鸟手从中探出 只不过这次强度大减 不及之前百亿 充其量不过是一缕残魂而已 连分魂也算不上 吕仲心中一定 却并未祭出引雷针 而是手掐法绝起来 身形请客间被笼罩在月灰中 继而一口口古老月光剑 于月灰中陆续飞出 经过之前的一战 他发现月光剑对付鬼车 效果不俗 当即一招手 剑影如流光射出 剑身一颤 月光剑纷纷分裂开来 远远望去是无数密密麻麻的剑光 散发的清白月灰 璀璨夺目 将小半天空占据 声势浩大之极 无论九首妖鸟如何喷吐 射来的剑光都源源不绝 在潮水般涌来的攻势下 鬼车残魂很快被击散 不过 这正是方和的目的 趁着交手空隙 他已是使出了一张底牌 只见方和额头忽有密纹浮现 如墨迹般蔓延至全身 在此过程中形容逐渐枯稿 眼窝以肉眼可见速度凹下去 整个人的气息也在飞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他身前诡异出现一苍白火光 火光成球状 如鬼魅般跳动 跟方和气息此消彼长 吕仲此刻虽顾着斗法 但其实大半注意力 都落在方和身上 此刻见对方使出这诡异手段 不由心中警惕更甚 这火球似乎带有神意 神意又称你法则 拥有种种不可思议 是合体器才能用的力量 念及至此 吕仲多留了个心眼 当即身形异闪 出现在星辰剑附近 以防遭遇神意 方和一剑 心中大感可惜 吕仲猜得没错 方和现在所使的绒枯印 的确是一神意手段 是他花大代价 请来的一保命手段 按常理而言 炼须修饰 自然无法激发神意 然凡事皆有取巧之法 好比这绒枯印 只需提前在受数者体内 种下一枚绒枯之种 就可以借由受数者 精血元气发动 此种手段 固然存在 微能减弱的缺陷 并且一经发动 就会让使用者元气大伤 却仍不失为一张保命底牌 只是说来简单 想要实现却不容易 方和体内的绒枯之种 实际上来源于大成绒枯子 也唯有这般存在 才能实现这点 给我死 方和面露争鸣 将手中绒枯印打出 目标赫然是对面吕仲 几乎是同时 吕仲就觉心头狂跳 有一种大难临头预感 让他不假思索 就催动星辰剑阻挠 同时身形被雷光包裹 就要借此拉开距离 殊不料 这时黏土保勇光华大战 竟叫星辰剑一时无法脱身 一切仿佛都在方和算计中 另一边的吕仲 那火光仿佛锁定了他一般 无论出现在哪里 都能随之追来 且速度极快 距离在一点点被拉近 吕仲望着那团火光 心知一旦被其击中 定然会发生可怕之事 具体下场 只需参考现在的方和即可知 未避免落得如此下场 他毫不犹豫将遗物打出 却是一盏杀剑残忍 希望能有用 可笑可笑 临时抱佛脚 方和看到这一幕 不由出言讥讽 他所使的容枯印 称得上是土皇宫一等一的秘书 莫说是用来对付仪恋须修士 就算是掌握了你法则的合体修士 遇上了也要忌惮不已 在方和眼中 吕仲必然陨落 轰隆隆之声传来 残忍被寄出后 飞射向前 与追来的火光碰撞到一起 煞时间 一股无名波动扩散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 令双方都始料未及 容枯印撞上斩杀剑残忍后 二者并未决出高下 反倒居然融合在一起 紧接着 有金光暴闪 将周围的一切淹没 恍惚间 吕仲似见到有种子发芽 然后长成参天巨树 飞快地度过漫长一生 后又枯萎 重归于尘土 待异象散去 只于一块闪烁着金光的残忍 静静悬浮在空中 不好 吕仲这时发现 跟火光融合后的残忍 竟跟自己失去了联系 另一边 方和心中震惊不已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能将容枯印吸收 不过 方和一见到 吕仲飞身向前 急速往空中那残忍飞去 心中一下就明白了什么 顿时宁笑一声 并朝前打出一道法诀 砰的一下 苍白火光在线 作为施展代价 方和的形容更加枯搞 行将就木 与此同时 他体内一颗碧绿种子 即所谓的熔枯之种 在此刻抵达了极限 突然变黄枯萎 并很快就化为飞灰消散 在火光闪动中 吕仲一把将残刃射住 然一接触 他立刻就发现了不对 若说之前的斩杀剑碎片 是一潭死水的死气沉沉 现在就是如枯木逢春一般 突然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没错 就是生机勃勃 我猜得果然没错 斩杀剑即可能真与黄金术有关 此刻吕仲一抬头 又见苍白火光袭来 在知晓如何对付之后 灵爵却是不再报警 他左手翻出一剑柄 连着那块活化残刃一刀 往其中注入海量神器之后 顿时画出一口金色长剑 与之前相较 此刻幻画出的人道斩杀剑 有了变化 给吕仲的感觉 跟神魄灵宝极类似 来不及多想 吕仲剑指前点 口中大喝一声 斩 当即一口金剑斩出 声势不鲜 却叫见了此木的方盒 脸色大变 只见斩杀剑一剑斩出 竟直接破开了戎枯印 令后者炸散做无数火星 继而 一股惊人犀利传来 被击散的戎枯印 再次被斩杀剑所吸收 这木方和木凳口呆 他没想到 自己不小心招惹的强敌 竟连祭出底牌都无法奈何 更接连破去戎枯印 吕仲不知方和心中所想 趁着他心神恍惚之际 操纵着斩杀剑 就是一技竖劈 顿时将后者 从天灵盖劈到脚底板 连破石海跟丹田两大要害 如此一来 方和自然死得不能再死 失去了主人 跟法宝乃至灵宝不同的是 由于神破灵宝的气灵已成个体 故而便拥有了生灵的情感 此时此刻的黏土宝勇悲痛发狂 在不顾本源消耗星辰剑的同时 竟还弥漫出层层灵光 想要拉上对手自爆 吕仲自然不会任由此事发生 当即手一抬 打出一雷法 雷爪 无数雷电自虚空凝现 后将黏土宝勇包裹 拖延他的脚步 趁此机会 吕仲射来方和的储物界 为检查里面是否装着宝物 就立刻跟着星辰剑一道 消失在骤然展开的雷光漩涡中 轰隆隆 一处无人山岭 忽有雷光乍现 继而 有黑衣青年跌出 正是屡重 他出来后 立刻抬头望向西侧 那里是来时的方向 正好看到一抹强光爆发 继而光芒以惊人速度涌来 凡光芒所经过的一切 都受到了黏土宝勇的影响 无论山石也好 还是草木也罢 剧都开始扭曲变形 变得跟人形相近 长出一眼口鼻来 化作一只只草木金怪 可很快 这些金怪又惨叫哀嚎起来 最后化作一团泥浆炸开 带光芒扩散至百里范围 这才缓缓消失不见 吕仲有信 将这幕目睹 不由为你法则的威能震惊 同时心中暗道侥幸 幸好离得远 否则遭受波及 还不知道会有什么麻烦 下一刻 冲击波这才抵达 破坏力丝毫不亚于神意 且扩散范围远超前者 将沿途一切破坏殆尽 接着才是轰隆隆巨响 一见神破灵宝就这样自爆 尾时还是可惜了一些 吕仲惋惜道 但同时他心中也清楚 想要让神破灵宝重新认主 已是一件不可能之事 戎铁玉 无名火山 解决完方和后 吕仲并未折返灵雀山 土皇宫一旦追查方和下落 可以预料到的是 必然会将他列为怀疑对象 无论怎么看 他的嫌疑都洗脱不了 正是因为以上考虑 吕仲这才寻了一篇辟处 见了座临时洞府歇脚 刚开辟不久的近视中 他正盘坐于蒲团之上 身前已是多了一大堆东西 都是方和储物界所装之物 丹药 灵石 灵药 灵矿 无所不有 能看得出来 这方和是将全副身家 都带在了身上 这行为倒是另类 吕仲心中浮现出这一想法 随后就清空杂念 开始检视其此番收获来 他拿起一玉瓶 轻轻拔开瓶塞 闻着溢出的丹香 脸色突然一喜 三转地灵丹 吕仲没想到 拍卖会上拍出的那批成品丹药 其中之一是被方和拍走 如此看来 此人真是财大气粗 心中充满了底气 是已不但敢拍下一瓶 增进修为的丹药 还想将妙化月珠 也竟拍到手 若不是半路杀出他这成咬金 只怕还真叫方和成功了 可惜 此人因心生邪念 一步行拆踏错后 所有积累都成了他人嫁异 对此 吕仲自然笑纳 继续轻点下去 结果很快出来 除去敏感的功法部分 其余之物或多或少都有价值 吕仲粗略估算 至少价值数千元金 但具体是多少数目 他上还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不过想来再怎么跌 也能值个六千元金 收获真是不小 一来二去 竟将他拍卖会的花费 给弥补回大半 难怪前世 杀人夺宝曾风靡一时 的确这种大丰收的快感 让人沉迷 可杀人者 人横杀之 不可沉迷于此 很快 吕仲就平复好心情 恢复到往日状态 紧接着 他设来一碧律预检 确定并未危险隐藏 才将神念进入 里面记载着不少内容 但并非什么了不得功法 也不是秘法秘书 容枯印秘诀 吕仲粗略一读 发现是一引导法 作用很简单 便是引导名为容枯之种之物 进而施展出容枯印 众此神意之印者 生死掌握于他人之手 一念枯荣 无从反抗 果然 方和所使手段 的确就是神意 其名为容枯印 吕仲看完描述 心中没有来感到一阵后怕 若不是他误打误撞 用斩杀剑残刃 连破两次容枯印 只怕最后结果难以想象 紧接着 他又将人道斩杀剑寄出 望着那完好如初的剑身 久久不语 透过原神世界 不难看到 这只是表象 实际上的人道斩杀剑 依旧是支离破碎 可哪怕仅仅是表象 也足够令屡众感到吃惊 这就是你法则的力量 容枯容枯 作用于黄金树部分 竟能使之生发 得了三转地灵丹 增进修为方面的丹药 暂时得到了解决 接下来 吕仲换了出地方 又挖了一座临时洞府 而后就避起关来 一是等风波过去 避免新麻烦上身 二来修为停滞许久 跟原神有了不小差距 先修性命双修 所以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也该是时候提一提 以防止留下隐患 期间 也没忘了派出化身 到百断城打听消息 可说来也怪 土皇宫明面上 对此 好似当无事发生 暗地里 倒是四目四样探查过 也很快就没了下文 吕仲对此大胆奇怪 却也没放松警惕 毕竟 命只有一条 眨眼又是百年 一平三转地灵丹 就这样被吕仲彻底炼化 效果方面 十分喜人 相较于闭关前 他的修为增长了大致半成 可别小看 只是半成 对炼虚期修饰而言 如此进步 相当于突飞猛进 可见何氏丹药 对此阶段修饰修为的促进 也再次印证了丹药的重要性 九传 玉金丹 一想到这此丹方 吕仲忽感头痛起来 玉金 炼此丹必须灵财 这东西 可不好得到 它是昆阳宝玉的精华所宁 而昆阳宝玉 十分珍惜罕见 更不妙的是 出产此临玉的昆阳玉 根据化身们打听到的消息 似乎早已经沦陷于诸厄之手 对玉金的获取艰难 吕仲心中早有预料 毕竟若此物 作为九传玉金丹主才 真的十分容易获取得到 那么这张丹方也不会流出 考虑到昆阳玉 目前还在诸厄的掌控之下 他决定先缓缓 转而将妙化月珠取出 看着手中之物 吕仲面露迟疑 月华妙化生息丹的炼制 在得到月珠之后 其实立刻就可以开始 盖阴跟寻常的水火炼丹法不同 此丹需得在丹田中酝养 经人体炼化种种灵药 而后将药力输送至月珠中 再借由神器慢慢化去其中杂质 最后得到一枚无瑕宝丹 他之所以迟疑 是因为蕴养这一步 对自身修为有碍 且不止修为 由于受到月珠影响 斗法实力也会严重降低 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 罢了 多冒些风险 也是值得 思来想去 吕仲决定 交由化身完成这一步 鉴于蕴养过程的特殊性 为此 他需要炼制一具极特殊的化身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另一个吕仲 此般做法 是身外化身的修炼大忌 除非本体临近冰死 想以另一种方法重生 否则这样做 极可能带来隐患 甚至会让化身反客为主 吕仲很清楚 自己这样做 还有另一重顾虑 那就是眼下的环境 自敲钟一变来 仙道跟猪厄的关系 发生了微妙变化 从一开始的你死我活 到诡异的握手言和 近来更是暧昧起来 变化着实让人看不懂 而根源 无疑在敲响的接引中上 可根据目前信息 吕仲仍不知晓敲钟的具体后果 只知道 仙道猪厄双方 都因此死伤惨重 他有预感 即将开启的第三树妓院 即将带来一波腥风血雨 而这 也是吕仲不愿自损实力的缘故 哪怕这时间 仅有一千年 不再多想 吕仲一抬手 袖中有霞光飞出 后展开成一图卷 有山有水 正是山河图卷 跟最初得到石香教 词物上图画内容丰富了许多 弱大画卷上 是一幅大好的江山图画 得益于空桑神木 源源不断地帮助稳固修复 目前山河洞天是愈发辽阔 已达到两万余里 能容纳下更多的修士 近到其中 眼前所见 是一方桃源净土 相较动荡不安的外界 山河洞天里面平静明和 尤其是凡人 更是能安居乐业 不为积井所扰 当然 平静的表面之下 仍有暗流角动 不乏聪明人 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 意识到他们所处的世界 只不过是一处洞天 自己恰如一只龙中鸟 由此萌生出追寻自由的想法 对这些 吕众的处理也很简单 眼不见心不凡 也无需酷略手段 统统扔出去了事 以风源界疆域之大 凭空多出十来名劫丹修士 并非什么奇怪之事 哪怕这些人声称来自于某处洞天 也不算奇事 一转身 吕众来到空桑神木前 时间过去多年 此书愈发的粗壮 好似一根天柱 上通九霄云外 下底黄泉壁落 顶天立地插在山河界中央 围绕着空桑神木 已是建起了一座灰红神殿 或是为了寻找心灵慰藉 或是自发崇拜 目前山河界的凡人 竟蒙发了对空桑神木的崇拜 尽管后者对此毫无回应 仍无法阻止一批批朝圣者 前来参拜这株神木 好比此刻 蜿蜒的山道之上 就有一位为身穿碧绿衣袍的苦行者 他们当中男女老少皆有之 一身的风霜尘土 正在一步三叩拜 神色是难以言喻的前程 在朝着山巅神木所在前发 吕众对此并未做干预 更让化身们对此袖手旁观 盖因这一幕 让他产生了不少联想 同样是树 黄金树显然也会有崇拜者 仙道或许就是由此诞生 那么对空丧神木的崇拜 会不会产生新的道路 或许有 或许没有 不管结果怎样 吕众都打算实验一番 仗着恋虚其修为 一路都无人察觉到他的到来 唯有在接近空丧神木时 他树干微微一颤 算是表示了欢迎 这是近来搜集的陵墓 说着 他拂袖一扫 神前顿时多出一小山般陵墓堆 这是吕众跟空丧神木的约定 多年来 吕众一直都在遵守着 多谢 我很满意 空丧神木从沉睡中醒来 古井无波的声音中 多了一丝欣喜味道 紧接着 他又道 近来我察觉 外面乱流搅动 可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的确有 吕众见空丧神木这时 竟罕见地关心起外界之事 便将敲钟之事一一道出 甚至连夜盘眼所见 也是毫无保留 目的嘛 自然是希望能从空丧神木这里 得到一些答案 本中想 仙缺未降临 空丧神木沉吟起来 在此事中 他品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 变化 前所未有的变化 看来 是仙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再联想到道蒙的突然覆灭 我大概能猜到 发生了什么 空丧神木说到这里 话音一顿 罕见笑道 抱歉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谜语人 然姿势体大 关于答案 却只能由你自己去追寻了 还有 此变化的发生 未必不是机会 若换作是我 将会是作为挣脱枷锁 追寻超脱大道的最好时机 过程中 尽管贤祖重重 生死在旦夕或福之间 然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言之于此 剩下的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多谢 吕众拱手 身公道 空丧神木这番话 虽然好像什么都没说 来来去去都是些空话 但透露出的信息 已然不少 前所未有的机遇 成就真我唯一之先 吕众不禁再次回想起 昔日观道子对自己的提醒 二者间明显存在着联系 走不通的旧路 未必真是什么坏事 再次道谢 他才向空丧神木说出另一个来意 却是让他替自己 保管运养宝丹的化身 倒不是担心自身出意外 而是有空丧神木在 外邪降不得入侵 如此可保化身无余 没问题 空丧神木爽快答应 而后树干裂开一道缝隙 可看到里面是一个独特的空间 看着并不小 且带着神木的力量 等你将化身准备好 尽管放进来就是 多谢了 吕仲再次拱手称谢 才告辞空丧神木 而后 他转身 进到潮生洞府 带下面人将材料送来 顺带着完成调息 就开始了化身的炼制 好尽早开始 月华妙化生西丹的炼制 光阴四箭 岁月如缩 年月如流水般过去 潮生洞每日灵气蒸腾 笼罩在惊人的风暴之下 转眼一个甲子 近视中 吕仲盘腿做 在他的对面 赫然有着 一道一模一样的身影 旁人纵然仔细观察 也无法分辨出差距 而这 就是吕仲锁链的特殊化身 只见灵光卷涌 他缓缓打出一道静止 如此化身 就算炼制完成 接下来只需要将妙化月珠送入 即可完成这一步骤 不过吕仲略一沉吟 决定还是多做一重保险 只见他手一番将斩杀残剑祭出 手指在剑身连点树下 令光华没入其中 这才将此剑打入化身的丹田 由此 化身的生死就在他的一念之间 有剑与斩杀剑的特殊 化身之后纵然背叛 也无法将之驱除 更做不到 将此剑炼化为己用 这是最后一重保险 做完这些之后 吕仲才望着自己的这件作品 脸上露出满意笑容 后将准备好的一英灵药放出 右手一番 取出妙化月珠 月华妙化生息丹的蕴养 每一步流程我都有备注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嗯 就交给我吧 化身点头 将妙化月珠接过 接着他头一仰 就将之服下 并立刻就开始炼化灵药 开始了丹药的蕴养 吕仲见无异样 便将他带到空桑神墓中 而后树洞一合 化身就跟外界彻底隔绝 接下来 就看化身能否通过时间考验 现在该是做我自己的事了 时间过去多年 方和陨落的风波早已经平息 吕仲派出化身探查 确定自身安全无恙 便回到了灵雀山洞府 却不曾想 才刚回来一日就立刻有客人来访 来者不是其他人 是化穷中的肃心道姑 这么多年过去 此女身上并无多少明显变化 只是修为方面精进不少 想来要不了多久 就能突破至炼虚后期 不一会 兵主入座 灵茶奉上 多年不见 道友的修为精进速度 竟丝毫不亚于我 金光道友有现如今成就 看来有几分道理 因此 这次遇上机缘 我就第一时间想到了金光道友 想邀请道友一起行动 彼此间也好有个照应 素心微微一笑道 给人感觉如沐春风 不在四肢前那般一脸的严肃 道友过誉了 我能走到今日 只能算是机缘巧合下的结果 若图中但有差池 结果也将如万千修饰结局一般 沦为种中枯骨 吕中自迁回道 话题一转 对了 适合机缘 能叫出身化穷大宗的道友 都如此关心 哦 看来道友真是个苦修士 竟连灵静出世的消息也不知道 素心道姑一脸意外 不过很快就释然 毕竟如吕中这般的修士 若不一心一意铺在道图上 乃能有如今的成就 当即 他就一五一十地都说了 所谓的灵静指的是避空灵静 此灵静 原为上古一大宗 碧落宗的山门驻地 只是时运不济 在接连的青黄不接之后 又恰逢连番的危机 此宗最终衰落负面 不过此宗门虽灭 灵静中的出产 仍是持续着 无论是谁 只需通过碧落宗的三重试炼 皆可以得到名为清消水的灵物 我想关于此物的作用及重要性 道友定然也知道吧 清消水 吕仲当然听说过 于修为无益 于未来道徒大有帮助 此灵水可抵挡元神 使之更加盾进通透 或增长潜力 或驱除污染 故受到万千修士所追捧 下至化神七修士 上到大成七大能 都能从中受益无穷 似这般神物 的确能让出身化穷中的 肃心道姑 大为重视 不过吕仲有一点不简 似这般好事 显然是上层圈子的不传之密 否则 他也不至于收不到半点消息 按道理说 肃心该找同门一同进入 而并非是他这么个外人 没有隐瞒 吕仲将疑惑到初 肃心略意摇头 解释道 事事变化无常 把钟敲响后的结果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哪怕如华穷宗 也是因此受影响不小 宗内一部分人 已是向诸厄靠拢 是位激进派 并因此祸益不浅 而我肃心 乃是保守派别 目前已是是丹利姑 他化到一半 默然叹了口气 一脸的愁苦之色 道 当然 此事还有另一重原因 这却是出在我身上 道友可想过修为如我 已是达恋虚之境 亦有被师门逼婚的烦恼 逼婚 这倒稀奇了 不过吕仲虽然好奇 却并未追问 反倒是肃心道姑 似乎找到了倾诉对象 大到起苦水来 此事说来 摆脱不了利益交换 华穷宗的激进派 与保守派之争 保守派目前正严重落于下风 因此 整合内部实力 将力量统合在一起 就成了必要之事 而联姻 是互信的最好手段 平心而论 此事 对他也是大有好处 可保未来成就合体之境 只不过 一向要强的肃心 更想靠自己的手 来实现这一目标 而并非是借助外力 更不要说是借助联姻 听完肃心倾诉 吕仲明白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同时也想到 此番若跟对方一道 去参与 避空临近的灵物争夺 只怕少不了 来自华穷宗保守派的麻烦 机缘需在节中取 对此 他做好心理准备后 倒是觉得无所谓 道友觉得如何 可愿跟肃心一道 去那避空临近一趟 肃心道姑说到这里 面露出期盼表情 不掺杂半点个人感情 若论当下最合适的合作对象 曾在北央书记院敲钟之事 及北云军抗击诸厄入侵过程中 有过出色表现 且无丝毫劣迹 能让人放心交出后辈的金光子 无疑是他的最佳选择 甚至乎 肃心觉得此人 比同门更值得信赖 若非如此 他也不会主动找上门来 对此 吕仲给出了肯定答复 如此机缘 我自该抓住机会 当是过去 可眼下第三书机缘出世在即 我恐参与 避空临近灵物争夺 二者会产生冲突 这个道友尽管放心 见吕仲答应同行 肃心在校 显得很是开心 当即解释道 据我所知 那第三书机缘出世 已有了确定时间 是在三百年之后 并不会耽误到有证事 而且 道实话穷宗必然参与 而我无疑也在其中 若是有机会 你我不妨再联手 期待有这么一天 既然没问题 那就这样说定了 吕仲点点头 笑着回道 接下来 两人继续闲聊了一阵 倍感话题投机 便开始了一番交流 从之后可能遇上的 毕落宗试炼 再到眼下风源界的局势 渐渐地又谈及 域外发生的种种歧视 乃至于交流 修行感悟 如此就是数月 直到双方尽兴 这才结束 十年后 就是避空临近开启之时 望道友能准时赴约 素心灵告词前 不忘留下这番话 送走对方 吕仲转身回到静视 此刻的心情 格外轻松 随后平复心静 将双目一臂 也不继续炼化天元 服用丹药 就这样静悄悄 闭目养神起来 本以为 十年就这样平静过去 可就在半年后 竟又有客人找上门 是叶盘炎 吕仲自不会将叶盘炎 拒之门外 二人很快来到待客厅 依旧奉上灵茶 同时他也不着痕迹地 打量起来人现况 相较于之前 叶盘炎的修为 也有了精进 十分惊人的程度 短短时间不见 他竟从炼虚中期 一下突破到了炼虚后期 而且气息十分平稳 并不像是莽撞突破 较吕仲疑惑不已 在观察那黄金树印记 光芒较初时收敛不少 却暗藏着更加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赐福的力量 吕仲不由将叶盘炎的异常突破 跟黄金树赐福联系到一起 另一边 风尘扑扑的叶盘炎 这时将手一抬 把一方粗糙石盒放到桌上 与其疲惫说道 合中之物 是之后 我拟进入第三书记院的安全保障 其名为移退法相 可借此 避过书记院的大部分禁止 实话说 移退法相有强弱之分 是其黄金光泽而定 较好的那个在我身上 希望道友对此不要戒怀 叶盘炎的话语 任谁都能听出 充满了真诚之意 哪里哪里 是我该感谢道友才对 吕仲看也未看 就将桌上石盒收下 同时也未去问一退法相的来源 只问该问得到 关于此法相 到底该如何使用 还请道友详细介绍一二 当然 这东西如果不了解 反倒要受其害 叶盘炎这时 牛饮了一杯灵茶 才介绍起来 这一退法相 乃是一活物 具体来历我这里不便多说 当然也不为道友底线就是 若要使用 开始当以神器炼化 并食客喂养 一旦中断 则必较法相新生叛逸 这点是最需要注意的 待炼化完成 就可以驱策为我等助力 以神念控制即可 借助一退法相 第三书机院的大半静置 都可以无视 然而 我们也并非高枕无忧 他说到这里 面色变得凝重 第三书机院 乃是道蒙一等一的密地 地位仅次于第一第二书机 是以防范手段 并不止一重 在没有典域先持的情况下 里面的守卫 将是我们行动的最大阻碍 到时具体会遇上什么 我现在也无法给出准信 只能见机行事 不过这点其实并不是我最担心之事 我现在最担心的 是眼下仙道中有人跟猪厄同流合污 也要插手到此事中来 猪厄从来不值得信任 这是早就证明过无数次的事实 所以第三书机院 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 所以还请道友戒时 能助我扫清一切阻碍 没问题 吕仲爽快道 同时他在心里补了一句 紧线同境界对手 不过吕仲也不觉得 叶盘炎会无脑到 去越阶挑战强大对手 对方如此说 想来是有所依仗 嗯 那我就放心了 叶盘炎点点头 站起身来 那我就不打扰了 倒有多保重 到此 将叶盘炎送走 吕仲重新回到近视 紧接着 手一番将食盒取出 轻轻揭开 里面赫然躺着一块人形之物 看起来像是树根扭曲而成 颇为怪异 燃起散发的淡淡金光 给人感觉却格外亲切 仔细观察可看到 这法相的头顶天灵盖位置 有着一条细微不可查的裂缝 像是曾经有什么东西 从里面钻了出来 或许 这就是他名字中 带着一退二字的原因 左右无视 吕仲干脆炼化起他来 正如叶盘炎所言 这一退法像是一活物 一有神气度入 立刻就舒展身体 并舒服地呻吟出来 随着神气不断度入 其散发金光月盛 但很快炼化就结束 给人以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 仔细检查发现 是法相本身缺陷所致 以至于 一退法像金光强盛到某个程度 就会止步不前 至于原因 吕仲足足观察了好一阵 才发现问题所在 其外观看似完整 可一旦将视角切换至原神世界 就会看到法相已支离破碎 能不伤行 只毁坏其身 吕仲自认做不到 不由更加好奇叶盘炎 到底是从哪里获得此物 未在此事上纠结太久 他这时开始思索着 是否存在将一退法像修复的可能 好位之后的第三书积怨之行 添多一重宝障 借助挥晤空间 一番实验还真有了眉目 他发现 天元混合神器 竟能修复法相的损坏 不过很快 吕仲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 发现这种修复方法 只是起效一段时间而已 一退法相上 似乎还有一种力量残留 仍在持续不断地造成破坏 在没有将这种力量驱除之前 输送再多的天元跟神器 也是无用 难怪如此简单的方法 对一退法相更了解的叶盘盐 却并未告知于我 吕仲想到这里 心中却不敢失落 他能猜到 叶盘盐不说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死法极好天元 方才只是短短数息 好去的天元就价值十数元金 若一直持续下去 那代价恐怕连合体期修饰 也是难以承受 这是旁人担心的事 我却不同 吕仲自存财大气粗 身上还有不少天元储备 为了自身的安全保障 在接下来的第三书机院执行中 就算多好些天元也无所谓 不行 还得多做一手准备 当即 他站起身来 准备进入虚界 找杂素们借一借天元 常言道 有备无患 更多的天元 就意味更高的安全性 如何取舍 不难决定 虚界中 一处夜色笼罩下 雾气弥漫的密林上空 这时忽有雷光闪烁 来得快去的野 带紫色雷电消散殆尽后 有人影悄然出现 是一名黑发黑衣的青年 正是为了获取天元 再次游历虚界的吕仲 他略意打量周围 发现这次所到区域 看起来并无明显异常之处 不过 吕仲并未因此放松警惕 稍稍搜寻 很快就发现了 隐藏于林中的敌人 是一群光怪陆离的黑影 看起来应是某人 对黑暗的恐惧记忆 这些信息碎片 经由虚界巨献之后 就有了这么一群杂素 实力不强 吕仲锦一记雷爪 就令杂素全部归虚 本以为 这般弱小的杂素 并不会铲出天元 然而结果 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一收拢 竟得到一把天元 奇怪 难道这里是一处复矿 他心中对此感到疑惑 不过也并未多想 见此地已经扫空 便抬脚走向迷雾深处 前往下一处区域 随后 接连清扫树片区域 天元收获有高有低 有时甚至还会落空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并未四之前那般 一下获得大量天元 一颗警惕之心 渐渐放下 这一次出现在一处辽阔水域上空 水面波平如镜 然屡重看着下方 沉默蓝的水体 眉头却是不经意皱了起来 若他所料未错 这次遇上的该是深海恐惧 在修仙界 水手船员们的深海恐惧症 无疑要严重许多 无论是凡人也好 修饰也罢 对深海都充满了恐惧 毕竟此方世界的深海中 的确可能盘踞着暴虐的蛮荒巨兽 又或者被强大妖兽化为领地 加之种种恐怖天象 是以出海航行颇为不易 稍有不慎 就是船毁人亡结局 诸般信息汇聚在一起 然后经过虚界的显化 就有了面前这么一块区域 且不难猜想到 潜伏于水面之下的杂速 定然是实力惊人 换作是旁人 此刻为安全起见 只能选择放弃 吕仲却是可以尝试一番 准备借助场景回溯 看能否探查到 下方杂速的具体实力 越是强大的杂速 产出天原的可能性就越高 很快 回溯开始 在回溯场景中 吕仲直接站在水面上 将神石外放到极致 足足渗入水下两万余帐 来来回回搜寻数次 都未能捕捉到杂速 尝试下前 三万帐没有找到 四万帐 同样如此五万帐 依旧未有发现 他这时反应过来 恐怕是自己的思路 出现了错误 既然是深海恐惧症 那么想要一读 此区域的杂速真容 那么或许该换个办法 模拟船只航行 或许能将杂速引出来 可关键在于 船怎么来 虚解不同区域中的物品 并不能随意流通 一旦离开原有区域 就会因为失去虚解影响 重新化为杂乱无序的信息 所以 吕仲只能利用此区域的材料 可眼下 所见 只有茫茫大海 望着平静水面 他很快想到了解决办法 那就是 凝水为冰 用冰块造一艘大海船来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 只要实力足够 船要多大有多大 一番忙活之后 一艘用法力拘束而成 足有千丈的蒙冲巨舰 就这样漂浮在水面处 继而 吕仲用法力大手 推动船前行 不快也不慢 正好是海船的航速 这样做 很快就有了效果 才数息功夫不到 吕仲就感觉到海面下方 传来一道令人心计的恐怖气息 从高空处可看到海水颜色在变黑 一道巨大黑影 正急速上前 黑影出时不过百丈 很快就扩大至千丈大小 而且还在飞速变大着 为了安全起见 他刻意将高度提升 数息功夫 伴随着一阵高抗叫声 海面漠然变形突起 身处于中心位置的大兵船 更是一下被抬升至千丈高度 而后消失在一张深渊巨口中 在紫色电光弥漫中 吕仲在万丈高空现行而出 他脸上残留着一丝金句 好家伙 这杂速非但实力不弱 不亚于一般炼虚 体型也是达万丈之巨 方才一幕惊险无比 要不是吕仲反应得快 及时施展雷顿躲避 恐怕也要如冰船一般 落得个被巨口吞噬的下场 既然成功引出了杂速 那就该是我收获的时候了 不假思索 吕仲当即双手掐绝 神气如曝流般消逝 施展起了微能巨大的紫霄雷柱 似这种特殊的雷法 用来对付大体型目标 再合适不过 虚余间 高空中紫色雷云弥漫 惊人的雷电酝酿着 随时都有可能披落 但就在这时 下方海面默然有水柱腾起 水量巨大到匪夷所思 不亚于将整片大洋倾倒 紧接着 吕仲更是看到惊人一幕 竟有黑影在其中速流而上 眼见杂速借着此种办法 飞速逼近自己所在处 吕仲顾不得其他 不管雷法是否酝酿完成 当即就是往前一点 顿时就有粗壮雷柱轰然落下 不偏不以正中上升的水柱 并同时击中隐藏其中的杂速 炼虚修士出手 哪怕在虚界中也是声势浩荡 当事实 水添一色 皆为子雷所侵染 结果片刻 升空的水柱陡然间炸开 杂速的真身显露出来 却是一条身形酷似蛟龙 却长着浑身鱼鳞 顶着一颗人头的批发怪物 杂速一现出真身 就借助水柱之力 猛然朝吕仲扑来 过程中 吕仲默然感受一股强大犀利 却是来自于那杂速之口 切换到原神世界才发现 面前不知何时多了个巨大漩涡 正将它吸引过去 哼 给我破 吕仲冷哼一声 袖中呼飞出一雾 是星辰剑 神破灵宝已完成融融合一 一而跟寻常灵宝不同 在虚界中也有了形体 一将星辰剑祭出 此宝就立刻放射到到静光 瞬间将那看不见漩涡 给轰得支离破碎 化作一阵水花荡漾后消失 紧接着 更多静光落到焦型杂速身上 殊不料它静不闪不闭 哪怕被轰得血肉横飞 竟也要咬中吕仲 好凶悍的杂速 吕仲当即面色一变 手中接连掐出树道法掘 继而雷光一闪 却是施展了雷盾 并很快消失在原地 叫咬来的杂速扑了个空 趁其空门大开 吕仲开始疯狂攻击 月光剑 星辰剑 雷法齐齐上阵 不叫杂速有喘息之机 一时间杂速惨叫连连 打蛇打七寸 对付蛟龙也不例外 在吕仲刻意攻击下 杂速的七寸之处 灵甲 血肉 很快被轰飞 一茬茬白骨显露于表 继而又被雷光 剑光 静光轰碎 天空下起了血雨 过程中 杂速也并非束手待毙 它似乎能随意操控水流 竟能一下划出万千水流 对吕仲进行疯狂绞杀 数次 吕仲不慎被水流擦中 顿时就赶元神一阵刺痛 幸好他还有大量神器 因此 元神才会受伤 于空中 双方激烈交手 过程持续八十余息 才以交形杂速 坠落至海面结束 这时 忽有雷光乍现 惊人雷助披露而下 这是吕仲酝酿许久的一击 雷助邪孔步气息落下 正中交形杂速的七寸要害 所致之处血肉尽消 哪怕坚如金石的骨骼 亦难以阻挡片息 就这样 雷助直接穿透杂速身躯 继而将它一分为二 与此同时 吕仲手上动作不停 神器如洪流倾泻 于他手中凝坐古老月光法剑 而后向着同一处汇聚 于朦胧月灰之中 赫然有一轮轻月成行 而后 清月化作一千丈巨剑 吕仲掐出剑指 就要给交形杂速最后一击 送他归须 殊不料 这是一变陡伤 一股凭空出现的力量 在他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 陡然间夺去了千丈巨剑的控制权 并很快令巨剑发生变化 在吕仲吃惊目光中 竟又变成了清月模样 紧接着 更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 清月一阵变幻 化作一道纤细身影 其笼罩在清白月灰之中 恰似临时的仙子 在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同时 又带着不容亵渎的脱沉气质 因他的出现 周围空间都扭曲起来 以此道身影为中心 无尽的清白月灰放射 一轮清月灰映于海面之上 此情此景 恰似古老太阴降临 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降临于吕仲心头 令元神站立不止 更不敢去想 自己方才施展的古老月光剑 究竟招惹 来了什么可怕存在 但很快 吕仲就发现一切 只不过是个巧合 并非是是他施展月光剑 将面前这一恐怖存在引来 古老月光的气息 顶多是个契机而已 此时此刻 吕仲身处 这片区域之外 那浩瀚无垠的虚界之海中 忽有一道道流星飞线 携带着同样惊人的气息 他们从彼端而来 仿佛是受到了召唤 去往同一个地点 赫然是灵环界 灵环界 此时此刻 无论是高天之上的诸厄 还是隐居各处大能 无一例外 剧都是将视线投向了虚界深处 当他们发现飞来流星之后 皆是叹息不已 太阴宗府岛 月英子副手而立 她的目光十分平静 并像是带着莫大力量 此刻已穿过重重虚空 待看到一轮悬挂于海面之上的清月 面色一下凝重起来 忽然 月英子身旁浮现出一道身影 身着土黄色长袍 是矮胖中年人形象 月英老怪 这下该如何收场 如何收场 听天由命吧 月英子头一转 望着自己的老友说道 敲钟之事 可以说是由灵环界各杜劫老怪 合力促成 个人本以为这是一次成仙机缘 却不料 招惹来的竟是一场惊天灾难 早该 早该料想到的 月英子面色难看至极 作为杜劫期存在 任凭灵环界再大 也无法阻挡他的感知 自然也清楚知晓 盗蒙一夜消失的真相 只是一直不敢 也不愿正视那个真相 不只是他一人如此 就连旁边的土黄公主人 土轩老怪 乃至于其他杜劫期先修 是抱着相同的想法 真相残酷 实在叫人难以接受 试想 若仙界早已不在 那他们这些先修修炼 又有何意义可言 此刻 吕中大气 也不敢喘 盖因身前 站立着一道脱俗利盈 正是由那轮清月所画 二人几乎贴在一起 吕中不敢直视对方的双眸 唯恐招致什么厄运 只好转移注意力 将视线一道 其无暇的白嫩肌肤上 皮肤难以想象的致密 见不到半个毛孔 给人的感觉 就好似中子星表面 如此持续树息 对方这才倒飞而回 落入到那清月之中 继而 清月一阵波动 消失不见 直到这时 吕中才敢大口喘息 回想方才对方目光落点 他面色陡然一变 是石海 同时也是天道斩杀剑所在 想起方才一幕 吕中面色一阵变换 不过 他也是见过风浪的 既然对方并未伤害自己 那么便说明 不是敌人 至少 暂时不是 既是如此 但还想这么多做甚 吕中想到这里心中烧鞍 继而他将目光下移 望着浮在海面上 那冰死的胶形杂肃 抬手凝出一道紫霄雷柱 彻底送他归须 须于间 一块天园凝聚而出 看清之后 却叫他再次面色一变 盖音凝现的这块天园 仿佛是受了方才 那神秘人影响 因而发生诡异变化 颜色竟从本来的金黄 成了清白之色 如古老月光一般 将之射来 细细一看能发现 这块一种的天园内部 同样凝聚着一道模糊人形 只不过相较于金色天园 一种天园内部人形 要明显纤细许多 这一发现 让吕仲心中浮现疑问 天园到底是什么 若说它是一种矿物 显然不正确 就目前所见 天园至少有两种形态 一是普通的金色天园 还有就是 眼前这块清白天园 不排除 还有其他形态天园的可能性 由此 吕仲心中浮现出一个猜想 或许一种天园的来历 跟方才那神秘人有关 只是不知为何 世间多见金色天园 而一种天园难寻 吕仲思来想去 也得不出答案 想不出 便不再多想 很快退出虚界 他才缓缓睁开双目 略意沉吟 将方才得到的一种天园取出 却是准备借助场景回溯 试验一下 他跟普通天园是否存在不同 吕仲觉得 或许会有惊喜 结果不出他所料 相较于普通的金色天园 清白天园 明显跟太阴仙晶更加契合 炼化此物蜕变元神 修行竟有一日千里之效 吃惊之余 吕仲估算了一下 若他将这块特殊天园炼化 元神足够凭此 蜕变到炼须中期极致 待之后将法力修为积蓄上来 那么突破至炼须后期 将会是水到去成 这次可真是天上掉馅饼 得出如此结论 吕仲都忍不住动心起来 可一阵犹豫 他还是决定谨慎为妙 无论馅饼如何诱人 在确定此物并非陷阱之前 都不准备炼化服用 唯恐一不小心 就遭了外来污染 关于一种天园 或许素星会知道一二 念及至此 吕仲期待起之后的 避空临近之心来 时光荏苒 期间 风源界风平浪静 虚界发生之事 好似并未对外界造成影响 在此情况下 受益于仙道与诸厄停战 原本断绝的交流重新开展 在互通有无之下 资源一下丰富起来 隐隐尽有修行盛世到来的迹象 十年之期 眨眼极致 这日天还未亮 吕仲早早便动身出门 经过一个多时辰的飞行 抵达了约定的见面地点 二十余万里外 移出鹿尖海 这里有着一块环形岩胶 不大 也就百里方圆 此时此刻 已是聚集着不少修士 无一例外的 都是炼虚期修为 从这些人 宝光异异的服饰 及沉稳如鸢的气息上 可以看出 显然都是来历不凡 要么是大宗门出身 要么是家贵子 没有一个异余之辈 这也符合了吕仲之前的猜想 碧空临静 是被大势力垄断的一处 机缘宝地 对他的到来 有不少修士投来好奇目光 毕竟他们都是结伴来 似这般独自一人的 虽然说不是没有 但都是那几位独行孤狼 陡然出现一个陌生面孔 很难不吸引来注意力 若非吕仲气质不凡 连一向高傲的他们 都自愧不如 只怕现在这时 定会有人走上前来 询问这位独行之人的来历 若真是散修 或小势力之人混进来 下场有且只有一个 那便是死 世家大宗的秘笛 岂能容外人染指 正当众人暗中打量之时 天边忽有略来一道顿光 很快落地 化作一青丽人影 赫然是肃心 跟之前吕仲见他识相比 肃心此刻换了身打扮 身着一银色法衣 再不是之前古版的道姑形象 结合他那淡淡的妆容 反倒显得妩媚动人起来 他方一落地 就有一群身着同样法衣的修饰 朝这边走来 为首是一鹦鹉难修 散发着恋须后期气息 他此刻目录关切 道 肃心师妹 按理说你早该到的 可是路上遇上了麻烦 多谢封师兄关心 不过肃心并未再来时遇上麻烦 肃心冷淡道 紧接着 他走到吕仲身旁 先是点头致意 简单地问了一声好之后 便转身 对着封师兄 及其他同门 罕见一笑道 这位是金光子道友 此次避空临近之行 我已经争得师尊同意 将会跟他组队完成试联 见过诸位道友 吕仲面不改色 冲对面几人行礼 此刻 风潮将目光移来 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吕仲 尽管他心中不愿承认 但面前此人 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 的确都在自己之上 只能在心中暗自想到 原来 你就是那人 哼 倒是生的一副好皮囊 心中这般想着 他面上却泛起了笑容 原来是金光道友 久仰久仰 是了 既然阁下能被肃心师妹邀来助阵 想必是有什么过人之处 亦或者交人战警 眼下大家互相都不了解 不如道友简单说一说 如何 听得风潮话语 后面一话穷宗高手修士附和道 是啊 金光道友就不要藏着掖着了 其他人这时也纷纷投来了目光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任谁都能看出来 风潮这是想要折辱金光子 对不合群之人 此时他们喜闻乐见 不是他们自视甚高 而是在座的都是各大势力的精英 未来的中流砥柱存在 日后哪怕混得再差 也至少是合体七前程 龙凤成群 容不得山雀腾飞 众人仿佛已经看见到 这位名不见金传的金光子 在道出自己的长处之后 被风潮狠狠打击 然后一番羞辱的样子 对此 吕仲依旧一副风轻云淡模样 抱歉了 在下只是一山野散修 并无过人之处 听到这话 众人心中皆是一笑 这算认怂了吗 紧接着 却又听吕仲继续说下去 一脸认真道 若论战绩嘛 好像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不知道摧毁风饶神殿是否能算数 风饶神殿 哈哈 你莫不是在说笑 高授华穹东修士 这时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 练虚修士也还是人 是人就还会有情绪 哪怕他修炼数百年 达到了如今的修为 乍一听到这种明显吹嘘之事 都难忍心中笑意 风饶神殿的厉害 在场之人都是知道的 纵使是合体期修士出手 也不一定能摧毁 风潮听了 只是微微摇头 不过他并未质疑 而是当作却有歧视一般道 想不到金光道友 竟还有如此娇人战绩 果真是真龙不困于潜水 大家说是吧 是啊 金光子果然非常人 这时有其他宗门的修士 主动硬和风吵起来 其他人除却一部分置身事外的 但凡只要围过来看好戏 都是连连点头 眼见事情就要按剧本发展下去 够了 一声娇和 将众人打断 肃星走到吕仲身边 一脸冷意望向风潮 急笑道 风潮少来这套过时的捧杀伎俩 你是想捧杀我的帮手 让他第一个进去 临近是吧 实话实话 就你这跳梁小丑 也只能在这里跳 你说什么 风潮面色一沉 顿到面皮有些挂不住 他根本没想到 肃星竟如此不给自己面子 哈哈 有好戏看了 围观者不嫌识大 有出身不低于化穷宗的 此刻更故意拱活起来 不少之前 对此漠不关心的修士 此刻也不禁向这边投来目光 纷纷好奇 为何化穷宗会在这时 为了一个外人内讧 吕仲将这幕尽收眼底 不由心道 看热闹 果然是人之天性 哪怕修为高智练须修士 对此也是不能免俗 我这是实话 肃星并非是好脾气 既然将之前话语说出口 自然是做好了撕破脸皮的心理准备 风潮 你不过是仗着出身尊贵 有着祖上三代合体 背靠着一位大成七老祖而已 真以为那一身实力 能经得住真正的考验 说到这里 他冷笑一声 莫说是金光道友 即便实力低微如我 你也不是对手 啊这 吕仲无法否认 肃星所言的确是事实 可你这般当着众人的面 狠狠打脸自己的师兄 直接说出来 那可真是让人感到不好意思 此言一出 不仅风潮脸色微变 就连其他人也是如此 他们可会不认为 肃星是为了面子胡言乱语 难不成 真是自己被傲气遮蔽了双目 面前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金光子 真的就是表里如一 所以才会被选为助阵之人 有资格跟着他们这些大势力精英 到避空临近得到好处 不过 若是说 此人能击败风潮 不少人心中还是存疑 风潮是谁 当属华琼东新生代第一人 且不提 风潮那高贵的出身 单论其实力 就远非寻常修饰可比 在炼虚中期修为时 就已经击败过数位炼虚圆满修士 而且 无疑是水或炼虚 都是借助天元修炼上来 曾经明镇一方的存在 没人怀疑 风潮是否能突破至合体期 至于肃星嘛 或许有点可能 他是华光上人的首徒 论地位不亚于风潮 都道明师出高徒 哪怕肃星只是来自于炼虚家族 可有着这样一位师尊教导 成就必然低不到哪里去 可金光子却是没人看好 不是他们看人低 而是一步步走来 都心知其中的不义 想达到风潮这种高度 无论是机缘 还是个人天赋 乃至于背后势力支持 还有不可或缺的长期努力 等等因素 几乎是缺一不可 另一边 风潮心中尽管怒气上涌 却也还没失智到 主动提出跟金光子来一场单挑 好证明自身实力 若真这样做 无论最后结果成与败 对他而言都算是丢人 哼 不过一山也散修而已 纵使一时得了机缘 能超过我又如何 超得了一时 难不成还能一直超下去不成 懒得跟你斤斤计较 风潮自持有大成老祖做依仗 很快将心情平复 在肃星这里吃了瘪 便放弃羞辱旅中的打算 转身走进人群 见到一场好戏 就这样虎头蛇尾结束 众人对此皆是虚声不止 修行苦闷 四华穷宗内讧这般有意思的事 平日里可不多见 不能看到结局 真是叫人大失所望 无奈 众人只好逐渐散去 可惜 可惜啊 方才起哄之人 这时从人群中走出 却是一玉树临风 戴着半块面具的华服青年 手持着一柄火红雨扇 边走边扇过来 过程中 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吕众 又对比了一下自己 莫名叹了口气 正当此人准备说些什么时 忽然间 远方急射来一道顿光 咦 这是哪家的非洲 有人好奇起来 要知道 非洲的顿光颜色 常可以用作视力辨别 且越是大宗门大家族 就越固定一种颜色 绝不会轻易做出更改 可现在飞来的顿光 颜色却叫他们感到陌生 很快 非洲便落到地上 待舱门大开后 一对男女从上面鱼灌而出 有人感应来者修为 却不由面色微变 竟发现 来者无一例外 都是相当于化穷宗 土皇宫这般出身的精英修士 比他只强不弱 也有人变出了来者的来历 但面色依旧是微微变化 吕仲这时 看清来人后 面露古怪之色 怎么回事 一旁的素心 见到来人向这边走来 他忽然像是想到什么 不由忘了吕仲一眼 目光中带着疑惑 还有不解 吕仲这边 自然知道他想的是什么 又见身着月色法衣的这对人 直直朝自己走来 心中尽不知为何 隐隐多了似期待 不多时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 来者走到吕仲身前 只见他们 在为首一高官 青年的带领下 竟动作整齐滑衣 躬身齐齐行了一礼 弟子 见过吕首席 此话一出 叫不少人面色大变 首席 这称呼 可不是能乱喊的 更何况 是出自于太阴宗修士之口 可事实摆在眼前 由不得他们不承认 这群无疑是太阴宗的精英修士 的确是在称呼这位金光子为首席 太阴宗首席 风潮止住脚步 面如猪肝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在场修士 吃惊不小 任谁也没想到 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的金光子 竟会是太阴宗首席 不少人这时 将目光移向风潮 心中暗暗怯笑起来 正如肃心所说一般 方才还跳得极欢的风潮 这时果真成了小丑 风潮此刻尽管转身离开 但仍能察觉到 这些若有若无的目光 一想到众人对自己的评价 才刚恢复到常态的面色 此刻一点点红了下去 心中更是对吕仲充满了恨意 而此时 肃心面露诧异地看着吕仲 目光中带着忧怨 吕首席 难道道有是姓吕 这个麻外出行走 总是要谨慎一些 毕竟以修仙界之大 若是知晓了真名 只不定会引来什么麻烦 吕仲随意糊弄了过去 但他也知道 针对真名咒术 虽然存在 可微能嘛 却是惨不忍睹 但因修士 多是内外兼修 似这般咒术 对付低阶修士还好 若目标 换成是高阶对手 则往往事倍功半 甚至乎 还会因施法失败反事 从而得不偿失 好在肃心 并不纠结这点 此时 吕仲面对着 重太阴宗修士 心中念头翻涌 没想到 才过去几百年 本来还是废墟一片的太阴宗 就培养起了这样一批修士 还一个个 都属于恋虚境的顶尖层次 不过 他对此并不关心 吕仲在意的是 此番太阴宗 派出这样一对修士 究竟有何用意 仗着太阴首席的身份 他懒得弯弯绕绕 干脆问起了带队的高冠青年 于是得到这么一番答复 回首席 此番胡燕带众师弟师妹前来 是奉了还杀长老之命 目的是通过毕落宗设下的试炼 获取至少三份清销水 自称胡燕的高冠青年 这般说道 原来如此 吕仲略一点头 心中像是想到什么 面带微笑地试探道 那宗门 可对我有什么安排 胡燕认真思考一阵 待确定之后 才摇头道 好像并未要求首席做什么 事实上 这次我在出发之前 就只接到上面那条命令 未想到会遇见首席 没有 真就是个干个的 吕仲心中狐疑 他对月英子 可是印象深刻 对方当他 完全是工具人 也极是一枚棋子 方才见这对太阴宗修士出现 吕仲还以为月英子又在谋划着 心中还因此小小紧张了一阵 毕竟此人谋划之事 都是能影响修仙界未来的大事 参与其中 稍有不慎 就是陨落下场 现在是没有 但不能保证之后也没有 想到这里 吕仲心中暗暗提高了警惕 而后 吕仲又旁敲侧击 从胡燕嘴里 得到了不少信息 好比太阴宗的现状 完全就是重建后的心心向荣 随着太阴辅导的不断修复 大量天才弟子的败入山门 此宗大有回到鼎盛时期的架势 怕是有不少人 对我这首席名头 寄予多时了吧 吕仲暗想到 首席之名 背后往往是巨大利益 也就是他 普通资源不愁 缺的都是珍惜之物 哪怕太阴宗也难以满足 否则 若换作是其他人挂着首席名头 怕是早就 厚着一块脸皮 自己跑到太阴宗 去将首席名头坐实 并将该拿到手的好处拿完 正想着 身侧传来脚步声 却是那慈善的面具青年 后者这时先拱手 才倾笑到 妙方山不一 见过吕首席 这次是我看走眼了 没想到道友真人不露像 竟还有那般来历 看来 这一次避空临近的清潇水争夺 还真是要多出不少变数 哦 是吗 吕仲冷淡回道 他可是记得 方才就是此人在拱火 还好此事结果不坏 因太阴宗的出现 给自己解了围 并让风潮成了小丑 但面前这妙方山的不一 给人的感觉实在算不上好 虽不至于结仇 可想要吕仲给他好脸色 那是不可能的 对此 不一似乎早有预料 厚着脸皮道 方才之事 是不一做得不厚道 不若这样我就说一个消息 来给道友赔罪如何 相信我 这个消息绝对超值 听他这样一来 吕仲不禁来了兴趣 心想着 反正不过是一嫌隙而已 还不到生死大仇的程度 就算不一不赔罪 他也不会杀上对方宗门 似化本主角那般报仇 顶多 之后坑上一把报复回来就是 于是他一点头 拱手道 何消息 愿洗耳恭听 道友大窃 是这样的 不以文言 面露喜色 紧接着 他将那一消息道出 却是关于清消水的 原来 每逢千年开启一次的 避空灵境 不只产出对修士妙用 无穷的清消水 还会在第十个千年的时候 产出名为 必消灵水的珍稀灵物 必消灵水的作用 类似于清消水 只是功效更加强大 吕仲一听 心到这灵环界的顶级势力 还真是把控着大量好东西 这必消灵水 无疑是其中之一 不过 他心中有一个疑问 既然有必消灵水这种宝物 可为什么各宗门各世家 在避空灵境开启之时 只要求弟子获取清消水 却对这更胜数仇的必消灵水 来个视若无睹 未等吕仲开口 不一就自己说了下去 想来吕道友贵为首席 也会对这必消灵水渴求不已 在场的众位道友 恐怕心中都是如此 奈何必消灵水获取不易 我们固然站在炼须七顶端 可想要通过毕洛宗的试炼 获取到那珍贵无比的必消灵水 依旧还是遥不可及 所以 吕仲试探道 不一不才 为了得到这必消灵水 绞尽脑之后 专研毕洛宗点击之后 终于想到了一个取巧之法 借助此法 有不小的可能得到必消灵水 不一说出这话时 面上充满了自得之色 后将方法道出 却是他研究发现 毕洛宗那些年久失修 无人维护的静置 在经过漫长岁月的运转之后 早已不复先前的精密与完美 已经出现了漏洞 而借助漏洞 就可以开启属于毕洛宗弟子 专属试炼 只要通过试炼 就能获取得到必消灵水 只不过 这个办法并不容易实现 需要九位道友一起配合 同时激发我所炼制的遮蔽珍珠 九人就是九处节点 要求九处节点的修士 都要成功通过三观试炼 中间不能有节点失败 否则就再无机会 听他这样一说 吕仲顿时明白 不易找上来的原因 却是看中了自己的实力 太阴首席 这名头足够证明一切 关于不一的提议 吕仲想了想 决定还是答应 原因无他 实在是必消灵水过于诱人 此物的名堂 他自然也曾听说过 属于灵环界有名的奇珍之一 连大成七都会动心之物 服用之突破合体七 就是一条坦途 既是如此 为何不拼上一把 见吕仲答应 不一顿时喜笑颜开 有太阴首席加入 计划中的不稳定因素 就能排除出去 这样一来的话 取巧获取必消灵水的计划 就能做到万无一失 对了 这是遮蔽震珠 一枚使用一枚备用 不一手一翻 递出两枚鹅卵大 散发着紫萌萌灵光的震珠 吕仲伸手接过 发现震珠颇具分量 内里有静置闪灭 数量达到了极惊人的程度 且无一不散发着强大的灵气波动 显然 不一在震道上的造诣 绝对是远超在场诸人的水平 待之后通过试炼 顺利获得清销水 倒有找时间 激发此株就是 无有顺序或时间限制 只要能凑齐九个节点 我们就必然能开启专属试炼 不一刚说完 环礁上空 忽然风色变幻 虚域间 虚空中就浮现一漩涡 漩涡规模不小 足有十余里之巨 正中央矗立着 一座残破门飞 上面排扁字迹被人毁去 依稀能猜出 曾书写着三个大字 透过这扇残破门飞 众人这时甚至还能直接看到 对面那轻蔽一片的浩瀚世界 避空临近开启了 事不宜迟 我们出发吧 吕仲走到肃心身旁 对着此女说道 后者微微点头 面色如常 暗中却传音道 吕道友 虽然我没有真凭实据 但还是想提醒一句 不一可并非什么好人 小心为上 多谢提醒 我会放在心上的 吕仲认真回道 随后 二人深化流光 并肩飞入到 避空临近中 一进到里面 迎面来 就是浓度惊人的灵气 比之八街灵脉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带穿过 那浓郁的 即将液化的灵气之云 面前赫然出现了 连片的废墟 曾经何时 他们都曾恢弘 处立于此地 可现在 要么早被毁坏 要么坍塌 早不复往日辉煌 奇怪 像这种洞天宝地 为何没有宗门将之占据 吕仲感受着空气中 那浓郁的 不可思议的灵气 心中不禁产生出 这般疑惑 很可快 他就看到了答案 飞略向前数百里后 原本风格一致的废墟 忽然间变得杂乱起来 或是延绵成片 或是独自耸立 前方出现了许多年代不同 风格差异 极大的废墟建筑 其中有一部分完好无损 各种静置保持着正常 可依旧被人废弃 不 与其说是废弃 倒不如 说是居住者 莫名消失了 或许 这就是修饰贪婪 被抑制的原因 望着那一片片居住者 突然消失 残留下生活痕迹的废墟 吕仲没有来得感到一阵心寒 不过 他并不担心自己 也莫名其妙地消失 世家大宗不傻 既然敢派精英修饰进来 自然是知道了什么 至少也是确定 通关试炼获取清消水 并不会招致莫名其妙的劫难 一路前飞 避空临近的浩大 展示在眼前 足足飞行三日三夜 不知飞越了多少片废墟 二人这才抵达此行目的地 西石碧洛宗的试炼之地 碧洛坛 接下来 三观试炼都会再次进行 唯有三观全通者 才能获取得到清消水 按照规则 试炼可一人进行 也可以请一人协助 只是后面这种做法 会招致难度大幅增加 但同时若表现出色 在鼓励推崇群体合作的碧洛宗 则能借此 获得更多的好处奖励 以及是更多的清消水 肃星便是抱着这种打算 他想通过试炼不难 然这样参与试炼 清消水能到手的 就只有一份 为进阶合体 肃星必须要得到更多 故而 才会特意邀请吕仲 吕仲对此事 早已是听肃星说过 二人已经约定好 无论到手清消水多少 最后都是一句出力来分 不多时 谭边已聚着不少身影 只不过跟之前相较 总人数方面少了许多 可能是一部分修饰另有他事 或许是去采集灵境中的珍贵灵药 或许是发掘碧洛宗的遗产 太阴宗也不例外 吕仲看了一下 发现他们只留下三人 如此人数 纵使全部通过试炼 也只能获取三份清消水 这是一高人胆大呢 还是 吕仲没多想下去 因为碧洛坛已是开始沸腾起来 不断地向外喷吐着泡泡 一个个大小一致 皆有一丈 散发着朦胧的七彩灰光 而现在 他要做的是很简单 那便是进入泡泡 碧洛坛产出的泡泡 相当于一个个小型幻境 碧洛宗的试炼 就在其中进行 只要在里面连着通过三观试炼 就能得到该有的奖励 这时 已经有不少修饰飞起 投身于泡泡中 二人一对视 也如其他人那般动作 如其他宗门类似 碧洛宗的试炼 除却进行地点外 无论是设置的试炼内容 还是试炼过程的具体规则 都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好比吕仲所遇到的第一关试炼 是要求在一炷箱内 不限制二人使用何种手段 击败幻化出的三名对手 同时规则还提醒 若是能在半炷箱内完成 就能触发进一步的试炼 试炼第一关将会变为 击败四名对手 而且 只要一直在能半炷箱内达成试炼 第一关就会如此循环往复下去 奖励因此会越来越高 见不到边际的试炼空间中 碰 吕仲抬手一击 将对手远远击飞 紧接着 身后一道雷光闪烁 穿胸而过 将幻影斩杀 将最后一名对手击败 周围彻底安静下来 这已是第三轮 在这之前 二人已是联手通过第一 第二轮 刚开始还相较轻松 吕仲甚至没感到压力 然到了这第三轮 时间就被拖长了不少 照此情况发展 第四轮势必是一场苦战 不过 吕仲有自信通过 我看就到这里吧 肃心这时呼道 他此刻相悍淋漓 小口地喘着粗气 显然方才拖住两名对手 着实不轻松 以至于露出如此疲惫之态 第三轮就如此困难 第四轮 恐怕你我皆要受伤 这里虽是幻境 然对于我等外来者而言 伤势却是真真实实的 事后免不了花时间疗愈 也好 吕仲点点头 没有反对 清消水的服用 并非是越多就越好 同样有着边际效应一说 再者 他也想为之后到来的专属试炼 多保存些实力 既然肃心特意提醒 那不宜可能存在问题 估计不会是空穴来风 多些实力 就多一分保障 见吕仲答应 肃心心中暗松了口气 眼下 二人虽说是合作 可主从还是存在的 若吕仲不答应 那么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参加第四轮试炼 吕仲愿意见好就收 真是再好不过 我算是明白 吕道友为何能有今日成就了 哦 吕仲扭头看来 见好就收 从不多贪 似这般能做到一次两次 甚至是百次的人不少 可道友能在仍有余力的情况下 还能将可以到手的收益 说放弃就放弃 果真是成功者 从来没有偶然 肃心微笑着说道 道友过誉了 吕仲自迁道 随即 二人聊了一阵 以做放松 很快的 由于没有提出继续要求 试炼空间开始崩溃 一阵天旋地转 二人脱离了第一重试炼 几乎就在他们出现的同时 只见得滑光一闪 各自身前互有水滴凝现 乃是青壁之色 无谓 依照二人的通关成绩 很快凝成拳头大小 不远处 早早结束试炼的其他人 见到二人所获清消水 不由露出艳羡表情 只是第一重试炼 就得到这么多清消水 换我们 怕是要通过三重试炼 才能得到如此分量 望着这些清消水 个人心中要说没想法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权衡利弊之后 一个个都放弃了打算 苏星就不用说了 吕仲 众人眼中曾经的山野散修 如今的太阴首席 更是无人敢打主意 他的实力 早已经通过这第一重试炼证明 这时 潭边又有身影浮现 却是风潮也结束试炼 宁出的清消水 不逊吕仲二人分毫 只是相较之下 任谁都能看出高低 风潮这边 他自己的气息 已有些许紊乱 同行的那话穷中修士 此刻的状态不大妙 脸色煞白 显然是方才受了不清的伤 而吕仲 好似没事人不说 就连肃心也是如此 作为当事人的风潮 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通过第三轮试炼的好心情 顿时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 更深恨意 毕竟有比较 就会有伤害 对比差距越大 另一方受到的打击 自然就越大 不过表面上 他还是得没事人一样 非但不可能因此 对吕仲做些什么 还要为了安抚同伴 还要将所得清消水 多分出去 时间就这样缓缓过去 参与试炼的三位太阴中修士 也顺利地通过了试炼 正如他们之前所说那般 真就是为了取三份清消水 完成任务后 竟向吕仲告辞离开 这举动 无论怎么看 都是反常之急 吕仲心中暗暗想着 怀疑太阴宗是在谋划着什么 但苦于没有证据 只好将之记在心底 继续炼化丹药 恢复法力 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 都能安然应对度过 反之 就是知晓了全部未来 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随着最后一队人结束试炼 第二重试炼终于开始 这一次 弹中喷发的泡泡少了许多 尤其只有18个 而在场的修士队伍 数量要远超于此 只有不到一半队伍能进去 在此情况下 谁能参与第二重试炼 就成了问题 我们退出 一队状态不大好的修士 站起身选择放弃 而后他们起飞 直接朝秘境外掠去 仿佛是开了的头 很快又有不少修士先后起身 其中就包括 曾与蜂巢组队 却在第一重 试炼受了伤的那位 华穷宗修士 不一会功夫 场中就走掉三分之一修士 尽管如此 分配仍旧是个问题 还是老规矩 这时有人起身 看向其他人道 当然 有老者硬道 吕仲听的云里雾里 不由问起了素心 听完才知道 原来面对这种情况 各家各宗门 早已经有了默契 那就是剩下的人相互挑战 失败者退出 甚至参与第二重试炼 什么时候队伍数量降到18 这种挑战 就什么时候结束 换个角度来看 其实这也是各势力 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的机会 似这般找机会发泄出来 总好过双方大打一场 很快 就有队伍指定挑战对象 其他人纷纷效仿 只不过 似旅中这种通过第三轮试炼的 却是未有一人来挑战 风潮尽管恨极了吕仲 让自己连番颜面丢失 此刻却依旧盘坐在地上 自顾自恢复着法力 并未有找麻烦的念头 清潇水的利益当前 该怎么选 无需考虑 若因一时之气 耽误了第二重试炼 那才是得不偿失 没多久 队伍数量就降到了18 到了这时 吕仲发现 剩下来的队伍 至少有一位炼虚后期带队 似他二人这般 完全由炼虚中期组成的 可以说是独一份的存在 边想着 他同肃星一道 纵身飞向身前泡泡 又是一阵天旋地转 进入到了试炼空间 出现在眼前的 是一片延绵见不到尽头的山脉 茫茫丛林中 巨树参天 且偶尔能见妖兽身影 出没其中 气息步伐 有达到五接者 二人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前往试炼空间的中央处 也及时面前纳到直插云霄的光柱位置 不对 这第二重试炼 好像发生了变化 肃星一进到里面 目光打量周围一圈后 面色就是一变 急忙开口提醒吕仲 哪里不对 吕仲事前问过肃星 这第二重的试炼内容 其实跟第一重无本质区别 只是斗法的场地变换了一下 同样都是击败对应数量的对手 只不过跟第一重试炼相较 少了奖励滚雪球的机制而已 具体的 我说不上来 肃星摇头苦笑 并未能给出答案 硬要说 只能是直觉 不瞒道友 我一向灵觉惊人 连师尊都对此赞叹不已 现在我就感觉 这里很有问题 听得此话 吕仲陷入沉思 灵觉吗 可为何我没有 难道 对我而言并不是危险 还是其他可能 心中念头一阵翻涌 吕仲最终还是决定谨慎为妙 行事谨慎 已救了他不止一次 说不定这次的劫难 也能因此顺利过关 吕仲想到这里 抬头望向肃星 语气凝重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提高警惕 宁可多费些心神 也总好过危机来临 被打得措手不及 道友说得有理 肃星点头赞同 对此 二人皆做了应对 吕仲将七色龙旗祭出 并让星辰剑时刻警惕 容许在不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出手 盖因此 保已完成融融合一 能力跟之前大不相同 能察觉他 无法发现的危险 至于肃星 则是激发了一块玉符 此符光芒一闪 就没入他的体内 消失不见 做足了准备 二人这才继续前行 途中 风平浪静 以至于肃星都怀疑 是否自己的灵觉出了问题 而吕仲 则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非略至一处荒原上空 吕仲想起了自己得到的一种天元 不由向肃星问起此事 一种天元 道友说的是异化天元吧 此物珍惜罕见至极 对我等无异于仙丹妙药 想不到道友竟还有如此机缘 肃星听了之后 忍不住露出羡慕表情 紧接着 他好不容易将心情平复 确定周围并无危险后 才继续道 道友既然问起此事 可是担心异化天元有问题 吕仲想了想 点了下头 若换作是其他人 自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不过四旅首席这般 料想未来成就绝不会止步于合体期 依肃星看啊 莫说是大成期 就算是杜结期 乃至是非生成仙 道友也是有不小可能实现 肃星说到这里 面色一宁 为以后能走更远 所以道友得到的异化天元 并不建议服用 至少要净化一番 否则会受到天元来源的影响 这一点是道蒙昔日尚存时 对各宗各世家的提醒 目前尚无势力能证伪 我想 后面的话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因为说到这里就足够了 多谢了 吕仲拱手称谢 二人画壁继续向前飞掠 很快 来到一处波涛汹涌的海洋上空 漠然的 星辰见这时灵光一闪 化作一颗璀璨星辰 继而一道道静光爆发 射向二人侧前方位置 同时 他也不断向吕仲示警 一旁的肃星 反应的也是极快 尽管索佩玉符没有反应 但他还是选择相信吕仲 毕竟一路走来 吕仲早已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哗啦啦 玻璃破碎之音传来 只见得空间一阵坍塌 竟有一道人影 从中跌落而出 看不清男女 浑身满是淋漓血迹 伤口扔不住地向外喷涌着 道无穷 今日正得真我 人影难难自语 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同时 他往前一扑 煞时间 带动无尽灵气 犹如海啸般袭来 小心 此人怪异 急不好对付 李仲此刻眉头大皱 心中感到棘手之鱼 也不忘了提醒肃星 说吧 就手一抖 放出重宝 无论是引雷针 还是避水扇 皆催动起来 不顾法力跟神器的消耗 上来就是权力爆发 连常规的试探步骤 都直接掠取 剑影 水光 将怪人覆盖 正如吕仲所感觉那般 怪人实力 异乎寻常 身法如同鬼魅一般 竟接连突破 近光蓝组网 身体未因此 受到半点损伤 而后弹指 将雷剑击飞 又往前闪烁数百丈 这才必无可避 被延绵不断地水光击退 道无穷 今日正得真我 怪人喃喃一声 这次调转了目标 竟扑向肃心 后者见此面色微变 连吕仲都无法奈何此人 自己怎可能轻松将之击退 若不全力以赴 怕真是要付出不少代价 于是他一咬牙 双指并拢成剑指 操控自己所放领保 毫不犹豫 就使出了压箱敌手段 燕华建议 起 肃心娇鹤一声 煞时间整个人被笼罩在剑光当中 隐约间 可见他身上有剑影凝聚 如火焰长剑 却又虚幻无比 乍暗 剑指一点 即剑风所向 然结果 大大出乎肃心的预料 只听得丁的一声 他这倾尽全力的一击 竟被怪人顾忌重施 如之前弹开吕重的雷剑一般 直接弹开 道无穷 今日正得真我 怪人呢喃一句 目中忽然露出狂热之色 伸出血肉模糊的手臂 是的 倒就在眼前 望着那手臂 肃心这时面色大变 灵爵正在疯狂示警 若被击中 他必死无疑 时间 在这一刹间 变得极缓慢 甚至不能用一息如一年来形容 在肃心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 手臂直接突破了他的御服防护 而这可是七阶防护服录 不动正月服 连合体七都需要花大力气 才能攻破的灵服 可如今 竟被怪人轻易突破 不对 是此人能无视灵服 肃心想到这里 心中悚然一惊 想阻止却无力实行 眼见着 就要被手臂接触 下一瞬间 忽有惊人雷光猛然坠落 不偏不倚的 正好命中那怪人 令其发出七粒惨叫 被迫放弃了对肃心的攻击 身形一闪 等此人在现身时 已是浑身焦黑起来 小 小子消雷法 怪人这时 似是恢复了清醒 可很快 好不容易恢复的灵智 又消失得荡然无存 悬浮于空中之中 又喃喃念起那句话 道无穷 今日正得真我 道无穷 今日正得真我 道无穷 今日正得真我 就在这一生生的重复中 令吕众预想不到的一幕出现 只见得月光一闪 怪人瞬间炸得粉碎 方才这事 素心一脸惊疑 好似未回过神 吕众摇头 表示自己也并不清楚 望着那团缓缓散开的血舞 他心中对此 隐隐有了猜测 只是还不能确定 紧接着 二人搜寻了一阵 除却肉末骨扎外 并未找到其他东西 如此一来 连怪人身份也无从探究 见搜索一无所获 二人只好将此事挂到一边 再次提升警惕 并继续向幻境中央掠去 并很快抵达光柱位置 目标地点乃是一铺砖广场 那里赫然站着三道苍老身影 聚身着碧落宗服饰 地位似乎不低 却不知怎地成了第二重试炼的沙包 感应到吕众跟肃星的到来 原本覆盖在三人身上 禁锢着三人行动的一层清光 在这时开始缓缓退去 随着清光渐弱 这三人的气息也越来越强 察觉到对手的气息 不过是练须后期程度 肃星忽然主动提议 吕道友 不若这次也有我拖住二人 你速速斩杀第三人如何 如此一来 也能快些将对手解决 不满你 我心中的预感 现在越来越强烈 我也有同感 吕众凝众回道 从方才起 他心中就有警罩浮现 并随着时间推移 越发强烈 在此情况下 速战绝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在二人刚飞抵广场上空时 原本被清光困住的三名对手 此刻也终于摆脱了禁锢 这次的对手 就是你们吗 一拄着墓葬的老者 这时抬起头打量两名失恋者 呼得呵呵笑道 怀老鬼 废话这么多有何用 不如还是早点结束 无论是杀也好 被杀也罢 老生想回去歇息了 三人中 一身着淫衣的老玉 此刻已不耐烦起来 是急是急 我累了 早点结束 又一老翁开口 哼 真扫兴致 墓葬老者冷哼一声 没有继续说话 而是猛一种墓葬 哗啦 下一刻 一道绿光荡漾而开 凡绿光弥漫之处 有一条条扭曲变形的藤蔓 雨点般从地面破土而出 并能在空中肆意游动 前端有缝隙裂开 露出里面的苍白利尺 以及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扑着朝吕众咬去 碰 一剑斩落 吕众将藤蔓击飞 继而就是回身又是一剑 这次将来袭藤蔓披成两半 可很快 又有更多的藤蔓袭来 这一幕 无论看过多少次 墓葬老者仍乐此不疲 毕竟 这可是 他的毕生绝学 永战藤界 搭配春暮灵体 方才修成的秘书 老者墓中露出期待 想看到吕众被吞没的那一刻 与此同时 那老玉也出手 只不过他的目标 并非吕众 而是肃星 老玉手中多了一青涩小钟 随着他不断以法力催动 顿时吐出一股青涨烟气 并化作一条条青壁小蛇 口中性子吞吐不定 朝着肃星飞速掠去 而此时 肃星正与三人中 最后一位老翁交着手 剑影翻飞 火光四剑 也是交上手才知道 对手远比他想象的难对付 好比眼前这老翁 修得一手炉火纯青的火星法术 并且早已经融会贯通 未能因此被提升到恐怖程度 正说着 老翁又是哈哈一笑 张口吐出连珠火球 前后夹击 肃星面色一变 又激发一枚玉符 碰 一连串爆响声过后 肃星原本所占位置 只剩一个深坑 死了吗 老翁惊怡起来 按理说 已方才二人合力 在未能及时闪避的情况下 那女娲该是死的不能再死 没有一丝存活的机会 没有 老翁面色一变 目光呼得一向一出 不知何时 肃星竟已是摸到老翁近处 而未等此人反应过来 一道剑影就已经悄然而至 携带着灵力无匹的剑影 枪 一套剑招接连刺在青色小钟上 激荡起大片的火花 还未等肃星招式用尽 老翁已经闪身到附近 也不顾正与前者缠斗的老翁 张口就是一吐 喷吐出熊熊烈焰 大有将二人一网打尽的想法 卖叹的 你 老翁顿时气急 他们三人参与试炼 尽管每一次死亡都会神魂重塑 而并非就此死亡 可每一次重塑都痛苦无比 堪比将神魂临时一般 如今漫长岁月过去 他仍无法忍受这种痛苦 这是碧落宗对罪灭滔天之人的折磨 同时 也是让三人所追求的永生 以另一种形式实现 只是这种永生的代价巨大 永生永世都要在折磨 折磨中度过 直到三人真灵被彻底磨灭为止 为等老翁做出回应 这时旁边一道身影吐血倒飞 紧接着被雷光追上 只见得电光闪烁 引雷针斩出一剑又一剑 一剑更比一剑凌厉 老者高举手中木杖 挡在自己头顶 试图抵挡住雷剑的连番攻击 可这只是徒劳 轰隆隆 一声惊雷之后 木杖从中断成两截 没了木杖这件灵宝 老者终于坚持不住 被雷光一冲 于惨叫中化为积粉 这么快 老翁扭过头 面露诧异之色 然而 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头 只见火焰消散之后 非但老玉完好无损 就连被自己当作主要目标的那女娃 除雀身上有些许焦黑 竟也是没受到半点伤势 一代更胜一代啊 老翁说完 嘿嘿一发笑 更兴奋起来 强才好 否则杀起来就没意思了 下一招 该用什么呢 对了 就是他 他哈哈一笑 左右手一交叉 瞬间凝出一道橘色火印 继而朝吕仲打去 才飞出树杖不到 火印就扭曲一变 化作火缝模样 一路飞略 炎炎高温带出一条熔炎盒 吕仲见了 面色也是微变 他更察觉到一点 方才那火印并不简单 里面似乎掺杂了神意 并非单纯的火形法术 念及至此 他一转身 将星辰剑祭出 而后 镜面对准飞来火凤 一道粗壮静光 喷波而出 二者在空中碰撞 战射出夺目光焰 隐隐间 竟是老翁技高一筹 吕仲面色一变 手一番祭出避水扇 不迟疑 就是连山几下 只把法力 给直接耗去三成 画出一汪水波浪潮 冲着火凤覆盖而去 得了水波相助 星辰剑终于取得上风 这下 轮到老翁头痛了 他没想到 自己这一招火凤赢 素来都是所向披靡 却没曾想 竟也有遇上对手的时候 尤其对方还是一法修 难难道 难怪方才怀老怪三两下 就彻底败下阵来 若对手是这小子 败得不冤 眼见静光席致 老翁这时又大笑 哈哈 难得遇见良才美誉 碧落宗的小崽子 是交不了了 那就送你一桩机缘吧 哈哈 小心烫手 可不要因此没了小命 说吧 他挥手 洒出一片灰光 待灰光散开 赫然浮现出 一大篇文字 火凤银 吕众面色一宁 明白 这就是方才老翁 所释放法术的名字 明明不到合体期 竟能使出这种 带有神异效果的法术 哪怕是取巧而成 也有极大的价值 不过他提醒我烫手 又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修炼艰难 又或者是会有什么后遗症 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来不及多想 他只看了一眼 就将老翁也送走 到这时 场中只剩下银衣老玉衣人 怀老头 卖叹的 你俩死得倒是快 他暗想一句 将目光一向屡重 知道这是一位 极不错的法修 不禁也似方才 麦探老翁一般 起了稀才的心思 就在这时 意外突然出现 只见才死去的怀老头 根部后尘的麦探翁 身影竟浮现出来 你们怎么 见到二人 老玉却神色大变 按照以往规矩 他们至少得经历 三五百年的折磨 才能完成神魂重塑 哪里会似现在 才刚刚被试炼者斩杀 就立刻恢复了原形 继而 他发现了不对 以往完成神魂重塑 哪怕过程痛苦无比 二人 都能立刻恢复神智 哪里会似现在这般 目光呆滞无神 好似一操现木偶般 另一边 吕仲刚跟素星会合 这二人身上 有跟怪人一样的气血 素星面色凝重道 我也感应到了 吕仲点头 望着那重新出现的二人 心中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若无意外的话 太阴宗此次派人进来 定非是获取三份清消水 这般简单 极可能还跟方才的怪人有关 联系前后 吕仲不难猜出 之前怪人 是被太阴宗修饰重伤过 以至于 跟二人交手到一半 就再也压制不住伤势 轰然炸成了一团血物 到底在图谋什么呢 正想着 忽然前方传来一声惨叫 却是银一老玉遭了殃 异常出现的怀老头 跟麦探老翁 方才一下 化作残影扑出 直接将毫无防备的他倒 紧接着 就是一阵疯狂撕咬 让准备动手的吕仲 诧异地一下停止了动作 不 不不不 我真灵赞 老玉根本没想到 自己一直苦求地彻底解脱 就这般突然到来 不远处 吕仲本以为 老玉死亡之后 也会似之前二人般很快出现 可足足等了十余夕 这一幕也没发生 他心中不由猜想 是被怪人吞噬的缘故吗 一旁的肃心 这时面露喜意 太好了 老玉这一死 试炼就算结束 我们就可以 他还未把话说完 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 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二人再次出现在潭边 好消息是 怪人并未随着传出 此刻水潭边 静悄悄一片 再见不到其他人 就仿佛结束第二重试炼的队伍 只有吕仲跟素星一般 很快 奖励再次凝聚 这第二重试炼 由于少了滚雪球机制 清消水数量 跟第一重相差仿佛 加起来 龙共有六分之多 吕仲暗暗估散了一下 发现已勉强达到心理预期 还要继续吗 他在心中问自己 照目前情况 这避空临近 明显有事发生 为了通过第三重试炼 得到更多的清消水 以及为了得到必消灵水 而留下 显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况且 后面是否能凑齐九队 让不一的锁链阵法起效 还是个问题 正当吕仲想着时 陆续有身影结束试炼 一脸恐慌地脱离幻境 只是进去的是十八支队伍 可如今出来的 算上吕仲这一队 龙共也只有八支 见着这一幕 吕仲尽管脸色不变 心中更是吃惊无比 难道十支精英修士队伍 二十名大势力苦心培养出的精英修士 真就覆灭在里面了 幸好最坏的结果未出现 等了一阵 又有两支队伍现身 不宜在其中一队 另一队则是由两名壮汉组成 吕仲认的这两名壮汉 外界称呼他们为春梨岛双子 是一队极厉害的双胞胎 估计能在实力方面超过风潮 结束第二重试炼后 不宜跟春梨岛双子的表现 就跟其他人一样 剧都是心有余悸模样 以如今情况 显然是无人愿意继续 更不用说 冒着怪人的生命威胁 去通过第三重试炼考试 凑齐大阵所需的九个节点 开启专属试炼 获得必消灵水了 眼见计划就要作罢 这时意外竟再一次出现 只见得一道道身影浮现 却是之前进去 未能通过试炼出来的 那八支队伍 此时此刻 这十六人目光呆滞 已跟怪人一般无二 一出现 就向众人冲来 谁能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有人一边还手 一边大喊 可惜无人应他 更多的人 此刻在悄然后撤 怪人极不好对付 实力强的不思练虚 这一点在场修饰 都有切身体会 更何况 现在一出现 就是十六位之多 简直叫人头皮发麻 不约而同 众人就要 飞离碧落坛 吕仲早决定远离 事故飞在了前头 但有人比他动作还快 早已是一马当先飞跑远 然而没等那人得以多久 他就撞到了一堵透明墙上 这一幕 被所有修饰目睹 不好 我们还未离开幻景 不知是谁 忽然道出一个害人真相 什么 有人惊呼 更有修饰一脸阴晴不定 皱眉思考着 此事可能的答案 吕仲听到这话 终于明白了 心中不安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时候 未等众人明白 到底发生了何事 忽然间 碧落坛再次沸腾 漠然间扩散出一光幕 将所有人笼罩于其中 熟悉的天旋地转感袭来 将他们再次拉到幻景中 第三重试炼 开启 幻景中 吕仲悬浮于高空 面色阴晴不定 事情的发展 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在察觉到危险后 吕仲本打算着放弃试炼 并已经做出了决定 却没想到意外发生 还是硬生生被拉进来 事已至此 也只能见一步走一步了 至于第三重试炼 这一关的试炼内容 跟前两关有极大不同 四是为了挑起 试炼者间的矛盾 这次不再是击败 毕落宗设置的敌人 改成了试炼者间的对战 规则胜者 敬败者退 如此直到决出胜负前三为止 乍一看 第三重试炼 好似并无问题 毕竟按规矩 对战双方只要有一方认输 胜负就会出来 可这是建立在 异变未发生之前 照如今避空临近的情况 吕仲认为这一关的试炼规则 极可能会发生其他变化 不由在心中暗想 到底是何种原因导致 这时 一旁的肃心开口了 吕道友 我有一时想告诉你 或许或许会跟眼下一变有关 见吕仲扭头望来 他组织好语言 才继续道 道友可能不知 前段时间 虚戒发生了一场惊天异变 具体情况 我其实也不清楚 不过我从师尊口中得知 异变的发生 源自于敲钟 说到这里 肃心的神色 变得凝重起来 根据我的了解 自虚戒异变发生之后 不少诸恶突然陨落 而这本事不该发生之事 毕竟以诸恶的实力 纵使是杜劫期修事 也难以将它们解决 至多也只是打碎 它们的现实之身 迫使诸恶退回虚戒而已 你是说 此事 吕仲听到这里 面色默然一变 敲钟 诸恶陨落 无论怎么看 两件事都脱离不了联系 即使说 极可能是终声敲响 导致虚戒发生了异变 进而影响到了诸恶 让这些几乎永恒的存在陨落 能做到这件事的 恐怕有也只有真仙了 而这 恰恰就是敲钟能做到之事 吕仲脑海中 不禁回想起了 之前所欲清白身影 照目前所知信息推断 恐怕这一位也是降临者 难道是真仙将士 或许 可能是这样 肃星对此并不确定 就目前情况而言 金士忠跟剑影忠敲响之后 的确召唤来了什么东西 可若要这些存在是真仙 未免也太过牵强了一些 完全不符合 修士对真仙的想象 二人沉默了一阵 吕仲没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将此消息 跟现状练习起来 如果真是真仙将士 那碧落临近出现一变的原因 又会是什么呢 忽然 他心中浮现一荒谬念头 难不成 是碧落宗的飞升修士回来了 就在这时 前方忽有漩涡浮现 漩涡一闪而逝 就仿佛未曾存在过一般 待光华彻底收敛散去 只留下两道面色难看的人影 等着二人看清对手 脸色更是煞白 吕首席 素席 自己有多少精良 他们是再清楚不过 心智二人根本不是对手 忽然间 高空有淡漠声音传来 不只是吕仲所在幻境 就连其他几队也同样如此 试炼规则 十进三 胜者生 败者亡 最后胜出者将开启专属试炼 一听到这话 吕仲新知这一次 显然是无法善了 另一边 袁河山的二人 此刻脸色要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方才那声音道出的规则 分明是这二人于死地 吕仲跟素星的实力 远在他们之上 吕道友 素星道友 我看不如其中一人苦涩开口 试图找到 除了生死搏杀外 其他的解决之法 毕竟真要动手 失败的只可能是他们 没人想死 许是双方太久未动手 忽然间 天上有光环坠落 笼罩于此人身上 令他瞬间呆至片息 继而又露出浓浓的狂喜之色 原来是光环加深之后 修为竟被拔升了一个层次 从原本的炼虚后期 拔升至炼虚圆满状态 与之组队的另一元和山修士 同样也获得了天降光环的加持 气息一节节拔升 很快抵达炼虚圆满 反观之吕仲二人 却是什么也没有 不难猜到 这是幻境为了平衡双方实力 所做出的改变 公平吗 或许吧 不管公平与否 得到力量之后的原和山修士 此刻已是战意满满 对吕仲根肃星的态度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和山修士 按捺住心头兴奋 神色一正对吕仲道 不好意思的道友 看来试炼是要双方公平而战 方才赐予我二人迫近的力量 放心 无论结果如何 我原方都不会丝毫怨言 少跟他们废话 既然实力是我们占优 嘿嘿 我早就想知道 将你们这些所谓的手鞋 大成手徒给踩在脚下 究竟会是什么感觉了 另外一人 这是一脸凝笑 不怀好意地看着吕仲根肃星 小人得志 肃星冷哼一声 弹指将零剑出鞘 剑指前方 他一脸讥讽 望着对面的圆和山修士 冷笑连连 你们莫不是忘了 试炼双方的实力相等 当然记得 圆和山修士继续凝笑 煞有介事地分析起来 不过 以炼虚圆满对炼虚中期 无论怎么看 都是优势 在我圆和山 画壁 他寄出一感轻翻 招摇间放出一道道轻盈 确实都是此人炼化的兽魂 为其所驱策 并同时 传音同伴道 我们并肩上 那吕首席不是好对付的 我们先合力 将肃星道姑解决了 再腾出手来对付他 另一人文言 顿时笑着 寄出了自己的林宝葫芦 只见他双手一掐绝 那林宝葫芦迎风剑掌 很快化作如山峰大小 略一变化后 就喷涌出无穷火焰 化作一只只扑腾火鸟 直奔屡众二人扑去 很快 轻盈跟火鸟合于一道 浩浩荡荡袭来 对面的吕中剑子 也不管肃星如何应对 早就手艺召唤出避水扇 紧接着连打出十数道法诀 同时 法力 神器不要前世地疯狂注入 令此宝灵光一阵沉过一阵 几乎要灰映半边天空 待积蓄足够 才轻轻一挥扇 煞时间 高空忽有巨浪翻涌腾出 并组成了一道海啸 迎面朝着来袭的轻盈 跟火鸟拍打而去 一时间轰鸣声不断 声波剧烈冲击着耳膜 几乎同一时间 在另一方向处 肃星已是施展完毕 只见他身前 赫然多了一口 惊鸣如玉的火红巨剑 通体遍布玄奥纹路 好似大道鸣刻于其上 因而潜藏着莫大威能 神异剑术 旅中剑了 心中吃惊不小 这一个个的 巨都是掌握着类似手段 而他屡重突然回想起 自己方才也得到了神异法术 名为火凤银 正想着 那火红巨剑疏乎消失 斩 伴随着肃星一声娇和 巨剑再次出现之时 当即就是往下狠狠一展 而下方赫然是其中一名 袁河山修士 后者此刻惊恐万壮 他万万没想到 肃星竟掌握这种手段 啊 惨叫一声 此人顿时分作两半 无缘神逃逸飞出 却是在方才那一展中 也被神异剑术一道 斩成了两份 彻底死得不能再死 你 你慢 剩下的袁河山修士 心中的惊恐浮现于表 他哪里能想到 己方明明占据修为优势 足足比对面高出两个小境界 竟也依旧只是树河之敌 可是到如今 说什么也晚了 时数息后 这名袁河山修士 不敌吕仲跟肃星联手 很快生云 吕仲简单收拢战利品 发现收获尚且过得去 待跟肃星做了评分之后 就准备闭目养神 等待下一轮开始 忽然 身旁的肃星乌啊一声 竟吐出大口鲜血 脸色肉眼可见的速度 白下去 你这是 吕仲扶住他 吃惊道 没事 只是施展燕华蜜剑的后遗症罢了 果然 想要以炼虚修为 剑月合体器的神异力量 实在还是牵强了一些 肃星连吐几口血后 并服下一枚褐色丹药 面色才总算红润起来 放心 此般手段 我还可以施展一次 他想得很清楚 十进五 就算二人运气不好 未能成为五进三中 那对豁免的信任 也只需再击败一对 就能顺利通过试炼 届时 事情说不定还会有变化 在这之前 还请道友多多保存实力 肃星接下来能否幸免 就看吕首席了 肃星说完 再次吐出一口鲜血 便盘坐于虚空 疗伤起来 吕仲点头 没有提出反对 就目前情况而言 待第三轮试炼结束之后 难保会发生其他变化 保存更多实力 的确是渡过 接下来难关的最好选择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或许是二人胜出得太快 以至于足足等了半日 前方虚空才浮现一漩涡 如之前那般消失之后 再次显现出两道身影 是你 见此轮对手竟是屡重 蜂巢脸色墨地一变 他身后的华穷东修士 本来还在侥幸跟着蜂巢 此刻也变得难看起来 好好好 蜂巢一连三个好字 却是咬牙切齿说出 我们之间的恩怨 该是时候解决了 还有你 素心师妹 既然我们再会面 是在这种地方 想来是天意注定 很显然 他准备再次将二人解决 蜂巢此刻面露争鸣 身上有土黄灵光一闪 顿时有一件古朴战甲浮现 随即更是浮现出无数撰文 化作光甲赋于战甲表面 令战甲防护成倍增长 又两手一搓 一杆如黄金铸就长枪 突然浮现在他手中 土断甲 金碎枪 见到那战甲那长枪 素心忍不住惊呼出声 在华穷宗 神魄灵宝之下 有五件后天灵宝最为出名 分别以金木水火土命名 这土断甲跟金碎枪 就是其中的二件 土断甲 防护据传无比惊人 尤其是换出神通厚土军甲叠加后 甚至能挡合体七术机 正好能防住他的雁化剑 而金碎枪 同样也是犀利无比 此枪在诞生之时 被华穷宗祖师 融入一丝岁月之精 在出世之后 自带神异力量 可朽坏枪间触及之物 由于这股力量过于微弱 金碎枪无法成为神魄之宝 并不妨碍它成为 微能超越先天灵宝 位列后天灵宝第十四的存在 经肃心之口 吕仲得知了以上信息 眉头顿时骤起 这风潮显然不好对付 唯一的好消息 是此人神魄之宝 尚未炼成 对此 肃心十分肯定 倒也是不算是没有胜算 吕仲心中烧鞍 传音让肃心拖住另一人 准备自己解决风潮 轰隆隆的一声霹雳雷响 它于雷光中消失不见 在出现时已是位于风潮身前 一道道水刚粗的电弧 自引雷针上迸发 随雷剑下落刺向披甲之人 一声痴笑 风潮忽然间一闪 提枪迎向剑间 只见得金光一闪 凡被枪间触及雷电 进阶悄然溃散 即雷剑见风 二者间爆出夺目灵光 这时风潮面色末地一变 他本以为以金碎枪之威 借助其岁月神意 可轻取吕仲领宝 殊不料 对方手中所执之剑 并非是普通领宝 给我破 吕仲低贺一声 引雷针爆出战战子意 继而 自剑间开始 轰然有紫霄雷电爆发 一阵阵雷鸣后 风潮狼狈从雷汤中脱身 原本华丽的土断甲 焦黑一片 神通厚土均甲 也已是破破烂烂 面色不如之前那般得意 反倒是铁青起来 哼 所谓金碎枪 土断甲 也不过如此 吕仲冷笑 在一抬手 引雷针只是冲虚空中一挥 瞬间是十数道剑光展出 剑光所过处 有无数雷电生成 狠狠射向风潮 风潮面色微变 欢而不乱 朝金碎枪灌注法力 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击 就听得不远处 传来一声熟悉惨叫 却是肃星经过一番厮杀 将对手成功斩杀 风潮见此 心知自己若不拼命 将再无机会 于是 忍痛从口中喷出一缕氢气 化作一团黄霞 击射而出 另一只手中金碎枪一挥 黄霞与金碎枪合二为一 幻化出无数枪影 将吕仲罩住 吕仲面带冷色 即催动雷剑 就想遇见将之破去 殊不料 这时肃星传音 小心 黄霞自带神意 不可笑去 听得此话 吕仲目中一丝诧异闪过 在催发雷剑的同时 不由多加了重保险 将隐藏底牌星辰剑也寄出 以防意外 果然 对黄霞加持的枪影 颇具神意 无论雷光如何冲刷 依旧飞射向前 见不到半丝崩坏 见此目 吕仲身上灵光大放 将星辰剑也寄了出去 经由他的催动 战射出无数静光 这才将来袭枪影拦下 神魄灵宝 风潮大吃一惊 心知自己毫无获胜可能 他一咬牙 从储物界中翻出遗物 却是一枚荧光璀璨的灵符 其表面 繁复符文密布 一看便知不凡 更有惊人的灵气波动传出 丝毫不亚于吕仲手中的神魄灵宝 凭此符 甚至能破开空间 直接传送回话穷宗 无论招惹了什么仇家 都能借此保住一命 这是风潮的底气所在 不好 这是须天挪一符 快阻止他 肃心面色一变 大声疾呼道 二人虽曾为同门 可如今却是成了仇家 极难有和解的可能 既是如此 哪有放虎归山的道理 这时风潮深前 一道雷光乍现 吕仲从雷光冲出 朝着风潮 就是一计剑斩 确实他早就察觉到不对 还未等肃心开口 就施展雷法 输不料 还是迟了一步 他刺出的剑锋 被一层银色光照阻挡 无法伤及风潮分毫 煞时间 风云变幻 密密麻麻的荧光 自那挪一符中狂涌而出 转眼间就形成一银色漩涡 并将风潮的身影 给彻底淹没 今日之仇 日后必有后报 风潮丢下狠话 就要借须天挪一符离开 可在这时 虚空中忽然伸出一大手 只见他就那么一脚 大出乎三人预料的一幕出现了 即将把人传送走的银色漩涡 尽寝刻间崩溃 聚集起的庞大灵气 就这么化作光柱冲销而起 吕仲双目一眯 抓住了这个机会 未等风潮从震惊中恢复 身形就微微一晃 引雷针见出 一时间灵光大放 并伴随着嗖嗖破空之声 由紫色剑影密密麻麻的浮下出 聚拢成群后泼洒出去 与此同时 吕仲还催动避水扇一扇 倒到水波荡漾而出 瞬间化作滚滚浪潮 风潮见此骇然变色 未来得及思考传送为何失败 身上黄甲再次浮现 另一只手却多出一座黄塔 此塔名换作土玲珑 土玲珑塔 是由土金石并玲珑宝玉 经名家炼制而成的后天灵宝 后被他选中做神魄灵宝 目前已祭炼多石 只剩一关两截未果 如今遭遇性命之危 风潮再也顾不得其他 哪怕提前出事会影响土玲珑塔 也是在所不惜 此塔一出现 就迎风剑掌 化作一具风 但吕仲良宝其出 手段又岂是能随意抵挡的 只是片息 剑影跟水波就轰到土玲珑塔上 仅仅只是眨眼间功夫 就令其灵光摇摇欲坠 吕仲见此不肯罢休 双手齐掐法掘 即催动星辰建起来 待静光席至 风潮的土玲珑塔 本就未成 这下是支持不住 先是塔身开裂破碎 而后更是一下炸碎开来 砰砰砰 化作绚丽无比的灵气烟花 吕仲这时剑指一点 引雷珍纵略向前 如此又接连交手 十数回合 待风潮的土断甲被击破 此人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被剑光轻轻一扫之后 就化作了两棚血雨洒落而下 吕仲见状 心中松了口气 他后又伸手一射 将破了洞的土断甲 剑痕累累的精碎枪射来 再略微一搜索 也得到了风潮所遗留的储物解 做完这些 才将目光投向肃星 后者此刻脸色煞白 显然是方才斩杀对手时 伤势反复发作所致 好在 他的气息还算平稳 想要压制住并不难 这时 绝出胜负队伍后 周围空间开始变化 熟悉的传送感再次涌来 不过这一次更加迅速 也更加的粗暴 等吕仲回过神 消去原神的不适感 已回到碧落潭边 不一会 一团清潇水凝出 笔之第一轮试炼 数量足足翻了两番 可吕仲对此 并未有欣喜之色显露 其他两支队伍 也是同样 幸存的六人都能感应到 自己依旧未离开幻境 处境跟之前并没有丝毫变化 然第三重试炼已经结束 事情的不同寻常 让吕仲察觉到了危险气息 这时 不一呼地站出来 他的目光扫过吕仲 跟场中一名身着玄色如群 白齿黑面的高兽女修 陈生道 吕道友 司徒道友 依我看这处秘境 不管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 估计都是不会主动放我等离开了 不道友这般说 难道是有办法 司徒勒问道 对面的吕仲 也将视线投了过来 有 不过 要担些风险 不一稍稍迟疑 将自己的计划倒出 不得不说 他的计划大胆无比 是准备让六人合力 组成一座陆河镇 借此完成之前 该有九队修饰完成的计划 从而开启专属试炼 以此谋求脱离幻境的可能 此过程中充满了风险 稍有不慎 就会遭到阵法反噬 要是一个节点失败 剩下的人都要遭殃 而现在 六人除去吕仲外 都是人人带伤 无一人是巅峰状态 难怪不一会说 这一计划有风险 哪怕他特意解释 似他们此刻身处于幻境中 实现的成功率更高 可在吕仲看来 这分明是在赌运气 不由向肃心头去问寻目光 后者微微一点头 在心中组织好语言 才暗中传音道 这不一不简单 据我的了解 乃是妙方山一阵道奇才 在阵道上的造诣 不亚于合体期修饰 若他觉得 有把握可以成功 那么我们或许真该一事 听得此话 吕仲心中顿时有了倾向 一旁的司徒勒 这时眉头一皱 像是想到了什么 道 我这边同样没问题 只是你真的确定 我们开启专属试炼后 就能从这个鬼地方出去 是否能出去 在下不敢打包票 可眼下我等皆被困于此地 生死未卜 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可用 不一的反问 让斯图勒陷入沉默 的确 与其坐以待毙 还不如冒险一试验 或许这样 就能找到出路 抱着这样的想法 吕仲也同意了不一的提议 意见达成一致 不一将先前给出阵珠 一一收回 经过他的一番改动之后 改成了陆河阵阵珠 并特意针对目前情况 做了些许改良优化 可以了 稍后我等六人齐齐激发 就能组成陆河阵 至于能否击破幻境 进入到专属试炼中去 那就只能看运气了 不一说这话时 面上带着无奈的苦笑 能做的 他都已经做了 若还是不能成 那就只能说是 天命如此 时不宜迟 六人立刻开始行动 以八卦之术 分别站在六个方位 待各自将手中震珠激发 果然组成了一个大阵 陆河阵 能将我们的法力沟通相连 在六人揭示炼虚七顶层实力的情况下 借此 就能打出超越炼虚七的实力 从而触动碧落宗所设规则 不一手解法印 冲六人道 诸位 请随我共同施展陆河阵 其他人一点头 揭示揭出同样法印 陆河阵 切 六道法印齐齐打出 煞时间 谈边有光柱冲销而起 待没入云端之后 竟一下子模糊消失 这也说明 目前六人 的确还被困在幻境之中 呜呜呜 法阵运转到极致 每个人都咬牙坚持着 随着光柱不断地轰击天顶 天空中泛起了滚滚的云浪 渐渐喜人变化出现 碧落潭周围的景色一阵扭曲 开始模糊起来 而这异象 也惊动了幕后黑手 察觉到他们的动作 天空中 默然凝出一只大手 不由分说 就直接拍打下来 迟了 不一自信一笑 跟吕仲等人 齐齐打出陆河法印 轰 仿佛到达某个临界点 在陆河镇的轰击下 天空陡然裂开一道缝隙 并立刻有惊人的犀利传来 在六人揭不作抵抗的情况下 三两下就没入了缝隙之中 失去目标 大手愤怒拍打起地面 然已经于事无补 这里是 吕仲睁开眼 发现自己正身处一殿堂中 头顶灯火通明 空气中飘荡着蓝草分箱 周围皆是塞满点击的书架 给人感觉 好似来到藏书店一般 无论怎么看 这里都不跟试炼沾边 正当他疑惑之际 前方忽有脚步声传来 伴随着香气的逼近 一道瘦骨灵循的人影 拖着长长的头发 举着一盏莲花宝灯 缓缓出现在眼前 多少年了 没想到竟还有人能进来 此人声音沙哑 男辩男女 带着浓浓的岁月沧桑感 请问阁下是 吕仲面不改色 拱手问道 哼 没想到进来大书库之人 竟不知我长书利 哈哈 着实有趣 人影沙哑一笑 将遮掩面孔的乱发撩开 露出一张稚嫩的童女脸庞 他用那金色的眸子 上下一打亮吕仲 脸上浮现出疑惑之色 像是为了确定什么 他不经吕仲同意 就揭开手中宝灯灯罩 放射出盈印光滑 顿时 灯光如青沙般斧来 吕仲本欲闪避 不过已是来不及 好在 灯光并无丝毫危害 奇怪 你怎会是盗蒙修士 长书利这时 语气变得惊讶无比 在他看来 自那场大难过后 世间该以吴盗蒙修士才对 漏网之鱼 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长书利喃喃自语 并在原地转起圈来 扮上后猛一拍手 仿佛是想通了某事 歪头将目光一向屡重 啊 我明白了 只见他伸出枯瘦左手 往空处一抓 手中就凭空多出一本书 哗啦啦 书页被疯狂翻动 最终被停止在某一页 上面一片空白 继而 只见长书利提起大笔 就在上面刷刷写了起来 然无论他如何书写 墨迹总是随着金光一闪 顿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此时 屡重面色微变 他能感应到 天道斩杀剑在颤动着 被冒犯产生的愤怒 若不是屡重在压制着 恐怕都要从石海一飞而出 不行 至少现在不行 屡重再一次 压制住斩杀剑的冲动 现在情况不明 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都还是一头雾水 再没有搞清情况 取得出手必胜的把握之前 稍稍隐忍是必要的 想到这里 他忽悠所觉 一抬头 却发现长舒立的脸庞 已是贴得跟自己极近 然如此近的距离 却叫人丝毫感觉不到 此人有呼吸动作 难不成 他并非活人 屡重瞳孔一缩 心中震惊起来 仿佛读懂了他心中所想 长舒立将倾斜的身子扳正 用沙哑喉咙笑道 长舒立 行记载史书之事 自然不能是活人 我从你的身上 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同族气息 啊 真是让人怀念 若我没有猜错 你应是见过明女 泽泽 这可不多见啊 说到这里 长舒立重新打量 其吕众来 自我介绍一下 我乃灵环界长舒立 叫我连即可 这位接触过明女而不死 身为盗蒙修士 却可存在于是 无法被岁月史书 刻印的尊贵客人 请问您到我这边来 可是需要连为您服务呢 见吕众并不言语 长舒立连自顾自说起来 呵呵 看来尊贵的客人 并不知晓 这三重身份的含义 那就由连 一一为您解释吧 明女一族 乃是秉承天道意志 执掌轮回的使者 偶尔会有不称职的存在 就好四连一般 便会被发配为长舒立 按理说 但凡是接触明女者 必堕入轮回投胎 即少有例外者 尊克宁是其中之一 身为盗蒙修士 据连所了解 早该在那场无法抵抗 必须执行的大清洗中 彻底烟消云散 而尊克宁 再一次创造了不可能 岁月史书 乃是记载世间万物诡计之物 真正的先保 能不被他所刻印的存在 尤且只有无上真弦 可宁 尊贵的客人 似乎只是练虚期修为 竟也能摆脱客印 不得不说 您真是一位神奇无比的存在 连说到这里 贴近吕仲耳盼道 似这般之人 我想我已经猜到了身份 也是 唯拥有那尊贵的身份 才能解释这不合理的一切 紧接着 此女吐出一词 神秘说道 不若 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 听到她口中 道出自己 持着斩杀剑之事 吕仲神色微微一变 她很快恢复 目光静静打量掌疏力 心到此女若跟名女 是一族 且肩负着神秘职责 知晓斩杀剑的存在 无认奇怪之处 而且 也不似在使诈 为谨慎起见 吕仲还是场景回溯了一番 结果的确如此 于是她这才抬起头 冲掌疏力一拱手 平静道 不知适合交易 呵呵 这个简单 掌疏力沙哑一笑 收拢裙摆 走到一旁的木椅上坐下 用粗力的嗓音道 常言 命中的馈赠 早已标定了价格 而我 曾经不信这点 如今的结果 大人您也看到了 据说 您有穿梭岁月的力量 她说到这里 吕仲能明显感应到 连的话语中 多了丝紧张 只见掌疏力继续说下去 声音这时一下高亢起来 我想知晓 若是在接受馈赠之前 选择了拒绝 命运又该是何种光景 顿了顿 她伸出枯瘦如爪的右手 缓缓将手心摊开 上面躺着一枚黄金色树种 看到她的第一刻 吕仲就不由想起了 斩杀剑在虚界的中心 二者几乎如同 母子刻出般相似 只存在着极细微差距 这一枚 颜色要略微暗淡 深沉一些 能感受到掌疏力心中的不舍 但她还是将右手伸出 与其复杂到 作为代价 连可以给出她作为交换 所以 大人您 这时吕仲微微一呆 才将目光移向那树种 期间 她借助挥晤空间 从不曾发生过的时间中 问出了黄金色树种的作用 效果出人预料 吕仲本以为 树种可种出类似斩杀剑的宝物 又或者是对修士有大用宝物 然借掌疏力之口才知晓 此树种的效果类似于疑心换斗神通 能很好遮蔽暗中的窥测目光 只是其中力量用一点少一点 无法一直持续 是连曾为名女时 艰难获得之物 结果这树种 屡重暗暗在想 此物于她 作用不亚于清消水 乃至于必消灵水这种级别的宝物 如果能得到 日后能避免许多麻烦 或许 就连动用斩杀剑也无需过多顾忌 可掌疏力连提出的交易条件 自己该如何实现 从她的话语中 明显可以听出寻天仙时 拥有着类似穿梭岁月的力量 想到这里 屡重脑海灵光一闪 却是差点忘了 星辰剑如果继续够力量 就能带我穿梭世界线 穿梭世界线 比之时间穿梭略有特殊 是世界的另一种走向 正好能满足掌疏力 想看到另一种人生的要求 于是 屡重抬手望向掌疏力 平静道 我的确有办法 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不过 考虑到星辰剑目前为继续够力量 尚无法带掌疏力 穿梭世界线 她语气一顿 才说下去 由于外界过于纷扰 却是一时不好穿梭时间 什么 大人您真的能做到 掌疏力听了这话 喜出望外 连沙哑的声音中 也多了几分感情 不在寺之前那般冰冷 紧接着她又道 等 没关系 对掌疏力而言 岁月如过眼云烟一般 纵使千万年 连也可以等 说着说着 她扯下自己的一缕发丝 一阵灵光幻化 发丝顿时成了一张灰纸 随即 连右伸出右手 凝结出一团暗淡灰光 她将二者一并递出 欲气仍难掩激动 大人 请您收下此物 在可以穿梭的时候 只需将我的这一缕命缘 与本命正直混合 到那时 我便可以随您左右 命缘 本命正直 屡众面不改色 结果所谓命缘 心中却掀起了波澜 只见这命缘 虽颜色跟天缘略有不同 然形态分明 跟后者一致 同样都是悬浮状的金光 内里还可依稀辨别出一长发人影 再回想起 自己之前所得的一种天缘 怕也该是命缘 正当屡仲暗想着 是否该问掌书立连 自己为何会来到此处时 忽然 脚下大电剧烈震动 未等他反应 刹那间就支离破碎 紧接着 一阵天悬地转感袭来 等屡仲看清眼前景象 面上顿时露出惊诧表情 只见远方的天际边 早已经是虚空破碎 正有一场大战在进行 其中一方 好似七颗大日悬空 全都是大城气袖史 屡仲心中吃惊 难怪 竟能打得虚空破碎 而另一方 却只有一人 看不清样貌 只知晓身着一席青山 如曝墨发肆意飘扬着 此人虽以一敌妻 不见出手 却能将对面大城死死压制 杜劫七 屡仲面色一变 心道若此人是杜劫 那么自己在这里 怕也是不安全 念及至此 他将目光朝四下扫去 也不知碧落潭先前发生了什么 此刻周遭已是一片狼藉 潭水早已被打得干涸 地形地貌发生巨大改变 周围环绕的建筑群消失不见 地面已好似陨石坑一般 空气中 还飘着浓烈的血腥味 嗯 忽然 屡仲目光停在不远处的一块山石上 伸手一射 发现是一枚玉检 此物出现在这里 可谓是极其的扎眼 不过在玉检上 他察觉到了素心的气息 或许 此物 是他特意留给我的 稍稍确定 玉检并未手段暗藏 他这才解读其里面信息 很快 面上 就泛起浓浓喜意 俘为我照 必消极限 屡仲暗纳住心中激动 没送出玉检中 所遗留的其中一段口诀 几乎是立刻 就有青光自四面八方凝聚而来 很快汇聚成水团 其色泽如臂 内里有无数绿光篡动 完全符合必消灵水的描述 必消灵水 屡仲见识此物 心中的喜悦洋溢于表 急忙伸手一射 唯恐出现其他意外 将这团积卵大小的灵水 纳入储物界 而后 他望了远远处的战场 没有丝毫迟疑 就念出另一段口诀 熟悉的感觉袭来 待屡仲再次反应过来 发现自己已到了一处荒野 不远处 有一丈许斑斓巨虎 长得无比凶煞 本在吞食刚到嘴的猎物 然一见到屡仲出现 顿时就身子一颤漏尿 只能贪软在地乌鸣求饶 却是忘了 屡仲才记起 自己忘了收敛气息 煞时间 他变得如凡人一般 做完这些 吕仲也懒得理会地上的小猫咪 就直直往天上飞去 奇怪 他对照了一下周围地形 却发现极其陌生 绕飞了一圈 吕仲找到了一处地标 经过一番比对 发现自己近视到了明沙域 一处距离熔铁域 数以千万里计的地方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明沙域 仍在风源界中 还好 吕仲暗中一口气 而后 他很快确定方位 清消水 及必消灵水已到手 都是妙用无穷之物 关系到未来 核体期的突破 早点将其炼化 就能早点享受到好处 于是乎 吕仲深化一道顿光 朝灵雀山掠去 正当吕仲望 灵雀山赶去时 避空临近中 一场大战 暂告一段落 跟吕仲之前所见不同 此刻临近天空 已分成了黄碧二色 依旧是双方阵营 其中一方 自然是吕仲之前 所见青山人影 土皇宫主人土轩老怪 此刻身着 一领素色黄袍 头戴黄玉莲花冠 手中更吃着一柄浮尘 已然是实力全开的状态 他望着面前 这位本不该出现的对手 一向古井无波的目光 也在这一刻产生了变化 五月 你明明已经飞升 为何还要回来 飞升 青山人影听得这话 仿佛听到一个天大笑话 先是仰天大笑 然后指着自己的身体 一把将幻化出的青山吞去 露出了底下如干尸一般 瘦骨灵雀 见不到半点生机的肉身 土轩见此目 面色一变 这就是我的仙区 五月自嘲笑道 对如今的他而言 身体已不再是原神的居所 而是一个无法挣脱的绝望牢笼 牢牢地 死死地 将原神困于其中 谁能料想到 九死一生 渡过成仙天节 穿过那一扇飞升之门 最后 竟换来的是如此结果 你你你 你到底遭遇了什么 土轩老怪 一脸紧张问道 对一名仙修而言 一路历尽千辛万苦 目的只为飞升成仙 可如今的五月的遭遇 令人不得不怀疑前方道路 是否还依旧畅通 仙剑 五月回想起 自己这百万年来的经历 萎缩的双目中 燃起怨恨火光 仙剑 哪有什么仙剑 他飞升后所见景象 就只有无尽的灰烬废土 更令人绝望的是 五月飞升之后 就一直被禁锢着 被锁在原地 不得动弹 如此百万年 才终得解脱 将一番遭遇青土出来 五月长舒了一口气 脸上更露出喜色 似是庆幸摆脱了飞人日子 对面 土轩老怪心神不宁 为知晓的信息所震惊 就在这时 他背后忽有碧影浮现 未等土轩老怪反应 就张开布满历齿的巨口 默然将之吞没 五月双目中 闪过得逞之色 可很快 他面上又露出惊诧之意 却只见得虚空中 忽然裂开一道缝隙 有土黄人影狼狈 从里面爬出 正是方才被吞的土轩老怪 幸好老夫 防着还你一手 不然这次真是要走 土轩老怪气喘吁吁 一副心有余悸模样 在妄想面前的舵仙五月 脸上浮现出忌惮之色 此人虽不知因何缘故 非生失败 以至于沦落到如此模样 但实力相较于杜杰七修事 仍是有着巨大的优势 五月 念在你我曾为挚友的份上 再问你一句 岁月史书 它究竟在哪里 呵呵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 五月见偷袭失败 心中并不懊恼 此刻反倒是笑容满面 该因心中有所依仗 告诉你也无妨 当年我的确知晓 此物的下落 正如你们所猜想那般 通过碧落临近进入虚界 就有可能见到那座仙殿 可那一次 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仙殿 以及殿中供奉的岁月史书 再之后 他就 岁月史书如何了 土轩老怪追问道 五月文言 不急不慌说道 如果我说 他自毁了呢 自毁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连人人向往的仙界 都成了一片灰烬废土 被你们寄予厚望 能改变未来的岁月 史书自毁 又怎会没可能发生 五月说到这里 心中的怨恨之意 再压制不住 无尽的黑气 从其身上溢出 继而 天空煞时变色 除却土轩老怪外 此刻此刻临近中的生灵 都因此受到影响 被那积攒了百万年 产自于舵仙心中的怨恨一冲 纷纷都身形大变 变得面向猙獰 化为了只知小杀戮的怨恨邪物 而五月自身 此刻身形也发生变化 渐渐地 再保持不住人形 在土轩老怪惊叉的目光注视下 陡然化作一尊千丈高巨人 浑身燃烧着熊熊的怨恨火焰 仰天咆哮一声之后 双手合拢陡然间往下一锤 要糟 土轩面色大变 急忙闪躲 与此同时 与众飞略至一处山林上空 可忽然 他感觉周围的天地元气 在剧烈地波动着 在原神感知中 就好似某处突然多了一漩涡 正贪婪且不知收敛地吸收榨取着 附近几乎是每一丝每一缕的天地元气 天地元气被榨干会发生什么 自然是灵气枯竭 屡众此刻能明显感觉到 在天地元气数量急速下降之时 下方一条隐藏在千丈地底深处 相当于二阶的灵脉所产灵气量 也正在随之爆降 这算是验证了 灵气来源于天地元气的说法 不过 现在可不是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只见前方的虚空 赫然裂开一道口中 紧接着无数漆黑身影从中扑出 形态猙獰且可怖 浑身更是燃烧着怨恨之火 疯狂毁灭着沿途的一切 这些鬼东西是 吕众心中惊疑 不过还是唤出引雷针 雷光荡荡 雷电对这些怪物 具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很快就将这些怪物清除 然而 此刻的天空好似裂开一般 更多的漆黑怪物从中涌出 见得此情景 吕众放弃了清理的打算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吕众悬浮于高空 隐去身形俯瞰地表 远远望去 只见数千里方圆范围 天空巨都出现巨大裂缝 燃烧着黑雁的怪物坠下 并朝四面八方扩散 一波接一波数不清具体数量 不过此地修饰的反应 倒也是十分迅速 天变才发生不久 就有成百顿光及时出现 筑基 结单皆有之 更远处还有原因期修饰的气息 这些修饰虽然无法阻挡怪物潮 但拖延作用还是能起到 或许这样能坚持到华神 练虚境的修饰赶来也不一定 多看了几眼 吕众化作雷光冲销而起 仅用了半寻不道 他就回到了灵雀山洞府 华神很快赶来回报 吕众在了解完自己离开后 灵雀山的状况并无异常后 人就立刻进入到近视中 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 袖袍一扫 顿时放出数件储物法宝 略进行一番检查 倒也有了不小的收获 其中光灵宝就有四件 结为后天灵宝 土断甲跟金碎枪也在其中 吕众准备将土断甲跟金碎枪留下 虽说他们在先前一战中受损 微能会大幅减弱 可依旧能派上不小用场 至于另外两件灵宝 则准备拿去卖个好价钱 少说也能值三两千元金 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益 而后细细鉴别 诸如丹药 灵药 灵矿等物 则没有什么特殊之物 全部加起来 笼共也就百余元金不到 这也正常 毕竟这些储物法宝的主人 都是大势力出身的炼虚修士 他们有的是地方可以存放宝物 不必四散修那般 将全副身家待在身上跑 吕仲深吸了一口气 右手轻浮储物界 一片霞光飞出 后 稳稳悬浮在手心 却是一团拳头大小碧绿水团 正是清潇水 按照点击所述 此物无需处理 直接炼化即可 念及至此 吕仲手指轻弹石树下 朦胧法力光滑微微一闪 顿时牵扯出树道法力细丝 并借此将清潇水捆绑起来 片刻后 清潇水开始变化 在原神世界中 它先是变得虚幻 而后重聚成夜滴 与此同时 还放射出战战灰光 惊人的意象出现了 随着清潇水不断发生变化 一股源自于原神深处 令人难以拒绝的心香之气 竟从夜滴中缓缓一出 只是片刻功夫 就充斥整肩进食 吕仲不作迟疑 一张口 顿时将这些香气 吸入口鼻尖 后经炼化 香气还原回本质 顿时化作一股清流 经由经脉 游走四肢百骸一遍 最后汇入石海之中 在此过程中 吕仲只觉原神一片清明 分外轻松 一些极难察觉 来自于不经意间的外源污染 也在这时被抽离出去 清潇水的力量 因此被消耗一部分 更多的清潇水作用在原神上 不但令其继续蜕变 还有增强潜力的效果 具体表现出来 就是蜕变速度的增加 从今往后 消耗同等数量的天元 效率都要将比炼化前高些许 日积月累下来 那就数百乃至数千年 修炼时间的节省 难怪那些世家大宗 一直死死把持着清潇水 这时 吕仲心中忽悠所感 实在是此物妙用无穷 那些大势力 只要控制住清潇水 在培养合体器修饰的起步线上 就要比其他种小势力 又或者是散修高出太多 有时候 只是这点差距 就能成为决定因素 决定是否能突破至合体器 抛去心中杂念 吕仲专心炼化起清潇水来 百年后 灵阙山洞府 凉亭处 香气四溢 刚刚出关的吕仲 只是简单识多了一番 就来到了此处 见到亭中满桌的零食 就准备大快朵移一番 好缓解此趟闭关带来的副作用 炼化清潇水 固然是好处无穷 不但能使元神继续蜕变 令他免去数十年炼化天元的苦功 还大大增长了元神的潜力 变相也算是提升了合体成功率 对未来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可坏处却也不是没有 就好比现在 吕仲心中荡真无半点情绪 连炼化清潇水的喜悦也无 这种状态 相当接近于忘情 对一向排斥太上忘情 并不愿舍弃七情六欲 仍想着保留为人之心的吕仲而言 此种状态过于危险 还好 解决办法十分简单 毕竟忘情状态 是炼化清潇水带来的副作用 只需要以强烈情感冲底 就能很好地将之化解 事后也不必担心有后遗症 于是乎 就有了眼前这一顿大餐 一阵风卷残云 吕仲满意 打了个宝格 这时他的目光 忽一往山下方向 透过重重云丈 可见那方向正有一道灵光掠来 百于西功夫 就落入了凉亭中 在那里如蝴蝶般 翩仙飞舞 咦 拜天 吕仲心中好奇 这是谁投来的拜天 打开一看 发现确实来 这是天公愿修士 此人自称是武进散人 此人言极有一事 需要跟他当面详谈 也罢 就见一见吧 吕仲想着 闲着也是闲着 便不让化身带自己处理 不一会功夫 侍女就引着一少年过来 很显然 这位就是武进散人 此人修为不高 也就化身后期 外表平平无奇 身着一红火色的天公愿法衣 跟其他天公愿修士一样 身上也带着地火气息 只是要略微淡上不少 晚辈武进 见过陈前辈 武进散人一进来 就恭敬地拱手行礼 一板一眼 叫人挑不出毛病 嗯 不必如此客气 吕仲招手让他坐下 等侍女给武进散人 斟了杯灵茶 才随意开口道 说吧 到我这灵雀山来 所为何事 实不相瞒 晚辈这趟来试 武进散人说到这里 忍不住顿了顿 实不相瞒前辈 晚辈这次前来 乃是为了 请求前辈出手一次 继续说 吕仲面 无表情道 闭关百年 吕仲一直派化身 在外收集信息 消息非但不闭塞 还远比一般炼须 修士灵通 借此 他猜到了武进散人的来意 大概率跟怨恨受潮有关 所谓怨恨受潮 就是指百年前天烈 所出现的那群怪物 当一变发生之时 明沙玉修士 曾齐齐出动 经过一番血战 天烈中涌现的怪物 被消灭去大半 然此战 未尽全宫 因此给后来 埋下了巨大隐患 好比现在怨恨受潮扩散 不断在各地此起 孽生彼伏 就是当年部分怨兽逃脱后 污染转化了其他妖兽 一步步 蔓延成灾祸的结果 对于低阶修士而言 遭遇怨兽所组成的受潮 几乎是 实死无生 果不其然 武进散人到处的请求目的 就是想让吕仲出手 借助炼虚修士强大的实力 将位于熔铁域 隔壁的火汤域中 一群成器后的怨兽潮解决 而他 就是火汤域推举出的代表 作为一处小域 火汤域因其物产 灵气双平级而著称 相当于灵环界 穷乡僻壤中的穷乡僻壤 事故 当地修士修为极低 若不是背靠着天公院 能借精炼处理灵财 获得一些额外的资源 恐怕处境还要更艰难 出手而已 我对此并不介意 吕仲缓缓开口 表明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 但紧接着话音一转 只不过 你或者是你所代表的火汤域 为此能付出什么代价 听得此言 五尽散人心中一喜 随后又是担忧起来 喜的是 面前这位低调的灵雀山主人 果真如外界所传那般 是个实力强大的修士 在来灵雀山之前 他并不是没有拜访过 其他恋虚修士 可那些前辈每每一听到 是要出手对付怨兽朝之后 无意不是脸色微变 连报仇都不听 就立刻端茶送客 而之所以心中担忧 则是因为五尽散人能感觉到 面前这位陈前辈 是个无力不起早的 若自己所开出的架码 无法打动此人 那么此趟灵雀山之行 照样得以失败告终 一想到 仍还火汤欲肆虐的怨兽朝 五尽散人下定了决心 于是乎他一番酝酿 开口道 前辈 不知您可曾听说过 天宫断锤 天宫断锤 吕仲一番思索 很快记起此物信息 是来自于叶盘盐 所给他的道蒙点击资料 里面对天宫断锤 有着极详细的描述 乃是第十一书记院 独立于断也先方 所研究创造出来的断宝手段 虽带着断锤字眼 但这天宫断锤实际上 是一门秘术 根据典籍上的描述 此秘术具有断造出先机的能力 乍一看 天宫断锤好似一宝树 可实际上 此秘术最后 却是已被道蒙封存而告终 盖因其施展的过程 法力要求尾时过于苛刻 且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 是已在记载中 含有成功势力 道蒙当年选择放弃的秘术 如今再次被火汤玉修饰提起 怕不是他们找到了什么解决之法 吕终一想到这里 心中不由提起了感兴趣 天宫断锤 我记得此秘术 成功率百不足一 如今你既然敢拿他出来交易 莫不是在上面取得了什么突破 前辈猜得不错 我火汤玉经过万余年拼搏 无数修饰为此呕心沥血 耗尽心神 的确找到了特殊办法 可以令此秘术的成功率大大增加 甚至乎只要凑齐对应材料 还能将成功率锁定在百分百 武镜散人一脸自信说道 有意思啊 吕终淡淡一笑 若此人所言为真 那么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也及时修复金事中 就成为了可能 有先机傍身 实力将如虎添翼 不过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武镜散人所言为真上 魏文陀起见 吕终借助挥晤空间 对此人进行了一番探查 结果令人十分满意 火汤玉修饰的确是有办法 能大幅提升天宫断锤秘术的成功率 说来也有趣 估计连第十一书记院的修饰也猜不到 火汤玉对此秘术的解决办法 很简单 就是培养专门的血脉 经过一代代选择 培养出适宜施展此秘术的体制 此法虽笨拙 却因天宫断锤秘术的特殊 也极是对法力的特殊要求 从而获得了实现的可能性 在火汤玉内部 将这种修饰称为断锤灵体 听着一般 然却是秘术实现的载体 经由断锤灵体修饰 所施展出来的天宫断锤秘术 其练保成功率足有七成 且若是能搜集到数种珍惜灵财 还能将成功率往上提一提 只不过嘛 吕仲一记起那些珍惜灵财的名字 就果断放弃了搜集念头 原因无它 实在过于艰难 七成几率 倒是可以一世 吕仲暗想到 就眼下情况 想要靠其他办法 将金氏中修复 短期内见不到有半点可能 再者 金氏中也快到了崩溃极限 无法再用法力维持 既然如此 倒不如拼一把 左右结果再坏 也坏不到哪里去 吕仲心中做出决定 爽快答应了五进散人 但同时 该有的警告 却也没忘记 关于在火汤玉肆虐的怨兽群 我要清理并不困难 短则三五日 多不过一月 很快就会有结果 希望我解决灾祸之后 你们这边已经做好了准备 吕仲意味深长地望了眼五进散人 带着一丝警告一位道 钱 前辈请放心 五进散人忙不迭回道 不瞒您 早在在下出行之前 拥有断锤灵体的炼骑师 就已到位 连带着炼宝所需的基本材料 都已经准备好 只要愿受潮意解决 前辈马上就可以启用天宫断锤秘书 随后 二人又谈了些细节 带将五进散人送走 吕仲久久未离开凉亭 一番手 顿时有金色霞光飞出 是一破碎的金色小钟 正是先机金氏钟 真想不到 竟然还有将你修复的可能 而后 吕仲站起身来 根据五进散人所提供的信息 那群成气候的怨兽潮 虽四处扩散 但其中心点始终未改变 是位于火汤域 一处名为古明火镜的秘境中 略意私存 他决定先去看看情况 时间一晃数日 火汤域 古明火镜外 吕仲此刻隐藏身形 正在远眺前方 只见千里外 虫鸾叠杖的群山上空 赫然有着一漏斗状的五彩漩涡云 源源不断的灵气受牵引而来 并灌入到底下盆地的一缝隙中 此处就是古明火镜入口 放眼秘境周围 可见到秘境入口附近区域 挤满了形态各异的院寿 不时发出咆哮声 令此处分外嘈杂 在此暗中观察数日 吕仲对院寿群的活动规律 早已是心中有数 就明面实力而言 此处院寿群 由于数量众多 加之有数头实力堪比炼虚出气的院寿 所以早非是一般炼虚修饰可解决 不过 对他来说并不难 关键在于 古明火镜情况未知 现在秘境外的院寿群 有一头算一头 全都来自于此处秘境 此时此刻 还有源源不断的院寿 从古明火镜涌出 叫人不免怀疑 里面是否成了院寿巢穴 略意私存 吕仲决定派化身前去一探 对付院寿不存在打草惊蛇一说 关于院寿的起源 风源界至今也无明确定论 但有一点是修士们的共识 那就是 院寿没有半点 智慧可言 只会无脑地毁灭所见一切 不一会 一道身影隐身 悄悄向秘境入口摸去 而吕仲则是静静等待 期间 院寿群数次分散出小型兽群 朝着四面八方而去 但总数量却不减反增 但因古明火镜 仍在源源不断涌出院寿 根据信息 古明火镜中盘踞着大量妖兽 如今由海量院寿涌出 说明当日天猎之时 也有一道裂缝出现在里面 才会导致现在这一局面 他想到这里 不由好奇到底是什么 导致了天变的发生 没多久 化身就顺利进到秘境中 跟其他院寿肆虐之地一样 在资料中生机勃勃的古明火镜 此刻也成了一片荒芜漆黑之地 位于秘境中央的的古明火山 则是喷发着诡异的红光 源源不断由院寿从火山口出现 然后汇聚成兽群 奔向秘境出口 表面上看 情况倒也不算棘手 照吕仲估计就化身方才所见景象 哪里用得到自己出手 估计随便来为恋虚修饰 都能将盘踞在里面的院寿解决 怕是其中藏着什么关键 忽然间吕仲神色一动 倒不是化身那边发生了什么 而是在他的左手方向 摸过来三道人影 都是恋虚出气 吕仲感应到来人修为 在心中暗想到 他并不准备直接现身 而是将身形一影 准备看看这伙人来此 到底在图谋着什么 修士无离不起走 想来这伙人不会例外 很快 风带来了他们的谈话声 无忧老怪 你确定古明火镜中 真的有耐物 一身着绿裙 头发如翡翠般颜色 眸子却心红无比的女修 迟疑着对一壮硕老者说道 被称之无忧老怪的老者 一听到这话 笃定说道 没错的 八云中绝对在里面 老夫曾在八百年前 亲眼目睹过此物 只不过 那时候正有一条六阶后期 十里惊人的恶骄 在守护着这株灵药 回忆起那头骨骄的实力 哪怕时过境迁 无忧老怪心中仍是忍不住一颤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 抚摸过自己胸口处的一条伤疤 以练须修饰的能力 想要修复伤疤 易如反掌 他之所以留着 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提醒 见无忧老怪如此 队伍中最后一人 一名身着短打锦衣的青年 却是自信地一笑 朗声道 古骄 如此天地一种 实力的确是不俗 不过 我等此行事有备而来 有三柱索隆镇在 他绝对翻不了天 三柱索隆镇 乃是妙化山有名秘镇之一 青年名为公孙病 乃是合体七家族狄迈迈弟子 也是靠着这层身份 又消耗了不少人情财物 才勉强从妙化山 借来此镇一用 虽付出如此代价 却也是值得的 皆因八云中 是为了八云中吗 暗处的吕仲 将这伙人的谈话 一字不落地全部听完 很快 他就回忆起了 关于此物的信息 八云中 炼制破镜丹药 八云破账单的主才 在如今的风源界 算得上珍惜无比 曾被数次宣告过灭绝 但后来又屡次出事 用它炼成的八云破账单 适用于炼须七修士 对眼下的屡重而言 不见得会在之后 突破小境界时 遭遇炼须后期瓶颈 可若提前准备 也算是未雨绸缪 想到这里 他不禁动心起来 另一边 暗中的三人仍在交谈着 无忧老怪左右一张望 露出疑惑表情道 奇怪 时间过去这么久 那人怎么还没有过来 难道 他早已经到了这里 灵雀山的沉下 此人应该还未到此处 说话的女修 这时翻出一面玉镜 此镜是她的本命灵宝 名唤作装花镜 装花镜不善斗法 用于对敌 只能说勉勉强强 但有一近乎神意的神通 那就是 可监察持有者所处之地 百里方圆内 所有生灵的气息 凭此可以获得许多信息 且哪怕是精通逆踪的修士 也无法逃过此境的监察 事故 女修 才会如此自信 玉丸 你对她太过信任了 旁边 锦衣青年 这时冷冷出声 提醒道 紧接着 她未等女修有所回应 就翻手 激发一枚玉符 此符同样有定位之效 且生效过程隐秘无比 极难叫人察觉 见过真无反应 这才确定目标不在附近 可三人又怎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落在了吕仲眼中 她望着微微发光的树种 目中若有所撕起来 不得不说 此物的确用处极大 吕仲平常注重收集信息 自然能认出 方才锦衣青年所用玉符 乃是七阶的指路符 却没想到掌树立所给树种 竟能轻松抵挡其效力 只不过 正如掌树立所言 树种所含力量极其有限 用一点就少一点 可不管怎么说 这都给了吕仲不少安全感 至少 来自于诸恶的目光 暂时是可以无忧了 又过了一阵 吕仲见那三人一动不动 躲在一座隐蔽阵法里 一个个都在原地等待起来 心中哪里猜不出他们的打算 怕不是想着 躲在后面捡好处的想法 想到这里 他决定将计就计 联系上潜入秘境的化身 让化身在里面闹出大动静来 很快 逆境中的动静 反馈到外面 原本源源不断涌出怨兽 为化身现身后 闹出的动静吸引 逆境中怨兽群的注意力 一下全部被吸引了过去 混乱反馈到外界之后 表现得十分明显 兽巢忽然间好似断流一般 一下子再无半之怨兽 从秘境中出来 见到这一幕 无忧老怪三人 顿时产生脑补 以灵雀山主人的能力 落后于他们 抵达古明火镜 本来就是一件异常之事 如今发生的一遍来得突然 让他们不禁怀疑 灵雀山的那位臣下 是否早已经进入到了秘境 并开始清除里面的怨守 无忧老怪这时站起身 将目光移向锦衣青年 略意迟疑后说道 公孙道友 我们三人中 就输你实力最强 且把握实际的能力 也是道友最为出色 现在依你看 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是否要立刻进入秘境 闻言 公孙斌并未回话 而是目光环视一周 同时在心中回想 自己到此处时 秘境入口的情况 树西功夫后 在另外二人期盼目光下 他才终于给出答复 进去吧 当他说出这话 暗中的吕仲 不禁微微一笑 不过 等他看完化身传回的信息 却又顿时笑不出来了 盖英方才三人提到的古骄 作为天地一种 古骄的实力 比之五行骄龙 可以说是要超出太多 在境界相同的前提下 实力几乎可以等同于 大宗门世家的精英修士 目前 此骄受了天猎影响 成了一条院骄 可这并未让他实力减退分毫 反倒是因此而水涨船高 仅仅一个照面功夫 无数的几次飞射而来 将强弩之末的化身吞没 真希望你们的三柱锁龙阵有用 吕仲见那三人动身 也悄悄地跟了上去 现在是螳螂捕蝉 他是那只黄雀 上当了 古明火尽中 无忧老怪惊呼 刚一进来 他就看到了院寿化的古骄 心中顿时就是咯噔一下 其他二人也不例外 以练虚妻修士的阅历 哪里不知道 方才这里发生了什么 自己三人 分明是遭了算计 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那古骄一见活人 立刻就轰隆隆冲过来 院寿化的他 此刻看上去好似一条臃肿古山 只能勉强辨别出胶类特征 过程中不断有碎骨落下 同时又有更多冒着黑气的新骨生成 未等近来的三人有所动作 就张开那张黑洞洞的锯口 喷出一股灰白色的雾气出来 无忧老怪三人早注意到 急忙避开雾气流前进方向 撒拉拉 一阵令人牙酸的腐蚀声传来 灰白之物前进方向 无论是山石也好 累累骸骨也罢 甚至是成群的院寿 一切都被腐蚀得干干净净 见不到半点残渣剩余 万载古煞 公孙斌脸色一白 难难道 紧接着 他面色一变 却是见到古骄一闭口 在酝酿第二次吐息 快 随我共同施展三柱锁龙阵 不然 等他再次吐息 可就不是方才那般情景了 一旁的无忧老怪 曾经跟古骄有过交手 此刻也是 同样的想法 不用等公孙斌催促 就已经将一金色方柱祭出 方柱如若黄金柱旧 表面光滑 见不到半点纹路 可实际上 此柱却是由尘蛇之谷 炼成 而此蛇同样也是天地一种 能吐出一种不知名的玄光 借此以胶泪为实 一旦被三柱锁龙阵困住 受到尘蛇玄光的压制 胶泪必然贪软无力 将希望寄于此 公孙斌也是无奈 这是他们目前唯一的希望 若不然 等古骄再次喷出万载古煞 将入口趋于笼罩 三人就算是成功摆脱追击 也将没有出去的机会 将被困在古明火镜中 三人的果断反应 让暗中的吕仲 看得是暗赞不已 不过并未有出手打算 是三人算计在先 他对此并无丝毫负担 密切关注此处发展 吕仲暗中将三道化身放出 令他们前往不同的方向 继续探查古明火镜内部的情况 好为之后的清理做准备 至于他自己 则是在此处潜伏着 一是为了八云中 二是灭杀这怨兽化的古骄 二者重要性相差仿佛 且 无忧老怪 公孙斌 玉婉仙子 三人齐声大喝 煞时间 三方惊柱冲销而起 继而 又在瞬间如流星般重重坠下 在激起高高的沉柱之后 已是化作百丈高的巨柱 相互间以光目相连 将古骄围困于正中央 锁 三人齐齐配合 各打出一道法印 哗啦啦声大作 三方金柱剧名 并有耀目的光滑放射 将原本漆黑一片的秘境天空 给辉映得如同白昼一般 而后 金柱颤明之音更甚 分别射出数道不满符文的锁链 目标直取被困的古骄 好似捆粽子一般 将它死死锁住 见此幕 吕仲继续按兵不动 若这三人能将古骄解决 对他而言是乐见其成的好事 毕竟院寿花的古骄 其实力 尾时不容小觑 连吕仲都会感到头痛不已 如今有人帮自己解决 哪里还会阻止什么 忽然间 他面色微微一变 却不是有什么意外发生 而是派出去的其中一位化身 这时有了惊喜发现 视角切换 只见一处布满古粉的洞窟中 赫然有着一处巨大空间 很显然 这里就是古骄的巢穴所在 就在此巢中央处 有着一汪白汪汪的水潭 里面生长着一片绿植 其叶跟荷叶类似 但却是白骨的颜色 精感更是如骨头一般 不过吕仲的关注重点 并不在这一匙白骨帘上 尽管此帘也价值不菲 它的目光 落在了水潭上方 那里有迎应光团悬浮 内容物形如中 周围有云纹环绕 正不断吞吐着灵气 并吸纳底下白骨帘的精华 正是靠寄生白骨帘为生的八云中 见到八云中 吕仲心中顿时一喜 正欲让化身收取 可突然间 联系突然中断 吕仲面色一沉 在化身传回的最后记忆中 并未找到丝毫的线索 就好像突然消失一般 定是有什么古怪 吕仲望向八云中所在方向 渐渐公孙斌三人 仍将古礁困住 无论后者如何冲撞 也见不到半点脱困可能 这才朝水潭方向摸去 在百余里处 他停下了脚步 转而 场景回溯起来 这一次 吕仲终于弄清楚 发生了什么 没想到此处 竟还有第二条古礁 就在方才 有一条古礁翘无声息 从潭中冲出 口吐古煞 让化身连反应机会也无 便已是荡然无存 从纤细体型上看 潜伏在坛中的这条古礁 明显是条母礁 或许差异就是因此而来 他所喷涂的万载古煞之威能 几乎是那公礁数倍 也正是因此 才能瞬间灭杀他放出的化身 母礁的实力 怕已是达到了六阶后期 甚至乎圆满 也不是没可能 吕仲目光一阵变幻 在心中认真思考若是自己一人将八云中取到手的可能性 发现倒也不是没机会 只是难免要付出些代价 目光在一向远处战场 祭出索隆镇的三人 此刻已是骑虎南下 他们固然成功将古礁困住 却无力将之解决 俨然成了骑虎南下的困局 若之后等更多愿兽未上来 只怕结果会大大不妙 就眼前情况而言 公礁脱困只是时间问题 难怪坛中的母礁会如此淡定 吕仲心中暗想着 该怎么将八云中取到手 忽然间灵光一闪 嘴角挂上了一抹笑意 心中已然有了对付母礁的办法 既然如此 那我就多添几把火 看你能淡定到几时 当即它一抬手 放出一十八道灵光 每道灵光皆是代表着一具化身 由于是战斗化身 它们的实力并不高 哪怕是权力爆发状态下 也只能维持十息炼虚层次 再往后就会彻底消散 故质量不行 数量凑 如此多的化身骑出手 就算是合体期修饰 也要谨慎对待 更何况区区一条骨胶 若不是担心交手时 渔波伤了八云中 我也不必如此麻烦 吕仲除了担心斗法渔波的误伤 还怕谭中母骄见识不对 一口将灵药给吞掉 事宜才会有了上面的迂回办法 行或不行 事事变之 得了本体的命令 化身立刻分成两队人马 一队前去支援公孙斌等人 另一队则是迎击袭来的院寿潮 以减轻锁龙镇那边的压力 而吕仲自己则是继续在原地等待 死后 古骄咆哮一声 疯狂撞击阵壁 想要破阵而出 奈何锁龙镇之力 一直在压制他的实力 是以一切都成了徒劳之举 而阵外 骑虎南下的三人 此刻已满头是汗 逃不是不逃也不是 一旦放弃维持法阵 古骄立刻就会脱困而出 若再叫他喷吐出万载古煞 将出去的路彻底封死 他们三人都要留在这里 更重要的是 珍贵的三柱锁龙镇 也将因此遗失 到时候 就算人侥幸逃回去 也要面临责罚 代价之大 令人生不如死 可若选择不走 结果就只有被院寿淹没一图 抛击不成十把米 公孙斌自嘲一笑 继续思索脱困可能 思来想去 他发现要保全自己 保全三柱锁龙镇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玉碗跟无忧二人 去当拖延古骄追击的炮灰 公孙斌想到这里 暗中打亮了眼其他人 恰好见二人将目光投来 很显然 三人想到了一块 就在这时 他们察觉到 远处忽然顿光略来 起初不过是结单层次 而后气息在飞速拔升 静呼吸间就跨越原音 化神 直抵炼须之境 炼须修士 九明炼须中气 陡然出现的化身 给公孙斌三人来的惊吓 要远远多过惊喜 正当他们惊疑之际 更远处传来巨大的动静 轰鸣声不断 连地面也震动起来 却是另外九明化身 跟兽巢撞上 在一处荒原之上 双方展开了激烈大战 同时 冲来九明修士 还开始对沿途愿兽进行清理 没了愿兽持续不断的骚扰 主持索隆镇的公孙斌三人 自然是一下压力大减 原本摇摇欲坠的阵壁 这一下也变得肩如磐石起来 任凭古骄如何个冲撞法 都是纹丝不动 索隆镇全力催动下 镇中古骄已是酥软无力 再无逃脱的可能性 俨然被逼到绝路 在此情况下 母骄也终于是坐不住了 哗啦啦 水花声响起 一颗略显狭长的古骄头颅 此刻缓缓从坛中探出 巨大的树桶睁开到最大 流露出难以掩饰的骄疾之色 母骄低头看了一眼 身旁的巴云中 数次张口又合上 如此灵药 他实在舍不得 在棋位成熟前 就将吞服下去 这绝对是巨大的浪费 再三犹豫之后 母骄最终还是吐出一口 纯白骨煞 将之泼洒在巴云中上 以此作为保护手段 就咆哮一声狂冲出去 机会来了 吕仲见到此目 心中顿时一喜 但很快就冷静下来 吕仲目光 落到那纯白骨煞上 眉头微微皱起 母骄所吐骨煞的威能 秘境中没人比他更清楚 能让此骄如此放心地离开 岂可能是什么杀手锏般的手段 甚至乎能跟神意扯上关系 还好 我有挥舞空间 借助场景回溯 吕仲很快试探出 纯白骨煞的虚实 是最坏的那种情况 母骄所吐的骨煞 未能端得是惊人无比 也不知酝养多少年 自带神意 已是轻易消融一切 甚至连元神间联系也一样 难怪 化身连一点信息 都无法传回 弄清楚原因 吕仲心中恍然 继续场景回溯 很快 他就找到了应对办法 简单却叫人心疼无比 那就是投入天元 将古煞中的神意力量稀释 没了神意之后 古煞威能依旧不弱 可却再也无法阻止吕仲 就这样 他顺利将八云中收入囊中 这时 之前派出去的化身 已将古明火镜虚实彻底探清 并已将信息传来 却是查明愿兽的来源 源自于一条未愈合的空间缝隙 至于练须境实力的愿兽 虽说古明火镜中 还有三头之多 可他们实力极弱 合起来也比不过公交 接下来 该是解决一切的时候了 吕仲心中暗想到 只要将两条古交解决 那么他在古明火镜 将再无半个对手 纵使愿兽再如何源源不绝 处理起来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当即心中一动 于雷光中消失不见 另一边 母古交杀质 喷出重重古煞 刚见到希望的公孙斌三人 此刻已是陷入了绝望 无忧老怪 你怎么没将此处探清楚 竟连有公母两条古交也不知 公孙斌此刻惊怒交加 心中更是后悔不已 早知会是如此局面 方才就该果断将锁龙镇抛弃 根本不用管玉碗二人安危 只要留得青山在 他公孙斌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可到现在 说什么都晚了 这时 连串破碎声传来 在三人震惊目光中 被古煞冲击的镇臂 这下子终于是支撑不住 陡然间就破成无数碎片 伴随着一声怒吼 古交终于脱困而出 完了 一切都完了 玉碗万念俱灰 一旁的无忧老怪 同样也是满面惨淡之色 眼见一公一母 两条古交河流 局势无可挽回之际 虚空中忽有雷光乍现 继而更是扩张成一雷电漩涡 从中缓缓不出一道黑衣人影 陈下 公孙斌惊诧 几乎是瞬间 他就明白了一切 原来自己三人 自始至终都在此人的算计中 玉碗跟无忧老怪 也很快想到这点 不过 他们心中除了震惊 还有后悔绝望之外 还有浓浓的疑惑 眼下局势败坏至此 此人为何还要现身 换作是三人 绝对是掉头就走 三位道友 这母交由我托住 而公交则是由你们 吕仲诞生说道 在他看来 院寿化的公交充其量 更像是母交的傀儡 以公孙斌三人的实力 联手起来解决此交不难 至于三人是否会逃 留下吕仲当替死鬼 对这点 吕仲心中无半点担心 盖因母交早已吐出古煞 将众人的退路断绝 在此情况下 若公孙斌三人还想活下去 由不得他们不出死力 大战一触即发 公交那边暂且不说 吕仲才一根母交交上手 顿时就倍感压力 原因是此交所喷涂古煞 自带神意 伪实是威能惊人无比 直到他祭出新陈剑 才将母交的优势抵消 数回合之后 吕仲迎风一都 不顾法力是否因此损毁 就将母交所涂古煞 竟收了去 而后 往院寿朝方向一放 煞时间 数以万计的院寿 烟消云散 待解决了寿朝的压力 吕仲继续操控珠宝 对母交疯狂进攻 不给他留半点喘息之机 大有一举将之拿下的架势 啊 呼的 一声惨叫传来 却是无忧老怪躲避不及 叫公交一找 挠破了护体钢器 直接被捅了个透心凉 进气多出气少 口中一出乌黑臭血 三两下就咽了气 其他两人 此刻情况也不大好 玉碗曾被鼓煞喷重 虽然侥幸未死 却也是全身皮肤被毁 至于公孙斌 情况则要稍稍好些 元气虽有剧烈损耗 只要之后多加注意即可 见三人如此 吕仲心中大失所望 本以为 他们能将公交拖住 却没想到 竟如此拉垮 费拉不看 吕仲难得赴匪 操控引雷针 又斩出一剑 这一次 发出惨叫的是母交 被吕仲以秀礼乾坤神通 破去克敌制胜的骨煞之后 局势就开始对他不妙起来 现在经过一番激烈消耗之后 更已是到了强弩之末 不一会功夫 母交就被斩得灵甲飞剑 身上满是身可见骨的剑痕 若此情况持续 必然是母交落败而告终 可这时 公孙斌那边终于坚持不住 先是他被公交破去了护体钢器 然后心神失守的玉碗 被胶尾一抽 惨叫着 就被拍打进骨煞中 此女本就已是风中残竹 还被拍进母交所图的骨煞 这下大概率是凶多吉少 没了三人组的牵制 吕仲这边一下压力暴增 好在 他已将母交解决得差不多 看也未看公孙斌二人结果如何 吕仲提起手中引雷针 鼓动全身法力并着神器 将领宝威能催动到极致 滋拉声不断 下一刻 一道道紫色雷光自零件之上浮现 肆意喷发着 散发出惊人的毁灭气息 大量紫销雷电汇聚 形成一仗许大雷球 随后他轻轻一挥 雷球一闪而逝 轰隆 先是一阵强烈闪光 而后才是轰轰雷响 雷球撞上母交后 轰然炸散开来 并将它彻底覆盖其中 死后 母交不断惨叫 试图喷出骨煞抵御雷电 却全部都做了无用功 全身灵甲在雷电轰击下 开始大片的破碎玻璃 露出下面脆弱的肉身体 转眼之间 它就失去挣扎能力 从半空中跌落 感觉到母交鱼锡尚存 为避免发生意外 吕仲一抬手就催动引雷针 一道剑光自半空中 斩向此交七寸 果断给了它最后一击 片刻后 地面上只留下聚焦尸身 吕仲将古焦原神射出 才将母焦的尸体收起 然后抬起头 它望向咆哮冲来的公焦 直接迎了上去 不一会功夫 公焦就布了母焦后尘 同样的 死焦尸身也被收起 却是吕仲在盘算着 如何用这两具古焦材料 让七色龙旗更进一步 该因此 灵宝到了练须期 已是逐渐跟不上脚步 不过 这些都要等解决完愿兽再说 当即又放出十八道化身 令它们分散行动 而吕仲自己 则是朝空间裂系方向掠去 到了练须期境界 修士虽然还无法掌控空间之力 但如果只是 关闭空间裂缝 却是有不少办法可以做到 这空间裂缝 吕仲此刻眉头紧皱 望着前方沉默不语 只见极远处的天际边 赫然有一条倾斜的巨大黑线 连接天地 杂乱而无序的虚界气息 正如洪水般倾泻出来 也不知是何缘故 大量杂素由虚转时 获得了现实行走的躯体 难怪愿兽无穷无尽 原因是出在此处 望着那裂系 吕仲心中虽有些不解 不过自存实力足够 觉得还是能凭一己之力将之关闭 从根源上解决火汤玉的愿兽之乱 当即唤出引雷针 顿光一闪 出现在高空 打算酝酿一番 但当吕仲催动雷印 将天地元气转化为法力时 忽然一股令元神战立的气息 陡然从那裂系中爆发而出 让他心中一惊 急忙将目光移去 这是 吕仲面色凝重无比 发现从裂系中落下的身影 正是当日自己在虚界时 所遇到的清月琐化之人 此女一出现 清白月灰弥漫 将古明火尽照亮 与此同时 在他离开裂系之后 原本源源不断冲出的愿兽 也在这一刻彻底停止 无数杂速因为获得行走之躯 在闯入现实世界之后 当时就化作无数乱流 三两下消失的无影无踪 巨大的裂系 也在这时缓缓愈合起来 不多时 空间就恢复正常 将这一幕完整目睹 吕仲心神难免激荡波动 心中更是在想 难道它是一切一变的根源 轰隆 一声巨响 从天空中坠下的身影 静止撞击到地面 还因此升起一巨大沉住 同时 有清白月灰扩散而出 将附近百余里笼罩 吕仲用灰雾空间试探 发现但凡月灰笼罩区域 修饰力量都会受到极度压制 不对 雨说是被压制的是 修饰力量 倒不如说是仙道 诸恶 外道 吕仲心中 一瞬间闪过诸多猜测 身形同时在飞退 不管掉下来的是什么 他都没有前去一探的想法 当即转身离开 高空中 漠然有雷球浮现 继而 扩散成一门飞 吕仲从里面飞出 望了眼下方的古名火进入口 在源头被解决 无法获得补充之后 原本数量如海一般的怨兽群 此刻开始稀疏起来 甚至不用他再动手 以后火汤玉的修饰 就能将他们解决 古名火进 怕是不能再进去了 至于我现在 该去找火汤玉修饰 让他们兑现承诺了 吕仲一想到自己马上 就能获得一件仙机之宝 心中就激动难耐 当即就深化顿光 朝火汤玉火汤城掠去 顺西百里 一路飞越辽阔地狱 此时能看到下方 怨兽群仍在为祸肆虐 他们携着沸腾的怨恨 与滔天杀意 疯狂毁灭沿途遇见的一切生灵 以至于偌大地狱 除却一座座仙城仙坊外 其他地方是万里无人烟 怨兽到底是什么来临 吕仲不禁在心中 思考起这一问题 他们来得突然 事前没有半点征兆 好似凭空出现一般 而且成因至今未知 一切都显得相当诡异 一路思考 一路都未得到答案 很快 吕仲飞灵火汤仙城 从高空往下看 此城矗立在熔岩海中央 一座玄武岩巨岛之上 位置可以说是相当之独特 为了隔绝熔岩高温 覆盖千余里的大镇 一直开启 看上去真好似一只 玄武巨兽浮在熔岩海之上 当然 说是王八炮枣 亦未尝不可 急速逼近的顿光 也吸引来了 仙城修士的注意 一个个眼中 皆是羡慕不已 灵环界虽地大物博 少有无灵气的平级之地 但也不是每一位修士 都能够顺利筑机结单 更不用说如此到顿光这般 肆意在高空处急速飞行 这是只有高阶修士 才拥有的飞行权利 在万千目光的注视下 顿光最后雷光一闪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一会 吕仲就出现在火汤店 而得知灵雀山主人前来 火汤玉一众巨头皆被惊动 纷纷登上车架 或是带上浩荡随从 急忙朝火汤店赶去 一时间天空中满是飞车灵兽 甚是热闹 奇了怪在 这帮老爷们是准备赶集吗 有好事之人见了这幕 悄悄跟同伴传音打趣道 你傻吗 明显跟方才那顿光有关 一名红衣女子嘴角一撇 无情嘲笑起那人 唉 不知几时 我才能达到如此境界 旁边 一书生打扮的青年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灵酒 一脸愁容 却不料 也遭了红衣女嘲笑 你也喝傻了是吧 那顿光能 引得各家巨头出动 明显不可能是原因 化神七也不大可能 大概率是一位炼虚大能 炼虚七 我家108代祖坟冒清烟 都不敢想这事 青年听后不服 当即跟女修降嘴起来 始作俑者 却是笑眯眯看起热闹来 火汤店 不同于热闹的外城 此刻真落可闻 面对一位炼虚中期修士 火汤玉各巨头 此刻是大气不敢出 倒不是因为想赖账 而感到恐惧 而是灵雀山主人的实力 伪实令人窒息 这才多少天 竟已将怨兽源头解决 简直出人欲料 五镜散人 这时从人群走出 领着重修向吕众一拱手 齐声道 见过陈前辈 诸位不必如此客气 吕众摆了摆手 而后用雷电凝出一道光幕 陈声道 请看这边 如你们所见 这是古明火镜目前的情况 在陈某关闭须接烈系之后 愿兽朝字根源上得到了解决 但 他画风一转 将月灰笼罩的秘境内部 以光幕展现出来 但这古明火镜 内部仍由神异力量弥漫 具体作用未知 至于何为神异 想必诸位作为一宗之主 亦或者是世家家主 都会知道不少 陈某就不再次解释了 总而言之 我建议将此处化为禁地 殿内众人闻言 皆是一脸震惊 涉及神异 至少要合体期修事 才能应付 对小小的火汤玉而言 无疑亦无法抵御的巨大威胁 等反应过来之后 他们皆是表示纷纷赞同 吕众将这幕看在眼里 却不认为此事就会简单结束 依照修士一贯作死的风格 恐怕少不了人去古明火镜作死 甚至因此闹出什么来 他懒得理会 话题一转 笑道 既然陈某已解决怨寿灾祸 那么诸位是否也该 当然 当然 众宗主跟家主点头如捣算 还是武进散人 他作为火汤玉代表 此刻自信道 前辈且放心关于天宫断锤的义音事宜 晚辈们早已经准备多时 保证无半点疏漏 只要您这边一发话 随时可以开炉锻造 哦 吕众稍感意外 火汤玉修士如此用心 怕是想抱大腿 对此 他倒是不会拒绝 掌握着天宫断锤这一手段 只要将数式血脉培养起来 以后神魄灵宝进阶成仙基的道路 将不再有阻碍 果不其然 接下来武进散人 便开始试探 吕众一边透露想法 给火汤玉修士抱大腿的信心 一边心中也是暗暗在想 东奔西跑这么久 若能在火汤玉安稳下来 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一拍集合之下 双方很快达成异象 吕众将成为火汤玉守护 而火汤玉为此需要履行的义务 除了提供修炼资源 义音的方便 及灵气充沛的灵脉之外 就是每五千年 无偿提供一次天宫断锤 协助守护锻造宝物 当然 以上只是初步一项 具体细节 尤其是双方义务的约定 还需要详谈才能定下 不过 只要双方有意 想来没有谈崩的可能 考虑在第三书记院出事在即 吕众放弃了断宝的打算 只留下一道化身 由他负责跟火汤玉修士商谈 具体事宜便只身回到了灵雀山洞府 时间只剩下百年不到 埋头修行也无法令修为突破 所幸 他炼化起必消灵水来 吕众稍一尝试 果然是功效惊人 笔之轻消水 必消灵水 促进元神蛻变的效果 几乎是翻倍增长 不禁在心中怀疑 若自己将此灵水炼化 元神会增长到何种程度 怕是直抵炼虚中期巅峰 甚至达到炼虚后期 想到这里 吕众不禁苦笑一声 别的修士 都是苦于元神蜕变缓慢 迟迟无法往桶里装水 而我倒是相反 苦于法力积攒缓慢 难以快速 将桶装满 这也是算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一说到修为提升 他就不禁想到 九转玉金丹 玉金 何时才能得到 没有玉金这位主才 九转玉金丹 就没有炼成可能 只能日后抽空 看能否解决这问题 将杂念驱除 吕众不再想此事 转眼一个甲子过去 换作世俗 就是一代人的更替 而对炼虚修士而言 尤其是闭关修炼的状态下 就好似一瞬间的事情 对时间的流逝感知 早已变得淡薄 必消灵水炼化完毕 吕众细细感应 发现真是收益不浅 暂且不提增长的潜力 元神进一步蜕变 法力虽未发生质的变化 总量也可以说是原地踏步 可对实力的提升 依旧是十分显著 就现在 他虽还是炼虚中期 若再对上风潮 这种出身大宗的精英修士 斩杀将是轻而易举 就算遇上炼虚圆满 也有战平的底气 如此喜事 自该庆祝一番 吕众喜滋滋走出近视 转身来到洞府凉亭处 接到命令 灵厨早已将灵石家窑准备好 将偌大石桌摆得满满当当 且无意不是色香味俱全 一顿大吃特吃 心情因此更加畅快 往后日子 吕众恢复日常作息 每日除了炼化天元 让元神继续蜕变外 精力就都放在了法力精进上 只要未达到经脉上线 便整日都在负担修炼 不知不觉中 又是数十年过去 距离第三书妓院出世的日子 越来越近 这一日 有颗灯门 事业盘延 多年不见的他 仿佛变了个人 少了初见时那种青涩 也续起了三缕清虚 气质变得沉稳如山 给人一种相当可靠的感觉 同时心中的狂热 也能很好掩饰起来 修为方面 吕仲感觉他进步极为神速 怕是已接近炼虚圆满 如果再进一步 那就是半步合体 多年不见 叶道友当真叫人刮目相看 吕仲冲他拱手一笑 而后侧身示意 带叶盘延往待客厅走去 拿脸 吕道友的进步 才叫我吃惊 叶盘延微微一笑 拱手回道 二人一番寒暄 很快就步入正题 行至一处荷花池平旁 叶盘延面色凝重道 关于即将出世的第三树积院 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 比预想中的还要大 哦 此话怎讲 吕仲止住脚步 回头问道 多仙 敲钟之后的结果 已经显现 叶盘延将目光移向吕仲 这时不知感应到什么 神色微微一变 真没想到 道友如此快 就已经接触过多仙 想来对他们 已是有了了解 吕仲其实很想说 自己是第一次听到 堕仙这词 可对此回应 却是淡淡点头 只听叶盘延继续说下去 不过堕仙的本质 想来道友还不知道 我已通过赐福 了解这一信息 倒是可以分享一番 所谓堕仙 实质上是成不了仙的 度劫修士 具体原因未知 此番双钟敲响之后 堕仙趁机从仙界折返 其中小部分是灵魂界 飞升修士 而大部分则是来自其他灵界 作为飞升者 他们饱经折磨 却始终成不了仙 故而心中怨恨沸腾 难道 怨寿就是因堕仙而起 吕仲乎有所悟道 对 这就是怨寿起因 而我想说的是 麻烦也将由此而来 等第三书积院出世 必然会惊动这些降临于世的堕仙 产生未知的重大影响 叶盘言说到这里 面色更显凝重 对他而言 复兴道蒙已是一切 可随着堕仙降临 以及他们的逐渐复苏 这一目标显然会受到阻碍 好在 堕仙复苏极其漫长 对这种不知时间为何物 经过飞升天节洗礼的存在而言 只要没有外力干涉 那么复苏过程达到十万年 乃至于百万年都是正常 然为复苏 不代表无法影响外界 这一点 正是叶盘言所担心的 正因为不了仙 堕仙才渴望成仙 可以料想 此番第三书积院出世 由于多了堕仙这一变数 必将是心风血雨一片 不难猜想到 堕仙们必然会抓住 又或者是追求 每一丝成仙的机会 未来不止于第三书积院 甚至会掀起其他动乱 第三书积院的出世 只不过是一次预言 随后 叶盘言细说如今情况 第三书积院之事 如今在灵环界传播极广 虽不至于人尽皆知 但修为只要到了化神 在消息不闭塞的情况下 对此都会有所耳闻 正是因此 居时情况将会十分复杂 吕仲仿佛已经遇见 未来血流成河的场景 考虑到高阶修士 例如合体期甚至是大成期 也会参与到此事中来的 他心中就不禁蒙上了一层雾霾 这边 叶盘言伸手遗照 凝出一份地图 接下来 是我们稍后的计划 第三书积院 由于肩负要塞职责 内部构造非常复杂 但可以分为九层区域 分别是上三层 中三层 及下三层 上三层 属于第三书积院的明显建筑 其中最高处也即是第九层 乃是天阁之所在 而天阁 就是书积院的控制核心 说到此行目的地 叶盘言露出凝重表情 想直接抵达天阁 是一件不可能之事 哪怕是杜杰七修士 也无法做到这点 除却昔日贵不可言的先使 其他人就算是第三书积本人 亦要通过重重关卡 是吗 吕仲此刻眼底微不可查地 闪过一丝古怪 正巧 他好像就是先使 联系起之前 自己叫方一平气灵臣服之事 吕仲不禁怀疑这一次 在他亮出天道斩杀剑之后 是否也会被认为是寻天先使 若此幕真的出现 那事情就有趣了起来 如果有可能 吕仲不介意亲自掌控这第三书积院 可惜 此趟有不少老怪物参与 为谨慎起见 他也只能见机行事 另一边 叶盘言继续道 由于未能获得点域先持 我们此趟唯一能实现目标的路线 是进入下三层 需要抵达第一层的无常域 而后借助里面的无常像 此像乃是一处陷阱 但对持着一退法像的我们而言 则是一条捷径 借助这条捷径 能直接传送至第八层 第八层 布设有紫微珠摩大阵 在那里无论何种修为 实力都将受到极大压制 纵使是持着点域先持 也不例外 想要通过此处 抵达第九层 也即是天阁所在 对此 我其实也无多少办法 只能见机行事 紧接着 他又将各处细节 讲述了一番 乃至书积院的具体出事地点 及准确的出现时间 叶盘言也一并给出了位置 却是在九年后 风源界东江的黑雾玉 准备倒是做得充足 吕仲心中如此想着 同意了叶盘言立刻启程的提议 黑雾玉 本是风源界一步齐岩小玉 在仙道与诸厄的战争中 由于地处偏僻 且灵气贫瘠 加上并无任何资源 故早早就被修仙们放弃 目前已是诸厄血卢的地盘 经过半年跋涉 近乎穿越整个风源界后 二人终于是进到了黑雾玉 此时此刻 吕仲悬浮在高空远眺 此方大地都被黑雾笼罩 黑雾来源于地下 源源不断从土壤中溢出 具体成因至今仍未知晓 蕴含一种肃杀之意 尽管十分微弱 却导致黑雾玉不宜耕种 除却少部分本土植物外 极少有灵植能在此域扎根 无法种植 修饰扎根的基础 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唯一的资源获取来源 尤且仅有狩猎黑雾玉特产零售 收入微薄 只能说是可以勉强糊口 这也是为何当初诸厄来袭 此处先修放弃的如此痛快的原因 在这里 吕仲察觉到不少隐晦气息 料想是受吸引而来的修士 当中既有先修 也有外道修士 细细一数 便已有六人之多 若加上未被他发现的 目前还未到来的 即算上黑雾玉其他地方 只怕参与此次事件的修士 将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我们下去等吧 叶盘岩提议 二人落到地面 而后 各开辟了一处临时洞府 就这样静静等待起来 吕仲在洞府中 也不服担修炼 一直都在静心盘坐 将状态调理至最佳 为接下来的大战做好准备 时间一天天过去 随着修士的不断聚集 黑雾玉一片山雨欲来 到第六年时候 第一位大成修士出现 当日 天上有无尽红云显现 几乎将此玉黑雾驱散 如此显著的特征 让吕仲一眼就认出 到底是哪位大成修士到来 火云子 此人不但是散修 还是目前已知修为最高的一位 据说已经活了八万年之久 但似乎由于某种原因 一直都困在大成初期 迟迟无法突破 此人的出现 吕仲并不觉奇怪 毕竟散修之苦 他也是有过切身体会 若无意外 火云子来此的目的 定是为了寻找突破之法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吕仲此趟甘愿冒险 可并非是为了复兴盗蒙 而是想要从第三书机院的点击中 找到了合适的突破秘法 好增加突破至合体期的成功率 仙鹿处处是险阻 纵使服了清消水 及必消灵水 他也不敢打宝票 自己能突破成功 因此多天几重保险 十分必要 随后 一位为合体修士 开始轮番登场 期间偶有大成出现 白领老人 赤丰子也都一一出现 很快就到第九年 正如叶盘眼所说那般 第三书机院果然在这时出世 原本空荡荡的黑雾欲上空 这时候忽然有金光一闪 继而又迅速消失 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 一座遮天蔽日的巨山就这样凭空出现在众人面前 第三书机院 望着头顶上 这座巨山般的药塞 吕仲心中只觉震撼 若不是盗蒙因大清洗消失 只怕如今在场的修士合力 也无法撼动其分喉 而叶盘眼想夺取此药塞的目的 他也能大概猜到 无外乎 是想以此作为基点 一步步重现盗蒙荣光 吕仲这时后知后觉 脑海中不禁回忆起一股怪之事 那就是掌书力认为 所有的盗蒙修士 除却自己这个例外 都必然死在了那场大清洗中 眼下叶盘眼似乎成了例外 结合黄金树赐福 吕仲猜想叶盘眼身上 定然藏着大秘密 不过 他并未有探究的想法 毕竟秘密 谁都会有 随后二人会合 融入不断升空的盾光流 一同飞向第三树妓院 半月后 一声声哀嚎 响彻狼道 在闪烁的雷光中 一道三丈高的枯兽身影 显现出来 他那花瓣式的诡异头颅 此刻只剩下小半不到 正被两名修士联手攻击 主攻者为一百一中年人 操控一口金色飞剑 飞剑时而战出金光 时而化作巨剑 时而弥漫出重重剑影 枯兽身影 眉眉躲避不及 必会被削去大块血肉 较远处 吕中玉石 引雷针助战 轰隆一声 这只被囚禁极久 力量近乎枯竭的不知名神念 在耗尽所有力量之后 终于是被夜盘炎 一件击溃小腹处核心 化为飞灰消散 幸好有道友协助 不然我独自一人 怕是难以诛杀此聊 夜盘炎将本命零剑召回 松了口气道 道友谦虚了 不过 连着第三层中 关押着这种东西 需要我们二人合力才能解决 真不敢想象 再往下的第二层 第一层 第三书积愿关押着什么 而我们又会遇见什么 吕中对此 不免感到忧心 且放心好了 此处的静置 远比你我想象的坚固 夜盘炎说到这里 望了眼地上的灰烬 道 这只脱困而出的神念 应该只是一个例外 方才我们过来的时候 路上有一辆翻倒的囚车 车上静置 比不得固定静置牢固 或许它就是 从里面脱困而出 希望如此 吕中在心中默想到 就在这时 狼道呼地震动起来 一次比一次剧烈 一次比一次持续更久 哼 没想到外面那些大城 尝试了如此多次 仍不死心放弃 夜盘炎这时冷哼一声 面上浮现出不屑之色 作为道蒙修士 他对第三书记的坚固程度 自然是再清楚不过 此要塞的标准 可是对抗真贤 不过是区区庶民大城联手 此举无异于楼以合力 居然也敢妄图破开禁止 直接进入到第九层的天阁 简直是痴人说梦 这时 夜盘炎确认了一下方位 我们应该没走错 前面应该就是第二层入口 其实不用他说 吕仲也早就知晓了这点 身处于危险之地 自然要时刻注意周围动静 而吕仲一直都有在借助场景回溯 分心观察周围的情况 如夜盘炎所说言 继续沿着脚下这条廊道 再行进百里距离 有一向下阶梯 通往下层 只不过 嗖嗖 当二人抵达入口附近 此处仍有一场大战未结束 一方是修士 既有仙道修士 亦有外道修士 十数名修士 组成临时联盟 正在齐齐向入口方向发起进攻 而防守的一方 则是群犯着血色灵光 身披坚固金甲 造型相当独特 由数部分躯干 组成的半人半交傀儡 傀儡的实力相当不俗 在吕仲看来 饥渴等同于炼须修士 一旁的夜盘炎 这时传音道 构装静勇 这些傀儡出自于第十一书积院之首 据说在制造的时候 曾得到过针仙指点 专为镇守第三书积院的大狱而生 若持有点欲先持 将不被静勇视作目标 可如今 我们也只能 如这群人一般 选择硬闯过去 几个呼吸后 二人也加入了战场 一位裸群女修 此刻见又有帮手到来 不由面露喜色 二位道友 你们只需重点攻击这些傀儡的核心 就是那枚血红色的矩形光团 如此能直接令他们瘫痪 从而失去行动能力 说话间 又有一构装静勇倒下 正是被击破了核心 夜盘炎听得此言 心中暗暗在冷笑 并传音于吕仲 道友莫听他的 构装静勇并没有核心之说 至少放出的诱饵光团不是 想消灭这些静勇 除非将所有模块毁灭 否则他们 纵使被破坏某一部分 依旧可以通过重组 结合其他静勇的模块 恢复行动 好吧 吕仲听他这样一说 就知道有人要倒霉了 果不其然 随着静勇群的不断倒下 忽有急不可耐的修士脱离阵势 一跃而出 冲向了前方阶梯 对他们而言 纵使是关押囚犯的大狱 也处处都是机缘 为了能够抢先一步进入 值得为此多冒些风险 似这般做的修士 为数不少 殊不料 这些人才 冲进前方的阶梯通道 四面八方就有道道光束袭来 却是一尊尊镶嵌嵌在墙上的构装 静勇出手 并精准无比的击中通道中修士 同时 那些被击溃诱饵核心的静勇 也在此刻一一重组 几乎是瞬间 通道中的修士 就被重重包围 完了 方才的女修喃喃道 只听得一阵惨叫 通道那边很快就没了动静 足足七人 丧命于其中 此消彼掌之下 令原本占据优势的修士一方 处境开始不妙起来 吕仲随手打出一记雷枪 将一尊静勇的前腿融毁 正准备观察一番战场之时 就听得耳畔传来一声痛苦喊叫 却是那裸群女修被静勇射出的光柱正面击中 于空中一阵翻滚 最后重重砸落在地板上 此女的遭遇是整个战场的缩影 随着修士一方处于劣势 众人这时开始节节败退 不过在夜盘眼看来 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等下 若众人出现溃败 你我可趁机激发移退法相 届时 法相所犯之黄金光芒 会触发构装静勇的一个暗门 届时 他们的行动将会出现迟滞 尽管持续时间极短 甚至不足一息 却已然足够我们冲过去 阵型崩溃后 场面陷入混乱 一时间 众人各自为战 吕仲这时找准机会 抬手打出一道碎星纸 直接命中静勇提表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此数效果一乎寻常 令傀儡的部分构装瓦解 砰的一声 灯石化作沙尘 这难道是 屡重目中若有所思 趁着静勇失去平衡之际 又是竖道竖法打出 如之前那木奈般 一遇上有神器加持的碎星纸 原本能抵抗灵宝 而不坏的傀儡构装躯体 便会表现得出其脆弱 立刻崩散做一团 毫不怀疑 若他全力施展 必能割草般 解决这些构装静勇 不过 屡重并未如此去做 有这些静勇在 能很好阻挡后来人 能进到第二层的修饰少了 下一层会遇上的麻烦 自然也会少 至于现在 屡重找准机会 如前方的叶盘岩一般 将移退法相寄出 为了保证自身安全 开始往里面灌输天元 煞世间 一片朦胧金光 将他笼罩 凡身形所致之处 所有构装静勇 果真如叶盘岩所说 动作出现略微迟滞 尽管持续时间极短 然对身法如垫的 炼虚妻修饰而言 已然足够 在其他修饰吃惊的目光中 二人飞速穿越 重重傀儡群 目睹此目 个人心情复杂无比 更有人不禁大骂 到二人不顾道义 要独吃第二层的全部好处 哼 希望死在里面才好 有人如此默想着 仿佛应验一般 这时候通道忽然一颤 继而大片气息复苏 随着墙壁成片碎开 大量被埋在墙中的构装静勇 在此刻显露出身形 见事情出现意外 外面的修饰或幸灾乐祸 或拍手较好 而吕仲这边正从海量傀儡群中穿行 忽然接到夜盘岩传音 吕道友 只怕你我寄出一退神像后 触发了这里的守卫机制 这些新出现的静勇中 有部分不受精光影响 还请小心 多谢提醒 吕仲回完这话 望了眼提表纹丝不动的灵照 再看了下在碎星纸下 成片崩碎成沙尘的构装静勇 心中可谓无半点波澜 一直前进 他都是轻松惬意 反观冲在最前的夜盘岩 虽有着修为上的优势 然此刻 却是显向还生 好几次都被傀儡命中 是全靠领保 才能保得一命 若不是现在无暇他顾 只怕他看到行动如漫步的屡重 心中定然郁闷无比 还好 构装静勇的数量 并非无穷无尽 待二人冲出三十里 通道中的傀儡总数 开始锐减 再有十里 所有构装静勇都被甩在身后 夜盘岩到了这时 已是气喘吁吁 他一脸庆幸道 呼 真没想到 第三书积院 竟在通道 设下如此埋伏 幸好有一退法相相助 还有设计之人也放了水 否则这一次 定然是不堪设想 确实 若方才通道中的静勇 全部不受法相影响 后果的确是 吕仲点点头 觉得夜盘岩说的有几分道理 不过 就算是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觉得自己会有危险 毕竟碎星纸 几乎可以说是这种静勇的克星 只要吕仲愿意 大可以如割草般 迅速解决这群构装静勇 随后 二人找了处地方 恢复起实力来 方才一战 夜盘岩的消耗字不用说 在那种显向还生的环境下 可以说是用出了所有实力 是以神卷都已经出现 吕仲的情况 要比夜盘岩好些 无论是法力还是元神 剧都保存在不错的状态 不过一向谨慎的他 见有机会将实力恢复至巅峰 自然也不会随意错过 就这样又是一年时间过去 高阶修饰的耐心 堪比不画完时 二人修整期间 外面的大城仍未有放弃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尝试一二 意图直接攻破大阵 抵达天阁所在的第九层 通道口方向 也频频有动静传来 吕仲通过场景回溯 知晓了外面的修饰越聚越多 甚至步伐有合体期加入其中 但由于构装静勇数量过多 哪怕是集合数十名修士 也迟迟不见他们攻入通道 更别说似他们二人这般 抵达耀塞的第二层 将目光收回 他观察起四周来 根据这段时间所见 耀塞的第二层是一片巨大迷宫 由重重叠叠的阵法 及坚不可摧的牢房所构成 明显是为了困住某些强大存在而设 想要穿越 少了不了一番辛苦 好在有一退法相在 二人不必担心途中迷失方向 只需要注意 在盗蒙时代 就已经被困在这里 到现在仍为死亡的东西即可 思量间 远处有稀疏声传来 很快 一片黑毯沿着地板蔓延而来 仔细一看 会发现 黑毯是由无数重制组成 形如蜘蛛大如犬 每一只街掌有粗壮发达的巨恶 叫人无法怀疑其力量 圣尸老 吕仲仪看青虫群 心中微亚 此虫的来历十分特殊 据说本来是虚界中的生灵 随诸恶现世而来到现世世界 后 吞噬其死亡的形体 从而获得了现世行走的躯窍 圣尸楼的实力可强可弱 完全取决于吞噬的诸恶躯体 究竟残存着多少力量 尤其是神异部分 更能决定此虫的实力 是以强者能灭大成 弱者甚至不如结丹 此时此刻 虫群汇聚成红流 朝这边汹涌袭来 糟了 他们是受移退法相吸引而来 叶盘炎这时意识到什么 望了炎手中的法相 急忙传音提醒吕仲 听闻此言 吕仲忽然明白了法相的来历 待二人将法相收好 并驱散残留气息 原本气势汹汹 想要吞没一切的圣尸楼虫群 此刻像是失去目标一般 开始如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转 在不见之前的半点凶利 只不过 二人的危机并未因此解除 失去目标的圣尸楼 固然大部分退回了迷宫深处 但仍有一小部分的圣尸楼 改变目标盯上了吕仲 跟叶盘炎二人 并立刻调转方向袭来 一交上手 吕仲便感觉到不对 圣尸楼的实力 不过结单层次 可那巨恶却能无物不减 无论是雷光 还是剑气 在圣尸楼面前 都是寝刻间破碎的结果 不过 他同时也发现 此虫受限实力 本体脆弱异常 吕仲很快想到了解决之法 催动雷印 而后剑指向前一点 继而 无数雷电自虚空凝现 直接将百余帐宽通道覆盖 凡是身处 其中的圣尸楼 皆在瞬间化为飞灰 无意侥幸生还者 另一边的叶盘炎 也是察觉了 到了圣尸楼的弱点 只不过 他选择的是法术 念念有此声中 有金色星辰高悬于空 将周围染成金黄一片 同时散发出惊人的灵气波动 带璀璨的光滑一闪 漫天光流清晰而下 此数效果 仅次于屡中的雷爪 不一会功夫 所有虫群就被清除干净 望着散落一地的飞灰 叶盘炎的脸色变得不大好看 叹息道 连迷宫外围处 都有如此数量的圣尸楼折服 按照我对这大狱的了解 以及第三书积怨所囚禁的诸恶数量 只怕里面还有更厉害的圣尸兽 与暗中潜伏 所谓圣尸兽 是类似如圣尸楼这般 吞噬过诸恶躯体的怪物 随后二人继续前进 正如叶盘炎所料 接下来的路上 果然频频遇袭 在此过程中 叶盘炎不幸受窗 在解决一只强大的圣尸兽时 一条手臂险些被绞碎 就这还是屡众见识不妙 及时伸出援手 否则结果将会更糟 一路磕磕绊绊 二人虽一直走在正确路线上 奈何途中都是走走停停 时不时就要停下休整 又或者是解决 拦路的圣尸兽 是以数月时间过去 仍未走过迷宫一半 动 地板再次震动 紧接着 频率一次高过一次 叶盘炎察觉到这一点 本就阴逸的脸色 变得更加阴沉 面有不甘之色道 时间过去如此之久 外面的老怪物仍未放弃 闹出的动静却越来越大 只怕真是叫他们 找到了解决之法 又或者是如我之前猜想般 舵仙们已经插手进来 前者还好 若是后面那种可能 说话间 地板再次狠狠一抖动 这一次意向更加明显 就连迷宫中的禁止 都发生了明暗变化 不行 我们需要加快脚步 说这话时 叶盘炎看了眼掌心处赐福 仿佛是下定了什么决定 而后转身对着吕仲说道 本来韬光养晦 折服于暗中成长 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如今 第三树机院即将被夺 为了复兴盗蒙的大忌 此要塞 绝不能落于外人之手 所以 吕仲问道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那就是 换来此处的镇守仙灵 有黄金树赐福在 只要他愿意承认 我立刻就能指掌此处 说到这里 叶盘炎画风一转 面色分外凝重 只是这样 我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吕仲明白他的意思 一旦叶盘炎的身份暴露 他所高举的复兴盗蒙大旗 也必将为人所知晓 相当于是从暗处 走到了明面的台上 呼得 叶盘炎这时轻松一笑 说实话 我早料到 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幸好的事 吕道友你不必如此 说吧 他就将掌心印记举起 伴随着黄金光芒的一散 能看到有黄金树幻影 一闪而逝 紧接着 光芒扩散成一金色空间 将周围的一切隔绝 一道背对二人的身影 也在这时 进入吕仲跟叶盘炎的世界 却是一带着斗笠的黑猫 他先是伸了身懒腰 然后才露出人形化的慵懒表情 用一对闭童 打量起面前之人 对吕仲 他直接忽视 斗笠猫的目光 落在叶盘炎身上 露出玩味表情 微微一笑后道 黄金树赐福 想不到在如今这个时代 竟还有人能获得如此殊荣 若那些老东西还活着 只怕眼珠子会掉的一地都是 可惜啊 道蒙早已不复存在 所以 黄金树的赐福者 你有何求于本尊 叶盘炎文言 急忙将请求道出 殊不料 斗笠猫一听这话 顿时摆出一副高姿态 冷笑道 我还倒是什么事 原来是这个要求 换作是其他人 本尊自然是一口回绝 不过念在你是赐福者 倒也不是不行 但你必须答应我的条件 随即 镇守仙灵一口气 导出十余项条件 这些条件极其苛刻 且不论叶盘炎是否会接受 至少一旁的吕仲听了 是皱眉不已 在他看来 无异于卖生气一般 若未来盗蒙复兴 真不知道 到底谁才是盗蒙主人 到了这里 吕仲看不下去了 当即就准备表露身份 不过在此之前 却还是要实验一番 推演未来 这一次 吕仲不惜用了九夕时间 确定自己在这处金色空间 亮出斩杀剑 纵使黄金树种力量并未消耗 也不会引来什么关注 甚至乎 他仅仅需要催动气息 就能令镇守仙灵沉浮 回到现实事件 吕仲如推演中那般 暗地里跟仙灵沟通起来 什么 你你你 不可能 斗笠猫心中吃惊无比 险些跳起来 可经过数番确认 他都确定自己面前所站之人 的确是持着天道斩杀剑的寻天仙石 最终不得接受了这一事实 回想起方才 自己对仙石的无视 以及对叶盘炎提出的要求 斗笠猫忽然冷汗直冒 眼前这位若愿意 仅仅需要一句话 哪怕他身为此要塞的镇守仙灵 也能将直接抹杀 不需要实现任何条件 一想到这里 他勉强挤出笑容 老 老奴该死 还请仙石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老奴一马 听到这番求饶话语 吕仲不禁感慨 仙灵的前居后宫 姿态竟能从最初的自称本尊 一下子变为老奴 着实是叫他大开眼界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冷笑一声 哼 若我所料未错 您应本是诸饿吧 大人明察秋毫 竟能一眼看出老奴的来历 您说得对 老奴的确曾是外道诸饿 不过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后经承蒙先到点画 老奴有了如今成就 成了这要塞的镇守仙灵 斗笠猫一脸谄媚道 还真是 吕仲心中默想到 紧接着 他开始思考起 如何处置此仙灵 以及是否要掌控这一座要塞 第三书积愿虽好 可若选择接手 则必成众矢之地 眼下正是舵仙将士时候 难保不会因此 引来什么麻烦 脑海灵光一闪 吕仲忽然想到 一个好办法 正好如你所愿 叶盘炎不是要复兴道蒙 却苦于无法掌控第三书积愿吗 那干脆救助他一臂之力 吕仲想得十分清楚 日后若真叫叶盘炎 成功将道蒙复兴 积累起了庞大的资源 自己亦可以借力一二 再者 眼下 自身由于实力不济 常常被人当棋子所使 过程中虽好处多多 却难免有身不由己的郁闷感 而投资叶盘炎 或许能改变这点 有朝一日 翻身做起手 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吕仲想到这里 心中做出了决定 紧接着 他以寻天仙使的身份 要求镇守仙灵 从今日起 辅佐叶盘炎 以求实现道蒙的复兴 辅佐 嘿嘿 老奴最喜欢的 就是辅佐了 仙灵文言 一脸谄媚道 结束此事之后 吕仲回想起 自己最初的目的 问道 既是镇守仙灵 想来这第三树积苑的详细情况 你应该十分清楚 大人想知道什么 老奴必知无不言 言无不见 我想知道 听仙灵这般说 吕仲将心中准备好的问题 一一问出 首先 自然是道蒙覆灭的真实原因 之前从掌书利口中 得知道蒙是因大清洗而亡 可为何要大清洗 这一点掌书利并不知晓 这个嘛 镇守仙灵面露难色 思索一番后 大人 老奴的相关记忆都被抹出 恕不能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不过 第三百二十三代书记 对此留下过相关点击 或许大能您能从当中 知晓些什么 说着 他宁出一道金光 双手奉上 嗯 拿来看看 吕仲将金光射过 从中读取到海量信息 却是一部日志 从最后的日期来看 时间不晚不早 恰好是道蒙一夜覆灭的三万年前 继续往前翻 可以看到第三书记院的日常 几乎都围绕着实验来运行 从中可见 道蒙昔日的强大实力 捕捉纯素 猪鳄 乃至各种强大存在 通常数以实际 在道蒙这部日志上面 它们简直成了猪羊一般的存在 以此展开一次次实验 或设计的活体 或是为了实验秘法 且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目的 净化 吕仲心中疑惑 道蒙修士 这是想要净化什么 接着往下看 往后都是类似日志 道蒙得益于强大的实力 在净化这一目的上 很快就有了成功 并以此为基础 展开了一系列的实验 从找到方向 再到逐渐步入正轨 乃至于接近成功 然后 进度就一直卡在此处 在此之后 道蒙猛然加大了力量投入 人手翻倍 实验也更加频繁 巅峰时 甚至每日都有一尊纯素 亦或者是猪鳄被用作实验 可实验 依旧迟迟未能成功 翻到其中一页 吕仲忽然有了发现 只见日志中某段 夹杂了一人随意留下的话语 此人先是抱怨了任务的繁重 而后怀念了一番家乡的美食 才在上面留言道 净化注定失败 接下来的仙迹之日 是我等的荣生之时 可惜啊可惜 如果真这样去了仙剑 荣归树根之下 就喝不到故乡的怀孕酒了 一时间 还真是难以取舍 后面 又是一大段废话 吕仲看到这里 心中愈发迷糊 掌书丽眼中的大清洗 世人眼中的道蒙一夜覆灭 可为何 到了这书记院修士口中 却成了荣生之时 荣归树根之下 难道说 真的是到了仙剑 吕仲一时不好评判 这到底是好是坏 毕竟据他猜测 黄金树作为天道的象征 其中必然有巨大含义 说不定天道 刚想到这里 吕仲背后一寒 心中生出一丝不妙预感 再想下去 怕不是要遭雷劈 他急忙将念头掐灭 不管如何 至少盗蒙覆灭的原因 算是找到了 狠狠满足了好奇心的同时 吕仲心中也生出更多的疑问 那就是道蒙 书记院修士 掌疏力三方 为何会对荣生之事 采取不同的反应态度 一方研究进化 明显是想要借此对抗 以规避所谓的荣生 另一方 言语中对此充满了向往 还有一方 也急是掌疏力 他口中对此 却是称之为大清洗 好吗 疑问越来越多了 吕仲疏力了一遍 就将之锁到了记忆深处 他又望向镇守仙灵 这一次 试了自身修为突破 若无意外的话 第三书记院 必将存着不少点击 其中 或许就有关于修为的部分 一番文训下 仙灵果然知晓其中部分 不过 并不多 盖因储藏点击之事 素来不是第三书记院的本质 这该是第二书记院的本质 好在目前已有的部分 包含了合体期及往下境界 将之备份后 留待之后翻阅 而后吕仲回到现实 方才 他跟仙灵的交流 看似耗时不短 实则 只是现实的一瞬而已 一段时间后 迷宫中 忽有金光一闪 成功了 我成功了 叶盘炎神色振奋 激动得难以言喻 在完成跟仙灵的约定后 他成功掌握了第三书记院 同时也忠于知晓 脚下是名为悬仓的要塞 悬仓要塞 你将是盗蒙的复兴之机 恭喜道友 成功踏出复兴盗蒙的第一步 吕仲此言发自心底 旋即露出笑容 掌握悬仓要塞之后 接下来 盗友该怎么应对 在他说话的时候 地板再一次传来震动 很明显 外面的恶客仍未罢休 叶盘炎闻炎 看着蹲在肩上的镇守仙灵 得到后者愿意全力配合的回应后 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轻笑着说出自己的计划 此作要塞 固然在由我掌控时 未能无法发挥出万分之一 却也不是区区大成能比及的 且看好了 他话音刚落 身前就多出一道光幕 无数信息飞掠而过 与此同时 第三书记院外 受到数位大成的牵引 无数天地元气汇聚于此 诸般天象分成 一一在此处显露锋芒 外界早已是蔑视般景象 在一道道绝强攻击下 笼罩在天阁外层的一球形护照 此刻已是泛起波纹 一副摇摇欲坠模样 可就在这时 原本毫无动静的第三书记院 忽然泛起了金光 紧接着 一株金术虚影乍现 不只是第一层的天阁 就连整座要塞都被虚影包围 继而 一具大护照出现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简直令人始料未及 叫正在出手围攻 试图入主天阁的白领老人 赤丰子 火云子等大成 剧都是露出金色 坏了 有人抢先一步 抢先一步 今时今日 这世上还有 谁能做到这一点 哪怕是曾经的第三书记轻制 也照样得按流程来 白领老人吕虚 对此是半信半疑 在场的黑渊神君 此刻目露沉思之色 他这时不知想到了什么 网药塞的第二层方向 深深望了眼 后收回目光 将视线一向众人 面色变得凝重 沉声道 方才 有一股气息一闪而逝 我想诸位都明白 那是什么 黄金术赐服白领老人 南南道 其他人一听到这词 面色都是微微一变 将第三书记院一组 跟重现于世的黄金术赐服联系 在场大成 不难猜出发生了什么 曾经的道蒙 堪称无敌于世 是压在众修头上的巍峨巨山 自个人筑击入道开始 纵使后来达到大成期修为 处境也仍未有改变 机威之下 早已是留下了深深烙印 赐服的出现 代表道蒙于尽未熄 未来或可然成为燎原之火 这一幕无人愿意见到 曾经的道蒙时代 或许会有人无比怀念其荣光 怀念仙道的一只独秀 然有一点几乎可以说是共识 那就是无人愿意让它回来 极有默契地 几人纷纷动作起来 或是取出一方小印 或是吐出一团清水 又或者 粘出一张黑服 这些物品看似普通 然却都是舵仙赐予之物 内运无上威能 此刻众人寄出 之前积蓄在心中的一律顿霄 皆是暗叹堕仙的妙算 让老夫先来 白灵老人手持小印 虚空中向前三步 并口中念念有词 据灵印 承蒙掌握立之法则的上仙所赐 能换来无穷巨力之手 碾压这灵界要塞 我想是轻而易举 而后 就将小印往前一致 也不见有多大动静 就只是药木的光滑一闪 刹那间 以小印跟药塞护照 接触点为中心 上空忽现出一毛草巨手 看不出来力 朝着下方的药塞 就是狠狠一按 然结果 出乎所有人预料 所谓的立之法则 在悬仓药塞兼顾的防御前 堪称可笑 这时 赤疯子站了出来 对白灵老人的失败 他予以了毫不留情的讽刺 之后才悠悠说道 大道三千 立之一道 乃是属于下三千层次 而道蒙锁住要塞 怎么看也不是泥巴乎的 道友失败 是理所当然 说着 他将翻出一银针 向众人展示 此为破障针 为我赤炎山先祖上先所赐 虽未练入什么深奥法则 但也是在深刻正道理解之下 方才练出的破阵之宝 诸位 且看好了 赤疯子满脸自信 将破障针祭出 可结果 依旧如之前一般 哼 也不过如此 白灵老人冷哼一声 不过稍稍发泄之后 并未继续在这上面浪费口水 而是如其他人一般 面色凝重地 看向那毫发无损的悬仓要塞 若上先们所料未错 那么他们所赐予的宝物 此刻早该将要塞护照破开 可现在 结果却是完全相反 任谁都能看出来 事情有些不对劲 不若 再试多几次 白灵老人免虚 向其他人提议 不出意外地 遭到黑冤神君等人的拒绝 笑话 上先赐宝 何等珍贵 哪怕是遇见度劫期 也能借此顺利逃得一劫 如今 要塞发生未知变化 不管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入主天阁 都是势不可为 见不到半思的成功希望 怎可能有人 将赐宝浪费在此处 正当众大成 对此不知该如何是好之计 忽然间 天地间有金光荡漾 继而凝成一只只长枪 嗖嗖嗖 金光所凝长枪极其风锐 并以极不可思议的速度 划破长空 朝着它们袭来 且无论众大成如何闪避 皆是如长了眼一般 在后面紧追不舍 距离 一点点拉近 最先遭殃的 是修为最低的火云子 众人虽同是大成七境界 可实力相互间也有不小差距 当中就属火云子 进阶最晚 连一万年时间也未到 只见得空中 接连有金色光球炸开 火云子惨叫一声 神色惶恐地闪身而出 它看似完好 气息未有半点衰弱 实则就这么一轮 已是将自己保命底牌用掉 得益于这一果断行为 才能从那轮长枪中幸存 金雾灵枪 黑渊神君难难 目中有忌惮之色闪过 传言此枪有颠倒因果之能 此话虽然不可信 但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可就是这般伟丽 也不过是要塞防御体系中 为清除杂鱼而射的小手段 想到这里 它果断向后飞退 放弃了入主悬仓要塞的念头 其他人见状 也是知道是不可为 纷纷效仿 不一会 众人就离开要塞范围 天阁 一处玉砖扑就的大殿 此刻无数光幕展开 叶盘岩正盘坐于其中 满脸兴奋 方才那一波金雾灵枪 就是他的手笔 虽然并未将目标当场抹杀 但也证明了 悬仓要塞的实力 的确是远非大成七可比 估计连杜杰七修士 也难以撼动 一旁目睹的吕仲不禁在想 或许苍玄要塞 真如点击记载那般 是为了应对针线而设 不过 他很快就想到了舵仙 舵仙虽不是仙 但却掌控着比杜杰七更强 远超诸恶的恐怖实力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 他们就是仙 面对舵仙 悬仓要塞是否能成功抵挡 仍是个未知数 好在 要面对这一处境的 并不是我 吕仲心中一笑 低头看向自己掌心 只见上面 赫然躺着一块美玉 纯净无瑕 内里有璀璨液体流动 而这些液体 正是他一直苦苦寻找 却迟迟无法得到之物 玉晶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没想到竟能在此处得到 如今得了这玉晶 九转玉晶丹的炼制 终于是可以提上日程了 他准备结束此行 就找个安全之处闭关 不达炼虚后期 试不出关 时光飞逝 转眼又是数年 临时洞府中 吕仲盘坐在蒲团上 刚刚完成对点击的整理 在他看来 此趟悬仓要塞之行 最大的收获 不是知晓了盗蒙隐秘 也不是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的玉晶 更不是成了事实上的要塞之主 而是到手的点击 相较于太阴宗的太阴仙经 第三书妓院的所藏 关于修炼部分 虽只有合体期 及往前部分 但却是要比前者详细太多 几乎可以说是手把手的 指点你如何修炼 乃至于突破至下境界 故虽无具体法门 吕仲依旧将之凤为至宝 得益于此 他对未来如何修炼至 炼虚期圆满 乃至于之后怎样成就合体 以及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有了清晰且明确的认识 未来仔细研读 定然大有收获 不过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将九转玉金丹炼制出来 说实话 吕仲已受够了自己这种 纵使每日做足功课 修为提升 仍需得百余年 才能看到一丝精进的状态 哪怕这种情况 在炼虚期相当普遍 事不宜迟 他转身就进了单房 如此就是一个甲子过去 九转玉金丹的炼制 正如叶盘炎之前所言 虽需单炼九转 方才可以承担 然过程中 除了消耗心神之外 无论是火候的掌控 还是手法的要求 要求几乎都低到了极点 算是六阶丹药中垫底的存在 在解决原料难点之后 吕仲第一次开炉 就将之炼成 丹成九转 炼制好的九转玉金丹 如若美玉 表面有着极其明显的九道纹路 似云纹 又似树木之年轮 扶之 果然效果非凡 吕仲久违地感受到 何谓修为突飞猛进状态 在扶担情况下 他的法力 精进速度大大提升 几乎是之前状态的数番 若照此速度持续 只怕再要不了千年 便能达到炼虚中期完满 之后就可以尝试 突破至炼虚后期 依照事前计划 吕仲果断开始了闭关 日子开始一天天地过去 他不问世事 一心沉浸于修炼 这一日 吕仲从修炼中退出 神情略有些郁闷 他本以为 自己能一直闭关修炼 就这样一直负担炼丹 精进提升法力 直至突破炼虚后期 却不曾想 结束来了 正如典籍所载 纵使到了炼虚期 亦不得逍遥长生啊 吕仲走出境势 目光穿过法阵 望着头顶 一壁如洗的晴空 无奈道 到了炼虚期修为 依旧要跟化神期一样 每三千年度劫一次 劫难的形势 并不仅仅是雷灾 也可是其他二灾 例如风灾 又或者是火灾 三者相互比较 雷灾反倒是最简单的 吕仲巴不得如此 可惜 此次遇上的是火灾 此火非彼火 乃是阴火 自涌全处烧起 直透泥丸 炼化修饰原神 使之不受病害而虚弱 实力因此大降 好在新得了道蒙典籍 是以吕仲对此并不慌乱 更清楚如何度过此劫 在此灾来临之前 他便已经完成了原神蜕变 可堪比炼虚后期修饰 是以有所屏障 完全可以直接硬扛过去 然问题由此而来 在虚弱状态下的他 固然无需担忧灾节 可实力却仅相当于化神初期 尽管之后会逐渐恢复 显然不适合继续在荒野中闭关 很快 吕仲心中就有了想法 正所谓小隐隐于也 大隐隐于世 与其窝在荒野 倒不如找一处仙城隐居 而他现在恰恰有一个好选择 那便是去往风源仙城 受历史遗留原因影响 此城并不在土皇宫管辖之下 没了条条框框的限制 风源仙城更显自由 久而久之 风源仙城就成了散修们的聚集之地 不乏有合体期 修饰出没 固然鱼龙混杂 却也是一个极好的藏身之处 半年之后 一路游览大好山河 好好放松了一番心情的旅重 终于是进入到风源仙城地界 在此仙城范围内 随处可见大小农庄 即处于阵法笼罩下的灵药园 围绕着一座座方式 形成了卫星城 这些卫星城明显各单其职 或是续养灵兽 或是种植灵药 或是铺设工房 为的是向风源仙城提供基础资源 毕竟风源仙城常驻修饰数以千万 如果无法供应足够资源 那么是万万维持不住的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吕仲早早就在万里外落地 而后经过一番打听之后 乘坐上了前往风源仙城的客运非洲 此时此刻 非洲上的乘客半数是本地修饰 还有半数则是如他一般 来自于风源界他处 慕名而来的修饰 忽然间 前方传来一阵喧闹声 惊呼声 吕仲循着声音望去 只见前方五彩霞光笼罩下 赫然有一座聚秋般的仙城 一圈又一圈的淡金色城墙 围绕着中心处的浮空飓风 一层层拔地而起 在将城区分成数个区域的同时 也似乎兼具着不同的防御任务 可以看到 城墙上满是闪烁的符纹 及各种静置痕迹 在前方复杂的空域 有不少悬浮在空中的楼阁 它们似是起到红绿灯的作用 有修饰穿梭期间 不断改变法术灵光 即一片片长短不一的字幕 借此指挥进出城的非洲 售车及修饰各行其道 防止出现拥堵 地面上更是有无数车队汇聚 熙熙攘攘 繁华鼎盛 这就是灵界的顶级仙城 吕仲望着前方仙城 心中也不禁感到了震撼 随着非洲穿越仙城的灵气 隔绝大阵 仿若到了另一个世界般 灵气浓度可与五阶灵脉媲美 毫无疑问 此城深处的灵气 必然更加浓郁 更让他惊讶的是此处的镇守大阵 此阵给吕仲以熟悉之感 似乎跟北洋书记院的轻微天静 乃是同一路数 他忽然有些明白 风源仙城为何不属于土皇宫管辖 估计不是不祥 而是不能 风源仙城由此进断大阵守护 哪怕是渡劫期修饰前来 也都是无可奈何 纵使诸厄亲至 也要合力一番 才有攻破可能 怕不是 盗蒙的遗产 吕仲心中暗想到 当非洲稳稳停在空港后 船上的客人纷纷走了下来 前方是一处关口 还有身着战甲的巡逻城卫 每一位聚都是助击期的修为 有一名结单期队长统帅着 按照关口前的告示所述 凡是进入风源仙城的修饰 皆要提前在此关口登记 然后就能得到一块身份牌 凭此身份牌 就可在仙城中自由活动 吕仲卫跟着人群排队 而是来到了旁边一小店中 不知前辈您如何称呼 里面一员英女修 感应到来人深不可测的气息 面上很自然地露出了笑容 听闻此言 吕仲胡乱抱了个上去 陈下 原来是陈下 陈前辈 女修笑容满面 很快就将一英手续办好 她递出一精致玉牌 恭敬地说道 前辈 这是您的身份牌 请收好 吕仲射到手中 打亮了一眼 发现并无奇特之处 获得身份牌 她顺利进入了仙城 望着街道上 熙熙攘攘的人流 吕仲开始回忆 风源仙城的相关信息 来源多种多样 按照已知的信息 风源仙城由风源会管辖 此会并非由散修组成 本质上是风源界各大势力相互妥协之下 经推举组成的执政团体 目前风源会会长 由土皇宫林印上人担任 副会长则是一名传奇散修 修为已知大成初期的天福子 正副会长之下 是十八人会 十八名长老巨士合体期 他们肩负着先程运转的方方面面 或是统帅偌大的执法队伍 打击步伐之势 兼具震慑群修以收取税赋 或是统筹全局规划资源生产 城池营建 又或者是长袖善武 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在十八人会之下 则是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 一层层分工 一层层各司其职 构筑出了稳定的先程秩序 吕仲并不准备参与其中 随后一转身 他来到街边一宅务处 四这样的地方 据说在先程中有近千处之多 负责大大小小十数万座洞府租赁经营 很显然 这是一笔急赚钱的生意 正是因此 宅务租赁由十八人会所支辖 这样做有好也有坏 不过这些都不吕仲该关心的 他考虑自身需求之后 精挑细选了一处新宜洞府 静花湖 水云逐境 缴纳百年费用 吕仲乘着非洲来到丰园仙城西侧 这里附近千里都是洞府区 无论洞府是大是小 皆是建在仙城林脉的一条支脉上 林气浓度正好为五阶 不同位置的林气差异极小 适合化身七修市在此居住 吕仲所选的水云逐境 则是一片靠近湖边的林地 地方不算大 也就方圆十余里 建筑面积不算大 但起居室 待客店 单房竟是 一应俱全 此外 洞府还开辟有十亩林田 可以种些零米 零值满足日常需求 屡重来回转了一圈 大体上还算满意 唯独对洞府所布设的阵法 名为水波云风阵的大路货 稍稍有些看不下去 不过解决起来也简单 之后自己重新布一做就是 规划了一番 他便放出化身 改造起细节出来 如此忙活了数日 方才满意地停手 同时 屡重也没忘了放出风声 好叫人知道 这里新晋搬来了一炼丹师 日子一天天过去 屡重在化解灾结的同时 也没停下修为精进的脚步 靠着炼丹师的人设 及刻意经营起来的好名声 他买卖灵物方便了许多 之前积压在山河洞天里的丹药 好似水一般流出去 换成灵财又流了回来 在此过程中 灵环界的局势也风云变幻整 最引人关注的自然是道蒙的再现 自从叶盘炎身份暴露之后 先修跟诸恶双方就一直联手展开打击 唯恐这位黄金术的赐福者 真的将覆灭的道蒙重新复兴 然凭借玄仓要塞 叶盘炎一次次挫败了对手 甚至乎 借此积累起偌大名声 还招揽了一批心向道蒙的修士 当然 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是真心相像 是一个十分值得商榷的话题 无论如何 这一连串的大事件 都正式宣告了道蒙的复归 同时 吕仲还借助化身发现 舵仙果然已经展开了活动 不少曾出过非生修士的家族 又或是传承及久远的大宗门 近来都是动作频频 很明显是在谋划着什么 只是外人一时难以知晓其目的 就连天元仙城 也受到了不小影响 据吕仲所知 十八人会中的近半数长老 都传出过 跟这些非生势力的接触消息 对此 他曾尝试派出化身试探 以及抵近现场场景回溯 目的自然是为了异动的真相 结果一无所获 很显然 是舵仙出手了 虽是成不了仙的仙人 但他们 似乎能阻挡挥晤空间的力量 那些非生势力的修士 靠着一件件上仙赐予的宝物 误打误撞下 阻止了吕仲的意图 这是他第一次 在挥晤空间上试别 类似的情况 只怕在日后 会更加频繁地出现 吕仲对此 虽早有心理准备 可等到这一幕真的发生 心中难免还是有些许失落 毕竟 他之所以能从一下界散修崛起 自身的努力固然不可忽视 但最重要的 还是有挥晤空间 并借此 获得了旁人所不具有的优势 见试探失败 他果断选择了放弃 就这样 时间一点点流逝 转眼间 时光飞逝 吕仲很快就在风源仙城 呆足了百年 对恋须修士而言 这短短的时间跨度 跟一个月过去并无区别 这一日 忽有客来访 在侍女带路下 一男一女两名修士 被引了进来 男修 乃是化神初期修为 长得风神如玉 身着一身脏青色法衣 另一位女修却生得五大三粗 容貌只能说勉勉强强过得去 但修为已达化神后期 看其气息的平稳程度 极可能已经到了突破边缘 这样的两人在一起 未免叫人怀疑男修是否身体存样 此时那二人见到吕仲 都是一笑 陈道友好 在下观众书 这位是林道友 实不相瞒 我二人都是在通掌老手底下的客亲 进来那边单试人手紧缺 不知道有可有意 这个嘛 吕仲面带笑意 心中却在暗想 那通掌老的来历 想了好一阵 才记其所谓的通掌老 实际上是跟自己一般修为 同处于炼虚中期的修士 此人加入了风圆会 似乎还是个实权人物 目前主要负责炼制中低阶丹药 之所以拉拢炼丹师 大概跟其所长直私有关 若是一般化神 哪怕掌握着一门炼丹手艺 也难免会为修行资源发愁 听到是通掌老在招募 大概率会当场答应 毕竟以此人在风圆会的地位 想要获取旁人难以得到紧俏资源 那可真是不要太轻松 不过 吕仲对此 却是一点兴趣也无 见惯了风雨 他现在没兴趣四处掺火 只想安安静静修炼 于是乎 他婉言拒绝了邀请 观林二人听到后 心中对此稍稍有些意外 按照他们来时的猜想 这位承担师就算不当场答应 也该是慎重考虑一番 那似现在 连条件也无兴趣一听 一时间 二人脑海中浮现出诸多猜测 怀疑是被人抢先了一步 不过 招揽尽管以失败告终 他们依旧还是笑脸盈盈 一番闲谈之后 方才起身告辞 将人送走 吕仲站在庭院中 望着漆黑的夜色 想了想 此事背后 或许有什么异常 按照正常情况 像他这种心境道来 跟脚尚且分辨不出是否清白 还未彻底取得信任的修饰 极少可能会被视力看中并招揽 发生这种事 要么真是如方才二人所言 通掌老手底下单师紧缺 要么就是风圆会中有事发生 念及至此 吕仲抬手放出十余位化身 让他们尝试着收集情报 能有所发现自然是最好 没发现对他而言也不算损失 时间一晃过去一个甲子 定居如此之久 吕仲也算是在风圆先呈生了根 不但跟周围邻居混得脸熟 还靠着辆大至优的精品丹药 积累了不少名声 单师的人设 算是顺利立了起来 完成初步的积累 吕仲就将后续丹药的生产 以及出售胶语化身处理 接下来他将自己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修为提升上面 至于重断今世中之事 决定还是暂且再拖上一拖 眼下的他正在杜劫的紧要关头 实在不好引发什么大动静 万一要是运气不太好 那一番心血就要拱手让人 自己还落不到半点好 很快 吕仲就开始闭关 事实证明 花大力气拍下九转玉金丹 无比正确 得益于此丹 令他的修为增长速度 足视同阶修士的数倍 静视中灵气阴晕 吕仲依旧盘坐在蒲团上 双目微微闭上 体表闪烁的灵光 在这时乎的平息 却是又炼化了一枚九转玉金丹 稍微感应了一番 法力较先前又有不少精进 照此进度 只怕突破之炼虚后期的时间 要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他想到这里 决定先将八云破账单练出 以备不时之需 说做就做 一个闪身之后 吕仲来到了单房 考虑到八云中获取不易 不能随随便便浪费 是以他并未直接开炉练单 而是按照流程 先预热了单炉 又随意练了几炉单要练手 待做完准备工作 才正式开始破账单的练制 在此过程中 元神提前完成蜕变的好处 这时显现了出来 按照吕仲原先的估计 此趟炼制的第一炉八云破账单 承担率往高了算 也只有两成 若是一个发挥不好 又或者是炼单难度超出预计 及其他意外因素的影响 承担率跌到一成半 乃至一成 都是极有可能之事 可怎料 结果大大出人预料 单要出炉 足足有六枚之多 吕仲望着掌心处的八云破账单 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 如此多的破账单 他一人显然不可能服完 放在储物界中 吃灰太浪费 之后大抵还是要流出到外面 通过拍卖的形式 寻找有缘人 不过 这些都是后话 吕仲将单要收入玉瓶 又贴上封印符 打上静置 就将之收了起来 刚做完 化身那边就传来消息 正如之前他的猜想 风元会内部 的确是有事发生 事情可大可小 王晓了说 不过是十八人会下 两个普通长老的积怨 毕竟起因 只是一批单要订单 由于二人 所代表的势力不同 导致了这一场矛盾冲突 以此为导火索 二人展开了竞争 为击败竞争对手 双方不约而同 采取了招揽单师 提升话语权的方式 殊不料 这进一步加剧了冲突 根据最新的消息 此事经过一番发酵 影响一日大过一日 隐隐间已经发展成 风元会两大派系暗中对峙 两大派系 分别由宗门 及散修 分别扶持着 事已 风元会的这两大派系 也被称为宗门派 跟散修派 分别代表着各自背后的利益群体 充当他们的出声话筒 只不过 由于双方的保持克制 事态还不至于一发不可收拾 对此 吕仲权当作是看戏 这种事情 再风元会 早不止一次 两次地发生过 每一次的结果都会证明 只要没有重大意外影响 两派间的争端 必然还是以一方妥协结束 以此防止矛盾的扩大化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 似乎也在朝既定轨迹发展着 世事沉浮 光阴流转 眨眼间 吕仲已定居风元仙城五百年 同时这一天 也是他顺利度过灾节的日子 真没想到 度过劫难之后 竟还有如此好处 能助我超越炼虚中期的极限 此刻的吕仲面露惊喜之色 嘴角的笑意 是怎么着也止不住 却是渡劫后 感应到 原本已蜕变到极致的元神 竟又出现了蜕变迹象 尽管微不可查 但的确是在变强 有着好处 真不枉他元神被阴火灼烧五百年 吕仲乐呵了一阵 就很快恢复成常态 继而身形一闪 进到了山河图内 数百上千年时间过去 山河洞天 受益于扎根的空丧神木 面积较之增大了不少 目前已有三万余里方圆 在此情况下 可容纳的修士 及凡人数次 自然也是增长数成 飞在高空向下望去 世界中已见不到多少荒凉 有的是随处可见的成片灵田 及大大小小的凡人城池 亦或者修士的先方吉士 很快来到空丧神木前 吕仲照例奉上一堆灵木 然后才朝神木树干 打出一发印 轰隆隆 树干裂开一道缝隙 进到内部空间 吕仲见到了里面的化身 及他正在运养的妙化生息丹 就目前情况而言 此丹的运养进度尚可 算是差强人意 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这才退出树内空间 吕仲出到外面 发现空丧神木已经苏醒过来 他以平静的语气道 近来我察觉虚界乱流卷涌 可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事情的确不小 吕仲见空丧神木感兴趣 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道出 舵仙将士 空丧神木的语气中 这时已不在父往日的平静 毕竟这是他传承记忆中 也未有提到之事 真没想到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于一棵树而言 自然是喜欢安稳的环境 而舵仙将士 必然会引起无数纷争 对神木这说法 吕仲表示十分赞同 就拿下眼下风缘会 内部纠纷举例 他所派出去的化身 就已收集到不少可信证据 显示有一次舵仙阵营的修士 在推波助澜 不管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都让修仙界变得紧张起来 乱世纷争气 不得不防 空丧神木说完这话 树枝树干一阵摇曳 很快凝出一片银色树叶 这是我的本命气息所凝 你且贴身仔细带着它 此夜的作用 用你能听懂的话说 就是能阻隔空间 只要效力未消失 哪怕日后真的被舵仙盯上 光凭他们那些半生不熟的空间法则 休想直接隔空拘走你 同时 只要注入神器激发 它也是一件保命之物 凭着我的本源气息 激发时可以无视舵仙出手 随机将你传送至万万里之外 万万里 吕仲有些吃惊 真不愧是空桑神木 竟能一下将人传送出如此距离 不过 神木突然给出这么一片银叶 难道是想 仿佛是知晓了他的想法 空桑神木这时微微一摇树干 解释起方才行为道 还请道友放心 这世间没有比躲在山河途中 更适合空桑神木平安生长的地方了 不过 我虽然不会离去 但由于道友实力尚且薄弱 所以必要的措施 还是有必要实行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将会彻底收敛气息 以防止被人砍了去 说吧 神木果然光芒一暗 气息更是激进于无 已是隐藏起来 吕仲收好那片银叶 特意试验了一番 确定不会神木此举 影响到化身孕丹 且自己仍可以自由进出树内空间后 这才放心地离开 出到外面 依旧是闭关修炼 随着法力的不断增长 它已能感应到突破日子 即将到来 又是一年春好时 春雨如丝 繁花似景 每到这个时候 作为风源仙城圣景之一的 镜花湖 都会有大量游人聚集 他们边欣赏此处美景 边与亲人好友分享趣闻喜事 可这时 天色忽然一变 紧接着 雨云被吹散 并有规模惊人 覆盖百余里区域的 灵气漩涡接替 一时间 镜花湖区域的灵气浓度 开始急速跋升 若不是知晓此区域 乃是高阶修士的洞服所在 极可能是化神修士在突破 恐怕会有人以为 这是哪位修士 正在尝试着渡截突破 造成这一幕的 自然是闭关的吕仲 就在不久前 它顺利修炼到了 炼虚中期圆满 吕仲自觉是后机薄发 破关的难度并不大 于是就立刻开始尝试突破 却没想到 只是一次尝试 连准备好的破账单都未用上 就轻松地破关成功 如今的它 已是炼虚后期修士 跟突破前相较 神识外放范围大有增长 达到了三万里之巨 法力方面 也是增加了数成 不过 到了炼虚境界 神识跟法力的多寡强弱 其实已不似以前那般重要 原神的蜕变 才是吕仲最关心之事 这次突破之后 吕仲发现 原神世界出现了变化 或许是实力境界提升 让原神突破了某个临界点 往日原神 世界中线团般的物体 如今那些线团 竟变成了光丝 看起来好似平平无奇 然它却清楚感觉到 光丝中蕴含着莫大威能 这就是法则吗 吕仲对此不敢确定 翻阅点击 很快找到相关说法 光丝并非法则 确切说 光丝只是法则影响之下 物质现实世界 具现化的表现而已 不过这并非没有意义 通过参悟此种光丝 若能掌握其中的规律 又或者是知晓其变化 就可以掌握名为神意 也称作你法则的力量 然你法则 是合体器修饰 必须掌握的手段 诸般不可思议 皆由此实现 突破的消息传开 很快就有宾客分之踏来 其中大部分是城中的中小势力 对他们来说 如果能拉到一名化神丹师入伙 无疑是拉到了聚宝盆 还有一些合体器的宗门世家 则是过来招揽客亲 由于屡重在突破时候 刻意压制了灵气漩涡的规模 并用黄金树种将气息掩盖 以至于外界以为他不过是 突破到化神中期修为 对这些条件面向化神修饰的招揽 他无一例外选择了拒绝 倒不是钱多钱少 而是屡重不想被拖入麻烦 近来 风源会内部的矛盾 非但没有消弭 反倒是愈演愈烈 两大派系的修饰 目前只能勉强维持表面和平 私底下早已经是撕破脸皮 各种流血冲突层出不穷 在此情况下 贸然加入风源仙城势力 无异于自讨苦吃 时光飞逝 转眼间就是一甲子 刚刚结束闭关的屡重 此刻一言不发地从近视中走出 心情略有些郁闷 到了炼虚后期 法力的精进得益于九转玉金丹 目前速度上还令人满意 但元神蜕变的速度 却一下子放缓了许多 已不足先前的百一 倒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而是这一阶段本就如此 融融合一是长期变化过程 它虽然借助诸多珍贵灵物 以远超同阶修饰的速度 免去数千年苦修功夫 提前达到了炼虚后期境界 但该补上的依旧还是得补上 到了这一阶段 灵物反倒是其次 如何参悟神魄之宝 实现融融合一 才是最重要的 此过程极少有灵物可提供帮助 而少数能起效的秘术 则是那些大势力的传承隐秘 外人难以沾染 触及分毫 至于太阴仙经 上面并未提及类似秘术 吕仲猜测太阴中会有 可若想要获取到手 只怕又要当他人一次棋子 好在他的运气不错 前不久从道蒙得到那批典籍中 便有着这样一门秘术 神君耀石 此秘术只起辅助作用 只为更好的帮助修士理解 何谓融融合一 其实直到现在 吕仲对这一概念 依旧是一头雾水 起初 他认为是精气神的天人合一 可后来得到道蒙典籍才知晓 先到修士要达到的这种特殊状态 并非自己想象的这般简单 是如字面意思一般 真正地达到肉身跟原神的融合一体 原神与肉身彻底融合为一 吕仲猜想 这或许是为了掌握高层次力量 好比下境界的时候 若想要利用伟丽精人的天地元气 就必须修出原神 而现在 为了掌握先的力量 融融合一也成了必要条件 鉴于参悟秘术尚需一段时日 于是 吕仲将精力转移 放到了先机 精士中的重断上 说起来 他虽已是火汤玉守护 可自打古明火镜之行结束后 却从未去过火汤玉 几乎都在风源仙城中闭关修炼 一切都是 叫由化身在负责处理 根据化身回报 似是因他极少露面 一些势力已在蠢蠢欲动 正好可以过去一并解决 随后 他化作红光冲销而起 直至九霄云外之上 方才调整方向 朝火汤玉方向掠去 一路上 下方景物飞速倒退 到了炼虚后期境界 修饰的飞行速度相当之惊人 一日千万里 也是等闲 不过想要达到急速 就必须要飞在空气极细薄的高空 否则沿途所过处 必被高速飞行带来刚风所摧毁 若再不小心撞上山峰等物 后续善了也是麻烦 火汤先成 火汤垫 此刻五进散人 即一众火汤玉巨头 尽皆汇聚于此 众人今天的目的 却是为商议一件事 眼望殿内众人 五进散人率先道出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 契约不可违背 既然已经接受陈前辈的守护 那么就该继续遵守 而不该三心两意 因贪念些许迎头小利 就做出背信弃义之事 他这番话 得到了不少在场修饰的认可 但更多的修饰 却是对此保持着沉默 直到一百亿女修战初 此女一出 瞬间成了场中焦点 战初之人名为齐娘 乃是一没落的世家家主 在齐家最辉煌的年代 也曾享受过 非生世家的荣耀 只可惜后来 齐家一代不如一代 自家族非生仙界之后 族中修士便一直清颓 直至沦落为如今的化神家族 外人本以为 齐家会一直这样没落下去 可近来不知为何 此族竟出人预料地 一举收复其余家族分支 再加上其他势力的投靠 齐家实力一日胜过一日 隐隐间有抬头之事 今日一世 更是直接站了起来 武静 你这番话却是错了 齐娘微微一笑 方才继续说道 之前承认那姓陈的 为火汤玉守护之事 分明只是是受其强迫所致 如今 有云气二老挺身而出 为我等火汤玉修士主持公道 自然该清算那人的恶行 又何来背信弃义一说 你 武静散人没想到 齐娘竟会如此颠倒黑白 等她目光一扫 掠过此女身后二人 面色不禁微微一变 顿时明白了 她的底气何在 心中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恋须修士 依照武静散人 接触恋须修士的经验 此二人极可能还是恋须后期 乃至恋须圆满 难怪 难怪 武静散人心中一叹 不准备再争辩下去 对方此番邪恋须而来 分明是早有准备 自己这方纵然在如何争辩 在压倒性的巨大实力差距面前 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结果已经注定 见武静散人不再言语 齐娘面上笑容更盛 整个人也明媚了许多 气质在发生着蜕变 表面看似冷静 实则心中早已经是沸腾起来 家族复兴的曙光 这一幕 她曾经期望了无数个日夜 如今终于是出现了 齐娘这时深吸一口气 强行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转身对着背后二人 云老齐老 还请助我一臂之力 去将那人的分身居来 接下来 我要当着众人的面亲自审判 而且 只不过是个开始 带将那姓陈的眼 哼 想抓我当立威对象 何必如此麻烦 陈某不请自来 随着一道轻笑声 吕众缓步踏进火汤店 先是看了眼武镜散人 然后他将视线转移 落在人群中央的齐娘身上 连半句话也未说 直接就是一记雷法轰出 轰隆隆 片刻 雷光就在店中咆哮 几乎是同时 那云老齐老二人 皆闪身护在齐娘身前 正如五镜散人猜测那般 二人境界的确都已到了炼虚期 其中云老是炼虚后期 齐老更已是炼虚圆满 距离半步合体 只差一步之遥 可现在 他们剧都是一脸凝重 盖因履重的雷法 威能大大超出了二人预料 这哪里是什么炼虚后期 怕是跟半步合体相较 也不会相差太远 紫霄雷法 几乎是咬牙切齿的 齐老道出了履重雷法的来历 一旁的云老跟齐娘听到 顿时都是面色大变 因为他们心中十分清楚 此雷法的来历 到底有多么不俗 周围惨叫声一片 大量修士躲避不及 被子雷轰杀成灰 这却是履重故意为之 背叛者 他素来都是不留情面 反观五进散人那一派 此刻虽然受到巨大惊吓 心中必然因此而留下阴影 但能够活得一命 无疑还是履重手下留情的结果 若不然 光凭他这招酝酿许久的雷爪 其微能之惊人 足够将火汤玉附近十余里 瞬间移平 待汹涌雷光散去 在二老护翅下的齐娘 此刻依旧是完好无损 只不过 她的面色难看至极 就因为方才那一记雷法 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 麾下势力 已被履重毁灭殆尽 饶事如此 齐娘依旧十分冷静 对着身前二人欠身道 请云老跟齐老 替齐娘诛杀此聊 家主何必如此客浅 老奴这就替您 将贼子手机取来 齐老这时寄出一方印 脸上的凝重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自信 另一边 云老也是 祭出一金环 望着这一印一环 吕仲心中稍显凝重 因为他能感觉出来 金环跟方印剧都是十分不凡 威能虽跟神魄灵宝接近 但无论是炼制手法 还是其材料 剧都是要远远超过神魄灵宝 是舵仙的手笔吗 吕仲其实早就通过化身知晓 齐家近来异常变化的真正原因 在于他们赢回了先祖 更知道陈家先祖现在尚未复苏 只能通过一些手段 跟其家人沟通 也正是因此 他才会将之选做试探目标 有时候 吕虎须并非是作死 而是为了清除日后的行动底线 吕仲现在就是抱着这样的打算 这时惊人灵光逼近 一抬手就见二人一左一右 催动那两件灵宝弓来 吕仲也不退避 当即祭出引雷珍珠宝 随后他身形一个闪烁 在一声轰隆雷响过后 再出现已是万丈高空之处 戴云老跟齐老追来 双方就这样在高空大站起来 刚一交手数回合 吕仲就尝到了舵仙的厉害 他所炼制的两件灵宝 剧都是跟神魄灵宝一样 觉醒了名为神异的力量 并且都是偏向斗法类型 云老所使惊环 能禁锢影响范围内一切 齐老所催的方应 更是力之一到极致 能轻易破灭雷光见光 面对二人 吕仲感到了不小压力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只见他法觉一掐 顿时周围的天地元气暴动 天空被火光所映照 在对面二人惊讶的目光中 接连九只百丈火凤 凭空凝成 已经出现 哪怕是地面的火汤仙城 都能感受到其惊人的热议 不亚于九日悬空 火凤银 这是吕仲之前 在避空临近 意外得到的神异法术 如今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区区法术 何能跟仙家宝贝相比 事急 萤火哪能跟昊月争辉 对面的云老齐老对视一眼 再次朝吕仲发起了进攻 这一次 他们竭尽全力 炼虚阶段的交手 声势可以说是相当之惊人 丝毫不亚于毁天灭地 到了炼虚后期 又会再上一个层次 若不是吕仲刻意拉开距离 只怕光是此刻交手的余波 就能将底下的火汤仙城 大阵破空并摧毁 烈 火凤长笑 震翅前击 时不时 空中就有一轮圆日炸开 每逢这个时候 齐老跟云老都要狼狈一阵 他们虽有着宝物之力 奈何自身实力不如屡重 是已在接连不断袭来的火凤面前 已是失去了进攻的主动权 现在只能憋屈地进行防守 不怕 神异法术的施展极好心神 他要不了多久就会神圈 齐老说到这里 就是一阵冷笑 到了那时 失去反抗能力的此人 还不是任由自己这边宰割 如果之后屡重想逃 那还得看二人是否答应 有仙人赐宝 足够将其拖住 就让你再得意一战 齐老心中暗想 可很快 他就发现了不对 石树西过去 对面施法的势头竟丝毫没有减缓之事 反倒是攻势愈发猛烈 官知自己这边却是颓势显露 照这样下去 只怕是他二人先坚持不住 毕竟催动伟仙宝 也是要消耗自身力量 不只是法力还有心神 比玉石一般的神魄之宝要剧烈 方才二人能占得上风 是伟仙宝的神异力量过于强大 掩盖了缺点而已 如今陷入劣势 缺点瞬间被放大 当即 云老跟齐老不再防守 转而反击起来 察觉到这点 吕仲心中暗叹可惜 若他们晚一点反应过来 自己就能直接将之耗死 可现在 三板斧被识破之后 事情已然麻烦起来 好在 优势还是在他这边 趁那云老无有防备 吕仲这时一台袖口 施展出袖里乾坤术 神通就是神通 即便到了炼虚期时候 也有发挥作用的可能 就好比现在 云老一时招架不及 硬是被吸了进去 暂时少了一个对手 他这边优势瞬间扩大 待袖中空间被齐老破开 吕仲已是成功的重创对手 将齐老的半边身子打碎 就算对方立刻重新凝聚 也是因此而元气大伤 战局至此 已是逐渐变得明朗 吕仲正准备乘胜追击 将面前二人斩杀 可突然 他面色骤然一变 七色龙旗咆哮而出 化为一五彩护照 将他护在里面 动作不止 吕仲这时又吐出一口精血 猛然喷到那护照上 叫他颜色又浓郁几分 防御更是因此陡然竖成 几乎是同时 一口青色飞溅略智 发起平平无奇的一击 当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无形的冲击波扩散 很快就坠落至地面 只见滚滚尘土冲销而起 在惊人的冲击波作用之下 沿途一切无论城池 山脉 还是修饰的山门驻地 竟都被破坏 硬生生轰出一条 三千余里长沟壑 而作为当事人 吕仲此刻轻吐出一口鲜血 目光望向极远的某处 紧接着 他面上露出灿烂笑容 道 哼哼 惰仙一揭 也不过如此 你 你竟然 其老面露惊骇 心中震惊地无以复加 外人或许不知晓 但作为齐家议员的他 又哪能不清楚 方才那一件 到底是 来自于何处 是齐家仙祖 是仙人 可纵使是这般存在出手 竟依旧奈何不得此人 这怎叫他不震惊 可只有吕仲才知道 自己抵挡住那一件 并不值得惊奇 换作是合体期修饰 甚至都能完好无损的阶下 盖因堕仙 目前才刚开始复苏 假以时日 或许会拥有堪比真仙的力量 但目前的他们 实力难以发挥 按照他的估计 那一件的威能 也就舵仙全胜 实力的亿万分之一 不过 纵使是这样 吕仲也可以自傲了 接下了舵仙一件 就是接下了 事实无容置疑 碰 碰碰 吕仲在提剑 施展神异法术 跟心神失守的二人大战 后者此刻失了锐气 结果可以说是早已经注定 不一会 云老便惨叫一声 被雷柱轰个正着 伴随着一阵阴丹田溃破 而导致的灵气扩散现象 此人当场就成了飞灰 吕仲伸手一射 就想要将云老所使惊环射来 却不料 此宝一失去主人 竟直接溃散化作灵气 三两下消失不见 不用想也知道 定是那堕仙的手笔 哼 真小气 吕仲赋匪匪一句 目光一向逃跑的云老 于雷光一闪中消失 论速度 雷顿当为第一 无出其右 等他再出现 已是到了云老前方 手持着引雷针 就是狠狠一剑 似要借此发泄心中的怒气 死了 这一剑 被那方印抵住 与此同时 七老面容一阵变化 化作一青年模样 青年望着吕仲 目中 闪过一缕清光 冷静说道 这位道友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不若此事 你我就此接过 如何 接过 我倒是想 吕仲心中冷笑 他可不敢赌这些老怪物 是否成心 与其跟这些人斗成府 吕仲还是更相信手中之剑 况且 根据已有的信息 所谓惰仙实力极其有限 未来上限极高不假 可现在 充其量不过是一地负零而已 就算实力再强 也只能将一方区域化为禁区 大不了 他远远避开就是 于是 吕仲懒得废话 右手凝聚一伙凤 当场就将云老给送走 此人一死 那方印同样溃散 倒真是一点好处也无 吕仲在此战中 可以说是什么宝物都没得到 不过好在天宫断锤 终于是可以使用了 鉴于此事的教训 他不由在心中暗暗想到 等之后 定要找个合适由头 将这一脉树式 给弄到山河途中去 也好将主动权掌握在手 念及至此 又化作一红光 朝远处仙城坠去 火汤殿 五金散人等一脸紧张 静静等待着上方大战的最终结果 至于奇娘等人 早就在大战中间时候 已经匆匆离开了火汤殿 此刻料想是已经躲在了城中 亦或者是在赶回奇家驻地 期间并无人出手阻止 这可以当作一种下种 只要脸皮未撕破 就还有合作可能 从这点能看出 剩下的五金散人等火汤玉修士 本质上也是墙头草 忽然 一名修士跌撞跑进来 报 结果出来了 是陈前辈获胜 听得此话 店内修士表情变化 煞是精彩 作为火汤玉修士 他们自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于是各自精一的表情中 还带着不敢置信 又稍稍有感到一丝失望 总而言之 是复杂无比 无论如何 火汤玉守护 都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作为知晓不少内幕 猜到齐家大变的原因之人 五金散人此刻的心情 远比其他人还要复杂 心中的震惊 更是无以复加 难以想象 连获得仙家赐宝的齐家二人 在境界于宝物占优的情况下 也无法在以二对一的情况下 将这人击败 这位的实力 到底是何等之恐怖 五金散人想到这里 心中都不由一颤 只是 笑到最后的 必然还是齐家 火汤玉家在中间 未来的日子可想而知 他正想着 外面传来脚步声 在众人复杂无比的目光注视下 吕仲一脸风轻云淡走进殿中 那从容淡定的模样 那平静如鸢的气息 再次狠狠震慑了一番群修 众人皆知道他获胜了 但没想到是如此轻松 将这些人的表情 尽收于眼底 吕仲懒得跟他们计较什么 毕竟人心就是如此 从自己利益出发考量 实在是无可厚非 至少 他们还有保佑底线 无论是想要商议解决 还是选择破财保平安 都是值得赞赏的正常手段 只要不是像其家家主那般 心里想着杀鸡锦猴就好 正常交易 吕仲其实并不排斥 他这时将目光落在 五镜散人身上 轻笑一声道 天弓断锤 我要使用 你这边可有问题 回前辈 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五镜散人恭敬回道 很好 还有一件事 吕仲头去赞许目光 紧接着又道 我记得近些年来 天弓断锤一脉 人丁兴旺 早已分出数个分支 其中有过得好的 也有处境一般的 我想 这些人该有更合适的安排 如您所愿前辈 我想他们 该为此感到荣幸 对吕仲的要求 五镜散人 选择了全盘接受 事实上 火汤玉 能用来平息此人怒火的 也有只有天弓断锤一脉的修饰 如今 吕仲仅提出如此条件 已是给足火汤玉了面子 也大大出乎 五镜散人的预料 这边再不识相 顺着台阶下 闹到最后 只会失去更多 能保留最后的面子 又何必闹到满盘接书 不多时 一声令下 天弓一脉映照聚集 熔炉顿时燃起熊熊烈焰 趁着这一难得机会 吕仲到了现场进行观摩 想要将所有流程记下 好位之后 复刻天弓断锤一脉做准备 唯有亲眼所见 才能知道这一段弃手段的神奇 哪怕是以巧夺天弓赞誉 亦丝毫不为过 先机的重铸 耗时并不短 按照五镜散人的估算 少说也要数十年时光 在此期间 还需要吕仲加以配合 或是往其中滴入精血 或是注入气息 如此才能将先机化为己用 并避免半途遭人夺取的事情发生 对此 吕仲选择欣然答应 一切皆因心有底气 无论是跟掌书力交易来的黄金树种 还是从空桑神木那里得到的营业 都是极有效的隐藏宝物 再加上它 自身的疑心换斗神通 哪怕是神通广大如堕仙 也休想直接将吕仲找到 珠宝期间 吕仲并未闲着 神君要识这一秘书 关系到他的未来道徒 严重影响静静到合体期的速度 自然值得花大力气去参悟 奈何 这门秘书的参悟 也是水魔功夫 快不得 依旧要按部就班进行 吕仲对此无可奈何 只能耐着性子去照做 如此十数年过去 方才终于略有成果 这一日 闭关静世内 吕仲双手不断掐绝 望着身前徐徐成形的虚幻神秘眼瞳 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不枉我 参悟了如此之久 终于是将神军药拾入门了 此门秘书 有且仅有一层 效果相当简单 便是辅助修士参悟 融融合一 迫不及待 他立刻将星辰剑击出 继而双目一臂 模样跟吕仲一般无二的元神 就这样从天灵盖中爬出 只见他再打出一道法诀 那眼瞳就飞到了元神头顶 几乎是瞬间 元神世界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类似于吕仲刚突破到炼虚后期的情况 只不过要更加巨大 在神军药石的加持下 他忐忑将目光投向神破灵宝星辰剑 咦 这就是融融合一 没想到真就是如字面一丝所述 此时此刻 在的元神大变世界中 星辰剑竟是浑然一体 不再是现实世界中 灵宝本体与气灵分离存在的表现 奇怪 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吕仲陷入了沉思 只怕是出现了生围 他目前能且只能 想到这一合理的解释 神军药石秘术 吕仲猜测 他真实的作用 就是让现实世界的生灵 可以通过这一手段 观测到更高维度的存在 不过能肯定的一点是 这种观测必有其偏颇之处 并不真实 存在扭曲的可能性 接着 吕仲试图在手头的点击中 寻找这一猜测的印证 但很可惜的是 并未找到有类似信息 想象也是 类似这种根本信息 关乎修炼的置身隐秘 想来也不会鉴于书册 而该是通过口耳相传 一辈辈将之传承修下 从这一猜测出发 吕仲做了不少尝试 左右有挥晤空间在 模拟消耗的 只是神石之力 并不会伤及自身根本 所以 只管大胆设想 细心分析验证就是 时光匆匆 火汤玉依旧平静 只不过表象之下 暗流却在涌动着 齐家老祖吃亏之后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对手只不过一练须小修 若堂堂飞生者就此退缩 未免叫人一笑大方 于是乎 一场围绕火汤玉守护的阴谋 在暗中悄然展开 而此刻的吕仲 仍在罪心于修炼 事实证明 他对荣荣何以本质的猜想 纵使方向不对 也定然摸到了边 在大量的实验之后 手头积累了不少数据 吕仲参照点击 对此加以解析 倒也真有不小收获 得益于此 他原本缓慢四龟爬的 元神蜕变速度 开始一点点地得到提升 虽依旧远不如炼虚中期时候 却也能甩开同阶数倍 随着时间的推移 蜕变速度还将继续提升 这一日 是少有的休闲时刻 以往吕仲在这时候 都会选择品尝美食 亦或者是品名灵茶 悠闲自在地 度过这一美好时光 唯独今日事例外 满桌零食 无异不是美味佳肴 但它并未动快 却是在等一贵客出现 算算 也该是时候了 吕仲想到这里 面前就有一光门浮现 继而一道身影 从里面走出 正是已执掌 悬舱要赛的叶盘炎 见到客人果然出现 他不禁惊讶到 居然真的能传送过来 前阵子 吕仲通过留在 悬舱要赛上的化身得知 叶盘炎准备过来拜访自己 严吉士通过 特殊的传送方式到来 本来他 对此还抱有些许怀疑 没想到这一幕 居然真的发生了 许久不见 道友别来无恙否 叶盘炎哈哈一笑 眉间萦绕的 愁绪消散 转而一脸笑容 处境尚可 就是被一朵仙盯上了 吕仲轻笑 然后用玩笑般语气 将自己跟齐家老祖的恩怨 一一给道了出来 唉 大家都不容易啊 叶盘炎想到自身处境 以及可见的惨淡未来 脸上笑容消失不见 转而叹气一声 可待他看了眼 掌心处的黄金树赐福 整个人又很快振作起来 算了 不说这些 我们今日把酒言欢 不醉不休 对 不醉不休 吕仲笑道 先路难得欲知己 二人目前还没到这一程度 不过 也算是天涯沦落人 作为炼虚修士 一夜过去 二人自然是半点畏醉 叶盘炎这时又敬酒一杯 而后收敛面上笑容 以郑重的语气道 如果 如果我这边有办法 可以将那舵仙重创 你可敢向仙人动手 吕仲动作一顿 接着哈哈大笑道 向仙人挥剑 有何不敢 他自持有保命手段在 完全可以不惧作死的风险 但 这有何好处 有倒是亲兄弟名算账 况且 他跟叶盘炎的关系 尚还未到那一地步 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 以及足够说服自己的好处 吕仲绝技 不会冒着天大风险 去跟舵仙正面相对 无谓地浪费保命底牌 见吕仲如此硬化 叶盘炎知道 接下来该说什么 当即神色一正 导出自己的计划来 他心中真正的底气 自然是来自于掌控的悬仓要塞 这一位对付真仙而设的堡垒 有可伤及真仙的手段 其名为大五行破灭神光 大五行破灭神光 听到叶盘炎的底牌 吕仲并未怀疑此手段真假 而是心中大感疑惑 对方为何舍得动用底牌 待他将疑问道出 叶盘炎这边苦笑一声 将事情原委说了出来 却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悬仓要塞虽强 但并非用的虚空能源 若是掌握在盗蒙手中 以盗蒙强大的实力 要塞的日常运转消耗 自然无余运 可在我手中 却是一艘零食的大虎 实不相瞒 若再得不到补充 只怕是要坠毁 叶盘炎说到这里 顿了顿道 那大五行破灭阵 不但能借由五行破灭 激发出微能毁天灭地的神光 还专门设计 有抽取真仙法力的禁止大阵 也正是因此 我才会图谋堕仙 若将之居属于要塞当中 可以立刻解决要塞的功能问题 再者 若能捕获一名堕仙 对其他堕仙而言 也是一大震慑 对叶盘炎而言 这样能大大改变他的处境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履重点头 心中则是在想 当初盗蒙设想的假想敌 到底是个怎样的对抗标准 竟还准备了囚禁 将真仙当作电池使用的方案 明显是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可不管怎么说 有大五行破灭神光在 眼下他们二人这边 的确是有不小胜算 只是以炼虚境界 去谋算未成仙的飞升修士 无论怎么想都觉得疯狂 若说出去 只怕无人敢相信 另一边 叶盘炎这时又道 至于道友这边 自然也是有机缘可得 说实话 若非我肩负复兴道蒙之重任 这一机缘是绝技不会拱手相让的 不知道有可曾听说过 樊杜杰成功后的飞升修士 都会获得一缕本源仙气的说法 本源仙气 不曾听说过 履重如实回道 这种信息属于隐秘中的隐秘 估计在灵环界知晓的人 不会超过两位 他不好奇叶盘炎如何知晓 只关心对方 为何将本源仙气说得如此重要 对此 叶盘炎的答复是 本源仙气是修士完成杜杰飞升之后 抵挡繁区转化为仙气的关键 若能提前得到 虽个人有个人之际遇 但就算是只拿到最差的那一项好处 也是获得诸如仙天道体 五行仙体等逆天修炼体质 未来道徒将是一片畅顺 当然 既是舵仙 那口本源仙气早已经所剩无几 他说到这里忽然叹了口气 正色道 所以我想说的是 此口仙气对道友的真正用处 乃是抵挡天结 无论是合体七 又或者是大成七 乃至于杜结时候 这一口残存的本源仙气 都能帮助道友抵挡一道劫雷 好吧 我还以为能获得逆天仙体 原来就只有这个 吕仲听完之后 不禁心中富肥起来 饶是如此 他仍对那口仙气 垂涎无比 毕竟能抵挡一道劫雷 若要适用在最关键时候 说不定能扭转乾坤 改变原本的结局 而且 用途不止于此 如果日后招惹善使雷法的强大存在 或许也能靠此逃得一命 倒真是一桩无法拒绝的好处 吕仲想到这里 接受了叶盘炎的合作提议 紧接着 二人开始商议具体细节 谋算舵仙并不容易 在对方拥有强大灵觉的前提下 只怕已隐隐察觉到了二人的意图 是以偷袭埋伏等暗中手段 基本没有派上用场的可能 能且能做的 就只有强取意图 一道友看 我们该如何行事 叶盘炎问季道 若是我 吕仲也不客气 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很简单 完全不需要阴谋诡计 直接一路碾压过去即可 舵仙是地腹灵 根本挪不了窝 而以齐家如今的实力 也抵挡不住悬仓要塞的碾压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防止对方提前呼唤其他舵仙 关于这一点 吕仲觉得 只有自己能做到 他跟齐家仙祖早有救援 再加上化身那边传来的情报 对方也一直在暗中谋划着 如何除掉自己这个眼中 钉肉中刺 若能借此吸引舵仙的注意力 就能掩护叶盘炎那边的行动 或许这也是叶盘炎 找上门的原因 诱饵 好吧 吕仲心中暗想 这次还真是要以身涉险了 说不定 还真要再挨舵仙一击 然为了那口本源仙气 以及增添度过雷劫的可能 其实拼一下并不算亏 哪怕为此直面舵仙 一番商议 足足持续了小半年之久 直到敲定所有细节 二人这才分开行动 时间匆匆数载 火汤玉仍一片平静 只是底下汹涌的暗流 却是到了爆发的时候 这一日 正在静坐的吕仲接报 武镜散人特意传来消息 按照吕仲之前提出的要求 天公一脉的部分修饰 已经准备好迁徙 随时都能遵照命令出发 来了吗 他缓缓站起身 望向外面明媚的天空 一脸平静 不多时 吕仲就来到火汤仙城外 正如武镜散人所言 此处的确聚集着大量修饰 除去里面的修饰家圈外 净都是拥有天公断锤血脉的修饰 共计有近万人之多 如此数量若加以繁衍 在充裕的资源供给之下 不难达到十万人数 届时便可以发动天公断锤 锻造先机 无论怎么看 这都是一份底蕴级的机缘 对此 吕仲保持着足够的谨慎 上海离着万鱼帐 就已经借助挥晤空间 对那片区域进行查探 结果一无所获 这令他稍稍有些意外 不过转念一想 这似乎才是正常情况 毕竟 舵仙可能参与其中 在巨大的境界差距下 舵仙一方完全可能 获得压倒性的信息优势 令他使劲浑身解数 也无法探查出蛛丝马迹 幸好 我还有挥晤空间 这一连舵仙都 无法算到的手段 吕仲不迟疑 当即使出底牌 推演未来 到了炼须后期境界 随着他的原神进一步蜕变 神石之力也因此更加强大 目前实力已足够推演36系未来 果不其然 待他设想自己抵达外城 时间流逝到第三十系时 忽然一变陡升 一记威能惊人的剑斩 直接破碎虚空袭来 猝不及防之下 令他当场身孕 哼 还真是看得起我 吕仲看着那不存在的未来 又看着那毁天灭地的一击 面上露出冷笑 既已提前知晓 或许就能做些什么 应对倒也简单 吕仲自存 无法抵御那一击 然而 他并非孤身一人 有隐藏于虚界的夜盘岩之源 却可以使之故此失彼 料想对方在自身安危 跟抹杀恋虚小修之间 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念及至此 吕仲纵身前掠 落到城外 同时 不忘让夜盘岩提前出手 几乎是落地瞬间 他就感应到一股强烈生死危机 心中紧照从未有过的强烈 世界在这一刹那 都好似变成了黑白 面前仗许处虚空 陡然间破碎 就是现在 吕仲目中金光一闪 通知远在悬仓要塞中的化身 让夜盘岩动手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间 吕仲这边 虚空破碎后 对面赫然出现一青年人影 他虽盘坐着 却给人难以言喻的压迫感 直面之 如蝼蚁面对大山 叫人根本生不出丝毫反抗念头 此时此刻 一口轻剑悬浮于他身前 爆战的灵光 如狂澜般汹涌而出 即将展出威能惊人的一剑 然这时 青年脸上浮现惊诧之色 眼皮在不断地颤动 他 也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悬仓要塞 蝼蚁赶尔 齐云天尽管心中愤怒 却不得不立刻收件 悬仓要塞的厉害 他纵然为轻声领教 也听闻过不少战绩 尤其那大五行破灭神光 更叫众仙退彼三射 如今 自己竟被选为目标 齐云天竭尽全力 开始调动全身力量预见 同一时间 齐家族地 漠然被阴影笼罩 一座庞然巨物 自虚空浮现 并立刻闪烁其五色灵光 而后五色合一 化作一道漆黑光幕冲刷下 直接将方圆百里范围笼罩 只见破灭神光落下后 无论人畜建筑 一切事物 尽皆烟消云散 几乎是瞬间 就穿透千丈地层 破灭沿途所有静置 轰击在齐云天身上 后者大喝一声 周身泛起无数波纹 继而轻见光华大战 远在万里之外 吕仲仍能清楚看到 天地间有清光冲销而起 后化作一株青莲 摇曳生辉 这就是惰仙的力量吗 吕仲在吃惊之余 也感到振振后怕 心中已是决定 以后没有足够的力量 就再也不跟这种怪物对上 否则真是多少条命 也不够死的 当然 若是将它逼得及了 吕仲也不介意 调动悬仓要塞 来上一发大五行 破灭神光 思绪间 结果已然揭晓 失去了先机的齐云天 面对有心算无心的悬仓要塞 又因为实力尚未复苏 最终落得了个惨败结果 有如此结果并不出奇 之前它连炼虚修饰 也无法一件解决 可想实力虚弱 到了何种程度 虎落平阳被犬欺 连堕仙也无法避免 此时此刻 悬仓要塞核心 灰暗无光的方形房间中 一道身影 已是被禁止重重禁锢 赫然是落败被捉的 齐家堕仙齐云天 哼 你们杀不死我的 齐云天不顾复苏进城 强行睁开双目 怒视着夜盘炎 紧接着 他的目光又一向旁边化身 眼神顿时阴逸下来 冷笑道 身外化身 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见到 难怪我一见无法将你解决 不过 只要我一日不死 就会有脱困的时候 且等着 惰仙之躯 虽并未成就真仙 却也已无法摧毁 毕竟现实中的躯体 不过是一头瘾而已 若损失 就能立刻脱困重生 齐云天此番口出狂言 便是想要击二人 尝试斩杀自己 如此 正中他下怀 殊不料 接管化身的吕仲 只是回头望向夜盘炎 夜道友 该叫他尝尝 此要塞得厉害了 夜盘炎点点头 无表情打亮了齐云天一眼 而后抬手 打出一道静止 原本施家在齐云天身上 静止开始流动 隐约中更发出龙吟之音 危机感油然而胜 齐云天感知到这点 面色不由一变 心中更忍不住生出恐慌 你们 你们准备对我做什么 无人回答他的问题 不一会功夫 流动的静止 就将齐云天覆盖 继而扩展成一发光球体 并很快伸展出无数光丝 想要蔓延至房间每个角落 见此幕 二人退出了此处 几乎是同时 原本光线会按悬仓要塞 一下子好似活过来一般 吕仲看着这变化 心中有些吃惊 按道舵仙的实力 只怕比自己想的还要惊人 只不过 既然齐云天成了电池 那就不足为虑了 虽然无法将之榨干 但此人想要脱困 也是不可能之事 而叶盘言 此刻却是一脸兴奋 太好了 这下盗蒙的复兴 终于是可以步入正轨了 接下来 我准备招揽修师入蒙 并会尝试接触曾经的故旧 重新将盗蒙的架构组织起来 必不负黄金树期望 听着他这般说 吕仲心中不由一探 这是走火入魔了吧 不过 或许这不是一件坏事 关于叶盘言的来历 他其实早有猜测 或许就是跟第三树妓院有关 这里曾经长期进行实验 目的是为了净化某种东西 而叶盘言 极可能就是唯一的成果 否则 难以解释 此人为何会在大清洗中幸存 只不过 纵使顺利活了下来 叶盘言的状态 只怕也并不正常 将这些想法埋于心底 吕仲并无将之道出 随后 他向叶盘言道喜之后 就解除了对化身的接管 意识回归本体 吕仲睁开眼 面上露出笑容 此番行动 他可以说是赚大了 仅仅是冒些许风险 就得到了一口本源仙气 尽管他是残余的 只能抵挡一道劫雷 可价值依旧难以衡量 接下来 只要等大阵将之提取出来 就可以入带为安了 吕仲也不怕叶盘言反悔 毕竟悬仓要塞 实际上的主人 可是他这位寻天仙使 将心中思绪收敛 吕仲这才望向面前的天宫一脉 对这些血脉特殊的术士 直接就是拂袖一扫 统统都收到了山河图内 假以时日 等这一族繁衍开来 锻造仙机将不再是问题 做下一桩惊天大事 吕仲未敢在火汤浴待下去 只留了一道化身 完成仙机 重铸的收尾 便匆匆离开了火汤城 转而寻了一处荒野之地 挖了间临时洞府闭关起来 悠悠十数仔 吕仲这才出关 旋即 他就得知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 金氏中重铸成功 天宫断锤的确不凡 在另辟蹊径的情况下 以数倍的资源消耗为代价 做到了本不可能做到之事 与之相对的 是来自于舵仙的觊觎 这也正常 齐云天的失踪 很难不引来外界的注意 顺藤摸瓜下 察觉到附近火汤仙城中 即将有一仙机出世 也就不足为奇 好在 他已有应对之策 那便是以悬舱要塞设下埋伏 跟之前不同 在多了电池之后 悬舱要塞 已是能火力全开 对付舵仙 将不再只有一击之力 只要不是陷入围攻 大可以将落单的舵修击败 若是对方一时大意 甚至还有活捉的可能 对此 叶盘炎是欣然答应 于是当日 吕仲接管一化身 前往取宝 刚一进入火汤仙城 他就察觉到 若有若无的目光 落到了自己身上 这是来自于舵仙的注视 隐晦 积不可查 若不是吕仲灵觉惊人 加上心中早有防范 只怕也很难发现这点 本以为 又有一场大战发生 然让他没想到的是 直到自己取宝完成 进入悬舱要塞 依旧未有人出手 仿佛这只是一次试探 果然 舵仙不是蠢货 吕仲本还期望 悬舱要塞多添一块电池 是否会再发生变化 可照如今情况来看 只怕是短时间都无法实现了 兜兜转转 金氏中很快到了吕仲手中 一番仔细打量 模样跟以前相比 并无丝毫变化 唯独光芒却是灰暗了许多 不复之前 吕仲口中喃喃 尝试着将神石进入 入之 如现泥潭 注入法力 好似泥牛入海 果然是先机 破碎时候需要大减 故可以激发一二 在重组完成之后 光平炼虚期实力 以极难将之催动 这样 又如何呢 吕仲回想起一篇秘法 它来自于道蒙典籍 乃是以金血祭炼取巧 月接玉石宝物的法门 其中就有这么一部分 适用于先机的玉石 血缘法 以金血及天缘为影 以自身法力为柴心 燃起血火 强行提升力量品阶 以此满足先机的玉石要求 吕仲审视一番 觉得有不少成功可能 略意沉吟 当即实验起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 战火出现的灵环界 却突然不太平起来 或是大宗被灭 或是仙族轻覆 一时间 腥风血雨扑面袭来 无论是哪一种 都跟堕仙脱离不了干系 正是他们在背后搅动风云 才会导致那些大势力的毁灭 渐渐地一座座圣地开始成形 世间开始传言 每一座圣地的内部 皆有仙人坐镇 期间 盗蒙复归的惊人消息 也在传开 就跟前一个消息一样 有人对此表示怀疑 也有人对此欣喜欲狂 可不管事实真假 都已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在外面风起云涌的时候 吕仲仍还在荒野洞府中闭关 对血缘法的参悟 近来已经取得突破 好比现在 随着吕仲一道道法 觉得打出 指尖处金血与天元混杂 继而由法力催化引发反应 竟生成一股血流离色泽火焰 虚幻且飘渺 它一脸小心翼翼 将之打入到身前 悬浮的金色小钟里 后者顿时颤动起来 当当当 血焰很快蔓延至终身各处 并立刻有一道道浮温凝线 跟那些血焰交织在一起 泛起了阵阵金色光芒 柔和令人倍感温暖 与此同时 一股若有若无的联系 在吕仲跟金氏中之间建立 成了 吕仲目露兴奋 连忙打出最后一道法诀 只听得当的一声钟响 有灵气波扩散而出 金氏中终于是被他催动成功 并随着意念 开始忽大忽小 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果然是先机 端得是妙不可言 他能感受到 此中蕴含着莫大伟丽 一旦全部爆发出来 足以毁天灭地 旋即 吕仲面色一暗 心中暗暗想到 可惜的是 纵使我能以血缘密法强行催动 但至多也不过发挥其微能百依 且操控起来声色艰难 无法做到领导这般如意 注定只能当作杀手锏 饶事如此 他也已经十分满意 在一众常规灵宝之后 终于是掌握了新的手段 日后若是对上其他炼虚修饰 如果能将今世中应用得当 凭着此仙机的威能 或许能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 接下来 该是好好修炼了 吕仲想到 外界的风起云涌 隐隐间感觉有风暴袭来的迹象 成不了仙的舵仙 为了成仙会做出什么举动 估计也只有这些存在知晓 他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尽量提升修为 越高越好 这一日 吕仲正在参悟神军钥匙 可突然间 星辰剑从他石海中飞出 一以生辉 又积蓄够了力量吗 吕仲现在有些疑惑 星辰剑他积蓄力量的方式 到底是取决于何种因素 就目前以至信息来看 显然跟时间关系不大 为多纠结此事 他想起了跟掌书力连的约定 希望这次的世界线 是他未成为掌书力的世界 吕仲如此想到 心怀忐忑 他将连的命远与正直取出 待确认无误之后 依照对方之前所说方式 将二者混合为一 几乎是立刻 身前便有光芒涌动 下一刻 一道身影缓步而出 正是掌书力连 此刻的他 已是变换了一副形象 容颜不再枯搞 身形也缩小了许多 成了童女模样 能从他的眼神看出来 连对此行十分期待 大人 连应您召唤而来 连微微欠身 含笑向吕仲行了一礼 吕仲回礼之后 向他说道 事不宜迟 我们出发吧 忽然 他记起之前的世界线经历 可谓是相当糟糕 于是想了想后 提醒对方道 不过 有一点我要提前告诉你 最终见到的结果 未必会是你所期待 甚至会因此大失所望 临间空地 忽然凝出一黑线 继而 两道身影显现 其中一人为黑发黑袍青年 正目光平静地打量着周围 并隐隐间摆出戒备姿态 而在他的身旁 还有一身材瘦弱的童女 他对眼前之景充满了好奇 同时心中又隐隐有些忐忑 这里是 另一条世界线 吕仲见周围并无威胁 便将目光收了回来 另一条世界线 连听说过类似说法 时间的走向 本该是聚拢归一 也即万物中有尽头 然却能因无上伟力的作用 出现不同的分化 连说到这里 目中浮现出金色 望向吕仲的目光 顿时跟以前再不相同 多谢您 先使大人 不必客气 只是交易而已 吕仲随口应了一句 便开始感应自身修为 发现依旧低的可怜 较上次略有提升 然却也只有助击出气 不过幸好的是 跟新陈剑的联系 又多了几分 而这可能是 参悟融融合一 所带来的好处 隐隐间 今世中也有模糊感应 若遇上关键时刻 大可以引动二宝 想到这里 吕仲心中有了底气 在意打量周围场景 他确定了自己所处的位置 正是新年待过一段时间 有过不少际遇的雁灵山地区 若没有记错 应该是成桓岭附近 雁灵山啊 吕仲一想到这里 脑海中就顿时浮现出许多记忆 乃至于新年故交好友 以及一英的仇家敌人 也一并回想起来 心中不由因此感慨万千 一抬脚 他正准备前往雁灵山方式 可这时注意到 连此刻并未离去 而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却不知再想些什么 看到这幕 吕仲不禁好奇问道 你怎么了 回答人 只是只是有些不敢面对 连一阵犹豫 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从担任长舒立那一日起 现在不知过去了多少岁月 无数个日日夜夜 他一直都在为此挣扎 直到如今 即将见到新可能时 连却犹豫了 然终究是活了极久的存在 早已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很快的 他就展颜一笑 向吕仲嵌身行礼之后 身下就有虚幻黑水涌出 整个人渐渐没入 直至消失不见 名女一族 吕仲不难猜到 连到底去了哪里 旋即 他将目光投向远处 望着那郁郁葱葱的群山 心中不由暗想到 现在 该是我行动的时候了 联想到上次的糟糕经历 吕仲只希望 这条世界线能正常些 为防止不必要麻烦 这次 他特意改换了身形 成了一中年伞修 背负剑侠 带着满身的风霜 散发着一股淡淡煞气 给人以一种不招惹麻烦 但也不惧怕麻烦的感觉 沿着山道 顺手裂了头一街妖鼠 很快就下了山 望着道路沿途两侧 那绵延成片的田舍 以及天空时不时掠过的修饰身影 吕仲不禁怀疑起自身记忆 是否因穿梭世界线出了差错 奇怪 金鸿东治下 凡人何时能安居乐业了 他一肚子疑问 却没有表现出来 沿着愈发密集的人烟 很快就到了燕灵山方式所在处 可在这里见到的 却是一座巍峨的巨城 从城头悬挂的旗帜来看 这里依旧属于金鸿东所有 但城建规模却从先方 变了先城级别 看到此幕 吕仲心中顿时有了猜测 而后进到一路边茶滩 跑出些许零食 经过一番打听之后 从一散修口中得到了想要信息 跟他的猜测大差不差 许是世界线变动的缘故 这一次 三宗之战的最后赢家 不再是何林宗 金鸿东凭此战威名 秋风扫落叶 一捅了落云 金鸿和林三帝 奠定下了新盛之机 才有了眼前这座燕灵仙城 变化如此之大 也不知其他人如何了 吕仲脑海中浮现这想法 却没有去探究的意思 终究是相似的花 不同的世界线 哪怕是长得一样的人 也终究不再是那一人 将念头抹去 而后顺着城门口的人流 在缴纳入一枚零食的入城费之后 很是顺利进入了燕灵仙城 在街上寻了间店铺 将猎到手的妖鼠处理 仗着助击器的修为 谈了好价钱 换了些许零食 再之后 就开始打听起消息来 依照吕仲手头的信息 历史出现偏差 是在幽云古离亭的时候 在那一战中 金鸿东有一天才崛起 好似拿了主角剧本 这天才先是在幽云古 一战成名 而后顺利突破助击 结成金丹 仅仅半个甲子 就跟玄剑真人平起平坐 此人名换作李元峰 正是李元峰的异军突起 才改变了三宗之战的结局 在此过程中 吕仲还探听到了 和林宗仲修的下落 拓扬 飞兴 玄岳三脉 几乎全部凋零 上至结丹老祖 下至外门炼器弟子 几乎是无疑幸免 至于水泥 此女是少数下落不明的 和林宗修士 依照吕仲对她的了解 怕已是回到了中途 将注意力转回到 寻找吕仲上来 在这场士官地区 霸主归属的大战中 吕仲并未找到 与之相关的痕迹 难道是历史也改变了 此世界线的我 或许并未参与此战 麻烦了 事情的发展 脱离了历史轨迹 在想要寻找到此世界线的吕仲 虽不至于大海捞针般艰难 但花费的时间一定少不了 这一变化 远远超出了吕仲的估计 好在 她有的是耐心 索性便赞租了一间洞府 一边继续参悟神军药石 一边暗中打探消息 既然知晓了历史改变的节点 那就从未改变的历史中 去寻找吕仲的踪迹 日子就这般一点点过去 在此期间 吕仲一直都在参无秘书 燃林她没想到的是 受穿越世界线实力大将的影响 元神因此受到极大削弱 不但无法调动天地元气 对世界的认知也出现了障碍 由此导致的结果 可谓是相当严重 她因此再无法理解秘书内容 两年后 洞府进室内 吕仲盘腿坐 正缓缓收工 既然仓无秘书行不通 她只好将时间花在修为上 得意于此 修为已是从一开始的住击初期 恢复到如今的住击中期巅峰 只要再有一段时间 想来突破至住击后期 并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 她今日必须得出关 关于吕仲的下落 近来已经有了眉目 根据情报 吕仲曾在燕林山方市处 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点跟吕仲的经历一致 只是后来突然有一天 吕仲忽然消失不见 与之同时消失的 还有另外两名修士 分别是白小韩及黄书元 白小韩消失 我倒是可以理解 可为何黄书元也 想到这里 吕仲不由面露古怪之色 该不会 罢了 在这里干想也是无用 具体的探查情报 早已经委托精灵楼查清 而且等一下就会送过来 届时一看便知 吕仲调息完毕之后 便起身走出近视 于中堂稍坐 他一杯灵茶还未品完 就有侍女将一老者带了进来 来者身着素衣 面上多有斑点 虽看上去一副垂垂老蚁模样 然实力却不容小觑 气息平稳 仍旧保持着筑机初期的水平 这人乃是精灵楼管事 方笑云 陈道友 关于你委托精灵楼探查之事 现在已经有了回信 方笑云说中说着 从袖中取出一预剪 轻轻放在桌面 只不过并未推向吕仲 意思再明显不过 吕仲见了淡淡一笑 拂袖一扫 就将准备好的报酬放出 共计一千零食 却不料 对方只是一笑 并未收走零食 紧接着他一拱手 才慢悠悠说道 若我没看错 道友应是一名散修吧 方笑云一开口 吕仲便知道他的意图 不外乎招揽客亲而已 毕竟精灵楼看似独立 实则明眼人都能看出 背后所站的定然是金红宗 不过 外人惧怕 此惊丹大宗 吕仲可毫无畏惧 于是乎 他直接道 道友猜得不错 陈某目前并无归属 是一闲云野鹤 不过 在下平日里 自由自在惯了 并不喜欢受到约束 听得此话 方笑云肚里准备的话 尽都做了空 人各有志 既然道友向往自由 却是老夫多此一行了 说吧 他就将桌上 临时收走 随后便告辞离开 吕仲目送方笑云离开 而后将目光 落在那玉检上 嘴角糊地浮现一抹讥笑 虽不知自己是如何 得罪了金鸿宗 但那诗在玉检上的秘法 却是真实存在的 一点都瞒不过他的眼睛 粗浅满是漏洞的追踪法术 抬手可解 只不过精灵楼试图跟踪我 到底怀着什么意图 吕仲思来想去 发觉也只有一种可能 或许跟自己要找的目标 也极是吕仲有关 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但在下结论前 吕仲决定 还是先看看 玉检中到底写了什么 树西后 他忍住笑意 放下玉检 还真让我猜中了 这丝 居然坑了金鸿宗一把 然后左拥右抱跑路了 至于原因吗 是出在精灵草上 此物乃是三接灵药 能够增加结单几率 若是休息精型的修饰 在结单时服用 成功率至少可以可以提升半成 而根据精灵楼提供的信息 在当年的幽云谷离亭事件中 吕仲伙同白小寒及黄书园 在谷中鸡园金鸣草出世时 并出手偷袭了金鸿宗修士 杀伤树人之后 趁机将一株金鸣草抢走 从此了无音讯 依照吕仲对宗门尿性的了解 这信息需要反过来看 也即使金鸿宗争夺机缘不成 被吕仲反杀树人 继续往下看 是金鸣楼关于吕仲冀的探查 百余年来都一直试了无音讯 直到半年前 雍临方氏真没想到 他们三人一直都在淋月狱 只是这金鸣楼 似乎也太废物了一些 竟无法将人找到 吕仲看到最后 心中也是感慨 若当年 我信念稍有动摇 怕就是走了这条路线吧 不过很快 他就将杂念清除 知晓下一步的寻找方向 一切就好办了 另外 对金鸿宗跟踪自己的用意 吕仲心中也有了猜测 可不管金鸿宗是想要借他之手 来一个渔翁得利 亦或者是试图黄雀在后 所有的阴谋算计 在绝对实力前面 都只不过是笑话而已 将预见守好 为理会上面的追踪秘书 吕仲等出道城外 就化作一道顿光 直朝着雍临方式飞去 半路上 吕仲感应到后面 有一条尾巴 没有交流意思 他直接就调转方向 在跟踪修士肩膀上 领鸟金叉的目光中 直接就是一记掌心雷轰出 当时将对方连人带鸟 一并轰成鸡粉 而后 才继续赶路 碰 李原峰一掌 重重拍在身前浴桌上 印出一手印 自杰丹成功之后 已不知多少年 再未有人感触怒于他 可就在今日 就在竟有人当着他李原峰的面 直接一言不发地杀人 岂有此脸 李原峰越想越气 当即就要出门 这时 门外走进来一道身影 是玄剑真人 他此刻容颜苍老 好似一苍木老人 金丹真人本不该如此 如今出现这种情况 尤其只有一个解释 那便是到了受尽之时 短则一年 长则三四年 待时候一到 无论愿意与否 皆要作画 原峰啊 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一起用事 金鸿宗基业未闻 这艘大船未来驶往何方 还要靠你掌舵才能决定 师兄说的是 使原峰冲动了 李原峰深吸一口气 才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但他也十分清楚地知道 自己之所以会如此冲动易怒 跟修习的上古功法 脱离不了干系 除非将金鸣草寻回恋化 否则这一特质将伴随终生 此事 就交由我走一趟吧 玄剑真人又道 可师兄 你这 李原峰一惊 急忙就要阻止 却被后者打断 一把年纪 也该发挥最后的预热了 物要多言 我意已决 事实上 我宁愿作画在路上 甚至死在斗法中 也不愿躺在床上 咽下最后一口气 说吧 玄剑真人将一储物戒 递给李原峰 而后便转身出了门 另一边 吕仲以抵达雍临方式 依稀可看出 此处曾是一座仙城 城内外昔日大战的痕迹 至今仍是历历在目 通过那些大小不一的弹坑 以及面积惊人的琉璃化地面 不难猜出当年大战的激烈程度 行至一处 吕仲还看到了金丹自曝的痕迹 不过时至今日 一切都已是往日尘埃 很快 他就行至方式入口 跟秩序井然的雁灵仙城不同 雍临方式看起来颇为混乱 就吕仲一路行来所见 甚至还有摩修掺杂其中 想必里面的邪修也为数不少 无视暗处的目光 吕仲直接尽了方式 关于如何寻找吕仲 他现在其实也没有好办法 不过思路倒还是有的 既然吕仲三人 曾在此长期滞留 想必在不知晓自己行踪暴露的情况下 应该还会在雍临方式里面 亦或者是周边隐居 吕仲现在要做的 就是找到半年前 吕仲现身的原因 然后借此钓鱼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找到吕仲在意的点 吕仲这次准备 做两手准备 明面上继续收集信息 暗中则是准备炼制一具化身 时间过去数年 炼制化身的材料早已存够 是以吕仲准备炼一具化身 让他在暗处进行调查 以避免金鸿东那边的监视 至于本体 则是安座钓鱼台 无论哪边先有突破 都可以伺机而动 同时 继续负担修炼 好让实力恢复得更多些 吕仲心中有预感 自己这一次 大概率会跟杰丹修士对上 届时 若是实力足够高 说不定就不用引动星辰剑 继续留下这一张底牌 一日 二日 一月 二月 眨眼功夫 就是小半年过去 期间 吕仲除了炼制化身 及补安损耗外 便一直都在闭关修炼 高屋剑灵之下 修为恢复速度极快 早已经从注击中期 突破到了注击后期 这一日 进室外忽然飞进来一道灵符 是化身送来的 踪迹在线 是在一处地下拍卖行 目标 严寿丹药 吕仲看到这里 清除了吕仲出现的原因 谈到 也是 百余年过去 在修为没有继续突破的情况下 也该受缘枯竭了 接下来 该是钓鱼实践 他略意私存 很快确定了钓鱼方案 那便是炼制一严寿之物 然后送到拍卖行等于上钩 为保险起见 鱼尔最好获真价实 吕仲手上虽无相应灵物 但想要做到并不难 那便是取自己的一滴精血 稍作加工即可 炼虚修饰的精血 本质上无延寿作用 但因其中蕴藏莫大精元 故而可以修复损伤 使修饰可以添寿而终 如此就变相地 实现了延寿目的 不一会 一颗血滑丹便炼制完成 此丹望之 好似一团血艳 却散发着诱人清香 寻常修饰闻道 并不会有任何明显感觉 顶多觉得略微有些轻松 若换作即将受尽之人 却会立刻就发现 自己的身体在好转 依照吕仲对自己的理解 及吕仲需求此物的用途 他觉得目标大概率会上钩 届时就是皈依世界线的时候 不经意间风云骤起 一则惊人消息 很快就在私底下传开 却是有人在拍卖行中 祭售了一枚严寿宝丹 雍临拍卖行 对此已作出鉴定 并将宝丹功效公之于众 可修复损伤 使人可以天寿而终 一旦激起千层浪 听到这消息 不少即将受尽的修士 纷纷朝雍临方式赶来 方式某处 玄剑真人却叹息一声 此丹 若能早来一些 恐怕我就能多活百年 可惜啊 玄剑真人并不认为 助击修士拿出的这枚所谓宝丹 能完全修复自己因斗法 而伤重难遇损耗掉的寿源 不过 纵然只能恢复一二十年 也是意外之喜 不过 得先等于上钩再说 万众瞩目之下 拍卖会终于召开 许氏有意扩大声势 好借此打出名气 在此次的雍临拍卖会 举办方除了必须拍卖的 那件焦点拍卖品 还额外拿出了不少珍贵之物 其中不但有千年灵药 甚至连助击单也有 也因此 若大会场做得满满当当 就连过道处 也罕见站满了人 而吕仲 仗着助击后期修为 早已经定下一间包厢 此时此刻正在暗中观察 每一位进场修士 忽然间 他微微一愣 笑道 鱼儿还真上钩了 当即将化身派出 并给予一件东西 让他去将目标请来 不一会功夫 包厢外响起两道脚步声 请进 紧随化身之后 门外走进来一划发老者 吕仲在打量着老者 老者也同时在打量着吕仲 二人相识一阵 是老者率先开口 这位道友 拐弯抹角的话 就不用多说了 此番你调我出来 还动用了血滑宝丹 想来是所图甚大 却不知陈某这条烂命 与你何用 老者说着 又将一方愈合递出 过程未有迟疑 若是为了精灵草 大可不必如此麻烦 只需道友给予我宝丹一枚 他就归你了 可吕仲并未接过那愈合 只是望着华发老者 叹了一口气 唉 英雄迟墨啊 你说是吧 吕仲 此言一出 华发老者仿佛对此早有预料 面色并未有丝毫改变 见面前中年人 没有对自己动手的意思 已是老年人模样的吕仲 语气平静无比地说道 阁下可是不愿做这桩交易 若是如此 还请让在下离开 非言 吕仲微微一笑 望着另一条世界线的自己 并没有表明身份的打算 考虑到此行目的 他在吕仲震惊的目光下 翻出一整瓶血滑丹 方才道 我要跟你做的 是另一桩交易 吕仲艰难将目光 从那玉瓶上移开 而后 他望着身前的中年人 惊疑道 何交易 吕仲面色平静 将交易内容传音道出 文言 吕仲面色一阵变幻 但看着那一整瓶的血滑丹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之后如是重负般说道 这是可以答应你 不过 还请宽限晚辈些许时日 好将一阴事情安排好 当然 吕仲并不着急 更不会取走吕仲性命 对恋虚修饰而言 纵使是百年千年 都不过是眨眼云烟 而且 他心中隐隐有种预感 若是能让这条世界线的吕仲 主动接受皈依 自己或许 还能因此获得好处 这也是吕仲现在 急剧耐心的原因所在 另一边 随着压轴好物的灯台 拍卖会气氛抵达顶点 经过一番激烈争夺 结果毫无疑问 是玄剑真人 拍得了血滑丹 既是结丹中期修饰 又已是濒临作画的状态 两种因素叠加之下 哪怕彩礼有能胜过他的 也会顾虑拍下后可能的冲突 而主动选择放弃静拍 交割零时 玄剑真人迫不及待地 将丹药服下 宝丹刚一入腹 立刻化作熊熊血焰 紧接着 血焰更是透体而出 然而 玄剑真人此刻的状态 看着害人 实际上却是由百利而无一害 那些血焰剧 都是由炼虚修饰的晶元所画 对于低阶修饰来说 属于实打实的大补之物 能极好地修复身体损伤 最后的结果 完全出乎玄剑真人预料 我 我这是 他一脸惊骇 望着自己近乎完满的状态 惊得说不出话来 更感应到 兽元竟已恢复完全 原本玄剑真人的兽元 应受本命元气 耗损等原因 已降至不足四百年 可现在服用血滑丹之后 静一下恢复至金丹天兽 也即是说 他现在至少还有百年可活 从即将作画 再到可继续执掌一方风云 其中的大起大落 令玄剑真人 也不禁心情激荡 可很快 他就想到一点 如此宝丹 能补一本命元气 使我重获天兽之术 绝不可能是三阶丹药 就算是四阶 也未必能有如此功效 渐渐地 玄剑真人的面色 煞白起来 哼 能想到这点 真不愧是一方人解 伴随着这道话语声 包厢中忽有一道雷线凝线 继而吕仲从里面缓步行出 此刻的他已是恢复原貌 正一脸细血地看着玄剑真人 想当年 这可是需要他仰望的存在 可到了现在 却已是随手可捏死的蝼蚁 你 你是 玄剑真人望着吕仲 目中惊异不定 一方面 他只感应到面前之人 不过是助击后期修为 另一方面 方才此人出现的方式 伪时过于惊人 几乎等同于原因的五行顿数 哪里可能是助击修饰 所能掌握的手段 还有 这张熟悉的脸庞 饶式玄剑真人 一向心智坚定 此刻也是 震惊的难以附加 你是 吕仲 答对了 吕仲淡淡一笑 肯定了玄剑真人的猜测 紧接着凝出一口零剑 缓步向前 闲聊时间结束 现在该是送到有上路的时候 听得这话 玄剑真人尽管震惊 却不会坐以待毙 毕竟就目前所见 这吕仲尽管出现的诡异 可修为也不过是助击后期 哪里会是杰丹修饰的对手 然等他想要反抗之时 却发现自己竟提不起 丝毫法力 你 你在血滑丹里下毒 道友猜得不错 我的确在里面加了些小手段 虽然这般做法 有为单师职业道德 可谁让现在情况特殊 吕仲说完 不等玄剑真人反应 仰手就是一剑 扑通的一声 无头身体硬生倒地 紧接着 又是精准的一剑 将藏在石海处的玄剑真人神魂 给直接碾的粉碎 令其死的不能再死 做完这一切 吕仲习惯性将摸尸 可惜的是 玄剑真人此趟出行 是抱着有去无归的信念 故身上 除了那件 因多次炼制福宝 而未能严重耗损 近乎崩溃的本命法宝常见外 便只有一些常用的疗伤 及回弃丹药 对此 吕仲照单全收 而后他回到自己的包厢 对着等在那里的吕仲 微笑道 好了 小麻烦已经解决 既然方才道友 答应了交易 那么便立刻开始动身吧 想来 道友也不会介意 我到你家一看 自是不会 吕仲紧攥着手中玉瓶 点头同意道 随后 二人便离开了拍卖会场 朝着雍灵房室外走去 就在之后不久 一声尖叫 打破热烈的拍卖会气氛 玄剑真人 被人刺杀于包厢 犹如巨石砸进水潭 顿时激起轩然大波 两道身影无言行尽着 跟在后面的吕仲 这时忽然感兴趣问道 我现在很好奇 阁下为何会甘于平凡 选择娶妻生子度过一生 甘于平凡 吕仲听到这话 却是苦笑一声 哪来的心甘情愿 不过是向现实低头的结果 于自幼孤苦 哪怕后来获得先缘 也不过是换了出地方挣扎 日复今年 纵使年轻时 侥幸在福道上略有小成 可也仅仅足够勉强糊口 之后 随着福道造诣的停滞不前 此生道徒也已然无望 若不及时娶妻生子 此生又还有何意义 听到这里 吕仲察觉到一丝不对 对方显然没有金手指 很显然 这位吕仲的人生轨迹 并非是吕仲人生的复刻 由于少了金手指的帮助 故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算是原生制服饰路线的延续 但受限于出身及天赋 依旧是未能在道徒上走远 不过 吕仲说到这里 一脸的满足之色 人生知己难得 而我一下便得到两位 能与之共度此生 并生儿育女 实乃吕某人的幸运 有他们二人陪伴 此生不虚 是吗 那真是恭喜道友了 吕仲闻言 心中微微触动 拱手笑道 二人说话间 已是穿过一层幻阵 场景因此变幻 从原本偏僻的荒野 一下变成了小山谷 那里四季如春 繁花似锦般盛开 不远处 还可见竖道身影 吕仲目光 扫过院中的二名妇人 然并未在 他们身上停留片刻 转而望向不远处的五名孩童 并将视线最后停留在 其中一名孩童身上 从年纪来看 此人最小尚且三岁 相较活泼的哥哥姐姐 她不但身形瘦小 还是一副病烟烟模样 只能眼带羡慕 老是站在一旁观看 只一眼 吕仲就知晓了 吕仲收集严寿之物的意图 却并非为了自己 而是替幼子治病 另一边 见自家夫君带着陌生修士回来 白小涵及黄书园二女健壮 招呼子女一并走了过来 分别见过行李 吕仲还礼之后 还笑着给个人送了份礼物 轮到那生病幼童时 小家伙自称是吕长青 名字中很显然寄托着父母的祝福 希望他能如长青树一般 受在万年不哭 如果我没看错 这应是士灵之体吧 吕仲传音道 道友说得对 的确是士灵之体 一听到这话 吕仲顿时神色一按 仿佛被抽去了全身力气一般 士灵之体 修仙界罕见无比的绝症 出现且仅出现在修士身上 凡患此症之人 身体就好像出现了无底洞 无论如何修炼 皆是难以引气入体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病症也会越来越严重 待亏空身体元气之后 便会直接吞噬精血元气 直至受尽而亡 吕仲听完之后 欲言又止 随后 他同这三人一起进了待客厅 宾客入座 灵茶针上 吕仲当着白小涵 及黄书园二女的面 道出了那一桩交易 对此 二女的反应各不相同 白小涵一脸平静 表现得沉默不语 紧握的双手 能显示他此刻内心的不平静 而黄书园则是小声啜气 不一会便是红肿了双眼 至于反对 他们十分清楚 这已是最好的结果 用一个寿元即将耗尽之人 换取至于妖子顽疾的机会 无论怎么看 都是十分值得 只是 吕仲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要说他心中没有触动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此情此景 恰似他另一种人生的演绎 事实上 如果没有挥舞空间相助 吕仲的一生 或许就是如此 哪会有日后修炼之化神 更没有成就炼虚的可能 思绪翻飞间 吕仲目光呼的后遗 只见屋外平地处 忽然有一汪黑水浮现 紧接着一道身影缓缓浮现 正是离开许久的莲 他此刻的面色并不大好 甚至可以说是魂不守舍 也不知这一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不过 吕仲并未关注他 而是望向吕仲三人 想了想才开口道 其实常青的病并非无药可治 依我看来 事实上那甚至不算是病 而是一种特殊体质 之所以会危及性命 是因为如今的这方天地 灵气过于匮乏贫瘠 以至于身体补充跟不上消耗 久而久之亏空晶元 方才有了士灵病症 这一点在下也引有猜测 吕仲叹气说道 可知道了根源 却无力解决现实 才是更大的痛苦 他曾求这一位助击丹师 对方医术精湛给出过解决办法 极想要解决士灵病症 唯一办法的是助击成功 如此方能引入大量外源灵气 将自身的消耗与吸收达成平衡 若真能做到这一点 吕仲青也将迎来腾飞机遇 从此以后 亦飞冲天 可惜 这注定是不可能实现之事 士灵之体远比绝灵之体可怕 它会吞噬进入体内的一切灵气 在修炼的过程中 必须持续供应灵气 给灵体吞噬 但这样做 有一后一症 便是吕仲青的身体无法承受 经脉必将因此而溃破 唯一的解决办法 是度入一缕至精致醇的灵气 以此抵消士灵之体 那惊人消耗效率才能实现引气入体 偏偏这是无法做到的 因为能满足这一要求的灵气 并不存在于此界 如果说 我能解决呢 吕仲微微一笑 而后将目光投向吕仲 后者闻言 身体微微一颤 面色数番变幻后 平静下来 若道友能做到 纵使是千年万载做牛做马 我吕仲也心甘情愿 夫君 旁边二女闻言 皆是惊呼起来 见他们还想劝说 吕仲挥手打断了二女 一脸轻松地笑道 你们不用劝了 能用一条残命 换取长青长生 我此生足矣 接下来还请道友实现这点 当然 吕仲如此硬着 心中却在思考 自己这般大费周章 到底值不值 按照之前交易 他几乎是无需付出 只用一瓶血滑丹 就能换来世界线皈依 如今却为了一个可能 或许还需要向连求助 如此的话 免不了一番付出 最后 吕仲决定还是相信心中的预感 也及时令另一世界线的吕仲 主动选择皈依 会对自己大有好处 于是冲连传音道 我这边需要一缕精纯灵气 越精纯越好 如您所愿 大人 连对吕仲提出的请求并未拒绝 反倒是心中窃喜起来 紧接着 他指尖凝出一道暗淡灰光 吕仲望着这灰光 心中少有的感到吃惊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精纯到这种程度的灵气 已不是呈现气液故三态 而是成了一缕光 怕已是不能称为灵气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仙灵气 此灵气并非我所用 所以需要驱除其中杂质 仅留下精纯灵气即可 见连凝出此光 就没有其他动作 吕仲适时提醒到 若不然 真让这道仙灵气入体 吕仲青的病逝治好了 然受到明女气息影响 确切说是 被他这种高阶存在 自身所携带的信息严重污染 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 结果却又难说了 指不定最后会成长 坐一轨道巨拨 文言连点点头 弹指牵出数缕灰丝 着手进化起来 没了这些杂质的影响 那一缕仙灵气 顿时明亮通透 乍一看 就好似一跳跃的惊艳 纯净无瑕 却好似血液在流动 灵气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呢 吕仲多看了两眼 而后伸手一射 将这吕灵气 打入到吕长青体内 后者只觉一股暖流入体 精神状态好了许多 却不知到底发生了何事 然吕仲夫妇三人却知道 幼子的顽疾已然痊愈 盖因在望气数世界中 那一吞噬灵气的黑洞 已是被彻底填补上 从今往后 只要吕长青 暗部就班修炼 途中不应意外而夭折 莫说是达到原因境界 纵使是修仙界之巅的化神 也未尝不可以遗忘 而这一切变化 都是面前吕仲带来的 光滑剧脸中 吕仲缓缓睁开眼眸 正如他所预感那般 若能使另一世界线的自己 心甘情愿地选择主动归一 自身就能获得莫大好处 好比现在 吕仲感觉 原神略有增强 可能是由于此界 吕仲修为过低 故此番效果并不怎么明显 然却也能省却他千年的苦修 好处不止于此 现在的实力 也恢复了许多 从原本的筑基后期 一下子就到了结单初期 感应完毕 吕仲方才站起身来 背后 莲已等候多时 吕仲微微转身 平静道 说吧 有何所求 莲等的就是这时 也正是因此 方才他才会如此卖力 不惜耗损自身元气 凝出一缕精纯的仙灵气 以作为吕仲卿治病所需 大人 联想请你出手 夺得一物 何物 是名女一族的质保 铲水绝 不敢相瞒 此界的名女一族 由于莲未接受馈赠 不出预料的 早已经灭亡 说到这里时 莲明显叹了一口气 才继续道 铲水绝 作为名女一族质保 本质上 是一件传承之物 并没有多少力量可言 不过其上 可寄托名女哀思 是以莲没有看错的话 名女一族的残念 尽都在其上 大人 你可将之视作墓碑 尽管人死不能复生 哪怕诞生自 名冤之地的名女一族 亦是如此 但莲还是想将 蝉水绝带走 至少不让她在那里腐烂 吕众文言 将《明冤之地》 这词记在心中 而后 借助挥晤空间 略移试探 确定对方所言 没有陷阱 的确是为了 蝉水绝之后 方才点了点头 需要我做什么 大人 蝉水绝所在处 有巨树 镇守着 前往那里的路 已经被封死 所以 请您随连走一趟 唯有您 才可以打开通路 说这话时 连一脸的小心翼翼 毕竟提出如此要求 在她眼中看来 已然算得上是过分 这一次 吕众用出了 推演未来 足足三十六息 扮上 她确定没问题 轻笑道 可以 幽暗之地 忽然间 有黑水翻涌 继而 两道身影 从里面浮下出 其中之一位 黑衣青年 戴着亘古不变的 平静表情 仿佛未捕仙之般 将视线投向远方的 那抹金光 旁边还有一神情 紧张的童女 她这时突然捂住脸 急忙取出一斗笠 将自己的脸给遮掩起来 这时 吕众将从远处收回 打量起周围环境 望着周围黄泉般的景致 以及空中漂浮的一道道黑影 心中不禁暗自思量 此处就是明渊之地 乍一看 跟她曾去过的奈何 并没有相似之处 瞥了眼旁边 已现出圆形的脸 吕众心中也是不禁好笑 没想到诞生在这种地方的 名女一族 圆形竟是如此可爱 好比现在的脸 已化作了一直立的小兽 看上去毛绒绒软乎乎 让人看到后 忍不住上前摸一摸 果真是修仙界之大 无奇不有 哪怕在这种冰冷 充满死亡的地方 竟也能淡出这种奇迹生命 正想着 旁边传来脸的声音 她羞怯道 大人 由于那地方特殊 名女一族受到极大的限制 还请您抱住连进去 见她如此要求 吕众自视将连抱住 摸了摸 手感极佳 吕众感觉到连得不自在 不禁刻意戏弄了一番 揉了揉怀里的小毛团 带到心满一族 才冲天起 朝着远处的巨树掠去 此树看着近在眼前 然实际上相距极远 纵使练须修士 急速飞行 在沿途未遇到阻碍的情况下 足足后去了旅中一整年时间 期间不知跨越了多少千万里 方才最终抵达 等到了巨树之下 更知她的宏伟 顶天立地 不知有几万丈之据 连提及的铲水绝所在处 则是位于此树根部 那里有着一片广场 依稀还可看到计划 以其等物散落 不过此刻 旅中的注意力 并未被这些东西吸引 而是落在广场中央 一悬浮盘坐的人影上 此人身着白衣 双膝之上横放着一口飞溅 全身笼罩于金光之中 紧闭着双目 虽面相栩栩如生 但面颊上树到刻意显现的拼接缝隙 叫人能明显看出来 这不过是一尊傀儡 只是制造得极为精巧 以致意识难以分辨 在其身下 赫然有一洞口 如果旅中没猜错 他定然通往蝉水爵所在 稍作试探 他才牵扯出一缕气息 但却是人道斩杀剑的 手一抬 将之打向了 那道悬空的人影 咔嚓 清脆碎裂声传出 封印住洞口的金光破碎 将通路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 那悬浮的白衣傀儡 也一并在金光闪束中 消失不见 嗯 吕仲剑如此顺利 心中不禁胡疑起来 然左等右等 也不见有陷阱 又做了一番试探 确定并未找到陷阱 才抱着怀中的连进了通道 此通道一路向下 四是适应名女体型 故通道里面并不大 仅一丈剑方而已 两侧皆是浮雕 像是在述说名女一族的历史 然受到顶上巨树影响 通道里布满了 大大小小的树根 连番生长挤压之下 不但通道因此而变得扭曲变形 一部分壁画也因此被破坏 以至于壁画内容断断续续 出现不少缺失 大人 需要连为您述说一番吗 怀中的连 这时小声问道 吕仲想了想 笑道 那就有劳了 名女一族的历史 要从第一位名女的苏醒说起 作为诞生自明渊之地的种族 天然就有掌控轮回的能力 可杜颂死后生灵的魂魄 将之送入奈何轮回 重新投胎转世 因而自诞生之初 便获得了天道的关注 后来 名女一族就成了轮回使者 获受轮回权柄 替天道代行轮回直思 维持着世间生灵的往复循环 名女一族的历史 在连口中娓娓道来 只是还未等她讲完 通道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尽头处是一座繁星大厅 站在入口处的平台 放眼向前方望去 无数星光闪烁 好似星河一般耀眼 只一眼 吕仲就看到了铲水绝 是一块朴质乌滑 通体布满裂纹的黑玉 如连所言 此物虽是名女一族的之宝 然实际上并非什么宝物 若要用词语形容 更像是一个骨灰瓮 眼前所见的繁星 皆是从那欲绝中溢出 连上前几步 就将之取到手中 出乎吕仲预料的是 在此过程中并无意外发生 令她心中不经狐疑 更暗暗想到 难道外面那尊傀儡 真就是负责看守此目不成 另一边 取得铲水绝的脸 此刻欣喜异常 她爱惜地抚摸了好一阵 这才真而重之地收好 之后转身望向吕仲 大人 既然我们已顺利取得铲水绝 现在可以离开了 旋即 二人沿着来时的路 向外面走去 跟来时一样 依旧没有意外出现 另一只警惕的吕仲 不由心生郁闷 竟真的无事发生 她在心中喃喃一句 对此有些不敢相信 不过仔细想想 似乎这才是正常情况 就目前吕仲所见而言 负责镇守此处的那尊傀儡 明显是属于黄金树一方的势力 而她进入名女异族目的的方式 用的是人道斩杀剑碎片 可以说是如仙石清零 若这样 还遭遇那尊傀儡攻击 才是有古怪 待离开树下广场 吕仲特意回首望了眼 发现那尊消失不见的傀儡 此刻又再次重新出现 依旧是跟之前那般 盘膝镇守着目的 随她一并出现的 还有那层金光封印 二者丝毫未变 外面正暴雨倾盆 自上次世界线归一 转眼之间便是十数载寒数 风源仙城 某处洞府 吕仲坐于亭中 一边品着杯中茶水 一边望着亭外雨连 情绪略有些烦躁 自从上次在另一条世界线 看到曾经的故人之后 她就不免想起了 自己的那两位知己 也不知分开如此之久 他们如今情况如何 或许仍存于世 或许早已经轮回转世 毕竟长生艰难 时间过去如此之久 谁知道 二女是否能接连度过两次天节 在无法正常飞升的清河界 一直逍遥活到现在 可惜 关于阻碍飞升之路的原因 我一直无法探查清楚 若不然就能将之打通 吕仲长叹口气 将杯中灵茶一饮而尽 紧接着 她又想起了曾许下约定 不免再次叹息一声 兴至阑珊之下 吕仲再无心情饮茶赏雨 转身进到闭关近世 再次闭起关来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大战的阴霾再次袭来 将整个风源界笼罩 此次掀起战端的 是一座名为玄月的圣地 跟其他圣地一般 同样有仙人坐镇其中 起初不过是讨伐一合体宗门 只是后来战火绵延一发不可收拾 好似燎原之火一般 很快就烧至整个风源界 明眼人都能看出 这根众圣地在背后推波助澜 脱离不了干系 外人猜测 这是为了扩展地盘 吕仲这边 知晓的却是比外人更多 消息的来源 是来自于分散在风源界各处 扮演着不同身份 有着各自不同生活 暗地里不断为他收集情报的化身们 根据汇聚上来的消息 舵仙掀起战端的目的 并非是外界所见这般简单 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谋划 这一日 叶盘炎再次来访 榆木小亭中 茶香鸟鸟 吕仲跟叶盘炎相对做 正在讨论着事情 重新组建盗盟 并非是一件一事 单单有一座 坚不可摧的要塞还不够 还需要足够的人手 方才能维持其组织的运行 由此 各类资源的消耗 也就不可避免 此番叶盘炎前来 就是为了向吕仲 大批购入丹药 经过双方的一阵戏谈之后 已经是拟定好了 具体的交易内容 下次便只需 钱货交割即可 达成异象 叶盘炎松了口气 多谢道友 这次真是多亏有你在 他也是招人后才知道 原来维持一个 万人组织的运转 竟是如此的劳心劳力 过程远比修炼 突破艰难万分 就拿丹药来说 哪怕是满足基本需要 种类及树木 都要上百种之多 涉及到一阶至六阶不等 换作是其他时候 想要凑齐并不难 可现在的盗蒙 近乎天下公敌 哪里还能轻易采买到 这一次是有着履重的支援 叶盘炎才能达成目的 对这笔买卖 履重倒是希望叶盘炎 能买更多一些 随着山河洞天的持续扩大 灵药产量得以随之提升 再加上炼丹工厂效率的提升 洞天的丹药产量 一直在提升 就目前这些订单 远远没有达到 山河洞天产能的上限 谈完正事 二人不免聊到了眼下实事 关于舵仙进来的动作 倒有可知晓什么 我这边收集的消息显示 他们似乎在图谋着什么 履重略意抬手 设起水温恰到好处的茶壶 替叶盘炎蒸了一杯灵茶 才面色平静 提起心中在意的此事 闻言 叶盘炎方才还轻松的神情 一下变得凝重 的确 如道友所知那般 那群舵仙的确在谋划着一件事 似乎是要炼制九转金丹 并且已经为此付诸行动 但我这边尚还不知晓 到底是怎么个炼制法 九转金丹 履重闻言 心道不是传说中的仙丹吗 舵仙们居然想在灵环界 炼制出这种等级之物 此举可谓丧心病狂 不用想也知道 无论炼制此丹所需资源是什么 又或者是用了何种仙家秘法 但只要是用数量补其质量 其材料总量都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再联想到 舵仙因此刻意发动的战争 恐怕是 二人对视一眼 似乎想到了一处 若无意外 这场席卷风圆界的大战 将会是一场全面战争 上至修士下到凡人 只要无法脱离这场漩涡 恐怕最后都要牵扯其中 且无论舵仙从中能获得什么 又到底想获得什么 此战都注定是旷日持久 履重说到这里 不由叹息一声 多事之秋啊 送走夜盘言 履重望着外面千云密布的天空 陈莹一会 并未如往日般折返近事 继续去闭关修炼 而是一转身 就进了山河图 岳华妙化生息丹的蕴养 近期已到了关键时刻 此丹至关重要 可以说 关系到他未来成就合体之路 由不得不多加关心 来到空丧神墓前 此数先前说要逼惑 执行得当真是无比彻底 目前好似一块枯木一般 再无半点的气息泄露 履重也是站在近处 才能感到其体内有隐晦的灵气 打出一道法诀 树干硬生裂开 化身的身影出现眼前 直一眼 履重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心中喃喃道 没想到 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那道盘坐的身影 看似跟之前一般无二 然实际上 连空丧神墓都未发现的是 蕴养此丹的化身 在不知不觉中 已是受到了侵蚀 此刻的他 不再是履重的化身 而是成了月珠的傀儡 亦或者是他物 是因为月珠中的气息吗 履重目中光芒闪烁 决定用挥晤空间回溯一番 很快 答案便水落石出 正如他猜想 化身之所以受到侵蚀 原因出在妙化月珠上 这种事情 让履重感到疑惑不已 按照太阴仙经所述 月华妙化生息丹的孕养 固然麻烦 却不存在后遗症一说 所以 此种被侵蚀的情况不该发生 可如今的情况 却是 化身的确在不知不觉间 就被那月珠侵蚀了身体 变成了他所不了解的东西 更像是什么东西 引发又发了这一变化 履重脑海中 顿时闪过一幕记忆 却是想起了 之前在古明火镜时 遇上的那一道清月身影 本能告诉他 对方或许跟着脱离不了干系 多先手段吗 他望着树内盘坐的化身 想到此区已不为自己控制 说不定已为那一多先控制 心中很快有了决定 却是宁愿大大割肉舍弃一番 即将运养完成的 月华妙化生西丹放弃 也要将身边的危险因素 彻底排除 没办法 无论是空桑神木 还是方圆近三万里山河洞天 乃至炼丹工厂 都是不可外泄的巨大秘密 一旦被外界知晓 定然会引来巨大麻烦 若被舵仙盯上 甚至会有性命危险 与之相较 一枚月华妙化生西丹 倒还真算不得什么 履重当即新面移动 可几乎同时 一道清冷声音 出现在她脑海 以极不自在地语气道 道游请手下留情 这道声音本以为 自己开口央求后 履重就会立刻停止动作 输不料更坚定了她的决心 当即就引动后手 让华身彻底消散 嗡嗡 一阵灵光闪烁 华身的身躯 顿时开始崩解 有圆珠从里面滚落 正是被蕴养的妙化月珠 她此刻以形象大变 上面布满玄傲纹路 同时泛起一层青色灰光 缓缓漂浮在半空中 与此同时 无数根须扎来 三两下将月珠捆成粽子 却是空桑神木 察觉异样出手 月珠闪烁几下 试图震碎根须脱困 然空桑神木并不是吃素的 在被震碎挤到根须之后 便开始弥漫出灰光 根须因此一下变得坚固无比 而后 更多根须涌来 令月珠再无半点机会 阁下到底是何人 吕仲望着月珠 脸色殷勤不定道 我 月珠传出此声音 紧接着就一阵光芒变幻 化作一吕仲熟悉的身影 此女出现后 先是望了眼周围 然后才将目光移向吕仲 表情忽然冰雪消融 我是你师座 听闻此言 吕仲心中冷笑 不准备当真 眼下有空桑神木在 她这边占据了上风 随时有解决此舵仙的实力 因此 心中并不大慌 更是想着 问不出有用信息 就直接让神木动手将之解决 却不料 对方这时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一脸认真道 太阴仙精 此道乃是由我所开创 亦是我外传 她看着屡中变化的表情 这时继续说下去 发笑道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只不过 你这是凡人之余见 功法传授并不一定需要口授 更不必须以纸张预检做载体 只需动用一些真仙手段 经由虚界将信息传播扩散 便可以自然而然造成影响 由此达到扩散道统的目的 这番话听着荒谬 然屡重却觉得是真的 污染的本质是信息的传播 在刻意为之的前提下 若这种污染达到某一极限 的确有可能使目标领悟传播者的真意 进而悟出功法传承来 恐怕 月英子所创的太阴仙精 便是由此而来 也难怪 一侧灵界功法 敢冠以仙精二字 屡重想到这里 对面前这位天降师祖的话 已是十分信了三分 真有意思 师祖师徒 竟会如相会 一直旁观的空桑神木 这时候呼得发声孝道 所以 能将我的禁锢解除了吗 被困的太阴祖师 这时候心虚问道 作为一道之主 被小小炼虚 识破小动作也就罢了 现在还被禁锢困住 连半点反抗能力也无 实在是颜面大失 抱歉 在确认你的身份之前 还请阁下先受些委屈 为自身安全起见 屡重自不会就这样 让空桑神木将它放出 转而 他想起某事 又问道 我很好奇 四阁下这般存在 为何会愿意从仙界回来 无备修饰一生修炼 为的不就是非生成仙 哪有到了目的地 却折返的道理 这话你是问对人了 他因祖师见出不去 干脆坐在了地上 闷闷达到 唯有到了仙界 才知道 那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碍于 一些特殊原因 祖师我就不向你透露 仙界到底是个什么光景了 说到这里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屡重 当然 若是你这七师灭祖的不孝徒孙愿意 作为祖师爷的 我也可以提前道出 将仙界的情况描述一番 让你立刻容生 容生 鲑鱼树根吗 吕仲道 看来 你还知道的不少 他因祖师意外看了吕仲一眼 的确 容生的归宿 就是鲑鱼树根 但请相信我 这绝不是你想要的 见他说得如此严肃 吕仲也不禁心中一灵 方才 他的确有类似想法 能一下直接飞升到仙界 真是有不小的诱惑 哪怕因此遭遇不测 至于我从仙界回来的目的 这一问题换作其他人 定然是绝大部分回答不出来的 他们只知晓 自己被困漫长岁月 却不知道被困的根源 原因 倒也是简单 他因祖师说到这里 刻意把话止住 微微一笑后才道 此事真相 涉及到成就真仙之秘 价值难以言语 纵使你是我太阴一道的传人 也不可能直接知晓 更何况 还是忤逆氏祖的不孝徒孙 可如果 你愿意将我 可他不说 吕仲却已经知道了答案 皈夷世界线吗 他又还清楚记得 当初官道子说过真仙的未来路 早已因天道而发生变化 曾经的旧路已经走不通 必须要成就真我唯一之仙 否则 纵使杜杰飞升到了仙界 也将因此而离遇大难 如今看来 官道子所言并无虚假 眼下舵仙们的遭遇 无疑是对这一说法的证实 想到这里 吕仲将目光移向太阴祖师 平静道 所以 你们这次回来 是为了再次飞升 成就真仙 我是我 不要将我跟那些垃圾 混为一谈 太阴祖师不满地说道 紧接着 他面露讥笑 一脸不屑地说道 啊 就凭他们那些废物 也想要成就真仙 哪怕得到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不知晓真正前路的情况下 任凭这群咸鱼再如何挣扎 也不过是重演旧路 所以 他们炼制九转金丹 也是徒劳 你 你说九转金丹 听得吕仲这话 太阴祖师好似被掐住脖子 脸色一下胀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帮咸鱼 愚昧且无知 怎会知道具体炼制之法 不对 并非没有可能 那些老不死也趁着这次机会 跟我一样 折返回灵界 若不有这群老东西在 本祖师又怎可能沦落 说到最后 他的声音小了下去 而后 太阴祖师换了副表情 冷冰冰道 若真是要炼制九转金丹 唉 如果我没有猜错为错 外面应是大乱了起来 吕仲点头 将外界情况道出 哼 没想到 竟还真是要炼制此丹 太阴祖师面色一尘 不知想了些什么 目光因此闪烁起来 过了好一阵 他瞥了眼身前站着的吕仲 一脸严肃说道 事到如今 我也没必要瞒着你 毫无疑问的是 九转金丹 的确是一条捷径 否知 能令人长生不死 即刻登仙 但 这却并非没有代价 愿闻其详 吕仲闻言 神色一领 拱手道 一旁的空丧神木 此刻虽并未发言 想来也是在侧耳倾听 九转金丹 并非你所知的丹药 但可以将它以丹药概念试之 方便理解 炼制所需非灵药 也非金石 而是需要两样载体 若要炼成九转金丹 亦需要命缘 此即为他们发动大战的原因 巨沙城海 借此可巨龙海量命缘 二为巨纳命缘之人柱 这一点我尚不清楚 他们是否找到 或者是如何实现替代 不过 既然已经开始动手 想来已是有了解决办法 吕仲脸色变了变 关心问道 此事 与我有何影响 有也没有 太阴祖师随口回道 只要你运气未坏至极点 不是炼丹所需的命缘人柱 大可以找个地方闭关修炼 直接闭关个三五万年时间 带到九转金丹炼城 危机彻底解除之后 再出现即可 剑吕仲想要开口 他补充了一句 放心 你运气还不算坏 并不是什么人柱 事实上 想要成为承受命缘的人柱 条件可以说是十分苛刻 首先的一点 就是要完成自身的进化 也即是驱除天道影响 光是这一点 就足以排除世间极大部分生灵 有也只有少数集中罕见灵体 才有成为人柱的可能 但这也仅仅只是可能 此刻 太阴祖师见吕仲面色有异 不禁诧异道 怎么 你知道有这样的人 吕仲闻言 面色一变 否认道 阁下多想了 哦 那你可要提醒那人了 太阴祖师微微一笑 自顾自地说道 满足条件的人柱 在那些老东西眼里 无异于会走路的九转金丹 虽说人柱胚子 不一定能承受天亮命缘的灌注 直至最终接出可呈现长生的果实 还需要满足其他的苛刻条件 然尽管如此 此人的价值也是难以言喻 对他这话 吕仲并未回应 而是暗暗在想 既然成为人柱的要求 是净化驱除所谓天道的影响 那么 接受净化避免容生的叶盘岩 在接受了黄金术赐福之后 是否还算得上是人柱 若是又会炼制出怎样的九转金丹 如果服用这样的九转金丹 那成就的又到底是何种真仙 吕仲未往深处去想 理智看待此事 其实跟他没有多少关系 在早已知晓真正的成仙路 并且已经有了实现的办法的前提下 他已无需借助九转金丹成仙 是以吕仲对九转金丹毫无兴趣 想来太阴祖师也是如此 他必有自己的道路可走 若不然 那还能似现在这般镇定 早该加入那伙舵 先共谋炼丹大业了 一下知晓这么多秘密 吕仲也是大感头痛 见月华妙化声息丹无了 他也不愿继续在此停留 就准备让空丧神木 将太阴祖师禁锢着 直到日后有了抵挡的底气 才决定是否要将之放出 说实话 对方那种污染手段 的确是神乎奇迹 真正的先法 恐怕也不过如此 这也是吕仲忌惮原因 他害怕一时不慎 就着了这位太阴祖师的道 静世中 吕仲思来想去 决定还是将九转金丹 及仁柱之事 告之于叶盘炎 原因也简单 一荣俱荣 道蒙越是发展兴盛 他从中能获得的好处就越多 而叶盘炎 作为如今的道蒙之主 重要性不言而喻 哪有做事不管的道理 当即 吕仲就通过化身之口 将此事道出 叶盘炎知晓后 面上的震惊之色难掩 足可见其情绪的波动之大 不过他很快恢复常态 并向吕仲道谢 当场表示 自己会多加注意 不管他是否真的能做到 提醒完后的吕仲 一番调息尽气 注意力已转移到其他方向 是翠玲药生法 关于此门炼体功法 他从中获益不浅 在当初突破到第二层之时 本以为自己能在短时间内突破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如今将近千年时间过去 却依旧还见看不到突破希望 修炼速度也是愈发缓慢 究其原因 还是出现在法体双修上 想要两头并驾齐驱 除非是绝世不出的天才 拥有着罕见的修炼天赋 否则最后都会如现在的吕仲这般 在另一条路上遭遇瓶颈 纵然有再多资源 也要被卡得愈先愈死 解决办法 倒不是没有 就目前而言 吕仲手上 足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 翠玲药生法中 专门提供了一种叫 七七转圆绝的功法 若是肯蒐集49种特殊的灵药 炼制炼制成转圆丹 然后闭关三五百载岁月 就可以借助此功法 加丹药之力 强行破除遭遇到的瓶颈 可只是一想到那些灵药 吕仲几乎第一时间 就将此法放弃 原因无它 实在是太过困难 大半灵药吕仲知晓 但从来未听过出世消息 或许它们仍存在于灵环界 但想要搜集齐全 怕是要耗费数千年时间 仅有极小部分灵药 在千年内传出过消息 然可以想象到的是 它们要么已经被耗取 要么是躺在大势里的密库中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 显然都不是外人能轻易获取的 纵然对方答应让出 也要付出极大代价 第二种方法 则是道蒙典籍记载的一门密法 此法名为环玉法 修炼此法十分简单 几乎不用借助外理 更不用什么灵丹妙药 就可以实现破除瓶颈的目的 其原理是 不断以自身筋血反补肉身 继而将躯体的蜕变程度 逐渐拉至跟原神相同的水平 瓶颈自然不攻自破 不过此法缺点也是极为明显 筋血极其重要 若想将之反补给肉身 在不危及自身根基的情况下 就必须要徐徐徒之 其过程是显而易见的漫长 恐怕花上三四千年功夫 也不见得能成功 同时在此期间 必须不停地凝练精血 修为会因此而受到耽搁 此举未免有剪了芝麻 却丢了西瓜的嫌疑 毕竟修为是一切之根本 而炼体纵使好处再多 可说到底 也不过是一实现目的的辅助手段 是以屡重对此方法 并未看重 至于第三种破除瓶颈的办法 却是有些剑走偏锋 论效果 它不如七七转圆绝暴力 论难易度也不如环玉法的轻松可成 甚至乎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手段 连作者自己都未尝试过 不过只要一切顺利 成功率并非惨不忍睹 相反还有八成把握 而且一旦修炼成功 好处也是远超之前二者 这种方法换作众身法 顾名思义 只要寻找一枚合适灵种 用秘法将之炼制成分身 然后种植在灵地中 如此一来 随着灵种的茁壮成长 自身就可以吸纳灵木的精粹 逐渐提升炼体资质 久而久之 炼体瓶颈就会被化解消散 功法突破 也就水到渠成 而等到此法大成 还可以将之炼制成 一具分身之体 因为长时间培育的缘故 此分身虽不见得实力有多强大 但胜在能感悟自然 是一具极好的悟道之体 按照秘书创造者的猜想 应能提升对你法则的感知力 变相来说 等于增加参悟融融合一的速度 对现在的履重来说 吸引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毕竟它恰巧就面临着此难题 并一直为进度感到苦恼 现在颇有点瞌睡 送枕头的意味 然此法也有不小的缺陷 除去灵种不能夭折 还必须保证本体不远离才行 按照上面所说 从开始种下灵种到炼成种身法 期间本体一旦离开分身感应范围 分身将因此而失去联系 并很快就独立成个体 真到了那时 一切都将无法挽回 至于种身需要多长时间 由于未经实验的缘故 密法中没有给出答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时间跨度必然以千年计数 如此才能满足灵种的生长要求 并让施法者得以吸纳灵木精粹 借此不断增加身体资质 吕仲看完此法后 心中未有犹豫 立刻就决定修炼种身法 原因也很简单 种身法对其他修饰而言 或许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选项 但对基础资源不缺的它来说 却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盖因种树法附带一方子 可以炼制一种名为 玉木灵液的特殊灵液 能起到亚苗助长灵种的作用 从而加快灵种的生长速度 只要舍得烧灵时 修成种身法对吕仲来说 不过小事一件 鉴于此法效果存疑 吕仲决定还是做两手打算 一方面派出化身 加紧打听转源单所需灵药的下落 并同时注意可增加精血的灵物 另一方面才是着手修炼种身法 反正此法在修炼之时 并不会影响到自身的修为静静 在没有其他好办法之前 自然要试一试 若实在不行 从前面两种方法中选备案 也不会太迟 心中拿定主意后 吕仲开始行动起来 化身方面 除却已分散出去 散布在风源界各处的18名化身外 这次他又再次派出18名 同样是洗白身份之后 在目的地正常生活 化身们 无论是娶妻生子 还是向上爬升争夺名利 只要记得执行搜集消息的任务即可 解决完消息收集之事 便是该如何修炼种身法 此法一旦开始 中途就不能停止 事宜必须要选一个合适地方 安全自然是第一考虑因素 但同时也要方便资源筹集 能顺利炼制玉木灵液 为加速灵种生长提供支撑 盖因玉木灵液的炼制 看似容易 仅仅是简单的资源堆砌 只需搜集其15种金石材料 30种灵水即可开始炼制 炼制难度并不高 唯一的问题是 所需材料的数目略微有些惊人 动辄就是数以万经济 恰好是造化秘阵 无法解决之事 吕仲想到这里 心中不眠 有些郁闷 如此一来 他若想要搜集其材料 炼制出玉木灵液 便再也无法借助取巧之法 只能采用常规手段 也及时大笔的往外掏零食 将所需的材料 从其他修饰手中收购 直到凑齐到足够的 玉木灵液材料为止 他心念电传 心中很快就有了打算 就眼下选择而言 无论是交易零物也好 散布消息搜集零采也罢 都没有比风源仙城更合适的地方 况且 眼下灵环界动乱在即 找个安全地方闭关 也不失为一条闭祸之道 很快 吕仲重返风源仙城 跟之前相较 此城的繁华程度依旧 但也有不少变化 那便是城中大阵时刻开启 似是为了防备随时来犯的潜在敌人 为此 入城修饰都要多掏一笔特别税 吕仲自不在掏钱行列 为安全保险起见 他此番变换成了另一重身份 成了一位从血盐遇过来的化神散修 并透露出想在风源仙城定居的想法 打算很简单 就是仿照之前的经营模式 一点点地打开销路 轻车熟路 吕仲又找了一座洞府住下 不知是否凑巧 新洞府的位置也在静花湖畔 只是跟之前的洞府分隔南北 半年之后 吕仲坐于雨停 悠然品着灵茶 有化身正在汇报 那陈驾于昨日旅行约定 将天路方的那处店铺 让与了我们相关的手续已经备案完毕 理论上不存在有隐患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店铺中的一阴设施 陈家人都全部打包带走 还需要重新装修 将相关材料一一过目 吕仲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那这店铺就交由你打理 我这边的要求很简单 一方面是批量出售单药 另一方面是搜集玉木林业相关的林财 定期完成每年的任务量 除此之外 所有事情我皆不干涉 但你也不要因此惹是生非 听得此话 化身神色一正 立刻表明了态度 请本体尽管放心 这机会的价值 对我而言 不但可判许久 还如同性命般重要 那就好 吕仲说完 从身上摸出一枚储物件 里面装的是起步资金 就用这些临时装修店铺 还有第一批的单药 它们的品质如何 想来你也都清楚 能否顺利将店铺经营起来 接下来就看你能力如何了 我也不怕将丑话说在前头 若是接连数次都完不成任务 后果我想 你是知晓的 好了 丑话就说到这里 去做你的事吧 化身面色凝重点头 就主动告辞退下 另一边 吕仲转身来到山河途中 此番进入山河洞天 是为求取灵种而来 种身法所需灵种 自然是未来潜力越大 炼成后的化身就越有用 并且会因为灵种的来源 而继承其中的一部分特性 说实话 吕仲十分眼馋 空桑神木的天赋 其掌握的空间之力 哪怕只是获得极少部分 也能转化作神异力量 多掌握一种神异力量 对目前境界的他而言 是增强实力的极佳途径 转身来到空桑神木前 虽禁锢着太阴祖师 这么一位从仙界折返的存在 空桑神木 依旧显得游刃有余 能将全身气息收缩到极致 只泄出微弱丝毫 进到树内空间 那女人虽被困住 一副从容淡定的模样 吕仲未理会对方话语 哪怕真是自家祖师也不行 神木 能否您一枚树种给我 他对此 已做好了跟空桑神木交易的准备 就算出血一番 也在所不惜 相较于可能的巨大付出 回报同样是与之对等的丰厚 然而久久不见空桑神木做出回应 噗哧 笑声从后面传来 却是太阴祖师发出的 他做出捧腹姿态 哈哈大笑道 笑死我了 你竟然像一株母树索取树种 不错 有我当年的几分风范 真是不愧是太阴仙京的休息者 跟祖师爷一样的无耻 母树 听到这话 吕仲面色变得古怪 她是真不知道 空桑神木还有公母之分 毕竟那只是一棵树 别听她的 这女人只会满口胡言 并不值得给予丝毫信任 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不止一次地试图诃骗我 失败后又次数 想要脱困而出 空桑神木的声音传来 一如之前未有变化 切 太阴祖师表情不以为然 看到此目 吕仲心中很是怀疑 这位真是飞升者吗 从这表现来看 完全不见老怪物 该有的深沉城府 反倒是跟设施未深的小修士一般 一切举动都是率性而为 仿佛知晓她心中想法 太阴祖师微微一笑道 你这种表情 我见得太多了 念在是徒孙的份上 我就直言告诉你吧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浮云 现在不认可没关系 等到了我这一境界 在对力量的认知提升后 你自然会认同这一道理 紧接着 她面露迟疑之色 用不确定的语气说道 当然 等到了真仙时候 这点或许会发生变化 听她说完 吕仲未纠结此事 而是将目光移向空桑神木 后者略意沉默 才伸出之鸭 指着太阴祖师 在对方微变的面色下 缓缓开口道 关于数种仪式 我这边凝取有些困难 实在无法与你交易 不过 解决之法就在眼前 我能清晰地感应到 这女人身上 便携带着一枚 此言一出 太阴祖师变了脸色 她面色不善地望着空桑神木 忽然笑了起来 后将视线一向屡重 直接承认道 不错 我身上的确有一灵种 虽不知你要来有何用途 但绝对能满足要求 要给你也不是不行 我的条件很简单 放我出去即可 太阴祖师说着 竟不知从而何来的 凭空射出一枚种子 此种呈清白之色 枣荷般大小 隐隐如玉 散发着一层朦胧灰光 一看起来就颇为不凡 内里更是蕴含着 惊人的灵气波动 如何 这可是一枚月桂之种 就算是我 曾经也是 花了巨大代价才得到手 因此 树内运太阴之妙 最是适合辅助 如你我这般的修饰 有他在 大成就不至于入境无门 吕中望着那月桂之种 眼中流露出思索之色 月桂 此树的确曾在 道蒙典籍中被提到过 而且还不止一次两次 算是灵环界 数一数二的上古灵根 此女所言的效果 应当是可行有效的 如果此灵种 能以众身法培育成功 那么对她的好处不言而喻 最后 炼成的太阴分身 虽无法参悟 获得神木的空间法则之力 然太阴 所暗藏的奥妙法则 其实并不在空间法则之下 甚至由还略有圣之 当事实 吕中就已是心动 不过等他冷静下来 心中却不准备答应 原因也简单 在没有获得安全保证之前 贸然将一位 已经得罪的舵仙放出 无疑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如若这位太阴祖师铁了心 要找他 这位不孝徒孙的麻烦 那么接下来的日子 吕中如果还想过安生日子 怕能也只能 躲在悬舱要塞了 仿佛是猜到了 吕中心中所想 一旁的空丧神木 这时呼道 可是担心他对你不利 我这边倒是有一法 天道誓言对非生修饰无效 然并不意味着 他们就彻底超脱了 只要还未彻底正得真仙 那么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约束 便能继续对此类修饰 起到束缚的作用 听到这话 未等吕中有所反应 太阴祖师反倒是先脸色大变 你这棵树 竟然敢算计我 太阴祖师本以为 面前这位小心谨慎的不孝徒孙 无论如何 也不会答应先前的条件 也即是以灵种为交换条件 将自己释放出去 却没想到 空丧神木又来横插一脚 神木说得没错 非生后的修饰 早已不受天道约束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哪怕是成不了先的非生修饰 生命层次跟天道在本质上 是完全相同 二者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 只有力量积蓄的强弱而已 事已 哪怕随意发誓 天结也无可奈何 但终究是未成真仙的存在 若发下誓愿后违背 自身也会因此而遭受反噬 代价虽不大 然却要看值不值得 未发泄心中怒火 贸然违背誓愿内容 为此浪费数十 乃至上百万年时光 显然划不来 在空丧神木的传音下 吕仲知晓了誓愿的作用极反噬 心中不由暗想 连违背誓愿 也不过是花点时间 就能毫无后遗症地恢复 真不愧是非生之后存在 如果成仙路没有发生变化 恐怕他早已是得正长生 再不受半点约束 一番思虑之后 又用挥晤空间做了推演 他最终决定答应这一条件 代太阴祖师发过誓愿后 吕仲如愿以偿得到了月桂之种 哼 被算计失去数种的太阴祖师 此刻面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在本体未复苏的情况下 他本能借助这具意外夺来的化身 一点点炼化月桂之种 使之成为一具极为特殊的半身 继而为接下来的计划助力 可现在都被一棵树打断了 若不是已发下誓愿 并顾忌违背后的反噬 太阴祖师都想对吕仲动手了 心中越想越气 他干脆扭过头去 来了个眼不见为静 研究了一阵 吕仲见太阴祖师一动不动 没有离开的意思 懒得理会此人 拱手向空桑神木告辞 静世中 吕仲盘腿而坐 身前悬浮着刚到手的月桂之种 面露思索 却是在认真思考一件事 也及是否要将此灵种 直接种在这风源仙城 或者寻找一个地方必是隐居 又或者将之众在道蒙的悬仓要塞中 至于如何决定 吕仲觉得还是得从实际情况出发 就目前而言 种数在风源仙城可能遇到的麻烦 在于眼下日渐蔓延的战火 这场由舵仙们受益发动 为炼制九转金丹而起的大战 烈度只会越来越大 战时不单止风源界会被卷入 其他修仙界也无法置身事外 战火必将会波及至整个灵环界 在此情况下 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有其优劣 也不知道 是否能将月桂种在山河图中 屡众想着想着 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极大胆的想法 若此法真能实现 修炼种身法 化地为牢的缺陷 也就不复存在 念及山河图的特殊 及自身掌握的挥晤空间手段 屡仲觉得有必要一事 再者 种身法被创造出来之后 还没有明文记载 有修饰炼成果 或许将灵种种在洞天空间中 真能因此寻找到一条 避开秘书缺陷的捷径 他越想越是心动 恨不能立刻着手尝试 不过 在此之前 还得先将种身法参悟掌握 否则单单就推演 未来的那数十夕时间 根本不足以支持 看到结果成败 事实上证明 只要自己不出去惹事 麻烦就极少找上门来 平平静静 眨眼闭关就是百年 对于外界的大战 还有舵仙们的谋划 屡仲丝毫不关心 他一心闭关 每日只是例行修炼 参悟重身法 好为接下来做准备 这一日 屡仲刚刚完成重身法的参悟 待一番调吸进气后 就立刻准备 开始着手推演 却不料 地面呼地抖动了一下 感知到这点 他不禁眉头微微皱起 暗想到 战火绵延的速度 远比我预料得还要快 看来舵仙们对成仙的渴望 当真是非常人所能理解 心中一动 屡仲联系上化身 很快对目前风源界的局势 有了大致了解 用一句话简而盖之 那就是乱成了一锅粥 自西向东 从南到北 风源界无一处 不是战火汹汹 或是刚刚开打 或是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而本该是霸主势力的土皇宫 这时候 一众高层却突然销声匿迹 在各地的统治 瞬间土崩瓦解 令大战再无停歇可能 在此情况下 风源仙城 自然无法置身事外 已是被一圣地盯上 对手源自于占民家族 似是这般的复兴姓氏 多是祖上 曾出过飞升修士 实力自然是不一般的强大 跟化身所知 双方早已发生过数次大战 各有胜负 只不过 从方才的震动来推断 不难猜到战线距离 风源仙城越来越近 这说明 风源仙城正处于烈士 真是多事之秋 吕仲心中想到这里 不由期盼之前的想法能成功 这样 他就能摆脱化地为牢的限制 将思绪收敛之后 他借助挥晤空间 开始起推演未来 数十息后 他缓缓睁开双眸 心中满是激动 此法果然能行 根据推演结果 岳贵的确能种在山河途中 修炼的种身法 并不会因此而中断 这对吕仲来说 无疑是好消息 但同时 这般做并非没有代价 失去了可扎根的灵脉 灵气来源就成了问题 而偏偏山河洞天中 由于空丧神木存在的缘故 注定有且只有一条灵脉 并且还需要供给洞天内灵药种植所需 是以如何支持灵种生长 就成了要解决的难题 对此 吕仲倒是有不少解决办法 眼下正好是大战时期 一些难以流动的极品宝物 这时候 随着势力的灭亡 会逐渐从不见天日的宝库中流出 从而出现在交易市场上 而其中便有不少灵眼之物 如果能凑齐足够数量 不难将灵气的问题解决 在此之前 这可以通过聚灵阵消耗灵石 暂时解决灵种的灵气需求 山河洞天 吕仲经过一番筹划 准备在今日将月桂种下 此处是洞天中央 有一处波光灵循的湖泊 周围人际罕至 是他精心挑选之后 为自己准备的种树之地 吕仲盘坐在湖边青石上 取出月桂之种 这段时间以来 经过他持续不断地以法力运养 此灵种光芒更甚从前 此刻 放在漆黑的夜晚 望之就好似一轮清月 颇有上古太阴在线味道 真是叫人怀疑 上古的太阴 是否也是一株树 将这一念头抹除后 吕仲口中念诵起众生法的法门 经过长时间的参悟之后 他对此已然是了熟于心 很快便于指尖凝出一道星光 虚幻 隐约呈现人形 此物可是做命缘的雏形 下一刻 他将枝打到灵重上 刹那间光芒璀璨 神奇的一幕出现 命缘落到月桂灵重上 竟化作无数条繁复灵纹 无视灵种表面那层光芒的阻挠 成功顺利渗入到里面 与此同时 灵重表面的光芒开始发生变化 从原来的清白之色 逐渐朝着方向心灰转化 过程中 不断有一枚枚细密的符纹影线 皆是由履重的信息所画 也正是有了它们的存在 才能实现激烈月桂灵种的目的 随着抵抗被层层瓦解 一股若有若无的联系 开始被建立起来 这种感觉履重异常的熟悉 见此情形 他加紧催动法门 不断打出一道道命缘 足足百日过去 履重才基本确认 月桂灵种已经祭练完成 里面原本的所有烙印 皆被他彻底抹除 只留下自己的命缘 下一步 该是重数时候 没有任何磨蹭 履重张开左手 仍有掌中灵种跌落 啪 灵种落地 立刻生根发芽 他吸纳周围的灵气 借此稳稳扎根于大地 他在延展根系的同时 还不忘抽出嫩绿的芽叶 化为一株寸许高的幼苗 履重望着头顶上 那方具雏形的灵气漩涡 也是有些吃惊 这到底是何种级别的灵种 只是刚刚出事 竟能引发出这般动静 吸纳灵气的速度 只怕是连原因修饰 都要探之不如 不行 灵眼之物的 搜集得加快速度 必须维持灵气的供应 保证月桂灵树的正常生长 将此事记在心上 履重开始修炼起众身法来 可才刚一开始 他的心情就激动起来 效果简直出人预料 哪怕只是幼苗状态 月桂灵树所提供的精粹 少得可怜 也能让履重清晰感受到 自己的身体 正在发生着层次蜕变 原本坚不可摧的炼体瓶颈 在此刻终于是出现裂隙 接下来 只要持之以恒的修炼 破关是迟早的事 直到身体抵达极限 履重这才结束运功 回忆方才的修炼过程 他眼眸不禁微微发亮 在心中喃喃道 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真是令人怀念 修炼种身法的好处 不止于此 履重这时明显感觉到 自己对融融合一的感悟速度 较之前有了不小提升 若说之前是慢似龟爬 现在就是迈开四腿 奔跑了起来 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正常修炼种身法 绝对没有这般好处 关键或许在于 我所得到的这枚月桂之种 能让一名非生修士 对此视若珍宝 想来必有其过人之处 履重忍不住期待起来 若真恋成一道月桂分身 自己又能因此获得何等好处 不过看他这生长速度 只怕要等上不少时间 他望着月桂幼苗 认真想了想之后 从储物界中取出一青碧葫芦 葫芦中装的是玉木林叶 都是这些年来化身精英所得 方才拔开瓶塞 月桂就以通过二者间的联系 传来了渴望情绪 你想要 那好 我就满足你 履重微微一笑 将葫芦中的灵液倾倒而出 下一刻 沙沙声响起 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幼苗在飞速地成长 枝条不断变粗 附近地面因此而隆起军裂 转眼间就长到了三寸 并且还在迅速成长着 直到一尺 方才发出满足情绪 月桂灵树的效果 令履重惊喜万分 照这样下去 假以时日 翠玲药声法必然突破 解决了一桩心头之事 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转而重新将注意力 转移到修为提升上来 还是那句老话 修为是一切的根本 值得全力对待 就眼下而言 方才突破至恋虚后期的她 暂未遇到阻碍 可常言道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或许我该未雨绸缪 吕中莫想到 好比九转玉金丹虽好 但未必能支持 修炼至炼虚圆满 对此早做打算 总好过将来临时抱佛脚 灵极灵芒去找替代 念及至此 她对未来规划 做了不少改变 不过 这些都是交与化身执行 吕中作为本体 只需要安坐钓鱼台 专心提升修为即可 时过境迁 大战因堕歇而起 却被野心家推波助澜 灵环界风云变幻不定 笼罩在腥风血雨中 围绕着利益 一个个势力 兴起又衰亡 无数修士登场又退场 就算不掺杂其中 也不意味着 能置身事外 这一日 吕中提前出关 她出关的原因很简单 是有势力盯上了化身 所开设的万春堂 基于奇因大战 而利润倍增的巨大收益 再者 也是柿子挑软的捏 大战起后 风源仙城 早已不同往日 纵使有过硬背景 店铺也未必能经营下去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道 还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武力 方才能打碎挑衅者的牙齿 故一向和气生财的万春堂 被人当成了直老虎 没想到竟是这种原因 早派人提醒她多次 没想到竟如此固执 真怀疑 是不是经我之手 练出来的化身 吕中对此感到好气又好笑 但念在化身劳苦功高 这些年来 没少帮自己收集材料 决定还是出手一把 根据化身提供的情报 打注意的是一名为安氏会的实力 安氏会规模不小 不但会长实力出众 是一练须静圆满修士 会中练须修士数量 也有双十之数 在风源仙城中 安氏会虽不如 合体修士所率的顶级势力 但在炼须七这一实力范围 绝对是一等一的存在 被这样一个庞然巨物盯上 连吕中也不免感到有些麻烦 当然 也仅是麻烦而已 作为连堕仙也敢挑衅 并将之捕捉 送去当电池的狂徒 吕中还不至于惧怕 一个炼须势力 然考虑到风源仙城 在灵物搜集中 目前来说无法替代的作用 他还无法放弃万春堂 要不 让玄仙药赛来上一趟 吕中连理由 都帮盗盟想好了 那就是争讨叛逆 在名义上 风源仙城 仍归属于盗盟 这也是 此城的独立之机 只不过 风源仙城 同时也打出的旗号 一样的反盗盟 仔细想想 他觉得此举有些不妥 就目前处境而言 重建的盗盟 可谓人人喊打 哪怕叶盘炎吸纳故旧 也难以改变这一局面 事实上 如果不是由 吕中暗中资助 评价提供大量资源 只怕盗盟的艰难 还要远远超过现在 吕中思来想去 觉得只能用老办法 罢了 就当是活动筋骨 他记得自己 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动手了 以至于到手的储物器具 及战利品 都较以往少了极多 眼下收购灵眼之物 玉木灵液所需的灵财 无意不是吞噬 灵石元金的无底洞 万春堂 固然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但也难以补上 这个巨大窟窿 还需要时不时地 赚取些外快帮补一下 吕中刚走出近视 迎面飞来一道灵光 射到手中一看 他不由冷笑出声 居然找上门来了 也好省了我不少麻烦 就会一会这安事会 看这群人 究竟有多少精良 临出洞府前 吕中卫忘了变幻身形 化作一如雅中年人 身着一席天青色大厂 这才大跨不出门 很快便来到万春堂前 得益于生意的红火 此堂的门面着实不小 能在街上排成一排 足有九间之多 而且 这还不算里面设置的 戒子空间 若是将之 面积将不亚于一座集市 除却正常的收卖 丹药零财 还有诸如疗伤诊治 主由除咒等业务 在外人看来 万春堂堪称日进斗金的典范 此时此刻 堂内的一出大厅中 气氛却是格外紧张 目前已是结单修为的化身 万春明 此刻正坐于上座 旁边陪着一众妻妾 足有十八人之多 同样是修为不低 甚至有一人是原因初期 他们都是来助阵战场的 只不过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 一众结单原因 根本无法震住来人 是以只能发出求救信 请求本体的支援 在万春堂主对面 端坐着一名面带煞气的女修 她正自顾自喝着杯中茶水 目光不时扫过万春明 及她的一众妻妾 既不说话也不动手 更没有什么谈话的意思 似是在等待着什么 终于外面有修士匆匆进来 通报正逐已至 此人话音未落 吕仲便大胯不走了进来 她目光环视一圈 扫过化身那一众妻妾 心到此子倒是会享受 继而视线落在那女修身上 待看清对方面容之后 不禁微微一愣 目露出古怪之色 怎会是她 来人却是吕仲的相熟救人 曾经有过不少交集的素心 多年未见 也不知此女到底遭遇了什么 早已不是曾经先尘不染的状态 反倒是身上带着浓烈煞气 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想这些年来灵环界的大事件 她很快猜到了此女变化的原因 怕是出在化穷宗的大分裂上 关于此宗的分裂 外界有过大量猜测 大多认为是宗门内斗所致 可在知晓不少内幕的吕仲眼中 更清楚是堕仙导致了一切 作为并未有非生修士的新兴宗门 华穷宗在本质上跟土皇宫类似 属于无根的扶贫 故大乱医治 毫无抵抗能力 作为保守派的一方 此女所属派系被赶出华穷宗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可按理说 肃心乃是大成首途 不该沦落至如此境地 其中怕是另有隐情 吕仲暗想道 是 是你 这时的肃心也认出了来人 几乎是同一时间 他身上的煞气如潮水般消退 脸色也变得十分不自在起来 甚至乎心虚不敢跟吕仲对视 只敢偷偷用余光观察 好久不见 肃心道有 吕仲微微一笑 伸手示意身侧的一条过道 那里通往单堂的会客雅间 设有专门的隐私禁止 用来谈事情是再好不过 请 我们到里面详谈 雅间呢 侍女们倒完茶水 奉上灵果糕点后 便亲手亲脚地退了出去 迟疑片息 肃心才尴尬开口 方才的是 小事而已 就这样过去吧 吕仲不在意道 原本这是在他眼中 不过是一场打打杀杀 的确是小事一件 如今哪怕是故人所为 也只能算是阴差阳错之下 大水冲了龙王庙 况且 也并未造成实质损失 总不能 就因为这点误会 将熟人打杀了吧 尽管吕仲这般说 肃心仍然过意不去 哪怕他再三推辞 却也仍坚持送出了一枚援金 以作为谢罪赔礼 此时 就算这样结果了 吕仲收下援金 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道出心中的疑问 我听说话穷宗生变 内部发生了大分裂 除却转头 仙人门下的修士 其余保守派 走得走散的散 道友作为大成首徒 按理说 该跟其他人不一样 为何会沦落至此 文言 肃心的身子晃了晃 神色也变得惨淡 半赏才苦笑道 让道友见笑了 的确 以我原先的身份 就算处境再怎么窘迫 也不该沦落至此 可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云奴他受了重伤 我不能放着他不管 原来如此 吕仲叹了口气 并未追问云奴遭遇了什么 询问道 所以 你这般急着搜集零食 就是为了救他 云奴作为一名合体妻修士 连他都无法自愈的伤势 不用也想知道是极为严重 在此情况下 能用零食或元金买到的丹药 估计都无法使之痊愈 故人沦落至如此境谍 他不免起了关心之意 肃心这时起身 神情忽然变得坚定 深吸一口气道 吕道友 肃心现在已经彻底没有办法了 天狐续命丹不能久用 否则也是元神衰竭的下场 拖了这么久 云奴他的伤势 再不能控制住 恐怕就要 所以 不知道有可有办法 可以控制元神损伤 使元神受损 难怪 吕仲一正 旋即询问道 是由于何种原因导致 不同的损伤根源 需要采用不同的救治之法 我这边虽然有一二法可用 但也要先确定是否对症 他这是实话 丹药再如何神奇 也不能胡乱使用 作为炼丹师 吕仲能精确判断丹药的效果跟作用 劲儿做到药道病除 但对于不精通丹道的修饰 他们单纯凭借自身经验积累 常常不能做出合理判断 是以常常事备公办 甚至是因此延误了救治 以至于落下后遗症 这一点 哪怕到了中境界 也是如此 听到云奴有救治的希望 肃心这边面上不禁泛出喜色 急忙将实情完整道出 原来此女之所以受伤 却是因之前的积怨而起 在先修跟诸厄大战时 北云军作为风源界 西境屏障 可是杀伤了不少诸厄修士 也因此跟对方结下了血仇 原本有化穷宗作为依仗 诸厄尚尚且不敢动手报仇 顶多做些小动作 可随着大分裂的出现 以及肃心这一派彻底失势 一切都变了 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 肃心很快道出云奴原神受损的原因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其实并不清楚 但必定跟神异有关 这是合体器才能使用的手段 对方就是凭此 隔空对她的原神发起攻击 若不是 我还有一枚护神秘符 可以稍微抵挡一二 只怕云奴这趟难逃一劫 尽管如此 她的原神仍是受了重创 近乎支离破碎 听到是神异手段所为 吕仲丝毫不觉奇怪 转而 她望向一脸愁容的肃心 想了想才道 单凭这些 还是无法确定是否能救 可否让我上手诊查一番 这正没问题 肃心没有迟疑 解下了腰间的一个香囊 此囊并非储物带 而是一精心炼制的虚拟介子空间 用途不能一概而论 通常根据炼制目的 有不同的作用 只见她玉指轻轻一点 带口顿时飞出一片霞光 带光芒落地 显露出一华丽景踏 上面有人影静静躺着 正是原神受损的云奴 从她的气息能感应出来 状态危险到了极点 随时有陨落可能 取得肃心的同意 吕仲开始诊查起来 神识刚移探入对方身体 她的眉头就已经皱了起来 云奴的元神暂且不说 她的这副肉身 算是彻底毁了 无论是经脉还是血肉 亦或者是体内的内脏或血液 都被外力侵蚀地彻底朽坏 不存在修复可能 也就是合体期修饰境界足够高 否则哪里能苟延残喘到现在 不过 只要元神能缓过来 重新凝聚一具肉身 对于高阶先修来说 并非什么难事 至于元神 吕仲卫谨慎起见 这一步借助挥舞空间进行 探查发现 云奴的石海被一股黑气封印着 不知是由何种力量构成 彻底隔绝了内外 连挥舞空间的力量也无法进入 使她无法知晓里面的情况 这股黑气 就是导致她伤势难遇的罪魁祸首 稍稍实验了一番 尝试过多种思路后 吕仲意外发现 并非是无药可医 只需 度入月跪精粹 并混杂以天元辅助 就能起到消解黑气的效果 问题又来了 若是能随手救治就罢了 可现在的情况却是 需要吕仲中断自身修炼一段时间 方才能将人治好 想也不须想 她心中立刻就有了答案 自然是先考虑自身利益 不过 并非不能给她一个机会 吕仲尽管对此不抱希望 但还是准备试一试 对方值得给予些许信任 也不像会死缠烂打 于是她望向肃心 与气平静道 我有办法救 但你能给出什么 话虽如此 吕仲也没打算见死不救 肃心这边不算什么 若能让一位合体气修士 欠下莫大人情 其价值可比些许天元 乃至修为的提升来得实在 况且导致云奴伤重难遇的原因 是她原神被困 无法苏醒 以至于难以自救 若能消减那些神异力量 或许一二成就能使之苏醒 竟而降低后续的救治难度 听到云奴有救 肃心脸上泛起喜色的同时 也似早有准备一般 欠身厚道 肃心在这里 先替云奴谢过道友 想必他醒来之后 也定会愿意报答道友的救命之恩 除此之外 我愿意以这枚圆华丹抵押 圆华丹 吕众微微动容 心道这诚意 未免也太足了一些 关于圆华丹的来头 他作为炼丹师 自然是一清二楚 这可是含有的 可提升合体几率的神物 据说其炼制过程异常之艰辛 故而极少显现于世 却没有想到 世间真有此物 而且还这般出现在自己眼前 若说吕众对此丹不心动 那定然是不可能之事 可惜 照我目前所知信息来看 这圆华丹之所以极具神效 怕真是赵道蒙点击记载中那般 是由大能命远所宁 与其说是负担后突破 倒不如 说是被大佬强行拽上去 因此 虽能获得境界突破的好处 可未来也将被绑定 并且 如今的我 完成融融合一的几率并不低 只需按部就班修炼参悟 料想也有过半的机会 突破至合体 这般说来 圆华丹并非是什么必须之物 再说 想拿到此丹 过程 想到这里 吕众不由瞥了眼素心 后者仿佛心虚一般 微微将头低了下去 脸颊稍稍泛红 好吧 吕众见此目 不由心中一笑 敌呀 大可不必 素心道友你值得信任 云道友也并非忘恩负义之辈 况且 只是将人就醒 代价其实并不高 为此抵押一枚圆华丹 实在夸张了些 这样吧 等之后 我将云奴道友就醒 再谈报酬之事 多谢道友 素心立刻答应下来 只是心中略有些失落 不过很好地将情绪掩盖 并未将之表现出来 随后更是协助吕众 开始为云奴疗伤起来 眨眼三年 云奴一生英明 终是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随后他乌啊一声 口中吐出黑血 尽管面色因此而近似精致 然气息却恢复了不少 整个人不在寺之前 那般虚弱 死了 黑血落在地上 发出刺耳腐蚀声 同时 一股股黑气从血中钻出 很快化作一条条小虫 无一不争宁可不 扭曲着 就朝附近的吕众级素心弹去 哼 吕众一声冷哼 抬手就是一记雷法 刹那间 所有黑虫皆化为鸡粉 吕道友这手雷法 当真是威能不俗啊 咳 嗨嗨 云奴本还想说些什么 可由于现在只是勉强醒来 很快就剧烈咳嗽起来 好一阵 他才勉强恢复 待面色红润些许 云奴这才虚弱笑道 此番真是多谢道友了 作为活了数千年的修士 又是历经风雨的合体期修士 此刻的他哪能看不出来 这次是吕众救了自己 嗯 既然你已经苏醒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吕众拱手一礼 退出了房间 带他走后 云奴才将目光移向一旁的素心 温柔笑道 这次我能醒来 素心你一定也出了不少力吧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 就算是你师尊的临终交代 也不用拼命到这种程度 没了话穷宗这一牵挂 接下来的路 你大可以随心而为 就好像 好像什么 素心这时回过神来 听到云奴的话 有些呆冷 云奴这边忽然叹了口气 自怜顾引道 就好像现在的我 没有了北云军 还欠下这么大的人情 其实呢 之前你们二人的谈话 我其实全部听在耳中 那吕道游 果然是个一心向道之人 凡是皆以利益考量为先 所以 所以 我打算以身 说这话时 云奴一直在观察 素心的表情 见他面色变得不自在 不由咯咯一笑 调侃般说道 怎么 可是以为我要以身相许 哪里可能的是 我堂堂合体欺修士 就算是欠下救命恩情 想要偿还何须如此 大不了效命千年就是 倒是你啊 真对人家动心了 素心闻言 先是下意识想否认 之后一脸失落到 还是瞒不过你 实不相瞒于奴姐姐 我的确是遇到了情节 而且心中已有预感 若不将此节度过 接下来纵使如何修行 哪怕有圆滑丹相助 亦无法成就合体 唉 见自己说中 云奴也是叹了口气 那你接下来准备如何 我 我准备 素心这时 不知想到了什么 脸颊上有红霞浮现 低下头羞涩说道 遇到劫难 最是忌讳消极应对 尤其是这种心结 更是愈避愈难 所以这一次 我准备主动出击 云奴姐姐 你之后可不要笑话我 这一番话 让云奴哥哥笑了起来 调笑道 你啊 那你素心 堂堂的练须七修士 活了三千年的人了 怎么遇上这种事 还跟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一样 不过 这是我支持你 另一边 宇仲刚接到一则消息 是化身传来 内容不过短短一句 然信息却格外惊人 南穷圣帝 不日将对风原仙城出手 吕仲口中念叨着这句话 眉头因此而紧皱起来 若他没记错 此圣帝中沉睡的舵仙 可不止一味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这南穷圣帝的实力 格外惊人 凭借舵仙所赐之宝 身微荡真是浩浩荡荡 不但将昔日的土皇宫 甩出数个层次 还排在风原借诸圣帝前列 如果早做打算 还是趁早离开为庙 晚了 说不定会遭遇麻烦 眼下风原借这潭浑水 目前叫人看不清未来发展 在没有涉及切身利益的情况下 吕仲并不打算掺和进去 当晚 吕仲设宴 为云奴庆祝了一番 哪怕对于合体七修士而言 像这种死里逃生之事 也是十分值得庆幸 随着月影西斜 带菜过五味 云奴这时主动开口 却是为了表达谢意 此番云奴之所以能醒来 还是全赖吕道友的大力救治 而且关于那股黑蛇邪气 我这边也尝试过驱除 结果非但没有生效 反倒是因此遭了反噬 所以接下来 还需要道友继续出手 说着 他起身冲吕仲 深深行了一礼 紧接着又递出遗物 是一方形玉片 上面布满灵纹 如龙似凤且不断游动着 并有蕴含惊人灵气波动传出 一看便知不是凡物 这是 此物乃是我昔年所获之物 说起来 这一次之所以会遭逢大难 怕是跟此物脱离不了干系 根据我手头上得到的信息 上面应是记载了一道龙凤云鹿 但具体到底是什么 目前上还不得而知 说到这里 云奴目录可惜之色 若非实在无力参透隐秘 他也不会忍痛将之转手 若道友不嫌弃 我愿将之作为答谢 听此言 吕众心中稍有些意外 龙凤云鹿在道蒙典籍中 被提到过不少 据说是由真龙真凤 参悟天地大道 后创造出来的一种神异蜜鹿 相较于普通的福鹿 具有着更加接近大道真异的优势 故而能超越福鹿 练出带有神异力量的真福 望着那玉片 吕众在犹豫 要不要接受 连云鹿参悟千年时光 也未能找出其秘密 自己恐怕也会是如此 但就救命报酬而言 别看此物难以参悟 但价值仍旧不可估量 吕众心中一番思量 最终还是决定拼一把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云鹿纵使作为合体欺修士 在他自身资源不缺 功法不愁前提下 恐怕拿不出更好的报酬 于是乎 他欣然接受了这一遇骗 随后兵主静欢 晚些时候 吕众盘坐于静世 正在参悟那龙凤云鹿 就如云鹿之前的结果一般 纵使他用尽手段进行尝试 也不见有半点收获 如果不是能根据道蒙点击确定 此语片的确是记载着 龙凤云鹿的载体 都要怀疑这是一伪造之物 是云鹿故意想要匡骗于他 到底有何关翘呢 他一番苦思冥想 然却始终不得其解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叩门声 吕众根据来人气息 确定外面所站的是肃星 不由露出疑惑表情 心到此女这么晚来此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过他并未多想 抬手将一阴静置解除 请进 伴随着轻盈脚步声 一阵相风入室 特意精心打扮的肃星 此刻荡真是千交百雁 乘是仙子下凡 亦恰如其分 吕众见了 先是微微一愣 望着肃星那副娇羞模样 很快就明白了对方的来意 不由苦笑道 道友这是何苦呢 肃星闻言 却是一脸认真道 我这是遭遇了劫难 特意来请道友相助 这 这 吕众还没想到如何应对 一温软身子就撞入怀中 后者仰起头 嘴角微微翘起 得意笑道 情节 因什么而起 又该如何度过 道友难道要装作不知 此番 却是要道友出力助我修行 这你可推脱不得 我知道 可度节的方式有很多种 好比这情节 是因情绪积蓄而起 久而久之 影响原神 欲要顺利度过 大可以吕众心中自然十分清楚 此事皆因自己而起 可肃星现在这种做法 尾时还是过于离谱了一些 努力了一番 见肃星不为所动 吕众也只好当作一桩交易 一夜过去 直到天明时候 肃星才从近视中出来 了却一桩心事的他 此刻心情格外轻松 原本停滞不前的修为 更是因此而出现松动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必然是一路高歌猛进 直到突破合体期为止 另一边 吕众盘坐于近视 脑海中回忆昨夜之事 心情略有些不平静 如今在回首看来 需要杜杰的哪里只有肃星一人 他此番渐进明星 却是终于也知道 自己身上只怕也存在着这样一劫 逃避 果然不能解决问题 吕众在心中难难 好在如今此劫对他而言 影响着实微乎其微 无论是修为精进也好 境界突破也罢 都不会造成什么限制 不过 这不意味着可以忽视 若不将之解决 只怕呈现最后一关难过 吕众心中如此思量着 不免重重叹了一口气 目光更是穿透重重静置 望向外面一壁如洗的万里晴空 随后他收拾心情 将记载有龙凤云露的玉片取出 汲取云露之前的教训 吕众觉得 若想取得突破 大可不必在常规方法上浪费力气 所以 还是要靠挥晤空间 这是何处 未知的暗红空间 吕众满脸静液地悬浮于空中 方才我只是尝试将玉片破坏 而明明是在挥晤空间中进行 为何会进入到此处 还有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他环视四周 发现除了无尽的云气外 再无他物 突然间 眼前一黑 静视中 吕众默然睁开双眼 面上有后怕之色显现 并发现自己的病角已被冷汗浸湿 回忆起方才惊险一幕 他哪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估计连云露也不知道 这云露中竟还藏着杀迹 此杀迹针对的是龙凤以外的生灵 不过这一发现 反倒让吕众心中惊喜万分 能得到真灵如此对待 不惜费尽心思 也要阻挠外人得到 想必里面所记载的那道云露 必然是非同小可 他估摸着 就算是大成修士一时不察 也要被狠狠重伤一把 一想到这里 吕众就心有余悸 可很快 面上就又露出兴奋之色 此云露换作是他人来 想要获取得到 定要付出巨大代价 可他却完全不同 有挥晤空间在 大可以四方才那般 一遍遍尝试破解其中杀迹 如果成功 则云露可得已 接下来的数年 外面局势变换不定 论整体实力 风源仙城在失去一众势力支撑后 曾经的十八人会分崩离析 是已不远如南穷胜地 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反击之力 尤其是高举反抗大旗之后 更是积聚起不少高阶修士 目前 双方正在风源仙城外围 也即是高峰山脉一带大战 围绕着那数万里地域 风源仙城早已布设八阶大阵 据说有隔天断地之威 早已经打得山脉寸断 虚空意味之崩碎 南穷胜地因此而不得寸进 局势如此变化 倒是叫旁观者摸不着头脑起来 这一日旅仲正在进士修炼 忽然间地面震动 一波更比一波剧烈 又开始了 他神情无奈 停止了弓体运转 似这般地动情况 竟来是发生得愈发频繁了 说实话 风源仙城能抵挡如此之久 大大超出了旅仲的预料 应该是为了那株灵树 旅仲不禁想起 近来坊间流传的一则传闻 言称在风源仙城地底深处 有着一株八阶陵墓 据说 此墓是传说中的天地灵根万载盘桃树 盘桃树常见 但万载盘桃树却极为罕见 三千年开花 三千年结果 三千年成熟 成熟后 功效又在千年后生至巅峰 据传福之 有与日月同寿之效 当然 对于高阶修士而言 他们看中的其实是盘桃的避洁效果 修士活得越久 遭遇的劫难就越恐怖 而万载盘桃的逆天功效 就是直接重置这一过程 故而为万千修士所追捧 有着这样一株神木 难怪风源会想要拼死抵抗 吕众心中了然 换作是他 如果不是没办法 大敌也不会选择放弃 毕竟万载盘桃的延寿效果 尾时惊人 如果是大成期修士得道 将不必再为劫难所忧 换种角度来说 算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长生 念及至此 吕众坚定了搬迁的念头 眼下的风源仙城 已然成了一处风暴漩涡眼 哪怕现在 风源会能暂时取得优势 但在顶阶实力缺乏的情况下 未来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 在此之前 还是先等那物到了 再决定去往何处 近段时间 吕众在参雾云路上 取得了不少进展 前几日 更是想到一个破解办法 有着不小的成功几率 只是想要施行 还需要一种名为 凤金血腾之物的辅助 此物只要舍得花钱 并不难得到 只是由于战火绵延 各地乱军结修层出不穷 交通因此陷入断绝状态 要将之从千万里外运来 难免要费些时日 半年后 万载盘桃树的存在消息 终于得到证实 一时间 不单只是风源界 乃至附近的几个修仙界 都因此大为震动 天底下的目光 于此刻齐聚于风源先程 在这般山雨欲来之时 吕众一直参悟的龙凤云路 借助灵机移动产生的想法 终于是到了紧要关头 近世中 龙吟凤提之音不断 吕众盘坐在蒲团上 此刻正双目紧闭着 在他身前 自云炉手中所得的玉片 光滑大放 上面所载字符 接二连三地炸开 从中冒出丝丝缕缕的金银二气 受着二色气息汇聚影响 一枚虚幻云路症 缓缓成形 其上所运密路堪称天亮 多达一万八千余眉 无一例外皆是云烟之状 时间一息息过去 云路马上就要成形 屡众这时 面色突然一变 与此同时 更有愤怒咆哮声 自玉片中传出 是谁 是谁在窃取无知传承 伴随着这道声音 原本将要成形的云路 好似被一只无形大手搅动 不但成形进度立刻停滞 还开始出现溃散迹象 吕众看得焦急 却根本无能为力 可就在这时 没心处忽然射出一道金光 却是天道斩杀剑洞 只见得金光一闪 原本阻碍云路成形的大手 就这样被一剑彻底湮灭 太真 那声音愤怒至极 但同时又带着深深的无奈 就这样彻底没了动静 另一边 吕众望着刚到手的云路 心中为之欣喜之余 也不免想到 方才那声音所喊到的一词 太真 据他所知 此词有黄金之意 联想到斩杀剑的来历 吕众不免在心中暗暗猜想 或许这就是天道斩杀剑 曾经主人的名字 那位存在 虽不知是什么来历 但应该是将方才发生之事 算到了这位寻天仙使的头上 如此甚好 吕众微微一笑 转而打量起手中云路来 将一缕神念进入 那一枚枚烟云般的符文 很快随之发生变化 经过一番的排序组合之后 竟化作了一篇文字 他仔细一看 脸色喜色更甚 同时也终于明白 玉片制造者 为何会如此紧张此物 甚至不惜耗费巨大精力 也要设下足以重伤大成的陷阱 防止内部信息外流 却是因为 这记载的是一部云路传承 得知 即可通晓云路变化 作为一名曾经的制服师 吕众自然明白 此传承的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他能将此传承研究明白 掌握其中变化真意 那么未来纵使是自称福道祖师 将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 届时 哪怕是强如真福 成福不过一念之间 试问这样的对手 又有几人敢敌 几人能敌得过 前提是 我真能将此传承掌握 吕众一想起传承的内容 哪怕仅仅是开篇部分 纵使已是练须修饰 原神强度 非化神原因可比 更是超出凡人 不知多少千万倍 仍是不免感到头晕目眩 只怕多看一眼 就要晕死过去 很明显 此云路传承 若想正常修行 至少要到合体期 不过 吕众很快便想到了办法 依旧还是靠挥晤空间 借助场景回溯 他可以做到强行休息 不会被巨大的信息量冲击心神 以至于受到这样那样的伤害 然受限于自身境界 及原神层次的限制 进度无疑会十分迟缓 并且也仅能修习开篇部分 饶事如此 吕众也已十分心满意足 这一日 吕众刚替云奴疗完伤 再有三次 就可将那股神异力量削弱 届时云道友便可以自行疗伤 直至最后痊愈为止 这次真是多亏了道友 云奴微微一笑 起身后行礼说道 不必如此客气 吕众白白手表示 这只是自己的职责而已 他忽然像是想起什么 问道 不知云道友 可想好了之后的去处 怎么 云奴明眸一笑 眼着嘴道 莫非 吕道友这边 有什么好去处介绍 若真是不错 那我倒不是不能考虑 只是应好友之求 特意前来疑问而已 吕众说着 将道蒙的招揽之意 隐晦向云奴道出 四云奴这种 曾执掌北云军多年 取得过交人战绩的合体期修士 可以说是眼下道蒙最急需的人才 得知不但能将目前散乱的力量 凝成一股绳 还能规划未来 使道蒙更好的发展 再者 他合体期的修为 也是战力的一种补充 听完后 云奴满是深意 看了吕众一眼 真没想到 道友暗中竟与道蒙 有如此牵扯 玄疾 他重重叹了口气 很可惜的是 云奴之前辛苦维持北云军 不过是未完成故人所托 更为此耗尽最后一滴心血 早已是深感疲倦 抱歉 这次要让道友失望了 说吧 云奴就欠声告辞 他走后不久 肃心后脚走了进来 此女心境着实强大 在成功化解心结之后 修为已是突飞猛进 目前更已是隐隐有突破迹象 想来要不了多久 就会突破之恋须圆满 若无意外 接下来就该是冲击合体 一番休闲过后 吕众给自己斟了杯茶 然后给肃心也倒了一杯 说起来 二人此番在一起 已是可被称之为道吕 只不过相较于一同修炼的情侣这一概念 实际更接近先路同乡之人 事实也的确如此 脱塑心的福 在这段替云奴疗伤的时间里 吕众的修为静静 非但没有因此停滞 反倒是比正常修炼要快许多 一方面是渐进民心的原因 知道了自己身上暗藏隐患 并得以对此做出应对 另一方面则是得了双修的好处 雨水交融之下 可比一个人独自苦修快得多 也不会四往日那般苦闷 当然 双修好处有 坏处也是存在 不同于低境界的时候 到了如今炼虚七时候 更加注重原神的精纯 对炼花外来气息 更是甚之又甚 短期借助还好 若长此以往下去 除非转修相同的功法传承 否则必将因此遗留下隐患 这一点 肃心同样明白 春去秋来 在完成跟云奴的交易之后 吕仲选择远离风暴中心 在慈悲二女之后 早已是换了一处居所 目前所处之地 乃是新杀玉旁的一处偏僻小玉 波及风源界全境的战火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事故早已将此玉烧成一片废土 原先在此的一英宗门 无不成了九转金丹的养料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此处早已经变得毫无价值 正合适进行隐居 选了一处僻静之地 很快便建了一座隐蔽洞府 在里面 吕仲一边负担修炼 并炼化天元 蜕变元神 保证修为的不断精进 一边还在修习众身法 并接月跪灵术的精粹 继续令身体发生蜕变 以期借此突破炼体修行上的瓶颈 当然 最重要的融融合一参物 自然也没有落下 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甲子过去 静室内 吕仲身前有金光凝聚 照得静室内一片金碧辉煌 就在今日 他一直强行参物的云露传承 在付出巨大心血之后 终于是取得了巨大突破 并借此掌握了一道真符 其名为定神符 顾名思义便是有可以定住原神的力量 算是神意的一种 有此符在手 吕仲几乎可以说是练虚境无敌 只要对手没有防御真符的手段 又或者是无法长时间抵御 定然会隐恨在此符之下 绘制此真符时 只需以天元及神器相混 再注入相应的法力 即可虚空成符 而无需浮没及浮指 这便是掌握云露传承的好处 正好 外面新来了一伙节修 在那里搅风搅雨 闹得附近甚是混乱 如今我既然得了斗法的新手段 正好可以实验一二 吕仲心中做出决定 转身便出了洞府 多年未出 本是一片废土的外界 已是恢复成了一片青葱 个别灵气浓郁之处 更是长出了灵药 假以时日 待此地的灵脉重新凝聚 或许又是一方繁荣修炼圣地 吕仲望着眼前此景 心中不免有所感慨 对于低阶修士而言 人生长短不过千百年 时候一到 就是黄土一捧 灵环界正在发生的大事 在他们眼中 不过是一场大乱而已 无论是从浩劫中幸存 还是不幸在战争中死去 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待到一切结束 又将四春崖般生长出来 半刻钟后 一道顿光落入某处山脉 从中献出铝重的身影 他面带微笑 望着下方隐匿于大阵中的洞府 一斗长袖 虚空中忽有黑洞浮现 竟是要连着这方圆石树里的地块 用袖里乾坤神通收走 是谁 是谁在外面 伴随着一声惊怒吼叫 树道身影从里面飞出 片刻后 五男三女共八名 练须修士 衣衫不整地出现在吕仲面前 望着这位施展神通的黑衣青年 为首的那名轻衣少年 有练须中期的实力 此刻面上带着金仪 心中则在暗暗姑娘来人实力 面色因此而变换不定 原来此地早有主人 此番是我等冒犯了 哦 看来诸位道友 是不想跟在下做过一场了 吕仲对此不觉意外 毕竟方才那动静为师下人 能将六阶大阵硬生生连根拔起 只要是脑子清醒地修士 都知道来人不可利敌 可嘴上这般说着 吕仲心中却不当真 毕竟大家都是活了数千年的老怪物 多到防人之心不可无 果不其然 对面这伙修士 表面上说着认耸话语 试图借此放松吕仲的警惕 可实际上 一个个在暗中 却是动作平平 如果不是我有挥舞空间 说不定都要吃个馈 知晓对面小动作的吕仲 此刻表情未有半点变化 依旧还是之前 那副警惕模样 仿佛真的一无所知 继续跟黑衣青年 虚与尾仪的同时 心中也在盘算着应对之法 哼 应对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在心中暗笑 对面纵使人多势众 聚多是练虚妻修士 还可能掌握一二手神异手段 燃在拥有定神符的自己面前 也不过是一群土鸡娃狗而已 不足为虑 正在吕仲跟黑衣青年谈话之间 极东方向忽有光芒闪烁 竟是极速射来三道顿光 初见时还在天边 转瞬间就到了千里开外 不好 是南穷圣地的人 对面那伙修士中 有人出声惊呼道 带队的还是那个魔头 此言一出 他们八人都变了颜色 当即 连为首的黑衣青年 也是露出惊恐之色 竟不顾吕仲 这只无防备的肥羊 转身就朝着远离来者方向掠去 连半点迎战的意思也无 足可见 来者在他们心中的恐惧之身 吕仲明白其中原因 一切的源头 还是在那九转金丹上 炼制此丹 需要海量的命缘 而相较于低阶修士跟凡人 炼须修士这种人矿 命缘储量 无疑要高尚更多 也更易开采 后者一人 可抵前者千万 于是乎 就出现了眼前这一幕 南穷圣地 为获取命缘 开始大肆猎杀高阶修士 其中 以炼须禁目标为罪 算你们走越 吕仲目送 方才那伙人离开 转而将目标 放在来袭的三道顿光上 根据他那位成功 混入南穷圣地 目前已经小有成就的化身 提供的情报 来者既然会被称为魔头 那么身份已然呼之欲出 血迦罗 带顿光靠到近处 鼻翼间呼声出一股异香 而这正是血迦罗的特性 或许是宁恋的某种神意所导致 让吕仲确定 果然是此人 须于 一男两女 三道人影显现 为首者 是一名卸发男子 袒胸漏背 只穿着一条宽松绸裤 此时此刻 他正用侵略性的目光 审视面前所占青年 而后似是确认了面前之人的身份 眉目间呼闪过一抹意外之色 跑了小虾米 却捉到了一条大鱼 金光子 闻言 吕仲心中暗笑 不知该做何言 这算是看穿了伪装身份 但又没有完全看穿吗 金光子 这是他早已弃之不用的马甲 见吕仲并无回应 血迦罗只当作是心中厌恶所致 毕竟南穷圣地的作为 素来从不做遮掩 事故早已恶名远扬 当即 他一声低贺 宁相 莫相 随我上 三人这一栋 天色也随之变化 天地间 莫名异乡更甚 来了 那异乡无可抵御直透神魂 叫吕仲当场就是神情微变 不由心道 果然圣明之下无虚事 对方才只是刚一起事 自己这边便幻象重重 如置身于尸山血海一般 好在他的元神足够强大 略意催动弓体 眼前一切就已恢复正常 眼见着对面三人 组成品质阵型 朝自己扑来 吕仲心中没有半点畏惧 当即就是拂袖一扫 使出神通想要收纳 袖里乾坤 血迦罗提醒了一句 此神通 哪怕对于炼虚修士 也有不小的限制作用 血迦罗不惧怕 身边的宁乡 墨乡两位乡奴 却并非如此 二人实力不过练须拔尖 如果他们真被禁锢住 须得三人城镇的天玄乡镇 就要告破 他虽不认为 自己会败给金光子 可少了这一手段的加持 实力无疑会因此降低 能碾压取胜 何乐而不为 当即 三人阵行一变 一股心虹之气涌出 滋拉一声 吕仲略一低头 望着自己被腐蚀的绣袍 心道血迦罗 真不愧是圣地修士 竟能如此简单 破去自己的这是神通 只不过 他的目的已是达到 见对面三人 爆发出那股心虹之气 气息无法避免降低 吕仲身形一闪 静直突破到其中一人 被称为宁乡的女修面前 在对方惊叉的目光之下 左手右手各有光芒凝现 碎心直 应实践 两道秘书其出 此女护体刚气 瞬间告破 继而 还未等另外二人反应过来 一张虚幻金服 已是贴在她额头处 几乎是瞬间 这名换作宁乡的女修 便一动不动 被调集过来的 惊人灵气溃散 重返于天地间 一应抵抗 竟都被彻底瓦解 扑痴 吕仲一箭消首 并将其中原神碾碎 做完这步 她才猛催动雷印 周身爆发出璀璨雷光 将附近百余杖 化为一片紫色雷海 恭敬前来的二人 因此不得不被逼退 你 该死 血家罗咬牙切齿 培养一只乡奴 其代价昂贵无比 连作为南穷圣地核心的她 都会感到心痛 可现在 仅仅一个照面功夫 就被金光子斩杀掉 这叫她如何不切 但同时 心中也生出些许恐惧 方才吕中那一连串手段 前面击溃护体钢器的手段 血家罗自存可以无惧 可后面那一道定人的金服 她却是看不出半点来历 唯一能确定的是 此服必为真服一种 否则无法解释其威能 可这又如何 我同样也有底牌 血家罗心中冷笑 将目光一向身旁 谨慎香奴 在后者麻木的表情中 呼啸道 既然宁香已经不在 你这好姐妹 也该一同下去 说吧 她把手一伸 直接穿胸而过 只听得一阵血肉分离声 血家罗从墨香体内 取出一血淋淋击鼓 继而她口中念念有词 又往下方一招 旋即一根残缺击鼓飞了上来 略有残损 好在不影响我这家罗剑的威能 她口中喃喃 又喷吐出一口血光 顿时 两条几股交缠在一起 并在血光的作用之下 迅速融合 不多时 一口血剑变成 此般以人为弃的手段 吕仲将全过程看在眼中 面上心理剧都是毫无波澜 同时 趁着对方拔剑的空隙 已经是将一手段酝酿好 头顶有一金光飞出 化作一座小钟 而另一边 血家罗望着吕仲所寄出金钟 目中尽是不可思议之色 金时钟 你竟成功重铸了仙击 吕仲不作言语 直接将金时钟催动 当 一道钟声响起 伴随着金光的扩散 刹那间 天地重归清明 血家罗被金光覆盖 仅是略微失神瞬间 很快就恢复过来 就只有这样吗 吕仲看到这一幕 心道纵使是仙击 如果以法力催动 威能也难以令人满意 换作是以血缘法催动 只怕他此刻要原神受创 如果原神有暗伤隐患 就算是失去斗法能力 也并非没有可能 做完试验 他再次催动金时钟 法力 神器 因此再锐减三成 趁着对方失神瞬间 吕仲手中射出引雷针 抓住了这个难得机会 刺了 雷霆包裹金剑 一时间声势浩大无匹 狠狠撞击在血迦罗体表 掀起气浪 足够令风云变色 然面对他的那层护体钢气 竟然是以寸寸崩解而结束 待雷光散去 一层符纹密布的血色护罩 就这样显露出来 不愧是舵仙走狗 果然有点依仗 吕仲神色从容 早料到血迦罗 没这么容易对付 毕竟是难穷圣帝出来之人 还是其中练须顶尖的人物 若真的三两下落败 那才是有问题 此刻的他 继续玉石引雷针连斩 不给血迦罗喘息之机 无论对方藏着什么底牌 只要使不出来 那便等于没有 同时 另一只手掐绝出幻影 却是准备施展火凤银 这一神异法术 将对方的乌龟壳攻破 此次 见自己的血罗罩 被雷光切割 发出阵阵哀鸣之音 本来对此物极具信心的血迦罗 这一下不免再次变了颜色 要知道 此物可是他的神魄灵宝 苏莱以防护著称 曾有过被十名同阶围攻 三日三夜固若金汤 受合体权力一击 不愧 如此娇人战绩 在金光子的雷剑面前 却好似纸糊的一般 以为能吃定我了 血迦罗心中冷笑 将自行最大一仗祭出 正是那口血剑 这是南穷老祖传下的仙术 早已经被证明 有越阶实力 手中之剑 自两名乡奴几股融合以来 他一直都在网里面灌注精血 法力 命缘 可将之事做等同精气神三宝 经过这么一番酝酿之后 此剑看似毫无变化 实则早已经神异暗生 有一剑 灭敌至圣之威 给我 死 血迦罗长笑一声 反手挥剑 一道血色惊鸿随之现世 看似平平无奇 却带着三宝合以后的莫大威能 有合体七出手之威 已能照耀至九霄之上 轰隆 天地间 漠然有血色光柱升起 更有一箱扑鼻 首当其冲 屡重面色一白 含有的受了些许伤势 差异此剑威能的同时 剑影雷针及火凤皆是处之极溃 毫不犹豫使出了血缘法 惊世中后发先至 答案 金色光波荡漾扩散 狠狠跟加罗剑撞到一起 宛若天崩地裂 虚空都为之破碎 端得是恐怖无比 以碰撞点为中心 除却引发动静的二宝外 无物不毁 金红二色光波坠落余地 顿时就是一个数千里的巨大凹坑 哪怕作为宝物主人 屡重跟血加罗都被余波吹飞 直到千里之外 屡重才勉强定住身形 乌蛙一声 大口吐出鲜血来 这就是合体七之威吗 果然厉害 屡重淡淡一笑 将嘴角的血字抹去 然后一脸淡定将目光移向血加罗 同时遭受波及 后者伤势却要比他严重许多 这或许是炼体与否的缘故 屡重暗想道 此时此刻 血加罗固然体表血罗照未破 护体刚气也并未溃散 体表却出现大片烟红 并在大口的吐血 面色也若精致一般 至于他的气息 更是开始不闻起来 好似潮水忽高忽低 意识到二者间的差距 血加罗本就苍白的面色 此刻染上一层黑云 金光子果然名不虚传 彼此彼此 吕仲难得回了一句 平心而论 血加罗的实力为他平生警戒 称得上一位人物 在炼虚七这一境界中 哪怕不是无敌的存在 也至少屈指可数 连肃星也不是此人的对手 值得重视 不过像你这种好对手 却还是要死了 才能令人心安啊 吕仲淡淡一笑 在血加罗吃惊目光中 再次以血缘法 催动金氏中 你怎还有余力 血加罗惊怒交加 欲要效法吕仲 这时却发现 哪怕自己逼出最后一滴金血 榨干最后一丝法力 凝聚最后一点命缘 也依旧无法催动加罗剑 人与人不能一概而论 伴随着钟声响起 吕仲缓缓道出这句话 这一次 未能被催动的加罗剑被击飞 而没有此剑作为屏障 血加罗在尸神之间 亦无法做出抵抗 就这样硬吃下先机一击 顿时 血肉飞洒 无需吕仲动手 血加罗就已经陨落 一招手 加罗剑跟此人身上之物 就尽都落到了吕仲手中 将其中藏有暗手之物回去 他都全部收纳到了储物界中 然后才妄想坠落在地面的 那具不明目尸首 吕仲面上呼噜出笑意 将之一把射到镜前 进而封印在一具玉冠之中 心中喃喃道 本来你不会死 毕竟我从来不做无意义的斗法 但谁叫突然出了意外呢 或许 你命中注定 该有这么一解 他收取尸体的目的 自然不是为了练尸 是叶盘炎那边传来消息 他所率领的盗盟 经过一番力量积蓄 早已经准备了一个大计划 要趁着风源仙城 跟南穷圣地大战时 来一次黄雀在后 目标是南穷老祖 好位悬舱要塞 再添一枚电池 顾吕仲才会灵机一动 想用血家罗做些文章 派出一名化身 将血家罗尸身送走 吕仲环顾狼藉现场 发现此处早已不见之前的山清水秀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废土 不少地方更是有惊人剑气残留着 将因此不再适宜居住 此地算是废了 好在他在斩杀血家罗之后 并不打算在此处停留 这时 吕仲体表再次有心灰显现 又来了 才将血家罗斩杀半刻中不到 竟接连触发疑心换斗神通十余次 而且一次更比一次强 险些连神通都抵挡不住 他正想着时 一股莫名的力量再次降临 依旧还是窥测天机 以确定杀人者的位置 只不过这一次的施术者极强 竟瞬间突破了疑心换斗神通的阻拦 直接激发了黄金树种 纠缠树息 方才衰落下去 吕仲见此目 惊出了一身冷汗 方才是杜杰七修士 还是堕仙在出手 无论是哪种可能 显然都不是他能惹得起的存在 虽说有对抗的底气 但以后这种事情 还是少作为妙 直到疑心换斗神通 能够再次派上用场 吕仲心中如此想着 不断往高空升去 并化作一惊鸿鸡舍 眨眼功夫就消失在天际 数日之后 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开 薛家罗陨落于盗蒙之首 此消息一传出 瞬间如风暴席卷风源界 宛若一盆冰水 浇在各势力头上 各地战火都因此而出现减弱 甚至是停战 作为南穷圣帝推出的牌面 薛家罗被认作是 炼虚禁修士的无敌存在 如今却被盗蒙斩杀 不由让知晓此消息的修士怀疑 这是否昭示着 盗蒙要重新回来 一时间 各种言论甚嚣尘上 不少饱受战火之苦的修士 更是心中生出了头奔念头 毕竟在这些修士看来 曾经盗蒙全清天下的时代 对待普通修士 虽说不上多少 但至少不必似现在这般 连自身性命都难以保障 临时洞府内 吕仲盘坐于近视 仍在继续修炼着 作为风源的搅动者 他现在可以说是抽身事外 全身心投入到修为的提升上来 在得到神魄灵宝 神君耀石 月桂灵术的加持后 融融合一的进度大幅提升 而这将加速元神的蜕变 相当于扩大水桶容积 为法力增长提供容纳之处 就目前而言 我只怕是快要接触到三化第一关 所谓三化指的是 化器 化神 环须 是盗蒙眼中 融融合一的各个阶段 有别于一般宗门 乃至于太阴宗观念中 整体的融融合一概念 化器 顾名思义便是消解神器 到了炼须末期 命缘已经取代了神器 后者反倒成了禁锢 故而需要将之化解 由此 解除融融合一的第一道解锁 想要做到这一步 难度大的无法想象 几乎是困死了九成的炼须修士 令他们终生只能在炼须境踏步 我能摸到化器官 已然是机缘造化眷顾之人 吕仲想到这里 心中信甚不已 悬仓要塞 叶盘炎坐于高堂 望着底下所占重修 心神激荡 若说在此之前 他那个复兴道蒙的愿望 只是受到赐福驱策所生 实际上心中对此时悲观 甚至是绝望态度 并不认为能够成功 那么现在 则终于是看到了希望 经过近段时间的收拢 盗蒙不但聚集起来万民修士 甚至还拉拢了两位合体骑修士 随时都可调用作战力 可以说 现在的盗蒙 终于是成了气候 可惜 若吕道友愿意加入夜盘炎 不免想起了吕仲 这位一开始就提供了巨大帮助 令出生盗蒙得以度过难关的修士 能预见的是 随着盗蒙规模的不断扩大 以后吕仲所能提供的帮助 也将会微乎其微起来 到那时 地位也将从举足轻重 变成无足挂齿 或许这次的血家罗 就已是最后绝唱 不行 还是要多劝他一下 夜盘炎发自真心觉得 自己不能就此轻言放弃 任由吕仲继续躺平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缓缓步入 一下子 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到来人身上 既有羡慕 也有质疑 更多的则是深深防备 而来人 是吕仲派驻在此的化身 兼具着传声筒的作用 对外自称悬舱子 悬舱子一步步走进衣饰殿 先是冲堂上的夜盘炎 攻身行礼 然后才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枚青色玉碱 并缓声说道 大书记 关于您需要的南穷圣地信息 我这边已经归纳整理完毕 请大书记您过目 道蒙既要图谋南穷圣地 相关情报必然要早做准备 在道蒙派出的修士接连失败后 这一桩任务 最终还是被吕仲接了过去 若论情报刺探这一项 他刻意派出去的化身 可以说是最佳的选择 也因此 有了眼前这一幕 嗯 辛苦了 叶盘炎安抚一生 将那预检结果 待看完上面的内容 表情先是从淡定 逐渐变成了震惊 太详细了 在接下来的诸仙行动中 道蒙如果有这么份情报在 成功率少说 可以凭空增加三成 原本预想中的各种伤亡 也可以因此而大幅减少 看到大书鸡如此表情 底下殿中的修士 无不面面相去 人的名术的影 虽吕仲不在道蒙 可他的影响 却无处不在 然对于死忠于道蒙的修士而言 这可并不是一件好事 或许 该劝劝大书鸡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风源界的局势 仍在疯狂搅动着 而作为关注的核心 南穷圣地跟风源先成的一战 近来已经逐渐有了眉目 终究是不敌仙人手段 风源先成在高峰山脉 所布设的九幽玄星大阵 在树番的风光之后 最后败在了一张水墨图卷之下 有人猜测 那是山河设计图 曾出现在过道蒙记载中的 仙家宝物 也有人说 那不过是仙人的随手炼制之宝 然无论真实情况如何 战局都滑向了 对风源先成不利的方向 没了大阵做依仗 绝对实力处于劣势的风源会 未来结果似乎已经揭晓 转眼就是三个甲子 无名洞府 静世中 随着吕仲缓缓收工 原本灰映整个静世的月灰 也随之聚脸消散 待到气息平定 他方才缓缓睁开双眸 目中有心灰一闪而逝 紧接着 星辰剑再次出现 过去如此多年 终于又积蓄够了力量吗 真不知道 这次又将待我至何处 吕仲凝视此宝 并没有急着催动 他另有打算 山河途中前不久传来消息 言称天宫一脉 经过长时间的修养生息 已经积蓄到足够力量 随时都可以进行先机铸造 这一次 吕仲准备重铸七色龙旗 自蛟龙旗开始 数次关键斗法 皆是因此宝 才能击败对手取胜 可到了炼虚期以后 随着境界修为的不断增长 七色龙旗 已是逐渐跟不上脚步 有鉴于此 重铸刻不容缓 一转身 吕仲就进了山河图 跟之前相较 在位于山河洞天北方的位置 那里的一片矮矮血缘之上 已是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熔炉 乃是复刻火汤鱼那座熔炉而成 再后来 更是加入了不少道蒙典集中的技术 进行了一番改造升级 其最大的特点 便是不再将天公一族的术士当耗材 算是实现了可持续锻造 至于重铸流程 则是丝毫未有变化 再将七色龙旗 及两种材料 分别是斩杀鬼车所得之金石 以及公母两条古胶的尸体投入之后 吕仲就一边修炼 一边静静等待起结果来 这一日 风源仙城外 一轮炎日从云层中坠出 后伴随着一声嘹亮凤蹄 展翅化作一只烈焰熊熊的火凤 斜着坟尽万物的威势 狠狠撞击在一天青涩护照上 冬的一声 整片天地都因此而颤动 而后 一道人影才缓缓浮现 凝视着下方的巨城 是南穷大城 妙火道人 风源仙城内 不少修士面露绝望 只要是了解这位的人都知道 妙火道人参悟的火之拟法则 而且已经到了极高深的地步 是以所释放的法术 才能无物不焚 焚无不尽 不一会 漆黑的夜空再次被火光照亮 又是一轮炎日坠下 这一次 风源仙城做出了反击 可论是法术也好 还是灵宝也罢 乃至于耗费天亮临时打造的傀儡 如今在大城手段所化火凤面前 竟都只有化为飞灰一图 起不到半点阻碍效果 大阵再次颤动 仙城中央 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内 风源会重修群聚于此 可无论是堂上的正副会长 亦或者底下重建的十八人会长老 无意不是心事重重 只怕个人心中对守住风源仙城 早不报任何的期望 眼下之所以还能聚在这里 料想都是对那万载盘桃存些念想 毕竟在要不了千年 就又是盘桃树成熟时候 事实上 这就是风源会坚守的原因 若非有此物 只怕个人已如土皇宫一般 早早散去 报 忽然 外面有修士急匆匆进来 什么事 风源会会长陆离散人心中一凸 强作镇定问道 其他人也将目光投过来 心中皆是在好奇 这下又是什么坏消息传来 面对一众合体的注视 传讯修士丝毫不敢抬头 就这样低头道 启禀会长 及各位长老 盗蒙方才派来特使 要求觐见 盗蒙 陆离散人疑惑看向店外 他们派特使过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说一直在暗传的那事 并非是虚假传言 想到这里 陆离散人慢履长须 想了想才到 去 去请将盗蒙特使请来 我倒要看看 盗蒙这次能闹出什么动静 会长 我看这怕事不妥吧 这时 一名十八人会长老站出 表示反对意见 紧接着 又陆续有三人从队列站出 对此时赞同态度 哼 可还有其他人 陆离散人轻吕长须 冷哼一声后说道 见无人在站出 他原本变得铁青的脸色 这才好转了少许 我知道 你们究竟在顾忌什么 还不是 惧怕再次处于盗蒙的阴影之下 我陆离就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 又怎不知那是个怎样的时代 可眼下城破在即 诸位跟我一样 皆是束手无策 此时盗蒙递过来 或许是橄榄枝 但哪怕是毒药 我等也要咬着牙吞下 否则 之后那万载盘桃 又岂会有我等的份 盘桃的重要性 想必不用我再附属一遍了吧 一通话下来 讲得众人鸦雀无声 半晌 陆离散人 旁边所坐的丰元会副会长 一名身着绿衣 自容绝顶 名作匪衣仙子的女修 这时才美目一转 微微一笑说道 会长所言即是 这一边才结束 外面就有脚步声传来 不一会 在引路修士的带领下 走进来一名身穿精衣 气宇轩昂的青年修士 光是他这一身标志性打扮 就足以令人众人知晓来者身份 很显然 这位就是所谓的盗蒙特使 同一时间 南穷圣地上空 只见得一阵虚空破碎 一座遮天蔽日的巨大要塞 就这样从虚空中浮现 它的出现 直接撞碎了位于此地的大量静置 此地部分修士躲闪不及 瞬间就被静置溃破的力量淹没 无论是炼气修为也好 亦或者是炼虚境界也罢 瞬间都被轰得成了积粉 刹那间 一方修炼宝地顿成废墟 就让老夫领教领教 以道蒙的大五行 破灭神光 伴随苍老话语声 有一道手持浮沉的道人身影 陡然凝现在圣地上空 与等大的悬仓要塞 隔空相对 此即为法相天地神通 吕仲通过化身之眼 目睹这目 心中只觉震撼无比 或许唯有惰仙 才能轻易使出这种神通 不过 纵使你是惰仙 在目前的复苏阶段 也要隐恨在大五行 破灭神光之下 作为此要塞的真正掌控者 若要说对悬仓要塞的熟悉程度 吕仲可以说是灵环界的第一人 甚至第三书纪院院长复生 亦无法比及 也正是因此 他才会如此笃定 嗡 有黑光破空 跟一具长对汗 宛若天心相撞 在刹那间 爆发出的药木白光 将方圆千里内一切覆盖 范围内无论何物 尽都烟消云散 待一切恢复平静 南穷老祖所画法乡 早已经不在 地面处 一悬浮人影 睁开双眸 此人正是南穷老祖 方才受了破灭神光一击 他蹊跷处各有鲜血流出 显然已是受窗不清 一脸的惊疑之色 大五行破灭神光 怎会是这种威呢 可南穷老祖哪里知道 当初盗蒙为了建造悬仓要塞 投入的资源堪称天亮 在大五行破灭神光发动时 其微能丝毫不亚于 堕仙的全胜时期 对上正直未复苏状态的他 结果可以说是毫无悬念 见目标受窗 叶盘炎当即乘胜追击 当即就要将南穷老祖捕捉 送他一场电池造化 却不料 变故咒声 只见虚空扭曲 呼得有三道人影显现 分别是二男一女 剧都是带着不凡的气息 修为少说 也在杜劫境界 只不过一个个都是面无表情 好似傀儡一般 三人现身之后 竟是齐齐朝悬仓要塞 打出一道剑影 剑影一出 眨眼便落到要塞护照上 刺啦 剑锋掠过护照 瞬间割出窝口 其余二剑紧随其后 一路破空 杀入要塞内层 片兮功夫 已是造成巨大破坏 不少道蒙修士 被其气息所害 三两下就成了肉将 连元神都未能逃出 直到天阁中 射出三道金光 将三道剑影摧毁 大屠杀方才结束 很显然 这是南穷老祖的后手 想象也是 以剁仙击尽尘妖的心智 怎么可能在其家老祖遭难后 不对此做相应的防范 确实不知 这三道剑影 是何种神意 悬仓要塞护照的强度 没人能比吕众更清楚 可即便如此 仍是被一击击破 另一边 南穷老祖 见三仙溃其动手 发出斩仙剑 也未能将叶盘眼斩杀 不由气急败坏 在心中按骂起道门来 悬疾 他又是一探 大事去也 此次失败 虽不会危及自身性命 但九转金丹 已经彻底无望 无论之前做的准备有多少 此刻都要成他人嫁衣 结束观战 吕众解除了控制 返回到本体中来 而后 他将目光一转 投向风源仙城所在方向 心道 这边顺利结束 想来关于万载盘桃树的谈判 也应该落入尾声 此番盗蒙大冒风险 所谓的自然不只是南穷老祖 还有那株万载盘桃树 此树所皆灵桃 可以说是最好的招兵买马之物 凭此 叶盘岩可轻易聚拢大量修士 除却合体期修士外 甚至连大成存在 都能通过万载盘桃邀请进来 等到那时 盗蒙就算是羽翼出城 无论到哪里 都是一方势力 此事对我而言 最大的意义便是从此临桃不愁 吕仲暗暗想到 只要万载盘桃成熟 他无论如何也能获得一枚 历经18年 在天宫一脉的努力之下 七色龙旗的重铸 到了关键时刻 这一日 吕仲早早来到熔炉边上 此刻将目光下移 可见庐星处有一颗金色光球 游在滴溜溜地旋转着 此物正是重铸中的七色龙旗 在加入鬼车紫巾 及两具古胶的材料后 七色龙旗发生了变化 竟是在不分彼此 连带着那些材料一道 彻底融合为一体 由此产生的变化 让此旗突破了极限 又是一箭神破灵宝 就是不知 此宝又有何神意 吕仲心中暗自思量着 星辰剑虽好 更能带它穿梭世界线 是实现真我之先的保证 可在斗法方面而言 却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注意 跟稀释法宝状态无异 吕仲怀着满心的期待 接连打出十数道法印 紧接着 他与指尖逼出一滴精血 将之化作一血色符纹 面露凝重之色 方才将之一 把暗在那光球之上 当即 便有一阵龙吟之声传出 光球鱼瞬间炸开 一条金色蛟龙 摇头摆尾 咆哮而出 可很快 他身上便有雪光乍现 却是连吕仲方才 凝出的血色符纹 化作一条条血色锁链 将这条金龙死死困住 任其如何奋力挣扎 都无法挣脱丝毫 在这种情况下 吕仲完成了认主 一招手便有一杆金色小旗 落入手中 仔细观察可见 旗上有金色蛟龙月线 栩栩如生 一副张牙舞爪咆哮 呼之欲出的模样 稍加感应 吕仲露出满意表情 在蜕变为神魄灵宝之后 此期同样获得了神意 便叫做真交结界好了 而你 就叫做真交骑 真交结界 乃是一防护手段 它的作用很简单 除却空间类手段 颇具特效外 敌人的攻击 就像是往池子里灌水 只要为超过结界的 承受极限 便无法攻破 乍一听 好似跟普通护照类似 然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 该因真交结界的 储水量 超乎想象的惊人 单论防御 只怕笔之八阶大阵 也差不到哪里去 吕仲心中难难 自己这一下 还真是得了件好宝贝 有真交骑在手 他可以说是 真正的恋须尽无敌 纵使是日后 对上合体期 只要对方 未能掌握空间类神异手段 亦难以迅速 将真交结界击破 心中欣喜之下 吕仲将宝齐翻来覆去 好一阵把玩才罢休 数年之后 调戏完毕的吕仲 睁开眼眸 将星辰剑拖在掌心 既然已准备完毕 那么也该试试时候 进行下一次逐世神游了 旋即他心念一动 整个人笼罩于灰光中消失 待反应过来 已是身处于崖边 脚边的七七荒草中 隐约还可见到一块火烧牌匾 云露阁 这里是 望着周围熟悉的一切 任凭吕仲心境往日 再如何平静 此刻也不免生出波澜 不过他 还是将情绪按捺下来 先感应自身修为 似是受吕仲数次 皈夷世界线的影响 他这次的修为 又有不少增加 直接越过了筑基层次 目前已经是结单出期 只不过 对一英宝物的感应 依旧还是跟以前一样 联系若有若无 只是关键时刻可以借助力量 不对 吕仲这时 面露亚瑟 从体内换出一条金色小胶 心中惊喜到 此其气灵受世界线穿梭影响 陷入了沉睡状态 然却还留着真胶结界之神意 在结单境界 获得神意的力量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惊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足足半赏 才忍不住哈哈大笑 有磁宝在手 我纵使不是无敌于此剑 也至少是可以横行无际了 吕仲本还以为 自己又要似先前三次般 小心翼翼完成世界线的皈依 如今看来 属实是多虑了 不过 依旧还是要谨慎行事 受一直以来习惯影响 吕仲很快收敛气息 化作一练气中期修饰 紧接着 他将注意力放到面前废墟 新年往事一一浮现心头 也不知他们在此界如何了 根据先前的经验 吕仲猜测世界线变动起点 应该是在云路阁之战后 他至今还清楚记得 当初在此的对手是蝴蝶夫人 一名实力极强的恐怖魔修 那一战 纵使手段全出 也是侥幸才能得胜 想到这里 他心中不禁浮现出一个想法 莫不是我翻车了吧 罢了 再次瞎想也无益处 还是先到长春仙城一谈 怀着这样的想法 吕仲化作顿光 缓缓升空而起 凭着记忆辨别出仙城所在方向 才朝着远方急速顿去 然抵达目的地时候 眼前所见 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长春城依旧处立 可城头的旗帜却换了 不再是长春古样式 多了几分四亿根霸道 乃是一血色蝴蝶印记 血色蝴蝶 这难道是 吕仲心中有所猜测 但一时间不好确定 跟着路上人流 他很快就到了进城入口处 把守在这里的是一对血衣守卫 一个个看起来黑气缠身 显然都不是什么善类 看着倒像是魔修 吕仲心中私存 按照前方牌匾所述 准备了一枚零石 坐入城废 很快便轮到他入城 啪 一道响亮的耳光声 排在吕仲前面 一名衣着朴素的炼气女修 被守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索提守篮飞起 又重重落在地上 里面浮草散的遍地都是 没零石 没零石进什么城 算你今天走运 老子心情好 给我滚 守卫一阵咆哮 并将地上浮草一一采烂 然后才得胜凯旋似的 将目光一向捋众 见他表情平静如水 心中顿时生出不爽之意 歪着头道 怎么 你小子同情他 行啊 多浇一枚零石 大爷就放你进去 哈哈 说不定还能让他对你清心 平白多了一道旅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你小子还得 守卫话未说完 就陡然裂成了树块 吕仲缓缓将手放下 将刚凝出的零剑驱散 有真骄其在 他无需隐忍 城楼上 一名助击修士 见到此目 挥手制止不下的动作 目露欣赏之意 这才是无被修士之风范 若真是像那些自诩正道的修士那般 像一条狗似的选择忍气吞声 我反倒瞧不起他 定然要格杀以警校游 传话下去 让他进城 顺利进了城 吕仲想要年少轻狂一番的打算 自然也就落了空 沿着街道走出数十步 他无奈停下了脚步 回首望着自入城以后 就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那名女修 望着肿成猪头的脸颊 这位道友 我想你我该分开了 对 对不起前辈 素衣女修抱着那筐烂浮躁 慌张道歉起来 吕仲看着他 忽然神色微变 伸手一射就将一带着暖衣的玉符给一把射到手中 这玉符上留着不少暗集 恰巧他全部都能辨认出来 毫无疑问 这该是此世界线的吕仲所致 甚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吕仲心中威喜 将目光移向那女修 但笑着道 这护身玉符做工不错 是你从何处购买 不 那是家父生前的遗物 所以还请前辈 缓缓给月和素衣女修望着那玉符 目露不舍之色 壮着胆子说道 哦 吕仲听到这话 顿时来了兴趣 可是姓吕 前辈您 您是怎么知道的 此话刚一出口 女修就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 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话 见他这般反应 吕仲心中却暗道奇怪 有趣了 真是有趣 你这小姑娘怎么看 都是普普通通 长得是 跟我丝毫不像啊 不只是我 跟何军 还有凤儿 亦没有相似之处 难道是捡来的不成 他心中这般想着 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吕仲正欲开口 问一问女修的住址 这时 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嘈杂脚步声 是方才城门楼上那住机修士 此刻率着一队血衣修士 再朝着这边走来 隔着老远 对方就摇摇一拱手 在下蝴蝶谷指示方长青 敢问道友明慧 吕伯 原来是吕道友 久仰久仰 方长青走至近来 瞥了眼一旁的女修月和 方才对吕仲露出和善笑容道 道友看起来是截然一身 若方某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还是未有高就之处 不知道友可有兴趣加入我蝴蝶谷 共谋一桶南蛮之大雁 原来是这个目的 听着有意思 可惜我并无这份闲心 吕仲当即婉言拒绝 此事重大 道友不妨再考虑考虑 这是我的信物 道友若是稍后回心转意 只需持着它 就随时都能加入蝴蝶谷 方长青不以为意 递出一块鱼形玉配 吕仲想了想 将之结果 这名叫方长青的修士 为人处事不叫人厌烦 着实难能可贵 留着这玉配 或许真能派上用场 也不一定 目送对方离开 吕仲这才将注意力 转移到月和身上 当他提出要到对方家中去时 此女非但没有拒绝 反倒是松了口气似的 一口答应 青砖带瓦 寻常怨落 在踏入此处的瞬间 吕仲的目光及所有注意力 就落到了院中一副人身上 李和君 尽管多年未见 他仍是第一眼认出对方 只不过 跟吕仲记忆中的形象相较 此刻的李和君 似是少了养颜丹的滋养 不但变得两病双白苍老至极 还在带着一副腊黄病容 若他没有看错 只怕李和君 早已病入膏肓 命不久矣 可 嗨嗨 月和 这位是 李和君抬起头来 并未认出来人身份 他上下一打量 见面前之人衣着不普通 更是长得一副俊朗模样 原本满面愁容的脸上 此刻忽多了一丝笑容 很显然 李和君是误会了来人的身份 来来来 外边风大 我们到里面 嗨嗨去说 未等吕仲反应 月和就先有了动作 前辈 请明救救我娘 他忽然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请求道 只要前辈愿意出手 月和今生愿为奴为婢 下辈子亦会做牛做马 以报答您的恩情 不必如此 吕仲少见的没要求报酬 直接走到李和君面前 将那双枯瘦双手抓住 十分轻车熟路的 就将灵气度送进去 一番检查下来 李和君的情况相当之糟糕 他作为凡人之身 在没有养颜丹等灵悟的情况下 哪怕有月和这一修饰 不断在日常度送灵气调理身体 终究还是难以抵挡岁月侵蚀 更不用说 李和君体内 还潜藏着一缕歹毒气息 正是因为它的存在 持续不断地掠夺体内生机及元气 才会导致李和君 明明未到天寿之时 就已经是重病缠身 即将殒命 吕仲确定病原后 直接以精妙的法力控制 将之从李和君体内拔除 跟蝴蝶夫人类似 却又略有不同 细细一分析 吕仲得到一个有趣答案 这是他异化之后的法力 所以 此方世界的 我其实未死 甚至还跟蝴蝶夫人合流了 可他既然要杀李和君 却为何要用这种折磨手段 看起来 倒像是某种练保手段 不过 现在不是关注这点的时候 在拔除病原之后 李和君病情非但没有好转 反倒转瞬间恶化 当场就大口吐血起来 若不加挽救 只怕活不到明日 前辈 月和双目一红 悲声喊道 放心 有我在 吕仲口中 道出令人安心的话语声 在他看来 李和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跟他体内那里异化法力 有极大关系 此气息 固然不断倾夺李和君的生命 然同时 也跟他结合为了一体 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 是已 将这道法力拔除后 才会出现病情恶化表现 若换作是其他人 此刻定然是束手无策 可吕仲却不同 身为恋虚境修饰 原神经过数次蜕变之后 对生命层次的理解 早已远非结单原因修饰能比 甚至乎 解决办法并不止一种 至于采取何种方法 吕仲准备先问过当事人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得先将病情稳定 于是乎 吕仲一把案在李和君小妇 直接开始杜颂法力 借助精妙医术 硬生生将这具朽坏的躯体 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做完这些 他才将方案一一道出 却不料 刚走生死线上走一遭的李和君听完后 竟一脸平静 他微微一欠身 行了个万福 笑道多谢这位前辈 但还请前辈赎罪 切身对这世界 早已无多少留恋 与其为了苟活 李和君说到这里 将目光移向一旁的月和 月和 你该是时候为自己考虑了 不 什么事都能答应娘 唯独这一次不可以 月和哽咽道 娘亲的收养之恩 月和一辈子都难以报答 就让我任性这一回 望着这感人一幕 吕仲忽然出声道 我想 二位可能误会了什么 方才我说的话 并没有半句虚言 区区救人而已 对我而言 不过是举手之劳 再者 这位夫人 我这边正好有一事相问 你可以当作是治疗的报酬 听闻此言 二女皆是露出意外之色 继而 月和脸上浮现出浓浓惊喜 至少娘亲是可以活下去了 一年后 吕仲一番医治下来 效果十分理想 他做法很简单 就是抛弃李和军的旧屈翘 毕竟朽木实在没有雕刻的必要 之后直接以法力重新凝聚 给他重塑了一具新身体 对于吕仲而言 操作起来没有难度 唯一的麻烦 可能是灵气不足 这也是为何耗时一年的缘故 望着镜中年轻容颜的自己 李和军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抚摸那吹弹可破的柔嫩肌肤 甚至还好过曾经最好的状态 好一阵 他才终于平静下来 李和军心底 随即浮现出一个疑问 脸颊更是忍不住泛红 那就是这位慷慨的前辈 为何如此清楚 自己年轻时的容颜 时间过去如此之久 就连他自己都记不太清楚了 甚至连那些部位都是如此清楚 难道是老薄 不可能 李和军心底生出一个念头 眼眶因此微微泛红 但立刻又将想法掐灭 因为他十分清楚 自那一日过后 老爷早已死亡 人死不能复射 一旁的吕仲 将他表情变化看在眼中 不难猜出再想些什么 他清了清嗓子 这才说道 按照约定 是时候请夫人回答我的一些问题了 李和军擦干眼角类字 欠身道 前辈但问无妨 我想知道 当日云露阁发生了何事 云露阁 关于那日的具体情况 妾身其实也并不清楚 李和军面色微微一变 低下头去道 不过当日 妾身的老爷吕仲 也即是曾经望海阁的主人 曾与承德商会的余范儿前辈一道 去往过此处 后来 老爷他 他跟余前辈一道 聚都死在了那里 李和军轻抹眼泪 才继续往下说 并压低了声音 按照长春谷给出的说法 他们二人皆是 被摩羞摩羞所害 尸身寻找回来时 早已经不成人样 妾身妾身 也是勉强才将之收敛下葬 至于凶手的身份 正是如今的蝴蝶谷谷主 篡夺了长春谷基业的蝴蝶真君 蝴蝶真君 吕仲尽管早已猜到 但听完之后 仍是感到有些触动 原来 若当年我如果不幸失败 蝴蝶夫人就能凭借西境那座传颂镇 一点点崛起 直至取代长春谷的地位 成为一名原因期修为的真君吗 可为何我还需要皈移 这条世界线 此来想去 大概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此世界的吕仲 在当日的云路隔一战中失败后 并非如李和君所言般真正的死去 极可能再以另一种方式 继续存活于世 回忆起方才那吕法力的性质 不难得出准确答案 该是转为了鬼羞 吕仲喃喃道 前辈 您说什么 李和君一时未听清楚 下意识问道 啪 啪啪 然吕仲并未回他 而是将目光投向庭院外 那里已经多了一道身影 乃是一身着黑色法衣的墨发青年 面孔苍白无血 一双鞋一毛子 更是微微泛着绿光 方才的拍掌声 便是从此人身上而来 从修为气息上看 明显已是结单欺修为 而且也正如吕仲猜测 此世界的吕仲在死后 已经转成了鬼羞 是以才一身鬼气 待看青来人 李和君如电击一般 顿时愣在了原地 和君 是我回来了 为何还不过来 末发青年一脸冷意 望着迟迟不挪动脚步的李和君 眼眸中缓缓升起杀意 不 你不是老爷 李和君连退术步 流着泪倒 在他的记忆中 吕仲尽管平日忙于修炼 却从不会轻慢身边之人 更不会似现在这般 露出这种可怕的表情 与其说是在看人 倒不如是在看一件东西 娘亲不怕 有我在 月和这时反应过来 一把挡在李和君身前 而吕仲则是袖手旁观 并未有半点动弹意思 旋即他又一转身 望向身后的屋顶 冲那空无一人处 喊道 还有这位道友 是否也该现身了呢 什么 听此言 墨发青年脸色一变 只见血色光滑一闪 屋顶处竟现出一道红衣身影 左张老 你怎会 我出现在此 自是奉了谷主之命 红色头罩之下 一瘦的皮包骨头 轻面獠牙的老者 面无表情说道 紧接着 他将目光移向李和君 讥讽道 没想到啊没想到 你竟胆敢违反谷主命令 在这里撕裂摩起 只可惜啊 最后功亏一篑 左长老将视线一向屋重 又打量了一番末法青年 正当他准备再说些什么 以及打击自己的这位竞争对手 这时 吕仲却是突然动了 鬼影一闪 再出现 已是在左长老径前 顿时就是一漆黑巨爪探出 后者仿佛早有所料 轻轻后退一步 再一抖锈管 顿时有铮铮剑鸣之音传出 从中急射出一道血红 却是一口色如胭脂的飞剑 他轻易将来袭巨爪格挡开 而后直接回旋斩出 火星四剑 竟都被末法青年接下 呵呵没想到吧 你的所有手段 我早已经研究透彻 左长老一边遇见 一边在不断掐着法掘 口吐出一道道毒咽 同时不忘出言 让对手分心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吕仲同样没有闲着 手一招 顿时多了赶杖许黑帆 其表面有黑气萦绕 依稀可便别出人脸模样 且无疑不再哀嚎 惨叫着 阴气森森的样子 看起来格外不仁 看到这黑帆时 吕仲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下 但依旧没有出手 万魂帆 你逆逆 左长老看清这帆棋 顿时惊地连退束步 真没想到 你竟真将帆练了出来 好一个人心丧尽的鬼秀 在交手 左长老哪怕同样有法宝 依旧也不是吕仲的对手 不过看他的模样 却是一点也不着急 很快就有破空声响起 远处顿来树道红光 更后面还有非洲相随 你一个人实力再强 纵使手持着万魂帆 也绝不是蝴蝶谷的对手 左长老见援军将至 认为是大局已定 随即更是口吐出事实 真当谷内不知道 你在这里练得魔切 愚蝶 我们只是装作不知而已 要不是那时谷主尚未闭关 又岂能容你跳到这时 为的就是等你进城 然后全斩杀 左长老这番话语 显然是为了拖延时间 吕仲听到后面无表情 他看了一眼李和军 而后摇动手中万魂帆 显然是抱着先解决对手的想法 万魂帆 无愧于上宗魔宝之名 一出手就是风云色变 此次权力催动之下 更是能放出万千鬼头 他们的实力有强有弱 其中不乏凡人魂魄 由惨死的修饰神魂带领着 冲着左长老呼啸而去 鬼哭狼嚎 哭泣哀鸣 在群鬼的攻击下 左长老的护体刚气 飞速减弱 照此情况 他恐将无法坚持到援军抵达 就以命丧于鬼口 成为那万魂帆中的一员 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一声惨叫 左长老终究是少算了一步 解决完对手 吕仲一脸忌惮地望向吕仲 阁下到底是何人 我是谁不重要 但我现在很想知道 阁下此刻是抱着何种目的 才不愿散去最后那口气 一直停留在这方世界 吕仲反问道 何目的 吕仲忽然放声狂笑起来 墓中更是燃起绿燕 当然 是为了复仇 当日云路阁一战 他因为一时大意 最终败在蝴蝶夫人手下 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 却不料 竟连死后也不得安息 被蝴蝶夫人转化成鬼修 被迫修炼一门 怨魁金 以作为他突破瓶颈的助力 心中怨恨之火 欲是熊熊燃烧 则效果越是显著 死了 衣服被一把扯开 吕仲冲着场中二人冷冷一笑 露出底下触目惊心 爬满大小鬼头 形如骷髅地干瘦身体 怎样 知道了吗 话虽如此 你不惜处处算计 最终的目的 只怕还是为了自己吧 吕仲望着对面的怨恨之鬼 面色依旧平静如常地说道 怨恨鬼闻言 将嘴脸道义 夸张角度 不然 嗖的一声 他化作一道鬼影 猛冲向吕仲 其漆黑的鬼爪一挥 惊人的鬼气爆发 煞时间附近数丈方圆 竟都被囊括其中 可以毫不怀疑 一旦被辞爪命中 纵使是杰丹修士 也要重伤当场 怨恨鬼的目标 至始至终都是李和军 已完成魔器的炼制 如今他刻意攻向吕仲 不过是想将之逼退 然吕仲对此 却是不闪不闭 竟敢小看我 怨恨鬼见此目 心中积攒情绪爆发 面容变得更加扭曲 身上燃起的鬼焰 陡然旺盛数分 那一双鬼爪 因此变得深沉幽碎 未能借此一掌再掌 碰 鬼爪狠狠砸向吕仲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然却被一层金色光膜挡住 非但没有将之一击洞穿 反倒是传来一句大反正力道 怨恨鬼不信邪 双爪连灰又是石树下 光膜依旧 不 怎么可能 怨恨鬼不敢置信 自己忍受莫大痛苦 甚至不惜背叛信任之人 所最终修炼的这一对修罗鬼爪 明明破得杰丹法宝 却拿这层光膜毫无办法 砰砰砰 他疯狂攻击 甚至将万魂帆一并催动 令数千鬼头加持自身 以此获得近乎杰丹后期的力量 然结果还是跟之前一般 那层光膜就好似叹息之弊 任凭怨恨鬼如何攻击 海量的术法吞进去 依旧微然不动 数十息过去 蝴蝶谷修士即将杀至 见时间已经不多 吕仲看着近乎癫狂的怨恨鬼 长叹一声 旋即 抬手就是一记雷法 雷爪 顿时 无数雷电自虚空中凝现 将整座小院覆盖在内 首当其中的怨恨鬼 哪里见过如此阵仗 瞬间只觉身处于雷狱当中 四面八方剧都是 令他神魂站立的恐怖气息 被那些子雷一批 本命鬼气就不住地溃散 形体因此变得虚幻 不过数息功夫 怨恨鬼就以灰飞烟灭 阁下真是好手段 虚空中忽然浮现出一道红衣身影 却是一名身材足有近丈 脸上涂抹黑妆 容颜妖艳的墨发女修 她将方才一幕完整目的 此刻由衷发出赞叹之言 实话实说 就算是 我想灭杀这怨恨鬼 也要费一番手脚 然阁下却仅需一招雷法 过奖了 蝴蝶夫人 吕仲诞生说道 见她如此表现 哪怕是面对原因危压 亦没有半分畏惧之色 蝴蝶夫人不由面露诧异之色 然后就是眼嘴一笑 缓缓祭出一口黑剑 笑道 看来 你是有所依仗 下一瞬间 一道黑色剑光疏忽间斩出 对此 吕仲依旧不闪不闭 她所有的底气 都来自于真交结件 此神意 以涉及空间法则 光平区区原因修饰之力 几乎不可能将之攻破 结果也的确如此 哪怕蝴蝶夫人的这一剑 已近乎她的全力一击 金魔依旧微然不动 见此目 她不由面色一变 就跟怨恨鬼一般 蝴蝶夫人同样不愿相信 她持着黑剑 就是往手心一抹 以精血轻染之下 此剑顿时无光大胜 更有无数冤魂缠绕其上 又是一剑 如何 可感到了绝望 吕仲淡淡说道 她一挥袖 将礼合军跟月合收入袖中 而后 如闲庭信步般 缓步朝蝴蝶夫人走去 一路上 金魔无论遭受何种手段 何种数次的攻击 依旧是完好如初 堂堂原因大修士的权力一击 连半点痕迹也未留下 阁下的手段 我领教了 后会有切 见势不可为 蝴蝶夫人身形一退 竟转身就逃 同时 她还不忘下令 附近刚赶过来 隶属于蝴蝶谷的一众修士 在目睹方才惊人一幕后 此刻仍处于震惊之中 一听到谷主令他们冲上去 将下方那一名青年拦住 有一个算一个 无不是面色大变 哼 怎么 连我的命令也敢反抗了 蝴蝶夫人冷哼一声 随即兰花指一掐 却是催动了射在众人体内的手段 作为一名魔修 她从不会真心信任他人 故认为保持忠诚的最好办法 是以秘法进行控制 故而 蝴蝶谷上下所有修士 都种下了空心印 这一魔道秘法 在秘法被催动的立刻 众修士一脸痛苦 无不是哀嚎呜呼 更有甚者 只觉神魂欲裂 在承受莫大痛苦时 更蹊跷流血起来 谷主 我错了 饶命饶命啊 见众修乖乖就范 听命冲上前去 蝴蝶夫人这才停止施法 飞出百鱼杖 她回首望了眼身后的吕仲 忽然感觉此青年有点眼熟 然一阵细细思索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罢了 无论是什么人 就算是真正的原因老怪 有通天彻地之能 只要我稍后远顿西境 对方依旧无法奈何于我 蝴蝶夫人打定主意 要去西境避祸一段时间 等对方麻痹之后 再悄悄潜回此狱 等我弄清楚那筋膜的弱点 找到破解之法 就是你生死的时候 蝴蝶夫人心中暗想着 忽然感觉前方多出一道气息 随后才是轰隆隆传来的响雷声 她面色恶然地朝前望去 正好看到吕仲 从雷光中迈出 从容且淡定 这是雷盾 可这人明明是结丹 怎可能掌握如此盾法 瞬息近千丈 就连结阴多年的她都无法做到 还未等蝴蝶夫人想清楚 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之时 吕仲这时乎地微微一笑 撤去了自己身上的伪装 将原本的样子明白显露出来 你 你是 没错 吕仲手一抬 将凝练多时的月光剑射出 月光剑如痞链一般 于半空中灰洒出大片月灰 然后只一击 就将蝴蝶夫人护体刚气洞穿 血花飞剑中 直没入丹田位置 摆于帐外 忽有乌光一闪 一模样跟蝴蝶夫人近似 抱着一口黑色小剑的小人 这时候惊恐地跌撞而出 然后她就见到了自己的肉身 化为灰烬的阴幕 不可立敌 逃 此时此刻 蝴蝶夫人仅有这一念头 然吕仲不会放过她 身形再次淹没在雷光中 再出现 已是到了对方前头 然后剑指前点 操控月光剑穷追不舍 绝不给对方半点机会 三夕后 伴随着一声爆炸 一切终于结束 吕仲看了眼底下的仙城 又将目光移向远处的蝴蝶骨 心中 没有半点想法 除却将蝴蝶夫人 及怨恨鬼的储物器具收走 便再没有带走她物 玄机身形一闪 很快消失在天边 解决了此世界线的目标 吕仲并不急着回去 远离长春仙城后 她很快落到一处山坡 并将袖中的李和军二女放出 后者望见吕仲 这副跟老爷一般无二的面容 一下子愣在原地 你 您是 她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对此 吕仲微微一笑 副手望向远处道 我跟你心中那人的关系 可当作是千百条世界线 所开出的不同的花 事实就是如此 哪怕皈依了世界线 然吕仲依旧并非此世界的吕仲 毕竟区分个体的 终究是还记忆与经历 不同的花 李和军身子一颤 泪水中是再止不住 光芒剧脸 结束世界线皈依的吕仲 身形缓缓浮现近视中 回想起在另一条世界线的经历 纵使他已是修炼数千年的炼须修饰 此时此刻的心情 亦为有用复杂来形容 唯一的好消息 便是结局是好的 静坐一阵 吕仲翻手取出遗物 乃是一闪闪发亮小光丽 依稀可以看到 其内部有一道人影闪烁 模样跟李和军有几分相似 顾盼生姿 带着一脸淡淡的笑容 命远 或者说是命星 想不到凡人纯粹的情感 也能凝结出此物 真是不可思议 持着他 吕仲感觉莫名的心暖 一如当年红袖天香时 更隐隐感觉到 命星的另一端传来感应 隐约且模糊 如果我没猜测 这应是何军的转世之身 吕仲心中难难 心情微微激动之余 久掉的一块大石 也终于是可以落地 只不过 从那模糊的感应距离来看 估计二人相遇 仍有些时候 吕仲轻轻笑了一声 就将命星之儿种之 纳入石海 以保周全 之后他收拾心情 才将支注意力 转移到自身 经过一番检查 发现此趟归翼时间线后 尽管收获不如先前 但依旧是令人十分满意 元神又因此强大许多 不亚于数百年苦修 若照此持续下去 真不敢想象我以后的元神 究竟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想到这里 吕仲满脸若有所思 转眼间 又是百年过去 这一日 有贵客临门 却是叶盘炎来访 一处山顶凉亭 吕仲早已备好上等灵茶 此刻见叶盘炎到来 他从石凳上站起身来 拱手微笑道 多年不见 叶道友的修为相较 上次见面 又是大有精进 若我猜得不错 该是快要进阶合体了吧 道友客气了 我也只是先行一步 至于是否真的能合体 哪怕对此已经做足了准备 却还是未知数 合体之难 无异于登天 不对只怕连登天 也是远远不如他 叶盘炎还礼拱手 看着气说道 对此 吕仲深有同感 他同样是临近合体 马上要冲击 融融合一的修饰 越是往深处去 就越发感觉死路艰难 吕仲从来不认为 自己有月跪灵术相助 外加神钧药石等一系列手段 一系列的辅助秘法 就能将难度削减 达到低于叶盘炎的程度 从先前二人的交流来看 他未来成就合体的困难程度 只怕还要在叶盘炎之上 一想到这里 桌上的零食也就不慎美味起来 稍后 酒过三巡 叶盘炎将一方愈合置于桌面 而后推至履重面前 盒中所装之物 便是之前答应的那道本源仙气 道友未来若要使用 只管将合身封印揭开即可 还有闲暇之时 要多加注意维护 以防止封印脱落 导致掀气流逝 履重拿起玉盒 不着痕迹 用灰物空间查看 对方并未说谎 玉盒中所装之物 的确是一缕本源掀气 确认之后 他将之收到储物界中 并放在最顺手的位置 怎么 道友不检查一二 叶盘炎差一道 无妨 我信得过你 履重微微一笑 仿佛心中真是如此想法 这让叶盘炎情绪一阵变化 最终长叹一声 苦笑道 看来此行 却是盘炎来错了 哦 合错之友 是这样的 叶盘炎在叹气 将来时 想法道于履重听 却是被道蒙中修饰说动 心中产生了试探想法 若早知如此结果 盘炎定会将那些小人 尽数斩杀 这这就不必了吧 履重表面如此说着 心中却是在暗自叹息 终究使人心多变 如今就连叶盘炎 也受到权势影响 变得开始猜忌起自己来 他此番话 也不知有多少真心 或许唯一的真心 就只剩下复心道蒙 不过 我也并非什么好人 想到悬仓要塞之事 履重忍不住在心中自嘲 表面却一如平常 继续跟叶盘炎虚与尾仪 举杯幻展地论道起来 一番交流之下 双方倒也有不少收获 临近天明时 终于到了结束时候 临走前 叶盘炎再次递出遗物 依旧是用精致玉盒装着 上面贴满了封印符 饶事如此 仍能感应到里面 惊人的灵气波动 此番是盘炎险些误听谗言 还请让我用 和中之盘桃 作为陪礼 吕仲这次没有推辞 微笑着将之接下 带送走叶盘炎 他面色凝重地 将装有盘桃的玉盒取出 用场景回溯 再次加以确认 突然重重叹了口气 第三次确认 依旧未有改变 没想到 这盘桃中 早已种下了秘法 吕仲心中难难 目光一阵变化 此种秘法之隐秘 为他生平所守剑 效果 就吕仲目前所见 是在潜移默化中 悄然改变受术者的三观 使之听命于失术者 他如果不是有挥晤空间 可通过场景回溯 以破坏性手段 检查手中盘桃的真实情况 只怕也要再不知不觉中招 怕是舵仙手段 欲要借此控制道蒙 吕仲像是想到什么 这时面色骤然一变 再次场景回溯 待结果出来 他长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 或许是有黄金树赐福 叶盘炎并未受密法影响 照此看来 大概只是盗蒙中 混入舵仙爪牙 最坏的情况并未发生 不过 吕仲并未因此放松警惕 舵仙一个个 都是活了数十万 乃至百万年的存在 若挽起星际城府 恐怕唯有同奸能敌 眼下之事 就是最好的例证 那这盘桃 我是该吃 还是不该吃 吕仲看着手中的玉盒 陷入了沉思 单就价值而言 河中所装的这一枚万载盘桃 绝对是千金不换之物 哪怕将之出手与他人 都能换来大量珍贵之物 思来想去 决定还是暂且留着 毕竟从回溯结果来看 陶中密法为了隐秘性 仅仅是含着失数者 微乎其微的气息 事宜 哪怕对方可能是舵仙 亦难以借此进行追踪 更别说 他还有一心换斗神通 及数种相互 将盘桃仔细收好 也没忘了布置应对 舵仙入侵盗蒙的后手 左右悬仓要塞的幕后 掌控者是自己 找机会弄死些奸细 完全不是问题 做完这些决定 吕仲心情变得轻松起来 修炼无岁月 自上次叶盘炎来访 已过去三百余载 在此期间 吕仲一直在闭关当中 受益于月桂灵术 及异音密法 还有先前的异音积累 他此趟闭关 当真是一气呵成 畅顺无比 静世内 吕仲缓缓睁开双眸 面上是挂不住的喜色 画器官 竟渡过得如此容易 这就是厚积薄发的好处 他为了渡过荣荣合一 所做的努力 可一点不少 无论是清消水 必消灵水 还是辛苦培育的月桂灵术 都是此趟顺利突破的 重要助力 让我仔细感应一下 吕仲闭上眼 感受此番突破的好处 修为方面 由于是原神上的突破 实际并未有太多变化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随着原神的进一步变化 对世界的认知进一步加深 未来修炼速度 必将因此收益 其次 则是对荣荣合一的参悟 这可以说是此番突破的最大变化所在 在消除神奇的干扰之后 他发现自己对你法则的感应能力 竟陡然间上升了一个台阶 若要用比喻来形容 那便是终于是能看见镜中花 水中月了 虽然距离一窥神异真相 还有极大的一段路要走 但至少能望见其项背 可喜可贺 一番辛苦修炼 百年如一日的闭关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吕仲想到这里 原本古井无波的心境 也在此刻激荡起来 至于斗法 突破带来的影响 是对神异的观测能力提升 在此种情况下 若之后再遇上神异手段 虽然还是无法做到通晓其变化 但至少能知道其中的原理 借此找到更好的应对之法 以上就是突破画器官的好处 画器官如此 不知画神官又如何 吕仲心中暗想到 关于画神官 即便是太阴仙经中 对此的介绍也是极为粗略 仅是沿此过程度过不易 需有恒心大智慧者才能度过 有恒心 大智慧 吕仲回想到这里 不由苦笑出声 能修炼到炼虚三观的修士 哪一个不是道心坚定之辈 能从数千年刀光剑影中活下来的 又哪一个会是愚笨之人 说了等于白说 继续往下回想相关点集 却是在道蒙中提到过 画神官与其说实话 实质上却是在镇压三师 所谓三师指的并非是实体 按照道蒙说法 实际上是跟虚界的联系 世间生灵并非独立存在 既然虚界中的信息能以投影方式影响到现实中的生灵 那么现实中的生灵自然也会在虚界中有所投影 二者相联系便会产生干涉 在某个适和时候甚至会产生不该有的联系 心魔便是由此而来 原来这就是心魔产生的根源 镇压三师的目的 就是为了不让他们在接下来的修炼过程中捣乱 大概正是因此 才会有以后要斩三师的说法 吕仲想到此处 不由玩耳一笑 继续往下 越要度过画神官 则必须镇压三师 否则原神继续蜕变 便会成为虚界中纯素眼中真修 稍有不慎 就会被其趁虚而入 届时无数烦恼滋生 令人苦不堪言 在那种情况下 除非修的是太上妄情 否则终日为其所扰 关于镇压三师的方法 道蒙点击有提到 无外乎修身养性 及服药两种 前者需要恒心及大智慧 过程常常数以万年计 好日米酒 后者则是一类取巧之道 借助外力 暂且将三师镇压 带到合体成功之后 便能不再过度受到三师影响 此要名为清静丹 扶之即可轻松度过画神官 不过捷径 可并不好走 越要镇压三师 所扶之要自然珍惜 吕仲只看了一眼 就觉得眼前突然一黑 却不是因为太珍惜难寻 而是收集条件过于艰难 炼制此单的第一项 乃是红尘水 红尘世俗 纷纷扰扰 红尘杂念虽需求天亮 但只要花时间就能完成 关键在于 如何炼制成红尘水 这就必须炼制专门之物 碧氏瓶 但问题又来了 碧氏瓶的炼制同样艰难 它虽不是什么先机领宝 可所需材料依旧是难寻 不少已经罕见于世 好吧 一环套一环 吕仲忍不住心中富肥起来 或许 该参与一番练续七圈子 想来似我这般 想要取巧度过化神观的人 不会少 集思广义 说不定有人已经炼制出来 红尘水如此 清净丹所需的另外二物 及同样难得的绝念果 跟葬心花 或许也能 已经有人将之炼制出来 纵使不能得到成品 就算收得他们的炼制器具 也是不错的选择 话又说回来 我近期以来的修炼 当真有几分闭门造车的味道 吕仲忽然想到了这点 这相当危险 缺乏交流 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走路死胡同 可眼下世道纷乱 纵然风源界因南穷老祖被镇压 猎杀高阶修士之事 在明面上被遏制 但谁知道 暗中具体如何 所以 想要找到合适圈子 依旧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一想到舵仙们所求的九转金丹 吕仲心中就蒙上一层阴霾 在此情况下 舵仙们的爪牙 必然无所不用其极 修仙界早已经因此陷入信任危机 就算真找到合适圈子 只怕想融入 依旧是难之又难 现况就是如此 他吕仲无力改变 但再难 却不能什么都不做 好比红尘杂念的收集 就可以先派化身进行 至于其他 吕仲决定先打听打听 再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 数年之后 吕仲略有些郁闷地 放下手中传讯 这是他的第十次尝试 就跟之前所想一般 在眼下混乱的世道 加上信任危机的爆发 人与人之间 想要取得信任 那是难之又难 也因此 吕仲的所有尝试 无一例外 皆以失败而告终 在他看来 结果固然掺杂了 舵仙影响因素 但原因归根究底 还是因为自己 没有合适的敲门砖 闭视频或红尘水 二者至少具备其一 既然如此 那就从这方面着手 吕仲想到这里 立刻改变了 化身们的行动方向 或打听闭视频下落 或打听红尘水消息 以及清淨单的其他材料 而自身则依旧 稳坐钓鱼台 他是个极有耐心之人 不介意慢慢等结果出来 就在吕仲潜心修炼的同时 曾经的土皇宫山门所在 现已改名做 飘渺山的宏伟圣地 早已经是楼阁遍地 处处彰显仙家气派 此时此刻 经过数百年的搜集 再加上八十亿年的炼制 经由飘渺老祖之首 第一枚九传金丹 即将现世 山门之下一仙城中 早有大量飘渺山修饰聚集 无一不是满脸的期待 这一次老祖炼丹成功 我等一可以鸡犬升天啊 是啊 据说这九传金丹福之 哪怕是凡人都可以立地成仙 可惜 此等是仙家之物 与我等无缘 话可不能这样说 能沾一沾老祖的福气 这可是那些外人千百事 都修不来的福气 与其想着这点 倒不如先想想 待之后成功飞升仙界 该如何享受 那长生福分吧 说得也是 同想同想 与此同时 飘渺山主封锁在 一道身影狼狈逃出 他病发散乱 一身的狼狈不堪 回首望着后方 被金光吞噬的丹弹 目中顿时充满了 惊惧与后怕之色 怎么会 飘渺山主喃喃一声 仿佛认知受到极大冲击 就在方才 在飘渺老祖的主持下 及九位大成的辅助 在好去一尊人助之后 九转金丹 终于被顺利练出 他本以为 这将是仙界生涯的展开 然却未想到 等老祖服下那丹 预想中的成仙没有出现 整个人却是 发生了恐怖的变化 回想起那一幕 飘渺山主 就忍不住身子一颤 太可怕了 若不是他见识不对 也要步其他八人后尘 而这时 身后的飘渺山 金光渐浓 其中隐隐传来 阵阵咆哮之音 然很快就被 阵阵仙月所覆盖 敢知道此幕 飘渺山主 不由头皮发麻 哪里还敢停留 而在他远离之后 仿佛酝酿完成一般 金光骤然间爆发 伴随着一声 不似人声的怒吼 将附近万里地狱 瞬间吞没 第一时间 吕仲就知晓此事 因为他在飘渺山 同样安排了化身 甚至因为 九转金丹 即将单程 还特意奋出了 不少关注 此刻 吕仲一脸惊疑 方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飘渺山的化身 早已经有了 原因期修为 按理说 就算是天崩地裂 也至少能看上眼 然结果却是 瞬间断线 随后 他尝试借助场景 回溯重放自身记忆 发现依旧跟之前一样 找不到半点有用信息 看来 挥晤空间 这次是派不上用场了 吕仲望着飘渺山所在方向 目光一阵闪烁 很快就有了想法 想来山河洞天中的那二位 对此会非常感兴趣 山河图内 赖着不走的太阴祖师 此刻一脸吃惊地望着吕仲 你说什么 飘渺子那老东西吃了药 居然发生了这种变化 是 这是当时的现场 吕仲见他神色猛变 心中也是不由一震 直到此事定然不小 于是将化身所见内容 毫无保留地 以法术重现出来 看过之后 一直沉默地空桑神木开口 九转金丹 此物在我的记忆中 是一等一的仙家宝丹 浮下去 的确有助人成仙的效果 可就算恋人为丹 是不容的恶行 招惹来的也该是天道雷法 似现在这般 负担后引发未知变化 我却是看不懂了 旁边的太阴老祖 面色变了又变 他显然是知道些什么 一二位之见 此事会引发什么结果 吕仲瞧见太阴祖师的表情变化 试探问道 还能有什么后果 太阴祖师苦笑一声 将可能后果道出 此事最大的可能 就是缥缈老祖成仙梦破碎 并受命远反噬 而这将会导致一可怕后果 那就是生化妖魔 以仙人之躯 惰化成妖魔 其祸害可想而知 听完之后 饶氏吕仲也不禁感到吃惊 南南道 若真照你这话 那这灵环界岂不是要 他仿佛已经见到 未来灵环界彻底大乱的样子 当然 太阴祖师平静下来 眼神逐渐变得空洞 南南道 毕竟 秩序早已离我们远去 旋即 他展颜一笑 将目光投向吕仲后 轻声说道 不过 这些都与我等无关 至少是暂时无关 关于堕仙化妖魔之事 哪怕会因此滋生大量妖魔 但最紧张的 绝不是我等 而是那些持着大量命远 试图炼制九转金丹的 其他假仙 幸好 我早有仙剑之名 未去参与这趟浑水 不然此刻面对来袭的妖魔 只怕是头皮 都要发麻 原来如此 吕仲点了点头 不过太阴祖师这话 听在他耳中 却是另一种味道 不由暗中复复匪 难怪一直躲在山河洞天 估计是跟旁边这棵树一样 就想在一处安全地方蹲着 其实 若只是妖魔之事 倒也算不得什么 太阴祖师略意成因后 却是诱导出一番话来 毕竟妖魔再强 在失去了自我以后 最终的结局也只有毁灭 况且 在我等之中 并非没人有实力解决妖魔 只是个个都想坐收渔翁之力而已 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 是有真仙趁此机会降临 说到这里 他脸上浮现出恐惧之色 若此幕真的发生 那么灵环界将彻底毁灭 什么 吕仲吃惊道 他有点想不明白 明明仙界是如此令万修向往 堪称梦想之地 可为何真仙却不想留下 而是宁愿降临到灵界 将这点道出 却得到太阴祖师一个白眼 是谁告诉你 仙界是一个 话刚出口 他突然间止住 未敢继续说下去 太阴祖师连忙抬头望向头顶 见到一抹黯淡金光消散 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然后狠狠瞪了一眼吕仲 表情无比愤怒 差点 只差一点点 你的祖师就没了 原来有关仙界的信息 不能外传 否则 便有性命之鱼 意识到这点 吕仲将之鸣刻于心底 然后向太阴祖师表示歉意 见对方不再搭理自己 便失去地拱手告辞 等吕仲离开之后 太阴祖师才身形一退 缩回到树容中 他表情一变 再无半点紧张 反倒是哼起歌来 哼哼哼 取掉婉转 带着些许欢快 这时空桑神木突然道 既然阁下要暂住此处 一时半会也没有离开的打算 那么是否也该缴纳房租 房租 凭什么 太阴祖师画出一鞦韆 在上面悠闲荡了几下 哥哥笑道 这是我凭脸皮换来的 凭什么要交房租 但随即 他仔细想了想 小声嘀咕道 不过吗 就现在这种情况 若让那不孝徒孙 继续糊里糊涂下去 指不定哪天就真遭了殃 方才太阴祖师有一点没说 那就是妖魔生乱 早先遭殃的 还是普通修士 跟一般的妖兽修士不同 妖魔所拥有的力量 比神意 要更加地接近法则 最重要的一点是 哪怕是最弱小的妖魔 也有获得堪比法则能力的可能性 一不小心 就存在翻车可能 故而 妖魔所拥有这种力量 虽同样是你法则力量的一种 但在仙界又被称之为诡异 已是跟神意的区别 不过 对于四他这种级别的存在 有不少办法可以解决 最简单的 就是炼制护符 凭此可抵消 或化解一些诡异力量 真是没办法 就勉为其难地 炼制一点护符吧 谁叫这种隐秘性上等的好地方 天底下再无他处 除非迫不得已 否则太阴祖师 真不想离开山河洞天 相较混乱不堪的外面 他更愿意待在这安全之处 静世中 旅中闭目盘坐 脑海中仍不断回想着 方才太阴祖师之言 妖魔吗 这灵环界 还真是一日都不得安生啊 先是猪恶 再是多仙 如今又起妖魔乱 这种混乱日子 估计就算我到了仙界 也不会是尽头 想到这里 吕仲忽然有些性质阑珊 既然修炼到仙界 都不一定能长生逍遥 那继续修 忽然间 他心中一惊 不对 我的这种想法不对劲 急忙场景回溯 很快 吕仲便找到了原因 却是三师神作祟 原来我的元神 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 竟在刚刚踏入化神观时 就被纯素所寄予 并趁着心神空虚之际 趁机发起入侵 意识到这点后 他不知是该哭 还是该笑 元神强度受到纯素认可 这本该是一件大喜事 说明未来想要度过化神观 难度可能会比先前料想的要低 可同时 也意味着麻烦的到来 被纯素盯上 看来我得更小心才是了 吕仲想到这里 联系上了外派的化身 后者正持着天公一族炼制的法宝 相互照应着 在风源界四处扫荡 收集凡尘俗世间的红尘之气 修仙界的动荡 跨度通常数以百年纪 是以对凡人而言 哪怕上面闹翻了天 影响其实也十分有限 甚至不如一名暴君来得大 除非是遭遇屠城之事 否则红尘之气依旧 经过沟通 他得知目前的进度尚可 照此情况持续下去 估计花上个千年时间 就能将一份红尘水的材料集齐 不过 吕仲却是等不了如此之久 他现在担心 自己能否一直抵挡住 纯素的清洗 故为保险起见 最好还是加快速度 为此 又增派了一批化身 妖魔的出现 很快消息 就传遍灵环界 在没有彻底弄清楚 缥缈老祖 究竟是因何而妖魔化之前 各方圣地背后的惰仙 显然都不敢再轻举妄动 于是一个个都折服起来 沸腾的战火 因此骤险 随着妖魔的蔓延 刚平静的风源界 又混乱起来 在妖魔诡异的力量面前 各种翻车事件屡屡发生 不仅有倒霉合体七修士 不幸深运 甚至有过大成七修士 在妖魔手中 狠狠吃亏的事例发生 有修士因此称 灵环界已进入新的诡异时代 对此 吕仲选择继续闭关 任外面天翻地覆 我依旧微然不动 无名山 临时洞府中 吕仲正在跟化身沟通 了解外界的信息 自妖魔乱起 已过去两个甲子 正如太阴祖师所言 首当其冲的是 一众圣地 普通修士反倒对此感受不深 只是时不时会 遇上异常的妖兽 以及能力奇轨的怪人 却不知 以后会怎样发展 吕仲心中难难 却没有继续深想下去 转而来到静世中 盘坐在葡团上 吕仲的平静的面容上 呼得多了一丝笑容 经过多年的修炼 翠玲药生法的瓶颈 终于是出现松动迹象 这都要归功于众身法 及月跪灵术 若不是他们 恐怕第二层的瓶颈 不会如此轻松破开 一番宁神静气之后 吕仲运转弓体 体表现出一层朦胧光芒 全身血气 皆因此而沸腾 紧接着 有破碎声传出 嗯 竟如此轻松 他有些不敢置信 本以为此番突破瓶颈 多少都会遭一些麻烦 却没有想到会如此顺利 或许 这是月跪精粹带来的好处 思来想去 吕仲觉得应该没错 倒有些水到渠成的意味 不管怎样 既然瓶颈已经突破 我想炼成翠玲药生法第二层 将再无阻碍 时间一年年过去 任凭外界如何动荡 吕仲依旧在洞府中闭关 得益于此 他的修为不断增长 本以为生活能一直平静 然而这一日 化身们的搜集行动 却突然遇上了麻烦 之前搜集的全部红尘器 在汇聚到一起之后 突然被一名修士出手夺走 此人出手极为狠辣 丝毫不留活口 被卷入的化身无疑幸免 长湖散人 吕仲皱眉 试图回忆相关讯息 结果一无所知 此人名不见经传 并非什么成名已久的修士 不管是何人 敢抢夺我的东西 就得付出代价 吕仲虽不愿参与争斗 但也并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手上粘着的性命 早已过万 当即出关 冲事发地略取 长湖方式 此方式坐落在一名为 长湖的巨湖中央 作为方圆十数万里内 规模最大最繁荣的方式 此处修士往来聚集 论成见规模 丝毫不亚于一般现成 就在方式的中央 一处弧心岛上 长湖散人一身绿衣 此刻望着手中粉色玉瓶 面上竟都是喜色 没想到只是一次偶然出门 竟也能让我撞见如此机缘 当真是天要心我 如此之多的红尘器 再加上我先前搜集的 已经够炼制一份红尘水 他仿佛已经见到 自己凑齐红尘水的那一幕 只要服下红尘水 我就能 长湖散人想着 忽然间面色一变 一连三声惊天巨响 地面都因此剧烈颤动起来 是谁在攻击大阵 长湖散人从居所中出来 为理会外面一连恐慌的众弟子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天上 那里正有着一道金色人影 正不断投射出巨大雷枪 每一支雷枪坠下 笼罩长湖方式的六阶大阵 就剧烈颤动一下 长此以往 大阵显然支撑不住 住手 长湖散人从大阵中飞出 冲高空中的黑发青年喝道 却不曾想 对方只是冷冷一笑道 阁下可是长湖散人 正是我 好 既然是正主 那就将你我之间的事了结吧 吕仲望着对面的长须中年人 在说出这番话之后 双手一招就将星辰剑 及真交气寄出 听闻 此言 长湖散人 眼皮一跳 他压根没想到 仇家竟能找上门来 长湖散人 先前之所以敢出手 全是仗着自己有一门秘书 可以借此阻挡世间绝大多数追踪手段 就连合体期修饰也不外力 正是因此 他方才敢不由分说地 直接抢夺红尘器 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哼 阁下不需要知道这点 吕仲掐出最后一道法诀 顿时一道炽热火风掠出 冲着对面的长湖散人而去 后者见此目 反倒镇定下来 袖中飞出一口火红飞溅迎了上去 几乎是眨眼功夫 二者就在空中相撞 砰的一声 凭空炸出巨大火球 对此 吕仲表情不变 对面的长湖散人 这时却面色微微一变 招手将飞溅收回一看 发现上面已经是坑坑洼洼 灵纹也多有损伤 很显然 飞溅已在方才的爆发中受窗不清 神异法术 长湖散人脸色惊疑 然手伤动作却不慌不忙 开始掐绝念咒起来 作为一名活了九千年的练须修士 他自然也掌握着类似的手段 只不过 他想要施展出神异手段 还要借助外物 呵 长湖散人一声轻贺 冲下方长湖打出一道法诀 煞时间 湖底忽然有大量光芒浮现 一枚枚符纹就这样浮出水面 连带着那巨量的湖水一道 被裹挟飞向高空之中 尽管不知对方想做什么 但吕仲可不会袖手旁观 当即催动避水扇 跟对方抢夺起控制拳来 底下长湖方适中的修士 此刻无疑不是心中震撼 四坠般炼须七修士的权力出手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第一次目睹 在重修的目光中 巨量湖水被一分为二 隐隐间反倒是 屡重控制的更多些 这叫长湖散人 心中大感不妙 隐隐间生出一股危机感来 可眼下双方早已大打出手 他也暂且顾不得这么多 当即就捏碎手上一枚玉牌 无数符文飞射 瞬间没入被他控制的湖水中 很快就勾连成片 又迅速化作一实体 继而 一条长达万丈 张牙舞爪的水龙出现 此水龙一现身 就咆哮俯冲而下 屡重也不惧 抬手就是以半壶长湖之水 与之对焊 结果却让他稍稍有些意外 那水龙居然自带神意 竟能将融合触碰到的水气 几乎是肉眼可见 他开始飞速膨大起来 见此目 长湖散人不由发笑 密法索宁的水军 可控百川会流之水 岂是你遇水神通能比 可还没等他多笑一阵 巨大水龙忽然动作一致 继而部分身体轰然炸开 并有道道雷电显现 继续破坏他的身体 还好我留了一手 吕中自不会傻到 连一点防备也无 见水龙试图凝聚身形 他这时手一番将先机金事中寄出 吕中早就看出来 水龙之所以能成形 靠得全是那一枚枚的符文节点 若将之震散 此树也将告破 毫不迟疑就将金事中催动 当的一声 高空中一轮今日骤现 继而有无尽的光辉扩散 首当其冲的是长湖散人 当光波临声之际 尽管护体钢气丝毫无损 但他的面色却因此大变 暗到不好起来 只见水龙被金色光波覆盖后 体内符文顿时一眉眉炸散 片息功夫 水君密法就彻底告破 倒有好手段 长湖散人此刻心中有些后悔 只不过 这念头刚一出现 就被他抹去 该如何是好 长湖散人这时意识到 单论二者的斗法实力 自己远远不是来人对手 也只能那样了 他这时身形一闪 避开射来的成片雷枪 为回头 去看长湖方式如何 对长湖散人而言 长湖方式不过是 他曾经的聚才工具 到了练须期的现在 早已经是实之无畏的鸡肋 纵使是舍弃 也不觉可惜 一拍腰间储物带 顿时有一道霞光飞出 却是一方精致玉盒 玉盒表面贴满了封条 仿佛是为镇压内容之物而射 此时此刻 玉盒在不断地颤动 长湖散人接连撕开八道封印 轮到最后一道时 望着远处的吕仲冷笑一声 哼 就让长湖方式跟你一同陪葬吧 随着最后一道封印解除 河中之物终于脱困而出 顷刻间 天空就暗了下来 伴随着咆哮声 一道千丈七黑兽影浮现 四犬又四鹰 身上不带半点腰气 浑身不满扭曲花纹 给人以不祥的感觉 他的实力方面 竟丝毫不亚于练须后期 这是妖魔 吕仲吃惊望着这幕 身形已是在飞退 却不料 那鹰犬妖魔 竟至身后长湖散人不顾 猛然朝他扑来 顿时就是一阵恶风扑面 紧紧一找 就将吕仲护体刚气击破 若不是有真交结界 只怕这一下 他就要受伤 好厉害的畜伤 吕仲心中一惊 暗到这鹰犬所带力量 果然诡异 怕是专客修饰刚气 或许不止于此 剑真交结界不愧 他提着的心 稍稍放下 剑鹰犬妖魔 再次扑来 仰手就是一记雷找 紧接着 也不管效果如何 又引动海量天地元气 狂轰烂炸起来 刹那间 此地俨然成了雷海 轰隆隆雷鸣声不断 较远离的长湖散人 也是心惊 不由对自己的决定 倍感庆幸 幸好我换了这只鹰魔 不然 现在被雷劈的 就该是他了 树西后 怎么被劈了如此之久 还不从雷海中冲出来 长湖散人 这石面露焦急之色 因为迟迟不见 鹰魔的身影出现 坏了 该不会是已经 还未等他念头浮现 就在这时 吕仲身后 忽然泛起一片阴影 伴随着妖魔气息的爆发 鹰魔咆哮着冲阴影中冲出 从他完好无损的状态来看 显然并未被方才的雷法 伤到分喉 还有第二种能力 吕仲暗道失算 却已来不及躲避 砰的一声巨响 整个人被鹰爪狠狠狠拍钟 如电射般倒飞出去 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 吕仲一看体表的真交结界 发现已经是微光荡漾 顿时就是一惊 竟然能如此之快 就让真交结界抵达承受极限 看来这妖魔的能力并不简单 只怕跟空间之道有几分关系 眼见妖魔再一次袭来 他不再继续多想 化作一道雷光 迅速消失在原地 于千丈外 有雷电轰隆隆乍响 吕仲身形在其中浮现 同时手中已多了一张金符 正是他参悟云露传承 所得来定神符 事到如今 或许只有他能制服这妖魔了 这一次主动出击 一番惊险缠斗之后 吕仲成功找到一个合适机会 趁着妖魔转身之际 雷顿靠近 顺利将定神符贴在他身上 几乎是立刻 妖魔就在无法动弹 好似石块搬往地面坠去 目睹这惊人目 长虎散人 差点把胡子扯掉 这人居然能一服定住阴魔 又见远处雷光乍现 不好 长虎散人一个转身 持剑向上格挡 与此同时 吕仲自雷光中显现 持着引雷针 就是向下一批 嘶啦 猛然间一场雷暴扩散 连拼了数十剑 长虎散人心中 叫苦不迭 相较对手的法术 此人明显更加擅长 贴身近战 一轮轮地猛劈下来 又好似一座座巨山压顶 力道端地 是恐怖 连他的虎口都因此裂开 慢着 有事好商量 现在知道商量了 吕仲冷笑一声 手上动作不停 随后的斗法中 无论对方抛出什么条件 又或者是交易之类 他都是充耳不闻 铁了新药将之斩杀 另一边 坠地的妖魔不偏不倚 正好砸中长虎方式 方式大阵 未因此崩溃 然却无法阻挡 妖魔气息的渗透 仿佛一场瘟疫蔓延一般 凡被那漆黑气息 触及的生灵 无论是修饰也好 凡人也罢 乃至是角落中的老鼠 只要无法抵抗妖魔的气息 就只有被魔化这一下场 而这时 吕仲一剑刺穿长虎散人护体钢器 成功刺进其小腹 几乎是立刻 长虎散人头顶有乌光一闪 是模样跟他一般无二的元神 顿了出来 抱着一口小剑就头也不回 神色惶恐地朝远处顿去 然才顿出千丈距离 就一头撞进一雷爪之中 尽管未因此陨落 也难免遭到重创 见吕仲追来 长虎散人心中大害 若元神再被绞碎 他就彻底完了 一发狠 他再次开口 道友且住手 我知道绝念果的下落 相信我 可回应长虎散人的 只有吕仲的一声冷哼 剑光一闪 世上再无长虎散人 何须你多言 吕仲面无表情 将剑锋血字力取 紧接着 伸手一射 一样东西落到手中 是长虎散人的储物牌 将神识探入 里面空间着实不小 少说也有近千丈长宽 扫过一英零石零药后 他忽然面露惊喜之色 我到堂堂一练虚修时 怎还会如此貌似 原来是只差部分红尘器 就能将炼制红尘水的原料凑齐 只见储物牌中 赫然有着一粉红玉瓶 里面装满了红尘之气 以这些事 吕仲轻易一声 将一物从储物牌中射出 却是一方青玉盒 望着此玉盒 他目中透露出一抹明重之色 将青玉盒表面封条撕开 伴随着一道灰光的扩散 索容之物显现在眼前 无忧夜 望着那片平平无奇 却散发着令人心静明静气息的巴掌大树叶 吕仲略微有些吃惊 无忧树上绝念果 此夜看起来如此新鲜 料想采摘时间不过万年 本以为长湖散人是在宽我 没想到此人居然真的知晓绝念果下落 但随即他又微微一笑 换作是别人 此刻怕是心中后悔 但我不同 吕仲自存有后悔药可吃 当即借助挥晤空间 使出了场景回溯手段 熟悉之后 他面色复杂地睁开眼 尽管早有所料 但没想到这无忧树所在处 竟是这样的一处险地 这长湖散人先前与人一同强闯 然结果却是拼了全力 却只分得一枚无忧业 根据场景回溯得到的信息 无忧树生长所在处 是一处位于宜林境的秘境之中 那里是一处中间地 介乎于现实世界及虚界之间 事实上 按照道蒙典籍所记载 唯有极其洞天灵地跟海量信息 并以此作为肥料养分 无忧树才能诞生 这也是他珍惜罕见的最重要原因 像是联想到什么 吕仲继续在储物牌中翻找 很快得到一枚预见 看完之后 露出果然如此表情 只要持着无忧业 就能参与下一次宜林境的行动吗 看样子 召集者似乎并不限制持有者身份 也即使说 我也能凭此参与 获得得到绝念果的机会 一想到这里 吕仲也忍不住心动 在极其洪尘水的基础上 若能再得到一枚绝念果 那么他想要练成清静丹 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毕竟葬心花到手难度 可以说是三种主才中最简单的 作为一种天地灵药 只要能得到一株幼苗 吕仲就可通过造化秘镇 将万年葬心花的药效复现出来 想不到 合体之路竟能如此明朗 吕仲此刻前所未有的兴奋 不过很快的 他又将情绪按捺下来 恢复至以往的平静 前路明朗 但想要实现并不容易 单说眼下的红尘水 哪怕材料已经极其 但如果自己无法炼制出必是平 又或者是找到拥有者出手 那也等同于灵 绝念国也是同样的道理 以灵静 单从长湖散人的遭遇来看 那里端得是可怕 莫说是炼虚修士 就算是合体气一个不慎 也要陨落于其中 长路漫漫 道足且长啊 吕仲确定好之后目标 转身望向下方的长湖方式 目中若有若思 当了几百年的荒野修士 如今接触到新盛人气 心中有几分亲切之感 也罢 该是时候换出地方了 况且之后 葬心花的炼制 也需要提前做些准备 决定拿下长湖方式后 吕仲一闪身 朝下方掠去 此时此刻 长湖方式陷入巨大混乱之中 无数妖魔化的修士四处游荡 狩猎着每一个进入他们视线的生灵 或是一拥而上分时 或是以气息轻染将之转化 眼见方式就要彻底毁灭 漠然间 一道子战战雷柱 轰然落下 不偏不倚 正中方式外的阴魔 微能之惊人 不亚于天节 等其摆脱定神符的控制 早已经是身受重创 只能颓然倒在地上喘息 没有犹豫 吕仲一箭将之结果 噗哧 心臭血柱喷了一地 伴随咕噜噜滚动的妖魔头颅 一枚棱柱漆黑晶体 从血铺中喷出 在空中滑出个巨大弧度 最后悬浮在离地三尺的半空中 这是 吕仲能明显感觉到 此晶体中蕴含着一股力量 以致在他的原神世界中 周围空间都开始微微出现扭曲 心中生出渴望 本能就像将之射到手中 幸好理智及时阻止了这一念头 也叫他心中后怕不已 无论怎么看 这枚晶体都沾染了妖魔之力 如果贸然进行触碰 还不知道会引发什么 所以还是谨慎为妙 借助挥晤空间 吕仲很快找到收容之法 却也简单 那便是借助清明静平 此物带着一丝空间特性 恰好能作为容纳器具 很快 它就将漆黑晶体 纳入灵瓶之中 仿佛是沾染了晶体的特性 吕仲这时发现 清明静平的静止威能 竟陡然间上了好几个层次 从原本积累一般的存在 变成了不容小觑的宝贝 能禁锢附近千丈空间 使目标无法使用顿数 而这一切都是一枚晶体带来的 妖魔的力量 还真是诡异 吕仲不敢想象 身为最初源头的缥缈老祖 早在服用九转金丹之前 就已是舵仙的此人生化妖魔后 该是如何的恐怖 可即便如此 也有舵仙能将之灭杀 很显然 舵仙内部也分等级 但具体是如何个划分法 他这样一位炼虚小修 显然还暂时无法得知 就这样 吕仲入主长湖方式 顺便 他还给自己换了一个马甲 对外以长湖子自居 重新布置了一座六阶大镇 以确保安全无余 派出庶民化身 替自己料理方式事物 并定下未来的发展方向后 吕仲开始图谋 炼成红尘水 花费了十九年时间 这一次 凑齐了足够原料的他 终于是 获得了入场券 天翠骨之慧 望着手中那枚精致玉牌 吕仲再次露出笑容 距离天翠骨之慧开始 上还有百余年 将目光投向极东方向 吕仲心中不禁私存起来 这么短的时间 显然不足以闭关 也罢 就顺便料理一些小事 近来盗盟那边 可以说是麻烦重重 先是被禁锢的南穷老祖 莫名其妙险些脱困 然后是盗盟的计划屡屡受阻 好几次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叶盘炎为此勃然大怒 下令清查内部 结果嘛 自然是揪出了不少艰险 可根据吕仲知道的情报 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借此次立功 可是有不少人晋升 而其中就有这么两位 脑海中回忆起二人资料 吕仲不由为盗盟捏了把冷汗 此二人 一味来历未知 但明显是惰仙势力派来 另一人则稍好 是跟诸恶大有牵连 二人仗着这次盗盟内部洗牌 表面看起来 获益远不如头部那几位多 但暗中却是奠定了 青云直上的基础 未来只要设法让头顶之人倒台 又或者是在立下大功 那么就能直接晋升为盗盟的高层核心 若此幕真的发生 盗盟到底信什么 却还是两论 基于以上原因 吕仲只能被迫出手一次 毕竟真叫二人成事 后患可以说是无穷 届时他在进行补救 那么往最好的结果估计 也得是盗盟分裂 这一幕 他可不愿意见到 很快 吕仲联系上镇守仙灵 有他负责出手 只要目标还在要塞当中 无论有无防备 要让两名练须修饰人间蒸发 可以说是再简单不过 只不过 这样也会打草惊蛇 以舵仙的阅历见识 不难猜出背后真相 吕仲对此并不担忧 在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 幕后之人估计会以为 是另一位舵仙在出手 跟自己抢夺未来潜力巨大的盗盟 希望能狗咬狗 既然已经露出獠牙 那他干脆也不遮掩了 接下来的日子 但凡是被吕仲盯上之人 必然会死于非命 以他的本事 以及盗盟中化身的配合 清理起那些肉中刺 自然是轻松无比 如此就是匆匆百年 这一日 吕仲落至一处 平平无奇山谷 望着身前石碑上的三字 他实在有些不敢相信 面前这座长不过树里 内部仅有一条二阶灵脉的清脆山谷 就是一众炼虚修士的聚会之地 然事实摆在眼前 也由不得他不幸 一跨步就穿过一层法阵 前方出现一片竹林 林中赫然有着一竹楼 能感应到 里面已有数道气息 无一例外 都是炼虚境修为 共有五人 其中竟有二人 是炼虚境圆满 小小山谷 居然也卧虎藏龙 吕仲目光一闪 对此翻天脆骨之慧 开始感到期待起来 进到竹楼 他瞬间将屋内之人目光吸引来 在几人打量吕仲的同时 吕仲同样也打量着这五人 从左到右 分别是一身着清脆法衣的老道 此刻正在闭目养神 同坐一张桌 面向普通的男女修士 他们一脸友善地望来 并含笑点了点头 再就是一名好似凡间地皇 不怒自威 身着明黄龙袍 方脸中年人 至于最后一位 则是笼罩在黑雾中的白脸女修 关于这五人的来历 吕仲只知晓其中二人 是那对男女修士 分别是郑阳子跟玉琴仙子 此二人同样也是吕仲的引荐人 是他参与这场天脆骨之会的钥匙 故而 吕仲先冲他们回礼 然后才朝其他人拱手 道友就是天胡子 绿衣老道不知何时睁眼 与气略微冷淡 我听说 天胡散人因为争夺红尘之气 故被你所斩 正是 吕仲面不改色硬道 即是如此 那如果我所料未错 关于长虎散人的一切所有 竟都落入了道友手中 老道这时冷冷一笑 目光死盯着吕仲 缓缓说道 说这话时 他身上气息缓缓一出 很快达到炼须尽圆满 似要借此震慑吕仲心智 够了 郑阳子一声怒喝 打断了老道话语 风铃道友 若是你不愿遵守此地规矩 大可以直接离去 若真想留下 还请注意一二 见证阳子忽然发怒 风铃道人面色不变 心中却暗道奇怪 随后 他的行为收敛了许多 饱含深意地看了吕仲一眼 暗中传音道 长湖道友 无忧业牵扯不小 可不好拿呀 这话让吕仲心中一领 可他细细回忆 之前场景回溯中得到信息 并未发现类似线索 风铃道人此番话 到底是真是假 一番插曲过去 在郑阳子介绍下 吕仲得知了另外二人的来历 那方脸中年人 能被邀请到天翠古来 自然也不是什么简单之辈 其名换作五玉帝 之所以如此打扮 跟他修习的功法有关 五玉 怕不是五玉明皇经 吕仲知晓此功法 似乎来源于名女一族 即便是眼界极高的道蒙 也对此 功法也是赞誉有加 仅稍逊于太阴仙经 能建立五玉 容纳万千鬼灵 据说修炼到最后 能自成一方阴私地府 白脸女修 同样来历不凡 是来自穷华界的修士 在那里也是一方有名人物 名为白素一 只不过 此女跟五玉帝一样 聚都在堕仙之乱 失去了弃身道场 方才会流落至风源界 为了打开通往合体的道路 特意参与天翠古之会 能跨界 哪怕是临近界域 也足以说明此女实力 吕仲在心中暗暗评价 是个值得正视的对手 像这样的修士 必然有不少神异手段及保命的底牌 如果想要将之解决 只怕实力如我 也要付出不少代价 默默打量了白素一眼 吕仲才将注意力 移向正阳子跟玉琴仙子 据她目前所知 这二人似乎并无必是平 也就是说 拥有者可能是另外三人之一 正想着 正阳子已经开口 诸位急距于此 所谓目的皆是红尘水 关于此物该如何获取 想必诸位都十分清楚 废话就不多说了 还请白道友将毕士平取出 白素一文言 似是已经跟正阳子 达成某种约定 于微笑中寄出一玉琴 这就是毕士平 吕仲看着那平平无奇 也不见什么神异的玉琴 心中嘖嘖撑起起来 若不是早已知晓 毕士平就是这种模样 就是这样的神物自会 只怕此刻心中 也要生出怀疑 这时候 正阳子又道 由此宝平在 红尘水炼之自然无余 不过 作为代价 我等四人 却是要凑一份红尘水 以作为使用报酬 诸位意下如何 这条件十分合理 但在场几位手中的红尘之气 怕只够勉强炼出四份 又如何能凑出一份来 要知道的一点是 红尘水的用量 本就不宽裕 连一滴都无有负予 风铃道人说到这里 向正阳子投去质疑目光 一旁的五玉帝虽未言语 怕也是这个意思 听闻此言 正阳子并不急于回答 而是微笑望向吕仲 长湖道友 你一下如何 自然是跟风铃两位道友一致 吕仲回道 得到预想中的答复 正阳子才一摊手 掌中多出一枚粉红球状晶体 色泽迷幻 似乎蕴藏着神异力量 他向众人展示 并道 此物 为红尘水 乃是由红尘之气 经数千年沉淀而成 若往壁士瓶中加入此物 那么精炼过程中的耗损 便能大大减少 照我计算 正好能用四份材料 炼制出五份红尘水来 正阳道友拿出此物 怕是没这么简单吧 五玉帝这时抬起头 望着那枚迷幻的粉红晶体 大有深意地说道 想想也知道 正阳子不可能平白将之贡献出来 果不其然 他身旁的玉琴仙子 这时起身 冲在座之人包括白素衣 倩然说道 请恕我二人家业浅薄 不能大方将红尘水拿出 但还请诸位放心 此番获取红尘水并不艰难 只需助我夫妇二人炼成一宝 即可如愿以偿 练宝 吕仲心中一动 猜到了什么 能让这二人如此慎重 甚至不惜拿出红尘水 这种罕见至极的宝物来做条件 只怕不是什么寻常的神魄灵宝 即可能是 先机 其他几人 很快也猜到了这点 表情变化不一 但心中多是羡慕 缠着些许复杂 原来如此 难怪 却是要在这里 先恭喜二位了 风铃道人欲言又止 转而冲郑阳子 跟玉琴仙子拱手 闷闷地说道 这时五玉帝也开口 他似乎对协助练器并不在意 此刻一脸平静说道 出手可以 但要劳烦道友 先证明红尘水效用 除非是亲眼见到结果 毕是平真的产出了五份红尘水 否则还请书在下 无能为力 这是自然 这十分合理 郑阳子含笑回道 他又将目光移向吕重 吕重见此 想了想之后 才道出心中所想 相较于红尘水效用 我还是更加关心另一点 那就是 二位锁链之气 究竟需要我等如何协助 的确 这点也需向诸位说明 郑阳子略意沉吟 挥手展开一图卷 我夫妇锁链之物 正如诸位道友猜测那般 的确是一件先机 随他话语图卷中有凤鸣鸾提之音传出 却是一对欲缩 凤鸾缩 吕重一眼就认出对方锁链先机来历 之所以如此 却是因为此物最初的主人 乃是道蒙北央书记院 在道蒙一夜崩解之后 就莫名不见了踪影 没想到 竟流落至这对夫妇手中 对此 吕重倒是没多少想法 更不会认为 这是道蒙流失的财产 从本质上来说 如今的道蒙跟曾经的道蒙 是两个不同的势力 前者并未继承后者的一切 自然也就无法名正言顺 接收后者的遗产 当然 若他将天道斩杀剑 祭出 那就另说 将目光从图卷上移开 吕重猜到了对面二人的用意 关于凤鸾缩的炼制 根据他得知的碎片信息 似乎存在着一难点 也不知是材料的问题 还是本身设计就有缺陷 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在漫长的炼制过程中 凤鸾跟鸾缩迟迟无法合一 成为一件完整的先机 难道他们已解决了这一问题 吕重觉得极有可能 若不然郑阳子跟玉琴仙子 何必如此浪费力气 以上就是凤鸾缩的大概情况 郑阳子说到这里 跟玉琴仙子对视一眼 才继续 四位稍后要协助的 是助我夫妇二人 抵挡来袭的纯素 请诸位放心 炼宝之地并非在虚界当中 是在一处现实秘境 所以哪怕是纯素 至多也就是半步合体实力 半步合体 对应跨过三化关卡的修饰 在此种状态下 一方面修饰对神异的理解能力大增 体现在实力上 就是跟炼虚修饰 有极大的实力断层 另一方面 又因尚未真正完成进阶 无法随心所欲 使用神异的力量 不能被认作是 真正的合体期修饰 为方便区分 才有了这一境界 一一听郑阳子解释完 众人对参与其中的风险跟收益 算是有了大概了解 总的来说 是风险略微大于收益 吕仲心中略一思量 也跟其他三人一样答应下来 至此 红尘水的精炼 也终于能开始 这一过程 略有些漫长 哪怕是最乐观估计 也要花费三个甲子 而在加入红尘水之后 精炼时间就变得不确定起来 或许会减少许多 也有可能大幅增加 鉴于个人之间 并无多少信任 也因此 众人不得不在天翠谷暂住 远离其他人 吕仲在天翠谷南侧 很快选了一处心仪之地 部下必要静置 保持基本的防备 就开始耐心等待起来 等待过程中 他也并没有真的闲着 而是继续参悟云路传承 随着了解的深入 吕仲愈发感觉 此传承珍贵 借此可一窥大到真意 此传承用途特殊 不能借此理解 何谓真正的天地法则 但如果只是解析你法则 却是再好不过的工具 他心中有强烈预感 未来能在合体期时候 发挥巨大的作用 时间一晃 又过去数甲子 通过派在外界的化身 吕仲对风云界的局势 并不陌生 自从妖魔乱起 九传金丹被证明存在问题后 各舵仙所在的圣地 就收敛了许多 风云界再度稳定下来 经一番势力洗牌 新的秩序已经被建立 不再是土皇宫 一家独大 目前风云界共有三大圣地 分别是窝龙圣地 天剑圣地 及芳忧圣地 背后皆有舵仙坐镇 是此界的霸主级势力 在圣地以下 则是以前的老体系 由宗门跟家族组成 乍一看 好似跟以往并无区别 然在三大圣地之外 还有一股大势力 在外围游走 那便是近来羽翼见风的道蒙 凭借着两块电池 大五行破灭神光两相宝器 道蒙屡屡击退来犯舵仙 并借此逐渐积累起了名气 一时俨然有反抗领袖之势 也正是因此 成了那些被圣地所灭势力眼中 最好的投靠及寄身之所 不过在吕仲眼中 道蒙如今是手有余 而功不足 悬仓要塞最大的优势 在于其机动性 是可以随意出入虚界 行踪飘忽不定 至于大五行破灭神光 其威能固然恐怖 但若是提前准备 不难将之化解 更别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舵仙们复苏进度提升 以及各种应对之法的出现 此手段的威胁性也在逐渐下降 道蒙一日 无法在灵环界站稳跟脚 就无法更进一步 接下来 就看叶盘炎如何应对了 吕仲身形一闪 走出闭关近视 转身来到天翠古竹楼 早在他到来之前 五玉帝等人 就已经在在此候着 盖因今日 就是红尘水炼成之日 哪怕众人皆是炼虚 此刻心情皆不免有些紧张 也是四红尘水这种灵物 价值极高 就拿吕仲手中那份来说 其中有大半都是长湖散人搜集而来 而这花费了后者六千余年时间 可见耗费的精力与财力之举 长湖散人如此 五玉帝跟风铃道人 还有正阳子夫妇 怕也类似 此时此刻 天翠古中竹楼动静越来越大 已经有阵阵宝光冲销而起 早有大阵启动生效 可当红尘水即将炼成之时 会在虚界引发风暴 寻常法阵显然无力触及虚界 忽然间 吕仲将视线投向极远处 那里有三道顿光 成品自行急速掠来 分别是两女一男三名修士 聚都身着同样的漆黑法衣 气息方面仅有一人为炼虚圆满 其余二者皆是炼虚后期修为 防忧胜低 他们来此目的是 看清来人身份 吕仲心中不由嘀咕起来 另一边 吴玉帝等人不知想到什么 表情虽还是一片平静 但目光已是变得阴沉起来 不一会功夫 三道身影非临天翠骨 为首的事宜遇见 赞花妇人 她一副居高临下表情 望着身下这小山谷 眼眸中闪过一丝不屑 当即一见 就将覆盖的大阵破开 顿时 惊人宝光再遮不住 红尘灵光直插天际 瞬间将方圆千里染红 如此异象 也叫赞花妇人心中一喜 果然是在炼红尘水 作为炼制清净丹的必需材料 哪怕是强如方忧圣帝 也无法同时满足所有内部需求 故而 圣帝修士只能各显神通 通过诸如巧取豪夺等方式 来达成自身的目的 有六人 其中还有两名炼须圆满 哼 这又如何在老祖赐宝面前 不过土鸡而言 赞花妇人冷冷一笑 完全没将下方众人放在眼里 直接就是剑指前点 只见青光鸡舍 就朝下方的郑阳子 斩去 其人太甚 郑阳子一脸怒一道 对方此举 显然是 没将他们放在眼中 当即张口一吐 放出一方宝印 此方宝印 是郑阳子的本命灵宝 名为郑阳印 得益于 他漫长的修炼生涯 早被炼成了神魄灵宝 此印一出 顿时迎风见掌 砰砰砰 郑阳印跟青剑纠缠 爆发出一波又一波灵光 与此同时 随赞花妇人 而来的两名圣地修士 此刻却分别祭出 一黑一白两面灵旗 一道道法绝 不断打入其中 令其飞速化作一面太极图 劈头盖脸 朝吕仲等人复去 很显然 这是打着逐个击破想法 休得嚣张 五玉帝冷哼一声 磅礴惊人的法力波动之下 周身骤然浮现出 无数漆黑洞口 其中漠然冲出无数鬼灵 巨都是披肩直锐形象 汇聚成一道道风时 就朝着太极图冲去 喊沙声震天 被鬼君猛然一冲 照下的太极图竟有溃散趋势 此刻又有一阵急促琴声传来 却是玉琴仙子也出手了 他首辅玉琴 以法力弹奏着 曲调犹如金戈铁马 丝毫不亚于五玉帝出手威势 二人合力 竟打得太极图溃散起来 见此目 那对圣地修士却不惊慌 纷纷朝手中之旗吐出精血 一黑一白两感灵旗 顿时灵光大胜 就在他们冷笑着 想要击退面前 鬼君跟秦英之时 面色忽然齐齐一变 急忙朝头顶上方望去 只见高空中雷光爆战 漠然有一子雷柱坠下 跟之前威风时不同 这二人竟不敢催动那太极图 去抵挡轰下的紫霄雷柱 只敢急匆匆朝旁边躲避 方忧圣地阴阳太极图 变幻莫测 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迷障 勇士不得脱身 但却最惧怕雷电之危 关于这点信息 是盗蒙在跟方忧圣的交手中 一点点总结得出 吕中自然也是清楚知晓 不多时 雷柱落下 尽管并未命中任何目标 但却成功打断了对手 在此期间 太极图屡遭重创 未等那二人进行补救 就轰然乍散成灰白之气 连同那一黑一白两感灵旗 也都出现大量裂纹 另一边 刚将郑阳子 及风陵道人逼退的 沾花妇人 见到这溃败一幕 柳梅不经倒树而起 心中大骂 二人废物之余 也在惊讶对方 为何知晓阴阳太极图的弱点 未有多想 他从衣袖中取出遗物 是一黄表纸人 纸人有正常人大小 装红带绿 一脸鬼笑模样 煞白的脸庞 加上浓艳的腮红 看上去格外甚人 外观如此 处之却有血肉质感 吕仲远远见到 眉头不经意间皱在一起 暗道 杀生指人 没想到 此女竟能获赐此物 看来并非是寻常圣地修士 有这么件鬼东西出现 这次有人要倒霉了 这时 簪花妇人摸出一粒血红丹丸 将之塞入指人口中 一阵血肉如冻声 指人顿时活了过来 依旧带着圣人笑容 绿油油的毛子 扫过簪花妇人 又钉向郑阳子等人 面露争鸣之色 去 给我杀他们 簪花妇人一声令下 杀生指人应声而动 砰砰砰 指人化作一血光 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 飞速攻击郑阳子等人 发出一阵阵巨响 偶尔 他会被几人反击击中 但只乍散成漫天纸片 一个呼吸 又重新聚拢 如此往复几次 竟给人一种无力感觉 他好似拥有不死之身 仿佛无法杀死一般 语众十分清楚这点 毫不夸张地说 杀生指人 就是恋须克星 无论实力强与弱 只要为真正触及你法则知道 毁去他体内那团不死核心 那么指人就是无解之物 现在的他 有且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拖着 目光不由朝竹楼方向一去 方才双方激烈交手时候 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此处 为的就是不惊扰白素衣 此时此刻 天上灵光已经浓郁到极限 这意味着 红尘水即将出世 仿佛印证吕众心中所想 冲销而起的光柱开始聚脸 同时 一鼓一箱漠然飘荡开来 作用于原神之上 红尘水成了 几乎是立刻 三花妇人就遇见直冲竹楼 挡在路径上的正阳子 尽管此刻 一副竭力抵挡的样子 然身形却一直在后退 显然心中另有打算 不过速度最快的 显然还是身怀雷顿的吕众 他雷光一闪 就到了竹楼面前 正好撞见出来的白素衣 后者方才尽管在全身心 催动碧视瓶 但也知晓外界的情况 将属于自己的那份 红尘水带走 就捏碎手中一张玉符 不见了踪影 挪一类真符 跑得真快 吕众心中暗道 小小地方 真是卧虎藏龙 玄机 他同样伸手一射 遗留在竹楼前 一团阴晕红气被引动 很快化作一金唇液滴 被收纳到了玉瓶之中 如此红尘水便算到手 给我留下 一声力喝 簪花妇人从天而降 枪 吕众持剑格挡 周身爆发出无尽雷光 瞬间就将对方经退 但并没有乘胜追击 他清楚知晓 对方之所以退去 并非是因为自己实力 而是怕波及红尘水 见目标之物到手 待两人拉开距离后 吕众身形淹没于雷光中 借助雷顿之法 很快消失不见 轰隆 一声雷霆乍响 虚空中 缓步走出一道人影 正是从天翠谷离开的吕众 他这时目露疑惑之色 但随即目光一凝 视线一向身下丛林某处 平静道 出来吧 白道友 林中乌光一闪 一白脸女修浮现而出 他遥望着天上的吕众 带感应到自己留下的印记 双目中惊喜之意闪过 这次还真是赌对了 只要将此人也斩杀 那么我就能再多得一份红尘水 之前炼制红尘水时候 白素一本无额外想法 是后来圣地修士来袭 见几方六人不敌之后 他才临时起义 为图谋更多的好处 往即将炼成的红尘水中 打入秘法 吕众会跟他传送同一处 正是那秘法生效的缘故 白素一杀心大圣 口中喃喃的同时 身上泛涌大量黑雾 转眼化作杖许蛇尾人形 背后更伸展出六条洁白偶臂 各持一口蛇形黑剑 散发出惊人的威势 对不住了 长湖道友 他声震如惊雷一般 手中黑剑 狠狠向吕众劈来 变身之法 吕众面色微微一变 早听说在风源界隔壁 有东陵界此道颇为昌盛 没想到 今日真遇见了一位蛇女 相较于普通修士 东陵界修士的一身战力 全都在基于血脉的变身之法上 他一抬手 就真交其祭出 继而二人交手在一起 雷声与黑雾不断响起 见火掺杂爆响 即利刃切割空气的爆音 声势浩大至极 仅一个照面功夫 这一处蟒荒山林 就大变了样 连串金铁交击声后 吕众一剑将白素衣逼退 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就准备拉开距离再战 搜 搜 搜 三口黑蛇剑破空 以电射般速度 追击而来 道友急着去哪 不如留下吧 白素衣铁视红唇 鬼笑道 轰隆 高空中雷暴浮现 一片雷汤之中 有两道人影继续交手 吕众箭雷电 劈到蛇铃上 几乎是毫无作用 顿时改变了思路 抬手就凝出一只火缝 冲着对方砸去 后者见状 细长尖脸 神色微变 神异法术 看来道友也并非异于之辈 转而 白素衣轻笑一声 却不准备放弃这只猎物 手一番摸出梅乌光宝珠 珠子那里好似有蛇影游动 此珠名为乌蛇珠 听起来平平无奇 还只是一箭神魄灵宝 但却跟他的仙蛇变相辅相成 二者结合为一 能令实力陡然暴涨 更重要的是 除却催动时 需消耗蛇血外 这一事后可补充之物外 再无其他副作用 轰隆隆 雷海中白素衣身形一展 仰头将乌蛇珠吞服而下 几乎是立刻 他的身形就开始暴涨 从原本的杖许 瞬间增长至百鱼杖 最后停止在千丈大小 化作一山月般的巨大蛇女 他手中持着的黑蛇剑 也一同出现了变化 吕仲见到这幕 星知若不将白素衣解决 自己是休想脱身 不由心中冷笑起来 将金氏中祭出 想斗 那就你所愿 当 金氏中被血缘法催动 泛滥出一圈纯净金光 于空中跟斩下的蛇剑碰撞 二者接触瞬间 就有耀目光芒爆发 淹没了周围一切 随后是惊人的冲击波 再次摧残狼藉的地面 结果不出屡中预料 金光直接弹飞披落的蛇剑 继而疯狂在白素衣体表肆虐 掀起粉碎他的蛇鳞 又将底下的血肉绞成肉末 令后者不禁痛苦惨叫起来 你这是 仙剑 白素衣幕中闪过金锯之色 立刻将手中蛇剑制出 同时 转身就往远处飞射顿走 在二人境界相同的情况下 拥有仙剑的那一方 无疑拥有了压倒性的实力优势 这一点无法弥补 转眼之间 猎物猎人地位变换 呵呵 哪里逃 吕仲既然祭出金氏中 自然不会给白素衣活命机会 就在这时 前方虚空中 默然斩出一剑 这一剑来得及突然 以至于正在防备吕仲的白素衣 竟连反应也来不及做出 剑势凌厉无匹 刹那间就破碎虚空 不好 白素衣只来得及生出如此念头 就感觉小腹默然一痛 下一刻 巨大蛇身左右分作两半 一道乌光从中射出 人形大小的白素衣元神 他此刻一脸惶恐 连装着全副身家的逆灵也顾不得取 就接连掐绝顿空逃离 一闪一朔 就到了千丈开外 如此顿速 显然无法轻易追上 吕仲略意衡量 选择了暂时放弃 然后并未去取那逆灵 而是望向下方一小湖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他心中暗想着 就见一道狼狈人影 从湖中飞了出来 是风铃道人 此刻的他 不单只衣裳破烂 还处处都是流浓伤口 显然在那赞花妇人手底下 吃了不少亏 即便受伤至此 也不是我所能斩杀的 吕仲评估二人实力对比 心中很快得到答案 此刻见风铃道人靠近 他微微一笑 道友方才那一见当真不俗 不过 你此番跟踪上来 可是为了无忧业 不错 风铃道人大方承认 并未否认这点 案件说道 无忧业关系 道绝念果的下落 关于此果的作用 想必长湖道友一清二楚 而老道对他志在必得 阁下未免太自信了一些 吕仲冷冷回道 话不投机半句多 风铃道人盯着吕仲 眼中杀鸡显现 很显然 这位炼虚圆满修士 想要动手强强 这也无可厚非 修仙界素来弱肉强食 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所谓道义不过是一层伪装而已 不需要食 只管扔到一边就是 吕仲心中冷笑 脸上却仍作镇定 看来 阁下真是要动手了 也好 就让我领教领教 练虚境圆满的实力 是否真的是跟后期修士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哼 解决你足够了 风铃道人冷哼一声 顿时磅礴法力 如浪潮般涌动 从天灵盖处 喷勃出道道清光 最后飞出一口飞剑 长不过三尺 却给人风锐无匹之感 在他的影响下 天地元气聚集成风暴 皆涌入此剑中 蒸蒸剑明音响起 有青色流光如油龙一般 盘绕于剑身之上 并像是激发了某种神异能力 令其爆发出极可怕的威势 能在临死前 剑是一番我的游龙剑 也算你的福气 风铃道人说完这话 剑指向前轻轻一点 剑出如龙 如流光般刹那间 跨越数千丈距离 并瞬间化作一条咆哮青龙 直击向体表泛起金光吕众 砰的一声巨响 云开雾散 原本暴雨的天空音这下 瞬间变得晴空一片 这一招 吕众面色不变 心中却惊喜不已 真骄结界受此一击 竟只是产生些许震荡 如此看来 我跟她的实力差距 并没有预估的那般大 将心中模型推翻 她心中信心增加不少 另一边 见吕众安然无恙 风铃道人目中 异色连闪 脸庞上更浮现出些许金色 视线最后落在那层金色光膜上 此子到底身负何物 竟能连我这权力一剑 都能毫发无损皆相 没死也罢 本就没打算能一招解决 嗖嗖嗖 这时 大片零剑破空飞至 风铃道人目录不屑 只是稍稍一运剑 那口悬剑 便爆出无数剑丝 瞬间覆盖百丈范围 就将来袭零剑尽数绞碎 轰隆隆爆炸声响起 一场绚丽的法力烟花盛放 趁此机会 风铃道人化作一道流光 以不合常理的顿速 逼近吕仲 仰手就是一剑 枪 吕仲持引雷真格挡 面色依旧是平静如常 若论镜深战 他可不会惧怕 双方不退不让 心中对自己的实力 皆是充满了自信 顿时化作一道道残影 直接在空中疯狂对拼起来 剑锋对撞 爆发出道道刚风 剑砸道道雷蛇 时数回合交手后 是风铃道人闷哼一声 主动拉开了距离 这时候 他感觉到虎口处传来火辣辣痛感 低头一看才发现 那里早已经是鲜血直流 倒是小看了你 风铃道人 这时再吃一惊 他没想到长胡子 竟还是一名玄修 虽还未完成二次蜕变 但足够在炼虚七阶段 用身体素质上的优势 抵消掉自己数千年苦心孤艺 精益求精而来的剑道修为 看来得用出那物了 风铃道人如此想到 紧接着 他弹出手中玄剑 令其纠缠住吕众 自己则是猛一拍胸口 乌蛙吐出一口金血 脸色因此一白 变得灰败起来 而后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 那团金血竟如动起来 化作一支谜 你血麒麟 看着这迷你麒麟 风铃道人也是肉痛无比 这本该是他最大的一张底牌 那血麒麟 是由于秘书所化 自带惊人神意 其未能别说 是杀一名炼虚 就算是重创合体器的修士 也是大有可能之事 如今为了击杀长胡子 将无忧业夺取到手 风铃道人 也只能忍痛用掉 跟一张保命底牌相较 显然还是无忧业更为重要 此物关系到绝念果的获取 能否得到 几乎决定了 是否能进阶合体 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是什么 吕仲此刻眼皮狂跳 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 这让他甚感荒谬 但为谨慎起见 还是取出了空丧神木 所给营业 以便等下真的遭遇性命之威时 能够及时脱离险地 说是时 那时快 血麒麟化作一道血光 瞬间消失在原地 瞬间 吕仲只觉时海俱颤 难以言喻的痛苦 顿如潮水般袭来 饶使他心智坚硬似铁 此刻也完全经受不住 全身冷汗如曝流的同时 还在飞速失去 原神的控制权 哈哈 见这幕 风铃道人得意大笑 有仙姬护身又如何 我这血骑灵咒 掺杂有仙家力量 专攻的就是修饰原神 你又如何能挡 如何能从我这招上活命 他尽管心中得意 却没有忘了及时补刀 可就在这时 什么 风铃道人面上 浮现出震惊之色 因为他居然看到 吕仲周身爆发出一圈金光 然后就若无其事地恢复原状 好似血骑灵咒不存在一般 怎么可能 可这是 吃惊地何止他一人 吕仲此刻心中的惊讶 丝毫不逊于风铃道人 方才 就在血骑灵咒冲入他石海后 仅仅是嚣张了片膝不道 就用作死之急的行动 直接激怒了里面的老住户 也及视天道斩杀剑 只一瞬间 这道层级极高的力量 就彻底湮灭于无形 嗡 被激发的斩杀剑 此刻还在放射着自己的威能 一道金色光柱 冲销而起 虚语间 就化作一擎天立地的黄金巨树 天道斩杀剑此举 仿佛是在向世人 昭示自己的存在 不好 暴露了 吕仲这下面色 骇然俱变 几乎是同时 周围虚空 便已经有身影传动 诸恶 惰现 还有不知名的存在 而作为始作俑者 风铃道人心中 早已震惊的无以复加 他的见识 虽不如大成 杜劫修士 但也能勉强知晓一二 剑 黄金朔 难道长胡子跟那位仙使 存在着什么关系不曾 一想到这里 风铃道人就肝胆剧烈 哪里还有抢夺无忧业的念头 他当即身形一转 就陶冶四向远方掠去 却不料 后方急速追来一道金光 扑斥一声 下一刻有金剑掠过 瞬间将风铃道人 肉身连同元神 对伴一分为二 造成这一切的自然是天道斩杀剑 经过这么多年的积蓄 此剑早已内运出极强的力量 虽还不能一剑灭杀合体修士 但如果只是解决一味炼须 哪怕是炼须尽圆满的修士 过程亦如碾死楼一般简单 伸手一射 对方储物界就已到手 随后 吕仲再不敢继续停留 仅是一吸不到 他手中的树种就已褪色过半 可想而知 方才黄金树现世究竟引发了多大的动静 只怕此刻灵魂界中 那些杜结及以上的存在 都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此处 再不走 那以后都不用走了 轰隆隆 雷光一闪 吕仲身影 从中现出 跟往常不同的是 此刻体表有阴暈气息笼罩 无时无刻不再向周围 散发着一股炼须修士 无法理解的力量 这边未等吕仲立吻身子 头顶就有无数之鸭慢声 菩提姆说 此刻再见老熟人 吕仲自然是恨极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自打天道斩杀剑 显现异常 画出异象黄金术 惊动灵魂剑 他就仿佛被锁定一般 一直在被诸恶及各种莫名存在追杀 在此过程中 要不是跟掌术力交易的树种 发挥出巨大作用 不断干扰那些高阶存在们的定位 使之不能精确跨越过来 恐怕现在的他 就要跟诸恶真身 乃至于舵仙面对面了 眼见无数之鸭射来 吕仲没有半分对抗念头 哪怕随意 就可将之扫灭 压榨出体内所剩不多的法力 他再次催动石海雷印 雷光一战 整个人消失在原地 再出现 已是在一座城池上空 望着底下不过方圆千里 面积小得可怜的凡人都城 吕仲没有在此藏身的想法 见暂时没有追兵出现 自己终于得到喘息时间 他急忙分神 让山河洞天内的化身 向空桑神木问记 得知吕仲被追杀 空桑神木沉默了一阵 虽然不知道你为何如此倒霉 但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这下应该是中了英国法术 连我力量也无法将之屏蔽 所以绝不是你法则这般简单 至于该如何解决 空桑神木望向一旁的太阴祖师 将吕仲的求助原本倒出 后者脸色一变 实话实说道 若中招的是我 自有千万种办法解决 可现在却只是一个小小恋虚 倒不是他没法办的 而是吕仲承受不起 现在的情况是 太阴祖师能分离那股因果之力 但却没办法在不伤及吕仲的情况下做到 如若应来 在他惊人的力量面前 下场只有灰飞烟灭 吕仲只好将目光 重新投向空桑神木 在此种情况下 我那枚营业纵使激发 也只是一时之计 无法彻底摆脱追击 所以只剩一个办法 空桑神木也不废话 当即摇晃之鸭 动用自身力量 明出一枚指头大碧率果实 紧接着 他将果实作用 通过传音方式 告诉给焦急等待的吕仲 什么 得知果实作用 吕仲金的险些叫出声来 用与不用 全看你决定 说完这话 空桑神木便收拢了枝条 不再传出回应 外面 吕仲再次施展雷顿 躲过一口不知从哪射来的飞溅 紧接着他手一翻 将刚得到的果实取出 望着他 一脸的犹豫之色 要不要服下 有道蒙典籍提供信息 吕仲自然知晓 破解因果的方式 其实不外乎也就那几种 而空桑神木现在所给的方式 可以说是最最简单粗暴 有因必有果 形成一个闭环 是已连太阴祖师 都对此感到棘手难解 可若因果循环被破坏呢 那么法术效果自解 现在空桑神木提供的果实 作用就是助吕仲打破这一循环 从而在根源上解决问题 但代价 却是他要转世投胎 虽不是真的转世投胎 要去经历那轮回之苦 直到堪破胎中之谜 才能今日方知我是我 但一身力量 仍要因此封印 一来一去 不知多少时间才能恢复 该如何是好 吕仲此刻心情烦躁 难以决定 哪里逃 头顶处忽有爆合声传出 吕仲抬头一看 心脏猛然一抽搐 只因见到一万丈高身影 正缓缓挣脱空间限制 再从极遥远的地方过来 这就算不是真身 也至少是一道分身了吧 感应到那股令人战力 并在不断增强的恐怖气息 他顿时做出了决定 跟近乎重修相比 还是性命更为重要 鼓动 吕仲一口将果实吞下 几乎是同时 他身上那枚银叶激发 整个人瞬间消失不见 趁着追兵 一时无法定位之际 吕仲寻到一处仙城 来不及多做什么挑选 唯恐经这么一阵耽搁 会被十里惊人的追兵 重新定位 于是就随便选中了一位女修 十月怀胎 孤孤坠地 躺在娘亲温暖的怀抱中 吕仲此刻一脸了无声趣 几千年的老脸 这一下可算是彻底丢尽了 幸好付出尚且值得 因果力量消散 无论是堕仙也好 还是诸恶也罢 再也无法找到他的踪迹 一番生死危机 就此彻底解除 可吕仲付出的代价 也如空桑神木所言 大的离谱 罢了 就算重修 我也认了 吕仲艰难调整心情 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奶 开始探查起自身情况 结果不容乐观 除却所剩无几的微弱神石 以及未受胎中之谜影响外 此刻的他跟出生因而无异 至于天道斩杀剑 金士忠等诸多宝物 则是早早被他 或送入山河洞天 或收纳在了自己的石海中 后者需要有足够的实力 才能将之取出 如今看来 显然短时间无法指望 剑身区尚且孱弱 一时无法运功修炼 在没有足够资源的情况下 这点连曾为炼虚修饰的他 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根本找不到解决办法 所幸 吕仲呼呼大睡起来 转眼数个甲子 经过几百年修行 吕仲总算是修回炼虚 在此番重修过程中 他还发现了一点额外好处 那就是 根基似乎因此变得更加牢固 修炼速度都因此增加不少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 吕仲摸了摸下吧 自从转世之后 他对外界的了解 就因为跟大部分化身失联 而陷入到停滞状态 等到修为一点点恢复 这才重新建立起联系 并借此得知风源界局势 可以说 天道斩杀剑的现实 犹如一晴空霹雳 狠狠批在诸恶及堕仙头上 位格极高的他们 自然知晓更多隐秘 十分清楚 天道斩杀剑究竟代表着什么 更担心因此遭到清算 而盗蒙对此 却是欢欣鼓舞 也因此 风源界近来可谓是天翻地覆 单单就屡众亲眼所见 自己目前所处的这一处仙城 修为最高者 不过原因的穷乡僻壤 都曾先后诸恶剁仙光顾 其目的显而易见 自然是想找到斩杀剑持有者 现在的我呀 是绝对的眼中钉 肉中刺 吕仲苦笑一声 完全没想到 事情会如此发展 毫不怀疑的一点是 若不是他们还顾及后果 即担心无法摆平 只怕做出灭绝之事 也并非是没有可能 幸好我已转世 哪怕是不完整的 短时间内 只要不去特意做死 想来都是可以无余的 收拾好心情之后 吕仲将注意力转移到修为上来 修为是一切的根本 这点从来未有变过 好比这次 它实力只要两个台阶 若能有大成器的修为 也不会狼狈如此 关于化神观 目前红尘水未已极其 而且不止一份 绝念国也已经有了眉目 接下来该是全力寻找葬心花 关于此花的下落 吕仲倒不是没有眉目 葬心花虽罕见 然却是天地灵药的一种 有稳定出产的地方 消息来自于白素衣 当日此女斗法失利之后 又不慎被封灵道人偷袭重创 虽然她最后侥幸活得一命 但储物界却是留在了原地 最后被屡众所得 其中就有一地图 记载着葬心花所在处 跟其他珍惜资源一样 此花所在处也是一显地 名唤作新神允地 位于与风源界毗邻的东灵界中 据说有强大猪鳄再次陨落 方造就了那片地狱 此地险之又险 不只是炼虚 甚至连合体 大成都有性命之威 吕仲不打算进去 相较直接得到成猪 他更倾向去购买一株幼苗 然后借助造花秘镇 凑齐一份葬心花材料 只不过 现在有一个问题 那便是如何去往东灵界 风源界虽跟东灵毗邻 但两地相隔仍十分遥远 足有数亿里之遥 在曾经的道蒙时代 有专门的迟道 可供安全通行 即便是到了土皇宫时期 也有庞大船队来往两地 如今巨都不复存在 罢了 既然一时没有好选择 那就暂且搁置 吕仲转移注意力 将无忧业从储物袋中取出 此物近来发生变化 泛起了灵巡微光 已经覆盖三分之一区域 他之前的判断有误 从无忧业变化趋势 可看出 在有四百年时间不到 一灵秘境就到开启时候 就眼下情况而言 还是先设法将决念国取到才是 做出决定 屡众缓步走出近视 外面天清气朗 出于安全起见 极了却此番转世因果的需要 现在的他不但将便宜父母送终 还硬拉自己的兄妹成了结单修士 祝我化节 当还你一世荣华 这点吕仲做到了 今日也该到离开时候了 吕仲默默想着 为跟一人打招呼 悄然消失于无踪 时光荏苒 又是三百年时间过去 经这么段时间 吕仲重新修炼至炼虚后期 此刻的他 不单只实力尽覆 还因为重修一遍 将根基扎得更加牢固 从而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可面对仪灵秘境 吕仲仍是没多少底气 近段时间 他并没有闲着 经过一番搜集 在损失数道化身做代价后 借此知道了不少此秘境的消息 仪灵秘境 是一位名为仪灵子的修士所见洞服 关于此人的具体下落 目前尚不得而知 并没有相关消息流传 或许早已成仙 或许已经化为种中枯骨 在机缘巧合下 一灵竞成了无优术的绝佳成长地 因此 每一次到秘境开启时候 都会吸引来大量修士 或是为了自身 或是玩完了牟利 进入秘境争夺机缘 成王败寇 只有圣者能凯旋归 至于失败者 倒也不是一无所获 他们可带走无优业 作为下次的入门资格 这秘境看起来不简单啊 在吕仲看来 一灵秘境更像一个陷阱 借助罕见的绝念果 不断地吸引来修士 或许背后隐藏着某种目的 就是不知事实是否如此 只不过 一灵秘境长期无变故产生 还是值得一探的 七月飞雪 一处无名山谷前 有数十道身影汇聚 吕仲混杂其中 并不起眼 借助挥晤空间的力量 他在暗中观察来者的实力 发现多是跟自己一般的 炼虚后期 仅有三分之一 是炼虚尽圆满 至于更高阶修士 并未有发现 在这些人当中 吕仲见到了三位熟人 正是当日袭击天翠谷的 三花妇人 及他的两位随从 此时此刻 这三人就站在百丈外的 一块青石上 若有机会 定要将它解决 吕仲可没有忘记 导致自己不得不被迫转世 白白浪费了近千年时间的根源 就是这位所引发导致 将心中杀意压下 他又将目光移向山谷中央位置 那里有一片百丈方圆的 扑式广场 可以看到 围绕着此广场 还能见到不少废墟遗迹 届时 秘境入口将在那里显现 时间一天天过去 聚集而来的修士 也越来越多 终于在这一日 广场中央的虚空泛起涟漪 随着一阵 乳白光芒的闪烁明灭 有青铜门飞 缓缓出现 其上有着两个转字 视为一灵之意 门飞出现后 立刻有人上前 只见那修士 手持无忧夜 在靠近青铜门飞之后 全身忽然照上一层 璀璨荧光 很快就消失不见 见此情形 其他修士也不敢怠慢 当即一伙接一伙的 分批次进入一灵境中 吕仲这边正准备抬脚 就见到迎面有三人走来 却是一老者 外加男女两名中年修士 老者虽满头银发 面上布着大小斑点 身形却极为壮硕 还背着一方金漆巨侠 给人以危险感觉 从此人散发的沉稳气息来看 显然不是一位简单角色 至于她身后二人 也是各有特色 男修病发散乱 好似沧桑一江湖剑客 但那双眸子极为犀利 仿佛能洞穿天下一切 从其打扮装束来看 料想配合其剑道修为 论实力 绝不会输给前者 最后一人是冷面妇人 全身上下一片漆黑 气息如晕水一般 并未给人以任何感觉 但若不是刻意观察 就会下意识将之忽略过去 可见跟前面二人一样 也有几分依仗在手中 只不过 能在今日聚到此处来的 哪有异余之辈 吕仲如是 面前三人亦如是 能明显感觉到 彼此间存在着防备 很显然 这三人是临时大伙 而现在过来的目的 吕仲也不难猜到 定是为邀请自己而来 毕竟在那怡灵境中 想要夺取绝念果并不容易 除却僧多周少以外 还要防备其他修士的抢夺 在此情况下 抱团取暖才是正道 老朽空木 这位是万青道友 这位则是黑羽道友 不知道有可否有意 与我们暂且组队一二 共取绝念果 为首的银发老者 这时直接了当道出来意 吕仲略意私存 借助挥晤空间试探一番 在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方才答应下来 事实上 现在的他除却知晓 秘境内有绝念果 及一灵境的来历外 其他诸如 无忧数在何处 绝念果又该如何获取等等 此时此刻 皆是一概不知 在这种情况下 找之队伍临时加入 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至于人心险恶之类的 则又是另一回事 见山谷内 已不胜多少修士 且那青铜门飞原本的光芒 也逐渐显现收敛迹象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进去吧 空木老人提议道 得到其他三人同意 四枚无忧叶碰到一起 就跟先前修士一样 个人身上笼罩一层荧光 只觉眼前一花 眼前景象就变了样 暗红的腐烂地面 漆黑冒着泡泡的诡异水潭 七星怪状的扭曲树木 以及血红色的天空 类似流火般刺鼻的怪味 一切都跟吕仲进来前预想的不一样 然令他感到奇怪的是 旁边几人的表情 似乎也不对 奇怪 万寝沙怎么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说这话的是见修万青 他似乎已经来过仪灵静数次 此刻见到眼前怪异的场景 神色中还是充满了疑惑 一番旁敲侧击 吕仲才知道 原来仪灵静分为九大区域 万寝沙就是其中之一 此处本该是万湖之地 然由于不知名变故 竟变成了如今这番模样 也不知这变化是好是坏 空木老人喃喃一句 将目光投向众人 既然我等直接出现在万寝沙 我看就不用去别处区域了吧 剑修万青 目录思索之色 很快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按照历年历次的记录 万寝沙这边坠落的几率 明显有点低 不过现在敢去其他地方 怕也是晚了 既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那就暂且这样将就一下 我没意见 一旁的黑雨诞生到 而吕仲这时 也点了点头 从面前三人的对话来看 绝念果会随机坠落在此 不对 似乎坠落的不是绝念果 他抬头望向高空 目光因此变得深邃起来 依稀可看到 云气混沌一片的天空中 有一具树倒影 这就是无忧树吗 吕仲暗道 单从外观上看 它跟黄金树有几分相似 但颜色却是血红之色 少了几分宁静祥和 显得无比的猙獰恐怖 同时 枝头处挂着无数团光球 那些似乎就是绝念果 正想着 天空中忽有流星雨坠下 这么快 万青亚声道 就在众人惊讶之时 这波流星雨忽然乍散分开 分别朝着东南西三个方向而去 其中南方向的流星数量最多 足足占据了大半之数 剩下的东西方向则是均分 隐隐间飞向万寝沙这边的流星 要多上些许 伴随着流星雨的坠下 周围也在开始出现变化 对这些变化 吕仲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 这是虚界的影响也一并渗透进来了吗 眼前景象开始变得五彩缤纷 一道道杂乱无章的信息 也随之逐渐浮现 并受到虚界的影响 开始发生着变化 一支支杂素因此而成形 与此同时 天空中流星也逼近地面 离四人最近的一个坠落点 距离不到万里 空目老人一马当先 立刻腾空而起 其余二人也是紧随其后 吕仲则是想了想 使出了许久不用的流星盾 猛然一个加速追了上去 这时吕仲还注意到 目前在万寝沙的修士 不单止只有他们四人 在其他方向 同样有盾光升起 只不过跟吕仲四人 飞往同一方向 争夺同一处流星坠落之地的 实际上并不多 仅仅只有三名修士 真是冤家路窄 吕仲这时看得清楚 那三人正是自己的仇家 出自芳忧圣帝的修士 她开始盘算起 己方解决对手的可能 在个人实力方面 明显是有着 炼虚圆满实力的 簪花妇人最强 光这点足够抹平 己方的人数优势 更别说 此女还有着杀生指人 这又是一个极其难缠的狠角色 簪花妇人足以凭此倾斜 胜利的天平 之所以说是倾斜 则是因为吕仲心中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或许能够借此对付近乎不死的杀生指人 那就是借助秀里乾坤神通 早在之前的交手中 吕仲早发现 杀生指人虽然极难杀死 但同时他大杀四方 是建立在不死的基础上 本身实力不过是平平 若能将之困在秀中 或许能打赢这一仗 同时他心中也十分清楚 拥有类似手段的修饰不少 既然连他们都无法控制住杀生指人 自己这想法实现的可能性 想来也不会太高 思绪间 流星雨已经坠地 没有什么大动静 只有一道道银色光浪横扫而过 此刻朝坠心之处望去 可见那里已经多了数团光球 但却并非是绝念果模样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个胚胎 胚胎? 吕仲心中疑惑 这难道跟绝念果有什么关系? 就在他心中不断猜想之时 两支队伍已经迎头撞上 双方极有默契地 皆是一言不发 见面直接就大打出手 正如吕仲之前所料 那簪花妇人一交上手 没有丝毫的犹豫 就直接就祭出了杀生指人 冲在最前的万卿与之交手 若不是由吕仲暗中提醒 只怕立刻就要小吃一亏 多谢道友提醒 万卿冲吕仲一拱手 已是谢意 不必谢 这是理所当然之举 吕仲摇头 紧接着晚出成片零件 将重组完成的杀生指人轰碎 头也不回地对着万卿道 万道友 这杀生指人 我最为熟悉 心中正好有一想法想要实践 就让我来对付此物 万卿没有急着硬化 而是扭头看了眼其他人方向 待见到空木老人独木难知 正被簪花妇人跟一修饰压制 左之右捉之下 甚是艰难 眼见就要不敌落败 他才点了点头 纵身朝那边掠去 而这时 吕仲再次万箭齐发 将杀生指人轰碎 唯有亲自交手才知道 此物究竟有多么难缠 别看他现在轻轻松松 就能将杀生指人轰碎 但这是以大量消耗法力换取而来的 并不能持续太久 杀生指人近乎不死 等到他法力消耗到一定程度 眼下这种一边倒的压制态势 必将迅速反转过来 念及至此 吕仲拂袖一扫 袖口漠然间张开 顿时 杀生指人再稳不住身形 三两下就被吸引进去 几乎是同一时间 他的面色就大变起来 果然没有这么简单 吕仲能清楚感应到 杀生指人正在大肆破坏 他明显拥有撼动空间的能力 在指人的疯狂攻击之下 神通空间 眼见就要崩溃 那这样呢 他心中一发狠 使出了放逐手段 直接就将袖中空间崩碎 虚余间一黑洞成形 将附近一切连同半条手臂 以及尚未脱困的杀生指人 一并送了进去 咳吱 令人牙酸的摩擦声传来 吕仲愕然见到 那杀人指人双臂撑住洞口 提到雪光前所未有的浓郁 在抵挡住巨大空间犀利的同时 竟借此一点点地爬出来 这样都无法将你送走 舵仙手段 果然不容小觑 见此目 吕仲忽然想到什么 将一张定神符粘出 将之摁在杀生指人额头 顿时 他的动作迟缓起来 受此影响 杀生指人尽管未被定住 却再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终于是抵挡不住空间犀利 挣扎三两下 彻底不见了踪影 终于解决了 神通只要用对地方 有时也能起到出乎预料的效果 顺利将杀生指人送走 吕仲心中 生出如此感悟 但他也很明白 此番之所以能成功 不过是欺负指人灵至低下 同样的情况 若换作修饰 定然没有成功可能 高空之上 灵光如潮水咆哮 正与万青缠斗的 三花妇人 察觉到底下发生的变故 一直从容淡定的面庞上 终于是浮现出一抹惊慌 她对自己的实力 远比旁人要了解得清楚 甚至可以说 此战全技拖在那指人身上 而自己 相较于同阶恋须圆满 虽不至于落得各同水平层次 但也仅仅只是略胜一筹 是以现在 才会迟迟无法将对手拿下 一想到这里 三花妇人面沉如水 而在她的对面 万青注意到这一幕 却大大松了口气 这时 旅手中掐出剑绝 欲使引雷针冲天而上 瞬间就画出千万道剑影 须于间 就是一条剑龙凝成 论剑刀造诣 她的手段算不上精妙 但胜在亮大管宝 用来对付同层次敌人 仍旧能发挥出不若微能 下一刻 如龙剑流扑向三花妇人 后者面无表情 掌中霞光一闪 取出一把五彩霞珠 就泼洒向前 扑扑扑 大量剑影汹涌袭来 有毁天灭地之威 却在五彩霞珠面前不堪一击 被其所犯出的霞光轻轻一卷 就瞬间破碎崩解 五彩珠 我看你能带多少 吕仲轻笑一声 手上剑绝掐个不停 另一边 万青字不会干等着 早趁剑影来袭之际 冲着三花妇人 发起一波波猛烈攻势 在绝念果机缘面前 她没有半分留守的意思 况且 这本就不能留守 坠下的果胚 须得以血魂灌溉 如此方才能凝行 若不采用这种血迹之法 就要花费巨大的代价 对得到的果实雏形进行培育 才能得到绝念果 噼里啪啦 作为一名剑修 万青所使的手段 自不会四缕中粗糙 一道道精妙剑招 就此在她手中使出 殊不料 三花妇人 见了却是一笑 你这手段 比起方才内剑流 华丽则华丽 但在我眼中 却是还有些不够看 说吧 她竟不闪不闭 硬接下来 秀秀 一条剑影凝聚的巨龙 再次从下方袭来 叫三花妇人看了 眼角一跳 不由心惊道 这人法力怎如此深厚 若换作是她来 只怕方才一下就耗尽了法力 光吸那天地元气 绝不可能有如此速度 一咬牙 她再次撒出一把武侠珠 正如吕仲之前所言 妇人身上所带武侠珠 极其有限 作为芳幽圣帝出产的一种破法灵物 武侠珠的产量少之又少 再加上参与分配者众多 落到她手上的灵珠 自然寥寥无几 接连两次使用 早已是时去其酒 才破去剑龙 三花妇人又见底下的吕仲 再次分化出万千剑影 不显半点颓势 这让她十分诧异 阁下是谁 要你命的人 吕仲冷声回应 元神运转到极致 将吸纳来的天地元气转化 同时手中剑绝掐个不停 顿时 尹雷珍表面灵光闪烁更甚 相较于前两次 阴影间 无论是数量 还是剑影威能 都要强上不少 她心中早已决定 要将此女留下 哼 大言不惭 空中的三花妇人冷哼一声 拂袖逼开近身的万青 又朝两名属下望去一眼 见二人同样无法将对手解决 不由在心中冷哼一声废物 当即心思开始活泛起来 就眼前情况 己方显然处于下风 一切的根源 都是起于杀生指人被放逐 想到这里 妇人就是心痛万分 以她在芳忧圣地的地位 只怕再难得到指人护身 留得青山在今日 就容你们暂且猖狂 妇人想到这里 决定还是保命为重 将谨慎武侠猪洒出 未等万青做出阻拦 就化作顿光消失在天际边 算你跑得快 吕仲目光一阵闪烁 放弃了追上去的打算 相较报仇 显然还是绝念果更重要 另一边 见到三花妇人 抛下自己逃走 两名芳忧修士 巨都是一下慌了起来 二人自乱阵脚 很快就不敌被斩 这时吕仲注意到 在这两名芳忧修士死亡后 空木老人跟那黑羽具 都是打出尽致 将他们的精血浑破禁锢住 他们这是要 吕仲默不作声 静静看着真目 只见二人提留着尸体 很快便飞到坠地的光团位置 光团有三 然尸体却只有两具 知晓其中内情的人 都极有默契地 没有提起此事 不多时 两具血淋淋尸体 就被扔进了光团中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 随着一阵呜呜呜鬼气之音 光团竟开始向中心凝聚 并在黑气汹涌中 化为一枚果实 此果实若黑欲一般 表面有密文密布 乍一看令人头晕目眩 伺及了绝念果的描述 从空木等人的表情来看 显然都觉得没有问题 可在吕仲眼中 却是感到有些不对 他正想着 空木老人率先开口 诸位道友 如今绝念果已现 以你们看这两枚绝念果 到底该如何分配 我的看法吗 该有陈道友一枚 听到这话 吕仲心中一叹 这就开始翻脸了 空木老人说出这话 明显是想表达一点 那就是集合三人之力 先清除威胁最大的存在 毕竟只要再死一人 就能将三枚绝念果 都血迹凝形出来 再者 方才吕仲放逐指人那一幕 在场修士都亲眼目睹 谁能保证 下一个被放逐的不是自己 与其留着这样一位劲敌 倒不如先设法令其出局 对此话 女修黑语沉默不语 没有反对 就是默认赞同 吕仲本来还以为 这段合作能持久一些 不过 这倒也是正常 因利益结合 因利益翻脸 无疑是人性的真实写照 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我万某不屑如此 万卿这时站了出来 直接就摆名车马 要跟吕仲站在同一阵线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空木老人 及女修黑语 结实一愣 去 吕仲从不会客气 当即剑指前点 修修修 剑影铺天盖地 犹如洪水泛滥 纵使传说中的剑道 神通万剑皈依 单论剑影数量方面 怕也是要远远不敌 咔嚓 一交上手 空木老人就神色巨变 他所预使的是一 玉尺灵宝 乃是由天青宝玉 锻造而成 此玉素来以兼顾而著称 在转化成 神魄灵宝之后 天青玉尺 威能在上一层楼 兼顾更胜往昔从前 可现在仅是一个照面 就引现出裂纹来 这份实裂 立刻的 空木老人就后悔起来 但却并非后悔先前之事 而是后悔选错了目标 若是换作其他二人 只怕现在再无争议 另一边 万青横斩出一迹 剑丝凌厉无匹 甚至能引得风云变幻 叫本就受伤的女修黑羽 当场痛哼一声 在她血洒长空的同时 身上再添一条 深可见骨的伤痕 此时此刻 胜利者昭然若揭 可就在这时 黑羽道友 我替你拖住他们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且尽管脱身 不用管我 空木老人大喝一声 竟不顾空门大开 将天青玉齿 击射向万青 这一意外 来得极其突然 未等黑羽反应 玉齿就到了附近 这时 他才猛然醒悟 这空木老人的目标 分明是自己才对 他心中暗道不好 然为时已晚 扑持一声闷响 顿时被打成一团血污 几乎是立刻 空木老人就大喊道 二位道友请停手 既然如今场中 只剩三人 那么我们大可以平 他话还未说完 就有一雷柱倾线下 浩浩荡荡 一声惨叫过后 空木老人 瞬间化为乌有 连半点骨灰 都未能剩下 解决完此人 吕仲 这才眉头一盏 动了手 岂能容你活着 一旁的万青 看到这木 眼角不禁跳了一下 心到幸好方 才自己做了正确选择 若不然 三人纵使是联手 怕也拿不下此人 道友神通广大 万青佩服 呵呵 不过雕虫小戒而已 吕仲谦虚了一下 转而将目光投向绝念果 对了 难道这绝念果 必须以血迹方式 才能成行 那倒不是 见吕仲没有动手 独吞所有绝念果的意思 万青心中 顿时一松 并开始解释起来 血迹不过是其中之一 简单便捷 大家都挺喜欢这种方式 左右死的不是自己 而死人也不会反对 加上没有后遗症 自然不会有人放着捷径 自己去独烫那荆棘道路 哦 还有其他方法 吕仲询问道 当然 道友难道要这样做 哦 另一个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以海量天原灌溉 如此也能将 果配印生生灌成绝念果 只不过这样做嘛 代价 伪失大了一些 万青如实说道 原来如此 吕仲心中难难 又道 即使这样 不知道有可愿 委屈一番 我愿用这二人储物代作代价 换取那枚 绝念果呸 呵呵 道友太客气了 万青心中 抹了把冷汗 并未敢占对面便宜 再三推辞后 他只取了一枚绝念果 就急匆匆告辞离去 望着远去的身影 吕仲不由摸了摸下巴 我就这么可怕吗 不过 也好 随后他将空木老人 及女修 还有之前 两名方优秀式的储物器具 一并都收容了起来 考虑到之后 培育绝念 果及葬心花所需 这些福财 还是有收集的必要 做完这些 吕仲才将视线转移 望着悬浮在空中的绝念果 及旁边 隐映生辉的果胚 他认真想了想 最后还是决定 尝试培育一番 眼前这绝念果 无论怎么看 都有些不对劲 其表面的密文 隐隐刺激了 芳忧修士的一张面孔 叫人心中生 出不好预感 罢了 收集天元 对我不难 顶多是多花点时间 相较这点付出 稳妥起见才是最重要的 将它们真而重之收好 屡重 才转身某个方向 接下来 该是将仇人解决的时候了 无名山爱 一场大战 方才结束 狼藉不堪的现场中央 躺着一具破烂尸体 赫然是屡重所寻目标 出身方优胜地的 簪花妇人 而杀他的 却并非是人 乃是一道虚幻影子 在解决入侵者后 影子一闪烁 在原地消失不见 不一会功夫 一道顿光从天而降 屡重身形显现 见到地上的目标尸体 也是不由一愣 但随即就是 面色一变 回身格挡下背后一剑 砰的一声 巨大闷响 偷袭者力道 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屡重所占位置为中心 近百丈地面 都为之一尘 生出一片 巨大的珠网裂纹 死了 紫雷猛然爆发 将偷袭者逼开 屡重这时 才看清楚 方才偷袭自己的是何物 王魂 不对 没这么简单 他身上浮世 尽管破烂 但分明是道蒙治世 更应该说是一名鬼修 想到这里 他心中更显疑惑 在道蒙崩溃之后 按理说 纵使是鬼修 也不免要遭殃 可现在对方 依旧完好如此 像是只付出了神志代价 又见鬼修攻来 屡重这时心中一动 将一领排量出 几乎是立刻 对方攻势停止 紧接着 森森鬼气一阵卷涌 将这名鬼修 彻底覆盖 待鬼气 重新散去之后 原地多出一名男修来 面相普普通通 是最常见的中年人模样 跟之前相较 他此刻 仅是脸色苍白 看起来 跟寻常人无异 终于 终于来了 同僚 既然是你过来交接 那镇守一试 就交由你负责 中年人也不等屡重回话 就将一金色图卷递出 让屡重完全没想到的一幕出现 在交出那金色图卷刹那 中年人仿佛了却心事一般 木然的脸庞上呼的多了一抹笑容 紧接着身形 飞速虚幻 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 就彻底随风消散 啊 你这 吕仲一头雾水 将那图卷射到手中 一灵卷 吕仲仔细一看 发现图卷所记载的 乃是一大阵 论复杂程度 为他平生警戒 怕是不八阶 乃至九阶大阵 这样一座大阵 却被人以深入浅出的阐述方式 记载在这一灵图上 继续看下去 吕仲这才知晓 仪灵境的真正来历 这哪里是什么仪灵子的洞府 只不过是外界修士的鹅船罢了 准确说来 这里一处镇守之地 而仪灵子之称呼 由在此镇守的道蒙修士首领成席 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镇守 在此秘境中 直至道蒙覆灭 也有残于修士化作鬼灵 继续坚守到最后 至于镇守之物 他目光投向图卷中央 那里赫然是一尊漆黑魔影 百相 这便是魔影的名字 按照图卷所述 这是一位来自于外界的可不存在 曾在久远的年代 与道蒙已重创 实力远在诸厄及杜绝之上 照描述 估计堕仙也不如他 许是真仙即存在 故在无法斩杀的前提下 才不得不在秘境中设下封印 既希望以时光岁月 借此消磨其实力 而绝念果 不过是此过程的复产物 难怪 吕仲本来还奇怪 道蒙明明身处于灵界 却能造出悬仓要塞这种逆天之物 原来根源是出在此处 若非要对付百相这种 位格在诸厄上的存在 恐怕是道蒙也没机会 掌握类似于大五行 破灭神光这种 连堕仙都要畏惧三分的大杀气 还有 百相连笔识的道蒙 都能予以重创 显然是灵环界的一桩大事件 可这并没有记录者史书中 看来修仙界的历史 远非我表面看到的这般简单 吕仲这时不禁怀疑 目前的灵环界历史 曾遭到过篡改 嫌疑人极可能就是道蒙 只不过 这仅仅是他的猜想 没继续纠结此事 吕仲将仪灵卷收入储物界中 事情到此 已经真相大白 仪灵境发生变化的根源 在于仪灵子一脉的覆面 导致镇守大镇年久失修 继而让百相的力量溢出 他虽跟道蒙牵涉至深 但奈何现在实力微弱 此时此刻 哪怕是想多管闲事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况且 现在已是舵仙灵士 再多一个百相横行 似乎也没什么影响 随后 吕仲寻了一处僻静之地 眼下的他 已经完成了此行目的 那便是获取多念果 虽然仇家意外死亡 令吕仲心中稍稍有些遗憾 不能亲自动手报仇 但从总体来说 这一趟已经彻底完满 既是如此 何必再生波澜 一处偏僻荒野 考虑到巨医临近关闭 上海有些时候 这段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也有近一个甲子 经过一番挑选 吕仲选了此处 只需法术大手一抹 就给自己开辟出一座临时洞府 并不设上必要静置根正法 很快 一阵波动传出 一切恢复如初 近视中 吕仲正盘坐在蒲团上 考虑到外界并不安全 说不定会有人发现此处 他为谨慎起见 没有选择闭关 而是取出那云路 传承继续参悟 近来 吕仲在这上面 收获不浅 他隐隐间有预感 自己只要再加把劲 就能更进一步 到了那时 或许又能掌握 一道真福 真福的厉害 不在神意之下 甚至还要更贴近法则 对此 吕仲心中充满了期待 与此同时 仪陵静某处 万青摆脱身后追兵 逃至一处山谷之中 确定周围并无危险 修到多年 终于能进阶合体了 关于清静丹的 另外二位主才 红尘水万青 早在六千年前 就已经准备妥当 至于藏心花 则是寻到了替代之物 此物名换作无心草 效果要略 威逊前者 可到了炼须七层次 能够找到替代之物 本身就不是一件 容易之事 将三种主才合一 经过一番 简单炼制 清静丹变成 望着手中 若血域般的灵丹 万青没有丝毫的犹豫 头一仰 就将之伏下 几乎是立刻 万青体表 开始泛起血光 周围有惊人异象生成 净凭空生出一条条 血色之条 同时 困阻他许久的三化官之 化神官 在清静丹丽的作用下 溃不成君 连后续的还虚观 也都是一冲就破 三化官一破 融融合一即刻完成 这就是合体七眼中的事件吗 此刻的万青目露金色 沉醉于面前 这个从未见过的事件 然他却不知 危险已经临近 近视中的吕众 却默然睁开双眸 眼中近视金仪之色 他首一年 将仪灵卷 从储物界中射出 将之铺开一看 面色顿时骇然 大变起来 却是发现 本来维持在 降迫未破状态的 封印大阵 此刻将飞速崩坏着 此刻的外界 早已经是被血雾所笼罩 天空之中 更有巨大魔影显现 从洞府中出来 吕众看到天空中的身影 行到这下坏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想不明白 本来还好好的封印 怎会突然间出现这种变化 还偏偏是在这时候 望着手中的仪灵卷 吕众面 色变了又变 虽不知道 异变的具体原因 但他不难猜想到此事后果 那定然是会导致 百相的出事 像这样一位 堪比舵仙的存在 哪怕被封印无数岁月 其实力依旧恐怖无比 只怕 以现在堕仙的实力 也不会是百相的对手 吕众心中难难 目光扫过仪灵卷上 最后一行自己 似这种情况 盗蒙作为一成熟组织 自然有对应预案 很简单 便是像总部救援 可如今盗蒙已灭 新盗蒙不过徒有七表不对 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吕众像是想到什么 目中闪过一道金光 以针仙为家想敌的 悬仓要塞 最理想的电池 可不是堕仙 若能趁此机会 将百相捕捉为 要塞电池 吕众开始思考 其可能性 此事的风险 不可谓不大 毕竟是图谋一针 先级存在 一招不慎 就可能翻车 半晌后 他最终决定 干上这一票 理由很简单 只要悬仓要塞 能捕捉成功 从此就能成为完全踢 变成真正的诸仙要塞 而不是跟里面的道蒙一样 是一个须有其表的东西 等到了那时 吕众就有了立身之一 而不须像现在这般 不得不借助空桑神木 及太阴老祖的帮助 他从来坚信一点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味获取馈赠 必然会有偿还时候 想到这里 吕众坚定下来 很快 他就跟远在苍玄要塞的化身联系上 借化身之口 吕众将一临近的情况 即捕获百相的计划 毫无保留向叶盘言道出 可后者听完之后 却陷入了迟疑 吕道友 眼下道蒙 虽日渐兴盛 但面临的问题 还有很多 从内到外有千头万绪 唯有及时梳理 才能在未来走得更远 现在 对真仙级存在动手 只怕还是 叶盘言道出理由 婉拒了吕众的提议 就目前而言 他是道蒙大书鸡 真正的掌权话语者 自然可以决定 道蒙的未来方向 对此 吕众并不觉意外 他这时候的发笑 指着叶盘言的手掌道 我现在很好奇 赐福的光辉 是否已经暗淡 复兴道蒙的宏图壮志 如今消磨的还剩多少 此言一出 叶盘言顿时色变 因为吕众说的没错 黄金树的赐福正在暗淡 而他 曾经复兴道蒙的理想 也已经变质 换作是以前的他 一听到捕获百相的计划 定然想也不想就同意 可如今 为了保住这一亩三分地 却开始心存顾虑起来 这不是真正的念 吕众本不想再这么走 就站到明面上来 可现在 却只能改变计划了 他手一翻 手中多出一件饼 毫无迟疑地 往其中注入天亮法力 并灌注入自身命缘 使之凝出一黄金剑锋 将之猛然捅向叶盘言 后者见了 则面色大变 这事 扑斥一声 没有血花飞溅 叶盘言正正看着此幕 表情突然变得痛苦起来 紧接着 以中间位置的心口为原点 他身上有无数黑气浮现 隐约间能听到一阵阵愤怒咆哮 来自于四面八方 分明是舵仙暗中失了手段 另一边的吕仲 此刻也是有些愣住 他保证 这次动手的目的 就是为了击杀堕落的叶盘言 好将其取而代之 成为盗蒙大书鸡 弄巧成捉了这事 吕仲很快明白过来 自己这是阴差阳错下 破除了叶盘言堕落的原因 说起来 叶盘言的堕落 跟他还有不小关系 由于斩杀剑的现实 给诸厄级堕仙带来莫大恐慌 在无法寻找到持剑者的情况下 不少存在就将目光投向了盗蒙 叶盘言自然首当其重 也因此 黄金树赐福的光芒也被掩盖 是以这么多年过去 叶盘言的修为始终未在向前一步 忽然 金光似潮水涌来 吕仲望着眼前一幕 脸上含有露出震惊之色 只见心口中间的叶盘言 此刻非但没有变得虚弱 竟还全身涌出金光 眉间忽然有一竖形印记显现 与此同时 他双目变得清明 掌心原本暗淡的刺服 也在此刻金光璀璨 忽然 斩杀剑剑柄 被他一下握在手中 并坚定地缓缓拔出 惊人的一幕出现 金光流转 剑身重铸 人道斩杀剑 吕仲失声道 吕小友 我们又见面了 熟悉的声音 从叶盘言口中传出 官官前辈 吕仲记得很清楚 这分明是官盗子的声音 原来叶盘言的真正身份 却不料 吃着斩杀剑的叶盘言 这时摇了摇头 不 我并非是官盗子充其量 不过是官盗子一缕残魂所化 这位仙使早已战死在与外道的征战当中 后来 我与这叶盘言结合为一 方才躲过了那场 说到后面 叶盘言止住不言 将目光移向吕仲 关于仙界之事 我知道的不少 但县之依旧跟其他人一样 若言出 必有大难临头 那关于成仙 吕仲问出最在意之事 自是成就真我唯一之仙 叶盘言深深看了吕仲一眼 作为曾经仙使的他 自然能看出 他身上世界线皈依的痕迹 心中不免 因此产生羡慕之意 好了 现在不是叙旧时候 方才他拔剑 必然惊动了 诸恶及惰仙 此时此刻 悬仓要塞所处虚空周围 已经开始有道道身影显现 在叶盘言控制下 要塞默然被一层金光笼罩 不多时 就撞出一具大漩涡 悬仓要塞冲入其中 很快消失不见 碰 一声巨响 陡然在宜邻境天空炸开 此为空气被排开所致 紧接着 一道数十倍于百项虚影的 巨型要塞 就这样默然出现在宜邻境 却是悬仓要塞成功跨界 从虚界传送而来 这一下 并非没有代价 作为承受者 被当作能源的两块电池 也极是倒霉的奇家老祖 以及南穷老祖在此刻 剧都是感觉神魂欲裂 忍不住痛声大骂 可偏偏 作为惰仙未格的他们 早已超脱灵界 遭遇这种伤害 亦无法陨落 这二位的感受 叶盘炎自不会理会分豪 现在的他 注意力全在百项身上 说起来 当年镇压百项这一战 我还曾参与过 叶盘炎还清楚记得 那时候的他 不过是一缸摆脱家族束缚 刚刚进入道蒙的小修士 彼时战况惨烈 说是失落如雨 也丝毫不为过 世人只知道 蒙表面光鲜 见得仙衣怒马 就纷纷想要加入 却不知道背后的默默付出 往往是以身死浑灭 永世不得轮回为代价 望着天空中那道争鸣虚影 叶盘炎不由心生感慨 尽到出了这番话语 难道那时候 盗蒙也有强大敌人 吕仲疑惑问道 按照他对灵环界 一直以来的印象 盗蒙可以说是 此界一等一的霸主 当是无敌的存在 然在叶盘炎此番话的描述中 盗蒙非但不是无敌于事 反倒还面临着不少的挑战 否则对方也不至于 描述得如此惨烈 就连关盗子 就是因此战死 当然 这是个轻颓时代 叶盘炎叹了口气 仿佛回忆起了什么 目光变得深邃 轰隆隆 就在这时 苍玄要塞猛然一颤 却是百相出手了 剧烈的震战中 要塞那层肩不可摧的护照 竟在飞速地发生变化 一层叠一层杂乱的坠生物 在上面出现 又翻过来 继续摧毁护照 照此情况 无法坚持太久 叶盘炎沉硬一番 手一抬将斩杀剑 祭出 旋即 他身形一闪 来到要塞核心处 无视其家老祖二人 惊诧目光 伸手就将斩杀剑 打在核心大阵之上 几乎是立刻 悬仓要塞 就宛若心生一般 从里到外 都在发生着变化 果然有隐藏后手 可惜面对百相 似乎还是立有未待 吕仲摸着下巴 不知道 叶盘炎会如何应对 看他的模样 仿佛对此心有成竹 显然不担心 会失败的样子 下一刻 悬仓要塞 陡然射出一漆黑乱流 百相自不会退缩 惊人的风暴 陡然间再宜临近扩散 也令那些参与的修饰 无意不是面色大变 任谁感知到天空中 那道惊人至极的气息 都会打心底产生恐惧 更何况 还是百相这种 真仙层级的存在 就是现在 叶盘炎默然睁开双眼 指尖法爵一弹 呜呜呜 周围法阵静置 以不可思议速度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 齐家老祖及南穷老祖二人 先是面色骇然俱变 紧接着都发出痛苦惨叫声 据都是本源被强行抽取所致 你 这是 斩杀仙剑 齐家老祖惊恐道 除了此仙剑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实在想不到 灵魂界还有什么东西 能够无视舵仙的意志 强行抽取七本源 另一边 南穷老祖的表情 不比他好看到哪里去 若说之前当电池 不过是受些皮外伤 那么现在 就是真正的在抽血 只要对方足够狠 说不定能抽得 他的魂飞魄散 当然 以堕仙的位格 想要做到这一点 实际并不容易实现 但二人心中 还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威胁 原本心中的那些小心色 顿时都知去地打消 以免真就彻底激怒对方 做出那玉石俱焚之势 外界 此刻的悬仓要塞 早已经是金黄一片 天阁处 更有灵举冲销 就在这时 天地骤然间变色 要塞默然射出一道黑白悬光 以极不可思议的速度 直冲着那隐藏在黑雾中的百象射去 刹那间 所有黑雾被破取 一道细小身形显现 看着眼前光幕 吕仲总算知道了 百象为何会突然脱困 原来是找了个倒霉蛋附身 只见与苍玄要塞隔空相对的 正是前不久选择突破的剑修万青 此刻的他 由于遭百象附身 模样早已经大变 头上长满各种坠生物 或瘤子 或弯角 或尖牙 乍一看 有种莫名美感 片刻之后 百象毫无意外地败下阵来 原因自然是叶盘炎 借斩杀剑 激活整座苍玄要塞 并使出了颠倒五行破灭神光 一种威能 游在大五行破灭神光之上的手段 一番收容禁锢 苍玄要塞又多了一块电池 对此 屡重自然欣喜 尤其是知晓了苍玄要塞 竟还有颠倒五行破灭神光后 一直在为惰仙威胁忧心的他 终于是可以大大松口气 以后若是遭遇危险 大可以呼唤要塞过来 给对方来狠狠一下 东陵界 星神陨帝 在伊林静之事结束后 他自然不会放过搭便车机会 直接借助苍玄要塞 抵达了藏心花所在的东陵界 只可惜 即便有诸仙要塞在 也无法直接获得藏心花 皆因藏心花的获取 实在过于讲究机缘 很显然的是 屡重暂且运气不佳 于是虎 在让玄仓要塞绕了数圈无果后 他只能跟叶盘炎告辞 独自一人留在允地外围的星神仙城 一方面放出消息 收购藏心花幼珠 一方面租下临时洞府 继续闭关修炼 只是没想到 这一闭关就是九百年过去 九百年 不过恍惚间 静世中 吕仲秉息静气 感慨道 这九百年时间 他收获自然是不菲的 修为方面 已是顺利突破到了炼虚圆满 实力因此再获提升 现在只差突破三化关 让元神蜕变完满 就能踏入半步合体境界 可想要实现这点 又谈何容易 在过去的九百年中 吕仲派出化身 多达三位数 好去的灵石 数以亿计 可结果 依旧是一无所获 倒不是星神允地 无有藏心花出产 相反数量其实并不少 只可惜 就跟所有珍惜资源一样 都是狼多肉少 此事说到底 还是那些顶级势力的垄断 四封元界一般 东陵界如今的霸主 也是大大小小的各大圣地 且由于没有道蒙的祸害 数量共有七座之多 度过三化关的途径 其实不止清净单一种 甚至不是必须 奈何这是最快捷 也最为稳妥的一条 可圣地修饰需要此花 下面的大成宗门 乃至更下面的合体势力 也都是同样需要 这样一层层分下来 哪里还轮得到散修 他也不是没想过 求取些许花瓣 只要满足造花秘镇 要求即可 然即便如此 却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难怪那些散修 一个个都直接放弃求购 宁愿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自己尽心神陨地冒险 也不在上面浪费丝毫力气 吕仲想到这里 面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他本以为自己能是例外 但结果显然并不是 那么该如何适合 一时找不办法 吕仲只能暂且折服 很快地 机会到来 百年余后 一则消息 忽然在心神仙城传开 有一株葬心花被盗 听到这个消息 吕仲开始是不幸的 开玩笑 以葬心花的重要性 怎可能出现这种可笑之事 他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认为此事是陷阱 可很快 随着各化身将消息汇聚上来 吕仲经过一番分析之后 不得不承认 这是的确有几分可能 丢失此物的 是玄痴圣地 近来他们动作颇大 已不止一次 暗中派出人马四处搜寻 如此兴师动众 的确是在寻找什么 极可能就如传言那般 是在寻找被窃走的葬心花 也可能是掩人耳目 吕仲这时又想到 无论到底丢的是什么 这都是一次不容错过的机会 心有依仗 他决定参与一番 就算真的是白跑一趟 左右 不过浪费十余年时间 如果真能因此获得葬心花 那简直是天大的收获 吴凤灵 事发之地 在玄痴圣地解除封锁后 吕仲似其他寻宝者一般 暗中潜入此地 能看得出来 圣地修饰在此一番停留 可以说是将痕迹破坏得干干净净 这让许多抱着跟吕仲相同目的 到此处来查探线索的修饰 一个个 巨都是脸色难看无比 吕仲心中窃笑 表面一装出类似表情 暗中 则是借助场景回溯 试图弄清楚 发生了什么 咦 此地的时空 竟被搅动过 这一发现 让吕仲吃惊起来 更坚定了之前想法 那便是此次的葬心花失窃事件 其背后定然还隐藏着其他原因 否则玄痴圣地 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由于时空搅动 回溯效果大打折扣 到最后 吕仲只得到一大概方向 对事情经过是一无所知 好在借这些线索 倒也能勉强追踪下去 不算是白跑一趟 悄然离开吴凤岭 他一路寻踪所寂 要说到花那人 此人果然有几分实力 借助一类似疑心换斗神通的天赋 竟能屡次逃脱玄痴圣地追踪 一路横跨大半的东陵界 如此又过数年 一直追到一处小狱 到花者终于摆脱圣地修士 哗啦啦 白爷凡捧起一把暗河水 直接浇在脸上 冰凉之意袭来 让他心中的苦燥 一扫而空 大感痛快 紧接着 白爷凡面上露出喜色 只见他手一翻 就将一方精致红玉盒取出 上面本贴着大量灵光闪烁的风条 分别有着不同的效力 但都在长时间的消磨下失效 若我是阁下 就不会如此愚蠢 一到背后传来的声音 让白爷凡一个机灵 从地上跳了起来 他望着突然出现的黑发青年 先是惊得后退几步 但很快又冷静下来 道友此言何意 吕仲没有回答这问题 静止递出一张定神符 真以为 你手中拿的是玉盒 此符可以定住元神 对这种元神宝盒极具效果 若是你愿意相信我 那便贴上去 听此言 白爷凡面色一阵变幻 但最后还是将服结果 果然是聪明人 难怪能将东西倒出来 吕仲赞赏道 本来 若是对方不配合 他是准备直接动手的 现在看来是能免了 伴随着一阵惨嚎 贴上定神符后的红玉盒 此刻陡然间扭曲变了模样 竟化作了一人形模样 分明是由修饰元神炼制 而成之物 元神宝盒 亏他们能想出这种保存方法 吕仲看在眼中 打心底产生几次愤怒 四藏心花这种等级的灵物 寻常的保存手段 无法保证其药效不流逝 于是乎 就有了元神宝盒这种东西 它的作用类似于花盆 乃是用修饰元神活生生炼成 宝经静置折磨之下 自会有无数强烈情绪滋生 以此作为养分 可保藏心花不为 这点 吕仲也是借助道蒙 才得以知晓 更歹读的是 元神宝盒通常被其主人 签订过歹读契约 事宜一旦无防被开启 宝盒主人就能通过契约联系 直接定位到宝盒的准确地点 正是因此 吕仲才会递出一张定神符 此符可定元神 在此情况下 纵使宝盒主人有所感知 也会由于宝盒元神被定 无法获取任何信息 待元神宝盒被打开 里面果然躺着不止一物 乃是一花一珠 对盒中所装珠子 二人的注意力 都是先被他吸引 此珠能被之而重之 装在元神宝盒中 显然不会是一件凡物 可无论二人如何探查 亦都是看不出半点眉目 无奈之下 只好先将目光投向 河中之花 花 自然是葬星花 见到此物的瞬间 无论是吕仲 还是白耶凡 剧都难免露出激动表情 尤其是后者 此刻心情激荡之剧 甚至已经能影响到外界 可很快 他又冷静下来 注意到白耶凡的表情变化 吕仲只是淡淡一笑 这花 你尽管可以拿去 只需给我其中一半即可 只要一半 给 白耶凡毫不迟疑 就将数十半之一 扯下地出 吕仲含笑收过 乍一看 这好似他吃了大亏 实则不然 借助挥晤空间 他早已经探查清楚 藏星花已被下过密法 虽不影响此花药效 但却会在身上留下印记 没有意外 扶下此花的人 必然会被追得东窜西头 这般主角待遇 吕仲可不想承受 能借助造花秘阵 解决藏星花的问题 何苦再去寻找刺激 至于这珠子 吕仲目录迟疑 很快想到解决之法 在悬仓要塞激活之后 音音功能自然是全部开启 其中跨界传送这一功能 已是能够实现双向传送 它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将此物传到悬仓要塞去 如此一来 纵然悬吃圣地知晓 也同样无可奈何 想做到这一点 倒也容易 只见吕仲手一翻 就将一法弹祭出 通过此物 就能将宝珠传走 道友 你这是要 白爷凡一脸惊疑 有些看不懂面前之人来 对此 吕仲不做回应 不过是匆匆一过课 哪值得多费口舌 准备好之后 他将不知名珠子 放在法坛之上 紧接着打出一连串法绝 只见得璀璨灵光一闪 连坛带珠 静都不见了踪影 做完这些 吕仲见白爷凡还在原地 想想还是提醒到 藏心花中有秘书 你小心为妙 说吧 他也于雷光中不见 如今集齐红尘水 绝念果 藏心花三种主材 清静丹的炼制 终于可以步入正规 而等此丹顺利炼出之后 三化关也将直接冲破 结束雷顿 吕仲将目光移向高天之上 是时候合体了 时间一晃 又过去百余年 经这么段时间 那煤珠子的作用 已经鉴定了出来 根据叶盘炼的看法 是跟九转金丹有关 大概是一种改良产物 它似乎可以逆转乾坤 令那怨气之丹 极尽而生 转化为至精至纯的命源 借此就可消除 九转金丹副作用 但叶盘炼对此表示 并不看好 不管怎样 都让吕仲对手中之物的价值 有了十分清楚的认知 他对于此物 用自然是派不上用场 或许能将之交易出去 想必那些惰仙 对此会十分感兴趣 随后 吕仲将精力 放在清净丹上 绝念果自然不用多说 考虑到百相的影响 他最终 还是决定以天元灌溉 宁愿多好些精力 也要培育出纯净果实 至于葬心花 在得到此花花瓣之后 就第一时间 就进行了转化 造化秘镇的效果 令人满意 成功转化出了要灵气 再加上已经到手的红尘水 接下来 只要完成两样主才的培育 就能开始清净丹的炼制 时光匆匆 转眼就是五百余年 密室中 吕仲十分郑重地 换上一身黑金法袍 于静坐中 恢复精气神三宝后 这才以神时内饰几身 发掘自身 无论是元神 还是丹田法力 聚都是达到了炼须极限 静气无论再如何修炼 都在无法前进一步 该是时候了 他手一翻 目中露出凝重之色 将一丹丸取出 未有丝毫迟疑 就将之吞服下去 几乎是立刻 有荣荣暖意自负中生出 继而便及四肢百骸 令人如置身羊水之中 舒适地几乎要呻吟出来 我的选择 果然是正确的 吕仲心中一动 为自己重新培育绝念果 而感到庆幸 根据之前打听的消息 其他服用绝念果的修饰 负担时 要么是痛苦异常 要么就是心中杂念丛生 进而影响到了后续的突破 似他现在这般情况 无一例外 都是自行培育果胚 而后浮食 在庞大的药力作用下 化神官如挡在洪流前的泥墙 不过三五克就彻底崩溃 进而连后续的 还须官也是一样 根本抵挡不住清净丹的药力 难怪一个个 拼了命都要练着清净丹 实在是效果惊人 成就合体的路不止远远一条 更不乏毫无副作用的路子可选 但此刻吕仲切身体会后 终于是明白 为何众人皆要走这独木桥 原因无他 实在是过于辩解 心神激荡间 融融合一已彻底完成 此刻 原神世界大变样 这就是合体修饰眼中的世界吗 吕仲闭目难难 一脸的震惊之色 光怪陆离 充满无限可能 彼时勉强事件的逆法则 现在就好似肉掩饰物般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摆在了眼前 理解起来没有半点阻塞 又是一次质变 先有天地元气 如今又是逆法则 吕仲知道 此刻自己已进入半步合体境界 现在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能引动天结 事不宜迟 为了这一天 吕仲早做足了万全准备 此刻的他已是在悬仓要塞之上 这世间没有比这更好的渡劫之地 可以无惧惰仙及诸恶的威胁 开始吧 他缓缓闭上双目 引动元神 踏出最后一步 成就合体 难得是融融合一 只要渡过此关 则只剩下最后的天结 这是天道锁定律法 按照夜盘言所言 是为筛选及限制修饰数量 一如高阶修饰 通过助击单支手段 限制低阶修饰的数量一般 嗡嗡嗡 低频怪音 呼得响彻悬仓要塞 虚空中 默然声出雷海 相达于现实 此刻的雷海 多了几分变化 还是一如既往的浩大 燃影影间 好似能见到亭台楼阁乍线 又似乎有巨数摇曳期间 引动着无穷的伟力 为仕途更进一步的逆天修饰 赐予命定的劫难 轰隆 虚空中雷声响彻 燃却不见雷影 此时此刻 杜劫中的吕众 眉头紧皱 似遇到了极大难题 也是杜劫了才知道 进阶合体的这一场天结 究竟是何等变态法 简直不留活络 对此 吕众自然知晓其原因 借因合体成功后 修饰未来可是做一片坦途 再无荣荣合一这种烦恼 从今往后 只需积攒法力 参悟你法则 即可精进 这一状态将持续至杜劫期 轰隆 雷声再次响起 与此同时 吕众原神之上 雷火乍现 令他痛苦难耐 对此 他自然没有好办法 有且唯有硬抗一图 好在得益于必消灵水等物 吕众的原神远超同阶 加之炼体方面略有成就 事故面对寻常修饰 九死一生的劫难 此刻也不过是遭遇性命之危 新雷一波接一波 好似潮水般袭来 不知过了多久 吕众睁开双眸 目光平静如水 此刻的他 终于是撑过雷劫一关 相较半步合体时候 无论是神识还是法力 乃至于原神强度 都因那波雷火的洗礼 而被拔升了数个台阶 只不过 这次突破还没结束 合体切 给我破 吕众低贺一声 心中没诵法门 将原神与肉身共鸣 惊人的灵气自外界涌来 同时洗刷着原神及肉身 同时无数灵魂浮现 他们好似丝线一般 将二者彻底链接为一 再不分彼此你我 伴随着他双手结印 一股股力量 也自虚空中灌输而来 有熟悉也有陌生 而其中 一道银灰色光芒最为耀眼 吕众清楚知道 这是什么 在进阶合体之后 将会有一次选定本命理法则 以作为未来参悟方向的机会 而这将决定未来的潜力成就 及是否能进阶大成 乃至于杜劫 而银灰色光芒 自然是跟星辰剑同源 跟挥晤空间同源的存在 毫不迟疑 他一把将之抓住 哗啦啦 无形的浪潮将这里覆盖 体现在外是一场巨大的风暴 他的声势是如此惊人 以至于连虚空中那些 实力惊人的纯素 极为能在现实世界 获得投影的一尊尊强大存在 都被这里的巨大动静所吸引 只不过 待他们看清楚风暴源头所在 心中蠢蠢欲动的念头 顿时就又消停下来 两久 一切归于平静 合体 这就是合体气 吕众睁开眼眸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历经九千余年岁月 从一届散修开始 他终于是成功进阶合体 未来 只要不出意外 有着现在打下的基础在 怕是进阶渡截期 也无问题 在选定参悟的逆法则方向后 吕众对此充满了自信 只见他手一摊 赫然有银灰光芒浮现 谈到近视终于地板 顿时就是枯木逢春 一瞬间 历经荣枯之态 真没想到 我竟掌握的是 时空逆法则 对此 吕众既感意外 又觉得十分合理 毕竟这一结果 从他得到挥晤空间开始 其实就早已注定 时空逆法则 指的自然是时间与空间 乍一听 这似乎神奇无比 可实际却不尽然 从本质上来说 逆法则跟法则 并不是同一种概念 确切说是 前者不过是后者的 具现化表现 皆因修饰 无法理解认知后者 按照屡重的理解 就好似前世的程序 无论是时间 拟法则也好 空间拟法则也罢 又或者是 雷支拟法则 火支拟法则 土支拟法则 等等拟法则 通通都不过是 一个个程序 未呈现的修饰 由于自身条件 及硬件的限制 自然无法理解 程序为合物 他们通过不断参悟 熟练并掌握 程序的使用 表现出来 是实力 及境界的提升 正因为拟法则 是一个个程序 方才会有 合体期之后 大乘期 及渡劫期 只需积攒法力 同时参悟你法则 就可不断精进地怪相 然无论如何理解参悟 修饰在没有掌握 编程语言之前 无论如何努力 如何添资惊人 结果也只能是将程序 及你法则玩出花来 而这 便是这一阶段 修炼的本质 知晓了本质 前进就不会再迷茫 但是这一点 其价值就难以言喻 凭它我就能 轻松甩开无数人 想到这里 吕仲不由对叶盘炎 心生感激 若不是有此人指点 他显然是没法立刻看清的 随后 吕仲感应几身 在突破至合体后 变化可不是一般的大 最基础的法力方面 足足翻了数翻 若说以前的法力储量 乃是一方湖泊 那么现在 就成了汪洋大海 且不但数量得到惊人提升 连质量也有巨大变化 远非以前可比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 他要碾死之前 半步合体的自己 只需吹口气即可 至于神识 则只是扩大了一圈 约莫十万里 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不过吕仲也知道 这一点因修士所选方向 会有着极大的不同 若是选了跟神识有关的 逆法则 譬如生死之类的 神识在此阶段 就会发生质变 但不单只质变在神识范围 还可能是生出其他妙用 事故 到了合体期时候 哪怕有各自掌握的逆法则 所带来的实力提升 合体期修士间的斗法 都是慎之又慎 且会极力掌握对手信息 往往多一分了解 就等于多一分胜算 难怪灵环界这段时间 极少见那些合体 大成的动静 恐怕不是他们不出手 而是出手 却不为外界所知 防的就是信息外泄 吕仲心有所悟 也明白 为何以现在的实力 去看之前境界时候 月英子这些大能的出手 为何还会云里雾里 只怕都是刻意为之 悟到了这一点 他对未来如何斗法 心中已有了解 这时吕仲袖口一台 将星辰剑等宝物放出 到了合体时候 除今世中 及真交其这两件仙机外 其余无论是星辰剑也好 又或者是尹雷真也罢 都已经跟不上他的脚步 星辰剑还可以酝养 他作为吕仲的本命灵宝 有晋升为仙机的前置 尹雷真 避水扇 却已经到了尽头 除非他们也似七色龙旗 有足够的材料 可以升级为仙机 否则在合体器的斗法中 将派不上丝毫的用场 罢了 留着当个念想也好 吕仲没将灵宝回去 只是不再纳入丹田运养 收到了储物界中 做完这一切 他开始参悟未来功法 在选择时空拟法则后 主修太阴一道的太阴仙经 并没有彻底失去作用 固然其中关于你法则的部分 不能照搬着修炼下去 但可以触类旁通 提供一些参考 至于法力积攒方面 则是跟以前一样 照炼不悟 小小尝试一番 吕仲苦笑着睁开双眼 好吗 又得为丹药发愁了 法力的积攒 始终绕不开仙灵器 也就无可避免涉及到丹药 能在合体器有效的丹药 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吕仲对此不做指望 但决定还是收集一番 看是否能用造化秘阵解决一二 能最好 若不能也是正常 从太阴仙经所给的丹方来看 适用于合体器的七阶丹药 无意不是珍惜的激进灭绝 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味辅药 也至少得是千年天地灵药起步 主才方面更是不用说 万年乃至十万年也是稀松平常 像这样的丹方 或许在极为久远的远古 还有搜集其的希望 但现在还是老实靠灵脉膜吧 说到这里 吕仲不由打量身下的悬仓药塞一眼 但很快就放弃了心中打算 此药塞虽能诛仙 但能源来自于电池 虽然说也能转化出灵气 但其中必然带着污染 乃是惰仙自身信息所化 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将之抹除 事故如果想要成仙 最好还是另寻他路 最好的办法 显然还是找一处道场 吕仲考虑到合体气候 自己已是能深度大慌 觉得未必要继续在枫原界待着 去灵环界的其他地方一览 会是不错的选择 他目前所处的枫原界这一片 只是灵环界的偏僻地方 这一点看第三树机院坐落位置 就能够知晓猜到 或许在北洋之外 会有更多的机缘也说不定 三百年后 静世中 吕仲面色凝重 只见有银灰光芒闪烁 望着身前的灵药幼苗 毫不迟疑将之打到上面 哗啦啦 只见得青光一战 幼苗飞速生长起来 药磷也从一年 二年 随着力量的不断注入 这树灵药的药磷 飞速提升至十年 然就在这时 刚达到千年耀灵的灵药 这时候 却忽然砰的一声 陡然化作无数飞灰 见此幕 屡众目光烧暗 又失败了 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前些时候 他突发奇想 自己既然掌握了 十空拟法则 那为何不自行 培育催熟灵药 若真能成功实现 参天造化路 以后将再不用为 丹药发愁 之后的尝试结果也证明 拟法则的力量 的确对灵药有效 但每次灵药催熟到最后 无意不是以失败而告终 思来想去 他也未能想清楚 失败的原因 或许是用力过猛 吕仲双手掐绝 指尖再次有霞光凝聚 并闪烁着 银灰二色光芒 这一次 他刻意控制了力量 屈指一弹 将只打到一株黄金幼苗 如之前那般 黄金开始飞速生长 瞬间就长成一年份 要相因此愈发浓郁 丝丝缕缕的灵光充斥 很快就蜕变成一株灵药 有谢 吕仲心中激动 见灵药不似之前腐坏 似乎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继续朝黄金打入力量 破 黄金炸散 化作无束飞灰 到底是什么原因 吕仲一时想不出答案 闭门造车 注定得不到答案 或许该问一问叶盘炎 此人见多识广 说不定能给出解答 吕仲走出近视 来到要塞内部 如今的盗门 是一日昌盛过一日 尤其是在叶盘炎 进阶合体之后 再次收容一堕仙之后 更是一时风头无两 在今日的灵环界 盗门已是被视作一股 无法忽视的力量 是以要塞内部 人气也是日渐高涨 盗门修饰往来密集 其中不乏练须 合体修饰 让吕仲也不禁感慨 盗门这一下 算是彻底成了事 他很快来到天阁 恰巧叶盘炎也在 一番旁敲侧击 吕仲很快知晓了 自己失败的原因 用他所熟悉的话来说就是 物质不会凭空消失 也不会凭空产生 原因就出在 单凭米法则的力量 不足以维持灵药的生长 除非给予生长所需之物 满足其生长所需 回去之后 吕仲再次进行尝试 发现即使满足营养条件 灵药同样无法快速催熟 受到灵直吸收速度的限制 一旦超过某一生长限度 照样会瞬间化作飞灰 最后他实验出了 黄金的催熟极限 在满足生长条件的前提下 每日至多只能催熟十日药灵 可简单是做 增加了十倍生长速度 话而言之 一株万年药灵的黄金 吕仲需要催熟一千年 这一结果 有些不尽人意 一株主才一千年 凑齐一炉丹药原料 怕是得要经万年 可按照吕仲所了解到的消息 纵使看起来如此费力 却仍是外界合体期修饰 所可求而不得的机缘 在没有丹药的情况下 纵使修饰本身天资卓越 不会遭遇到修为瓶颈 也要在灵脉中 好似地负灵一般 足足打坐数万年之久 才能将修为 推至合体期巅峰 如果有合适丹药 则可以将这周期大大缩短 或一半 或三分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 合体期一眼 就能忘到头的缘故 没有逆天的资质 也没有祖先或前辈一则 后人纵使突破到合体期 未来也是大成无望 只能死心经营宗门家族 照这么看来 我算是幸运了 对这结论 吕仲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无论催熟灵药是否鸡肋 总归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 好过一直在灵脉中闭关 去当一个了无生趣的地附灵 然办法是有了 想找到合适的单方 却不容易 到了合体期时候 所需灵药更加珍惜 这一点根本无法规避 吕仲纵使有道蒙可谓依靠 也只能将要求一将再将 只要单方中灵药大部分 可进行催熟 同时尚未绝技便可 饶是如此 仍是迟迟未能满足 最后无奈之下 他只好亲自动身 与此同时 灵环界也在风起云涌 乾坤单元 这便是吕仲仙前 从玄痴圣地所得之物的名字 也不知是谁或哪一方势力 将乾坤单元的效用传了出去 原本沉寂下去的众多仙 此刻又重新蠢蠢欲动起来 正如之前所言 唯有成不了仙的多仙 才会一直执着成仙 一时间 风云涌动 围绕着乾坤单元 各方势力好似闻道欣慰一般 云集于玄痴圣地 可当他们知晓单元被盗之事后 不禁面面相去 如此重要之物 会被遗恋虚到了去 可他们却不知道 玄痴圣地当初 虽察觉到单元价值 然却不知道其真正作用 也是在消息传开之后才明白 事故才将单元 与藏心花等同试之 这下焦点转移开来 而等一众大能 将白野凡找到之后 才发现 此人因为杜劫失败 早已经身允多时 乾坤单元 却不见了踪迹 一下子 线索就此中断 黑鼎域 吕仲化身一面相寻常 身着盗袍的中年修士 来到了此处 近段时间来 受到乾坤单元的影响 他可是被那些推演之术 给折磨得够呛 一日一小推 三日一大锁 若不是进阶合体 可借助本命法则转移压力 只怕要四之前那般 被惰仙定位 饶氏如此 也让他烦不胜烦 好在有好消息进行对冲 吕仲来黑鼎域 自是为了寻找一道七阶单方 龙虎真吉丹 此单方曾在数十万年前极有名气 后来随着高阶灵药日渐绝迹 这才名声衰落下来 但仍是一等一的正宗抵御 想要得到不是容易之事 为此 吕仲跟此单方持有者 及黑鼎域霸主黑鼎宗 进行多次交涉 对方是看在他的合体修为 在开架出一枚绝念果之后 黑鼎宗这才愿意松口 双方已约定好 等黑鼎老祖出关后交易 时间又过数年 就这样 约定的日子到了 黑鼎宗的某处大殿中 一座传送阵嗡嗡运转 令空间泛起阵阵波动 待乳白光芒消散殆尽之后 原地多出两道人影来 守在一旁的几名假士剑了 军士神色一领 连忙拱手 属下拜见宗主 免礼 黑轩轻抬手示意 随即望向殿内深处 正好见到里面走出来一青年男子 目中闪过一丝喜意 连忙问道 华师兄 老祖他可曾出关 这位就是金前辈 之前就已经跟老祖约定好 要在今日进行交易 老师他已经出关了 正在内殿候着您二位 请跟我来 来人千功有礼地说道 随后就走在前头 替二人引路起来 要说这黑鼎老祖的闭关处 那真不是一般的大 那华师兄在前面一步留神 三人足足穿过九重守卫 这才终于到了内殿 内殿坐落在一须迷戒子空间中 弱大空间内便只有孤零零一片黑石广场 除此之外便再无他物 而在广场的中央位置 出立着一座由石柱构成的小殿 毫无遮拦 此刻吕仲仅凭肉眼 就能见到盘坐在殿中的黑鼎老祖 是一位身着玄色隔衣 看上去脾气暴躁的秃顶老者 修为同样是合体出气 从他旁边地上破碎的茶具来看 显然方才还在为什么是生着气 远远的 对方朝这边一攻守 吕仲以礼回之 与此同时 黑鼎城外某处洞府中 三名合体修士 分别戴着葫芦羊面具 秘密聚在此处密谋着一件事 从个人的表情来看 显然是胜券在握 但是片刻后 一则消息传递过来 什么 黑鼎老鬼找来了帮手 为首的一虎面修士 看完消息吃惊说道 旁边路面修士 喃喃自语起来 消息是真是假 现在这时候 谁还敢向黑鼎宗示意援手 难道这人不知道 黑鼎宗已经被窝龙圣地盯上 也就是我们 提前买通了一条门路 不然也是不敢有半分念想 是我埋伏进去的案间传来 料想 没有错误的可能 黑鼎老鬼 的确在跟一陌生合体会面 就是不知来人 是否真是老鬼的帮手 依我看 在黑鼎宗众人避之不及的现在 可能性并不小 羊面修士略想了一下 谨慎说道 三弟言之有理 即使那人真不是老鬼帮手 我等稍稍提防 也是应该的 眼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无论再如何谨慎也不为过 毕竟若能将这黑鼎灵脉夺下 我等三人未来的修行 就有了保障 虎面修士点头说道 三人一番交谈 决定还是照既定计划行事 另一边 吕众的交易 进行得并不顺利 即便他拿出绝念果 黑鼎老祖也并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思索了老半天 才陈生回道 若道友能再次发誓 护持我坐下门人 离开风源界 那么龙虎及贞担的单方 及相关心得 我黑鼎院将之作为报酬 麻烦来自于何处 吕众眼皮微抬 反问对方道 窝龙圣地 黑鼎老祖说到这里 堂堂合体气修士 尽满面的无奈之色 阁下莫不是在开玩笑 吕众一听这话 就没打算掺和进去 窝龙圣地的底细 他借助盗蒙这条渠道 知晓得清清楚楚 坐镇的此地堕仙 窝龙妙人 绝非一般等闲之辈 若说堕仙之间 实力也能分个三六九等 那么窝龙妙人 至少也是中等水平 绝非齐家老祖 及男穷可比 当即就起身 拱手告辞 道友 当真是连半点余地也无 废话 屡众自存 有盗蒙做依仗 可以借助悬仓要塞 对抗堕仙 以保自身安全无余 只是犯不着 为了一张单方 将自己的底牌暴露出来 龙虎真吉丹是不错 但不值那个价钱 此事不欢而散 除了黑顶宗 吕仲有些头痛起来 龙虎真吉丹获取失败 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设法获取一条七阶灵脉 老老实实当各地附灵修炼 还是前往传说中人节汇聚 有着数不尽机缘的 灵环界中央介遇 两个选择 各有各的好处 一时间 他难以决定 正当吕仲犹豫着 下一步该怎么走时 突然之间 天色暗了下来 这莫名其妙的变化 惊呆了街上的众人 就在他们一头雾水之际 黑顶城四方 皆有巨塔升起 同时一道道符纹引线 很快勾勒出一巨大护照 同时 一尊尊巨勇十分抖落 竟都瞬间活了过来 一时间 紧张肃杀气氛 笼罩整座黑顶城 大战将至 速速远去 速速 一道浑厚声音 雷鸣般震响 有人听了 尝试着穿越那护照 发现果然能传过去 过程不受半点阻碍 但也有一脸焦急 试图进入城中 立刻就被阻挡下来 很显然 如今大阵是能出不能进 而在这时 吕仲能清晰感觉到 一股强烈危机正在逼近 是窝龙圣帝修士 既然决定不参与 他当即就决定抽身 身形一闪 再出现已是在城外 回首望着黑云压顶的黑顶城 吕仲心中却突然有了主意 从黑顶宗此番所作防备来看 显然不是窝龙圣帝能轻易拿下的 而这 或许是一个机会 相较黑顶中的龙虎真吉丹 他其实更主义 窝龙圣帝的骁龙圣丹 根据道蒙的消息 此丹完美符合他先前的期望 所有灵财大部分是普通灵药 少数几种天生地长的天生灵药 也是较为常见的品种 只要耐心进行催熟 不难得到想要的炼丹材料 若能将此丹丹方得到 则未来丹药无忧益 想必叶盘炎对此 会十分感兴趣 吕仲暗想道 非是因为骁龙圣丹 对现在发展中的道蒙而言 最重要的是寻找一块立足之地 而仅剩三名舵仙盘踞的风源界 明显就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只要将芳忧 窝龙 天剑三舵仙驱逐 甚至是直接收容 那么道蒙的重建 就能真正开始 没关系 然后再次 全新的极限 这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